只是看了美女两分半钟 就被挖掉了仙谷 抽干了神血 气得你爹一拳打爆了两个半星球 要知道你爹可是掌管诸天万界的帝君 以歌是屠灭百万亿族的镇域神君 就连你姐都是身怀玄奉神体大帝 然而如此背景抛天人 竟险些死于凡人之时 目无到此刻犹如一头发怒了的雄狮 滚肠 狗日的族龟 老子看着下界失恋不爽很久 无足先被这般努力 莫不是让后人去吃苦吧 等老子接儿子回来 迟早废了这狗屁规定 夫人我们走 现在就去汤石界 汤石界叶家无常 清城三大家族齐聚 所有人都在等待你最终的审判 气氛压抑 一股浓浓的肃杀之气弥漫而起 位于手座之上的叶家族长叶红天凝视着下方 此时你低垂着头 浑身是血 衣裳残破 被铁链捆绑于木架之上 气息实不存疑 叶红天眸光冰冷 木哥你击杀天气道宗长老弟子 诬陷灵家族女 种种证据却早已可知罪 叶红天声震如雷 令人耳膜嗡嗡作响 哪怕是在场各族诸多长老 也不有感叹叶家手段之狠 曾经的清城天骄 只不过是击杀天气道宗一位子弟 便体制备伍 修为根基尽废 只因天气道宗乃是仓石界最为强大的四大道德之一 而你不过是一天赋出色 毫无背景的散人而已 就在不少人感叹之时 此刻正遭受所有人审判的 你却低着头一言不法 好痛 我这是穿越了吗 庞大的记忆犹如潮水般浮现 已迅速理清楚现况 人身天资卓绝 身怀神魔体以及喊见神 更是这清城最为年轻的魂海静天教 只不过拥有这般出色天赋之人 却是喜欢上了林家族女林青染 林青染极其渴望进入四大道宗 为了满足她的愿望 已不惜暴露自己最大的秘密 以自身神魔精血柱养住其踏入骨雀之境 到后来更是清静资源 寻来各种天才地 还让她这个资质平平之人 步入祝丹静修为 十六岁的祝丹静 加入四大道宗 绝对是绰绰有余了 本以为这样林青染 便能够清心于你 可最后换来的却是 她和天气道宗方圆才的勾结陷害 带理清了眼前的一切之后 以头皮发骂暗骂一声 我干 极品费洋洋 一上来就是地狱及难度这种 强忍着身上的剧头 你看向不远处 邻家众人方向的狗男女 一字一顿的寒声道 林青染 往我如此真心待遇 若非是我 你又怎能步入主胆 你想说旁人暂谬之计 难道就能够如此心安理得吗 面对你的质问 林青染显得无动于衷 我所得到的一切 都是由我自己努力所得 跟你木哥何曾有过半分关系 文言你眼中杀鸡毕露 哈哈哈哈 好够自己努力所得 当了婊子海力排放 林青染你可当真是个 不折不扣的臭婆 林青染眉头一皱 心中最后一点愧疚也消失不见 这时他身旁一道爽朗的笑声响起 直到如今 木哥你还不愿意承认吗 方圆才嘴角挂着一丝微笑 眼中满是不屑与嘲弄 你好歹曾经也是清澄添娇 只可惜空有神体又有什么用 毫无背景 还不是一辈子只能窝在这小地方躲藏 要知道在这仓世界敢杀我 天气盗捅弟子 可从来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他自然知晓你是被冤枉 他和他师兄此次前来 这平级之地位的便是寻找天赋出色的弟子 想不到在这清澄之中 竟意外发现了身怀强大体质与神谷质 二人贪念皆起 都想独吞这惊天机缘 在将同门师兄击毙后 他不过是随便找了个理由嫁祸给人 想不到清澄家族的这群蠢祸还真心 如今你的神谷已经被他得到 还剩下这强大的体质 只能够等他的师尊过来处理 想到这方圆才得意的将那块神谷拿出仔细宝 清染 你说谷体给这种人可不是暴体天雾 林清染不知可否 面色平静地点了点 方师兄所言不错 只是还请师兄不要忘了之前答应我的事情 方圆才咧嘴一笑 那是自然 只要今天一过 从今往后你便是我天气道宗的弟子 我会请师父将你收入门下 到那时候你可就是我的师妹了 说到这方圆才撇了林清莲那饱满的双风翼 眼中闪过一丝引起 这肆无忌惮的目光 林清莲自然是有所察觉 但他却只能假装没有看见威汉真实 目视着不远处 气惨无比被绑在柱上 木哥不要怪我 要怪就只能怪你没有一个好的背景 既然你那么喜欢 我就应该成全我 林清染只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应当 毕竟在天气道宗面前 哪怕你天赋在妖孽也不过楼 若非要在二者之间选 那他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天气道宗 而另一边你笑了 笑得格外的戏许 表自佩狗当真是天长地球 话音刚落 一股磅礴至极的力量从你体内迸发而出 一道赤圣至极的金色神盲冲天而起 犹如江海般神秘的混沌之气 一圈一圈的向外扩散 而在混沌神光的笼罩之中 原先智力破碎 根骨禁肺的残躯 正在以一股极其恐怖的速度修复 苍尽有力的心跳声 气血如江海的凶游 强大至极力量 令在场所有人都使要未及 脸色煞变 变红天脸上是亥然之色 这是什么 那小畜圣不是被废了根骨修为 竟然还有力量 这莫非是天地一响 这怎么可能 与此同时仓世界之外 浩瀚无垠的虚空之中 数十位神员进大门 看着眼前蕴藏的 滔天杀意的青年瑟瑟发的 青年手持一柄赤色长枪 浑身上下弥漫出一股 极为恐怖的气息 就凭你们也敢阻拦无 在青年身旁 还有一位面容绝美的女子 女子美眸寒气逼人 冰冷的有些可怕 让开 掌管下方世界无数的 肩天阁众 众多长老们眼皮狂调 面对着眼前这两尊杀神 说不害怕那是假的 一位是赫赫有名 身怀玄凤神体 在整个诸天追求者 无数的帝族 穆家二小姐穆摇晃 而另一位那就更恐怖 横压一带天骄 曾经以一人之力 灭杀百万域外一族的 镇域神君穆锦衡 监天阁负责看守三千万下界 但在二人面前 连个屁都不敢多说一句 其中一位长老硬着头皮上前 卑微无比的说道 那个 不知二位大人前往下界所为何时 下界根本无法承受至尊之力 反请告知一声 我们也好跟阁主交代 穆景横脸色冰冷至极 不想死的话就不 他手中的赤色长枪嗡嗡作响 至尊竟威压犹如山崩海啸一般倾泻而出 一瞬间差点将在场数十位 监天阁长老给下酿 一个个下意识地祭出法宝 生怕这位杀神暴起杀人 忽然穆景横像是感觉到了什么眉头一皱 神魔力 无地的气息 没时间和你们废话 刹那间消失于原地 穆妖黄眉头微醋 转头看向尖天阁长老们开口了 吴佑帝在仓世界历练 如今性命垂危 若而等敢再次死 就休怪我地族穆家不讲规矩 本坑一身后 穆妖黄也随之一同离去 只留一众毛骨悚然的 尖天阁长老们留在原地面面相去 浑身几倍发凉 不知过了许久方才有一位长老悠悠开口 不拦着他们吗 地族穆家的人谁敢 来的还是那尊杀神 连你十条命都不够砍的 就在这时有长老忽然明误大了 不好坏了 刚刚神仲女尊说 他弟弟在我们所管辖的下界历练了 怕是穆家幼子在下界中出问题 立刻派人通知仓世界的道徒 让全界人都给我去找那穆家幼子 该死的 若是地族穆家之人 真死在我们管辖的下界 那我尖天阁可真就完蛋了 就在众人心急如焚之际 尖天阁内传来了一道消息 不好了 地族陈家前圣大帝和其族族长 已经抵达我尖天阁 还有地族穆家的人 卧槽 什么情况 地族穆家来人也就算了 为何地族陈家那位老帝君也来了 我尖天阁今日是犯天条了吗 与此同时仓世界内 那金色神盲逐渐退去 天空中先天混沌 神体所引起的天地一向久久不散 你只觉一股温热的满流 正在不停冲刷着自己的躯体 好受了不少 而内被飞的根骨与修为 也在逐渐恢复 之前你被林青染 借助天气道宗的锁灵丹限制 现在只带先天混沌神体龙合 恢复魂海境久 从修为到内侍在场 所有人都拦不住 这该死的地狱极难度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等此次脱险 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付出代价 望着天空中那近乎刺眼的金色神盲 方圆才呼吸逐渐急促 脸上满是痴迷与狂热之色 想不到修为根骨都被废除 这家伙竟然还能够做到这般地 这绝对是先天神魔体引起的异象 这般强大的体质 唯有我方圆才才配用你 毕生的林青染同样满脸错误 她忽然想起曾经你和她说过 你之所以年纪轻轻 便能够拥有魂海境修为 那便是因为体质冠绝无双 哪怕是放眼珠天 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但这样的体质 在毫无背景弱小时期 最容易遭人惊 哪怕是无法将你的体质剥夺 想以你的精血血肉炼丹的 也是数不胜数 所以你之所以一直留在清场 这个仓世界偏远之地 一方面是因为体质的问题 更多的则是因为她 林青染看向震撼无比的重人 又看向满脸疯狂渴望的方圆才 心中不由萌生出了一种 从未有过的念头 或许她可以等待你的成长 但这股念头刚一出现 便被她所否定 配得上我林青染呢 只有那些背景不凡 顶尖的妖念 在强大的体质又如何 没有强大的背景 如今还不是要给别人当作嫁衣 何况她从来不是那种 想要依靠别人的女子 唯有加入天奇到头 我的好徒儿 想不到真如福令上你所说 在这小小的青城之中 竟有妖孽身体出现 只见一位先锋盗捕 鹤发童年的长老从空而落 见到来人青城各族组长 皆是神情一惊 赶忙起身齐齐相迎 青城叶家族长叶红天 恭迎天奇道宗灵长老大驾光临 方圆才将手中折扇收好 坐一上前 师尊 宁风微微汗手淡淡倒 徒儿 先天神魔之体举世罕见 这次做得不错 回去之后为师会好好强硬一番 说到这宁风顿了躲 环顾一眼四周 你师兄呢 方圆才赶忙做出一副悲痛的表情 痛心疾首道 师尊 弟子无能啊 本想在这青城为我踪寻 蜜天赋出色弟子 却不料那神魔体心思在独立 只不过是与师兄有一些口角之争 便出手将师兄击毙 若非有这位林姑娘相助 恐怕这魔头早就逃之夭夭不寻其宗 一边说着 方圆才一边将身旁的林青人推了出来 当得知弟子死绪 宁风表情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淡淡的扫视了一眼林青人开口道 也就是徒儿口中所说的林家之女林青人了 此时的林青人只觉浑身都被看穿 赶忙行李道 见过宁长老 文言宁风微微汗手 方圆才见此一幕松了口气 赶忙在旁提醒道 师尊 青人不过十六便有助单进修为 修为尚可 您看 听到这话宁风贴了他一眼 方圆才的这点小心思可瞒不过来 不过念在方圆才找到不识机缘有功 宁风也没有过多思索淡淡的 不错 助我天气道土捉住贼子有功 同今以后你便做我宁风的弟子 文言林青人美眸骤然一亮 弟子林青人拜见师尊 他此刻能够感受到周围人那羡慕 不济的目光 心中不由得更为高傲 而宁风倒是没有显露出多大情绪 转身看了眼被绑在柱子上的你眼眸闪烁 吾尔 拥有先天神体之人可不是什么范范之人 此子如此年轻便能杀了你师兄 莫不是其他三大道土之人 还请师尊放心 此子的来历我已经打探清楚 不过是清诚无父无母一孤儿 背后绝无一人 听到这话宁风眼眸微微眯起 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贪婪 他虽不会剥夺神体 但神体精血可是一个好攻击 只是徒儿 我为何还从你身上感受到了一股道运的气息呢 方圆才闻眼脸色骤变 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般 直接将得到的神骨主动献出 师尊动作观火 徒儿刚好还得到一件宝物 探此物不凡也准备一并献给师尊您 这般神物 徒儿想着普天之下也唯有师尊您配永远 感受着神骨充满道运的气息 宁风眼中贪意更甚 不动声色地将那神骨结果点了点头 不错 你倒是有心了 为是如今停留在破碎镜九重一角 得此神物想来不用多日便能突破物头 至于那个拥有神体的家伙 可将此子神体精血抽出炼制丹药 到那时自然也有你的一份 方圆才顿时欣喜若狂连忙到 不敢 能够让师尊能够突破物头 那便是徒儿最大的愿望 他们的谈话毫无遮掩 自然被你听得一清二楚 下一刻宁风直接一步来到你身体 他抬起枯瘦苍老的右手 直接放于你的面门之上 紧接着一股奇异的力量涌动而出 徒儿你可看好了 为师这一门绝血回去之后便会传授于你 从今以后就由你负责每日抽取血奴精血 此法名为引血术 宁风大喝一声 满头白须肆意飘扬 手掌之中涌动出一股澎湃恐怖的吸力 直接令你一身精血沸腾躁躁动 以密流知识不受控制的仕途被声声抽出 你咬着牙 眼眶赤红 死死地盯着命风 感受着精血被声声抽出 那种痛苦不亚于被拔骨抽搐之痛 远处林青然美眸闪烁只觉一阵傲骂 你的血真有这么厉害吗 想不到连天气道宗长老都如此渴望你的一身神血 明明他才是此事最大的功臣 待日后世尊将血练丹之后 他也定要找方圆才分取一二才是 而林青然所不知道的是 以他那平平无奇的天赋 之所以能够突破到柱丹静 正是因为你每日以神魔精血夹杂在丹药之中喂养 改变其体方才有今天修为 感受着那股澎湃强大的气血之力 顶风眼神愈发的明亮 然而就在这时 本代艳阳高照的晴天突然进电上雷鸣 乌鱼密布 地动山摇 天仿佛倾塌了一般 苍穹之中 一道暴怒至己 宛若雷霆般乍响的怒喝声音 我看谁敢动无敌 苍石界的蝼蚁 你们是想被灭剑吗 第五章 小弟神谷的气息 你们全都该死 仅仅是一声炸喝 苍石界内无数生灵 便忍不住贵妇在地 浑身站立 远在万里之外的苍石界 四大道统之中 各宗老祖级别人物 皆是感受到了一股 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量 纷纷从壁观中当中惊醒 苍老的双眼中 竟是难以置信 好恐怖的力量 这是上界大能 来到我仓石界了 这怎么可能 上界与下界 不仅有尖天阁把守 更是存在着 无法逾越的天道沟壑 是有人强迫此界 横渡而来 仿佛有莫大的恐怖 即将降临 人未知 那浩瀚瀚礴的威压 便笼罩整座青城 全场众人 无意不是浑身气血翻涌 站立发抖 忍不住匍匐跪斗 正在施展饮血之术的凝峰 被突然打断 想他破碎尽的修为 在这股气息面前 竟觉得自己 犹如蝼蚁 一般渺小 他浑身颤抖不止 眼睛瞪大 面色骇然地 看向天空 隆隆 只见在那无尽的苍穹 高空之上 仿佛有恐怖的生灵 正在战斗 一道道惊人的光芒 不断绽放 小小下界天道 也配阻拦我苏锦衡 滚 轰隆隆 一道血红无比 耀眼至极的光芒绽放 刹那间 震耳欲聋 生生地撕开了一个 巨大无比的深渊裂缝 这道裂缝 足足长达数万公里 透过那裂缝之中 竟能够清晰直观地 看见阻碍 下界无数修饰 飞升的虚空乱流 此刻 无数的生灵面色 惊恐至极地望着天空 倾城众人 更是笼罩在一片 疯狂的气流之下 那隔绝了 虚空乱流的天空 竟然被活生生地撕裂 这令人绝望 宛若天允豪酷般的景象 令凝峰眼皮 这怎么可能 等等 人 是人 在那裂缝里 有两个人 在场不知是谁恐惧地高呼一声 所有人都忍不住抬头 看了过去 轰隆隆 只见两道磅礴浩瀚 恐怖至极的神盲 从那天河之中降落 手持赤色长枪 如神似魔 神无伟岸的苏锦衡 傲然凌厉于上空 在其身旁 奉鸣长蹄 犹如绝世神女般的苏妖黄 同样出现于此 两人浑身被神盲笼罩 强大的的气息令 在场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 所有人抬起头望 像空中那两道耀眼无比的身影 他们是从天上来的吗 林青然美眸闪烁 不断颤动 当见到苏妖黄的那一刻 哪怕是 一向对自己容貌 颇为自负的她 心中也不由地 生起一股浓浓的妒忌 如神艳般耀眼火红的长发 绝美无瑕的面容 浑身上下每一寸 都宛若老天 最为精心的杰作 仅仅是站在那里 便像是高傲的凤凰 不可亵渎的神女 一般令人自残心晦 这世间 真有这般完美的女子吗 她们 究竟是为何而来 这这这 看不透 比老祖还要恐怖 宛若深不见底的大海 自己破碎尽的实力 竟然一点也看不出来人修为 宁峰头皮发麻 内心狂勇 唯有自己 她能够隐约猜测出两人 恐怕是上界大人物 这样能够开天的存在 为何会出现在此地 宁峰强忍着心中的恐惧 拱手以最卑微的姿态 开口道 在夏宁峰见过二位前辈 可那两位大能 仿佛没有听到一般 只是不断环顾四周 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忽然 天空中那女子 似乎发现了什么 瞳孔一缩 有些难以置信道 小店 小店 谁 就在众人都有些疑惑之际 苏瑶黄不知何时 出现于苏晨萧身前 当见到浑身是血 被铁链 捆绑在柱子上的苏晨萧之时 她那绝美的容颜上 满是悲痛与愤怒之色 咔 锁链顿时碎裂 苏瑶黄直接上前 将苏晨萧揽入怀中 捂着嘴 眉眸中浮现出一层水雾 难难道 怎么会 小店 快 这是青地丹 快扶下 告诉姐姐 究竟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 哄 苏晨萧的 姐姐 这一幕 宛若晴天霹雳 一般让在场三大家族 所有人惊呆在原地 脑袋一片空白 不可能 她不是官吗 哪里冒出来的姐姐 小 小店 叶家族长叶红天 脸色瞬间煞白 难以置信地喃喃道 这怎么可能 林青燃死死看着 对面的苏瑶黄 当察觉到苏晨萧 与那位女子梅雨之间 竟然有些相像之后 整个人如遭雷击 浑身颤抖地后退了几步 不 这不可能 她脑海中 突然想起了 曾经苏晨萧 跟自己所开的玩笑 苏晨萧 你年纪轻轻 这般修为 真的只是一个散修 哈哈 孤家寡人一个 无父无母 秦燃 我骗你做什么 小时候的事情 我真不记得了 不过你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父母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把我丢下了 以后会回来找我 不知为何 我总应感觉 我好像不是这里的人 那时候林青燃 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不过是在知晓了 苏晨萧的背景后 被她那最后一点 感情也消散殆尽 区区一个散修 又怎可能帮助自己离开 这宛若牢笼的下界 想不到如今 一语成衬 相比起难以接受的倾城众人 此刻就连苏晨萧自己 也是一脸猛逼 不是哥们 什么情况 一直哀打叫什么反派 身为天命反派 有个至高无上的背景 很合理吧 主人真实身份 乃诸天帝族苏家幼子 父母健在 爷爷外公乃是当事大帝 兄长为镇域神君 姐姐乃神凤女尊 正在经历下界历练 苏晨萧 曹 爱死你了童子哥 你早说啊 我都准备跟他报了 作为反派 必须时刻保持反派的优雅 能动手就不嗲嗲 能喊人就不磨叽 系统再次强调 半空中 苏锦衡同样看出了 右弟现在的情况 自己所赠予的神骨贝瓦 气血衰败 根骨羞尾皆是被废除 浑身伤痕累累 犹如风中残烛 哄 恐怖的力量再次卷动 这一刻青城所有人 心脏都犹如被一掌大手 紧紧抓住一般 忍不住吐出一口精血 他瞬间出现于凝风身前 眼神森冷的可怕 你身上 为何会有小弟神骨的气息 凝风瞳孔放大 何曾见过如此恐怖 能够撕裂 下界苍穹的大能 一瞬间毛骨悚然 浓浓的死意 充斥了他的脑海 堂堂天骑道统长老 竟直接跪倒在地 大声求饶道 前辈 饶 碰 根本不给说话的机会 苏锦将横大手按在凝风头顶 满是怒火的瞳孔中 一抹妖异的光芒闪烁 直接搜魂 搜魂之术 霸道至极 根本不顾对方的死活 强行撕开石海 获取记忆 啊 凄厉至极的惨叫声响彻 在场所有人 被这道惨叫声惊醒 只能够眼睁睁地 看着天骑道统明长老 痛苦地不断哀嚎着 不要 饶过我 这惨叫声不知 持续了多久 苏锦横眼眸 缓缓睁开 凝风像 是失去了魂魄 如同一滩烂泥 瘫软在地 刚刚得到不久的神骨 也从衣服内飞出 果然 见此一幕 苏锦横瞳孔中 滔天的怒火挤 欲要喷发出来 碰 手下宛若死狗 一般凝风 头颅竟然犹如西瓜 一般被活生生捏爆 炸成一团血雾 你们 全都该死 第六章 喜欢比背景 今日他轻足来了 连渣也没有剩下 就连神魂 都在这恐怖的力量之下 化为灰烬 师尊 见此一幕 不原楚方 原才只觉一阵窒息感传来 两眼一黑 双腿发软 差点直接晕死过去 在对方面前 自己师尊 竟然像是只蚂蚁一般 就这么被轻易捏死 完了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林青冉这个贱女人 从未与自己提起过 林青冉 他们到底是谁 方原才低吼 你想要害死我吗 贱女人 他不敢想 要是那神骨 还在自己手中 自己会是个什么下场 林青冉满脸恐惧 不知所措 这可是天气道 捅破碎尽的长老 自己刚拜的师尊 就这么死了 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从未跟我说过 已经通过搜魂 知晓一切的苏锦衡 此刻眼皮止不住地跳动 呼吸有些波动 胸腔都被无尽的仇恨所填满 想右弟少时在足内 所有人都将萧帝当作手中宝 含在嘴里怕化了 放在手里怕摔了 哪怕是想要吃金翅大鹏 自己都特地去邀黄玉 将那鹏黄之子 给抓来烤了吃 何曾受过这种委屈 赤血神枪四 察觉到主人的心绪 不断发出 翁明苏锦衡谋光扫过在场青城众人 沉声道 吴又帝只不过下界试炼 只因而等纪于吴帝体制神险 认为他没有背景 便要挖骨抽血 你们这群下界蝼蚁 当真是好大的胆子 三大家族族长 一个个脸色惨白至极 毫无血色 不是 不是我们 前辈 前辈饶命 三大家族之人 一个个纷纷下跪 叩首求饶 不是喜欢比背景吗 那今日 他的亲族来了 在苏锦衡冰冷暴力的目光之下 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碰 碰 碰 叶家 林家 王家之人 一个接着一个 炸裂成一团血污 血浆 最快洒落一地 整个五场内 有如下起了一场 倾盆血雨 像是一柄无形的死神镰刀 正在无情地收割性命 浓郁的血腥味 腥臭味弥漫 大量的血水建设在了 林青染的脸颊之上 他娇躯止不住地颤抖 生怕下一个会是自己 哪怕是到现在 也不明白 为何苏锦衡敬会 有如此强大的胸掌 而在这绝对强大的力量面前 方圆才浑身颤抖 早就被吓得屁滚尿流 哪里还有什么 天奇道宗天骄的模样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在这 忽然 似有所感 像是被一种 恐怖的力量锁定 体内的真气 疯狂躁动逆流 方圆才口鼻止不住地 一出鲜血 他的瞳孔逐渐放大 惊恐至极地想要逃命 狂吼道 不 我不能死啊 我 不 碰 下一刻 连带着神魂都没有逃出 方圆才与自己师尊一样 就这么惨死在了 清城之内 尸骨无存 清城之人 一个接着一个暴体而亡 在这极度压抑的环境之下 终于有人心里崩溃 承受不住 拼了命地想要逃离此地 逃 逃啊 别杀我 我不想死 碰 碰 可最终的结果 也依旧一样 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像是人间炼狱 而就在这时 远处几道流光 快速而来 还请前辈息怒 苍石界界于破碎 若是前辈再出手 只怕是苍石界亿万生灵 都要惨死 在那虚空乱流之下 只见不远处 天骑道宗几位大能 火急火燎地赶来 他们知晓来人 必然是上界大能 索性直接搬出背后 上界道统天玄宗 想要以此劝阻 见来人 原本绝望的众人 无不欣喜若狂 太上长老 是天骑道统大能来了 我们有救了 可对方的下一句 直接打碎了 他们最后的希望 我天骑道统乃是 上界天玄宗分支 还请前辈 看在天玄宗的面子上 只图倾城就好 饶过苍石界 其他亿万生灵一命 若是前辈 还不够解气 这难将百城皆可拿去 只求前辈 收敛神威 别再毁坏此剑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堂堂天骑道统的太上长老 此刻竟然是在 求饶这还是 苍石界四大道统之一 天骑道统说的话吗 所有人通体发凉 心中更为的绝望 天玄宗 苏锦衡眼神冰冷的圣人 第五章 小弟神谷的气息 你们全都该死 仅仅是一声炸喝 苍石界内无数生灵 便忍不住贵妇在地 浑身站立 远在万里之外的 苍石界四大道统之中 各宗老祖级别人物 皆是感受到了一股 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量 纷纷从壁观中当中惊醒 苍老的双眼中 竟是难以置信 好恐怖的力量 这是 上界大能来到我苍石界了 这怎么可能 上界与下界 不仅有尖天阁把守 更是存在着 无法逾越的天道沟壑 是有人强迫此界 横渡而来 仿佛有莫大的恐怖 即将降临 人未知 那浩瀚庞埔的威压 便笼罩整座青城 全场众人 无意不是浑身气血翻涌 战力发抖 忍不住匍匐跪斗 正在施展银血之术的凝峰 被突然打断 想他破碎镜的修为 在这股气息面前 竟觉得自己犹如蝼蚁 一般渺小 他浑身颤抖不止 眼睛瞪大 面色骇然地看向天空 隆隆 只见在那无尽的苍穹 高空之上 仿佛有恐怖的生灵 正在战斗 一道道惊人的光芒 不断绽放 小小下界天道 也配阻拦我苏锦衡 滚 轰隆隆 一道血红无比 耀眼至极的光芒绽放 刹那间 震耳欲聋 冠绝天地的震动声响彻 这万丈苍穹 宛若被人以蛮力 生生地撕开了一个 巨大无比的深渊裂缝 这道裂缝 足足长达数万公里 透过那裂缝之中 竟能够清晰直观地 看见阻碍 下界无数修饰飞升的 虚空乱流 此刻 无数的生灵面色 惊恐至极地望着天空 青城众人 更是笼罩在一片 疯狂的气流之下 那隔绝了 虚空乱流的天空 竟然被活生生地撕裂 这令人绝望 宛若天允豪酷般的景象 令凝峰眼皮 突然狂跳了起来 心中一股 极为不祥的预感涌现 天 裂了 这怎么可能 等等 人 是人 在那裂缝里 有两个人 在场不知是谁 恐惧地高呼一声 所有人都忍不住 抬头看了过去 轰隆隆 只见两道磅礴浩瀚 恐怖至极的神盲 从那天河之中降落 手持赤色长枪 如神似魔 神无伟岸的苏锦衡 傲然凌厉于上空 在其身旁 奉鸣长蹄 犹如绝世神女般的苏妖黄 同样出现于此 两人浑身被神盲笼罩 强大的气息令 在场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 所有人抬起头望 像空中那两道 耀眼无比的身影 他们是 从天上来的吗 林青然美眸闪烁 不断颤动 当见到苏妖黄的那一刻 哪怕是 一向被自己容貌 浓浓的妒忌 如神艳般耀眼火红的长发 绝美无暇的面容 浑身上下每一寸 都宛若老天 最为精心的杰作 仅仅是站在那里 便像是高傲的凤凰 不可亵渎的神女 一般令人自残心惠 这世间 真有这般完美的女子吗 他们 究竟是为何而来 这这这 看不透 比老祖还要恐怖 宛若深不见底的大海 自己破碎尽的实力 竟然一点 也看不出来人羞伪 宁风头皮发麻 内心狂勇 唯有自己 他能够隐约猜测出两人 恐怕是上界大人物 这样能够开天的存在 为何会出现在此地 宁风强忍着心中的恐惧 拱手以最卑微的姿态 开口道 在下宁风 见过二位前辈 可那两位大能 仿佛没有听到一般 只是不断环顾四周 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忽然 天空中那女子 似乎发现了什么 瞳孔一缩 有些难以置信道 小店 小店 谁 就在众人 都有些疑惑之际 苏瑶黄不知何时 出现于苏晨肖身前 当见到浑身是血 被铁链 捆绑在柱子上的苏晨肖之时 他那绝美的容颜上 满是悲痛与愤怒之色 咔 锁链顿时碎裂 苏瑶黄直接上前 将苏晨肖揽入怀中 捂着嘴 眉眸中浮现出一层水雾 喃喃道 怎么会 小店 快 这是青地丹 快扶下 告诉姐姐 究竟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 哼 苏晨肖的 姐姐 这一幕 宛若晴天霹雳 一般让在场三大家族 所有人惊呆在原地 脑袋一片空白 不可能 他不是官吗 哪里冒出来的姐姐 小 小店 叶家族长叶红天 脸色瞬间煞白 难以置信地喃喃道 这怎么可能 林青然死死看着对面的苏瑶黄 当察觉到苏晨肖 与那位女子梅雨之间 竟然有些相像之后 整个人如遭雷击 浑身颤抖地后退了几步 不 这不可能 他脑海中突然想起了 曾经苏晨肖跟自己所开的玩笑 苏晨肖 你年纪轻轻 这般修为 真的只是一个散修 哈哈 孤家寡人一个 无父无母 青然 我骗你做什么 小时候的事情 我真不记得了 不过你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父母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把我丢下了 以后会回来找我 不知为何 我总因应感觉 我好像不是这里的人 那时候林青然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不过是在知晓了 苏晨肖的背景后 对他那最后一点感情也消散殆尽 区区一个散修 又怎可能帮助自己离开 这宛若牢笼的下界 想不到如今 一语成衬 相比起难以接受的倾城众人 此刻 就连苏晨肖自己 也是一脸猛逼 不是哥们 什么情况 一直哀打叫什么反派 身为天命反派 有个至高无上的背景 很合理吧 主人真实身份 乃诸天帝族苏家幼子 父母健在 爷爷外公乃是当事大帝 兄长为镇域神君 姐姐乃神凤女尊正在经历下界历练 苏晨肖 草 爱死你了童子哥 你早说啊 我都准备跟他报了 作为反派 必须时刻保持反派的优雅 能动手就不逼逼 能喊人就不磨叽 系统再次强调 半空中 苏锦衡同样看出了 右弟现在的情况 自己所赠予的神骨贝瓦 气血衰败 根骨修味皆是被废除 浑身伤痕累累 犹如风中残竹 哄 恐怖的力量再次卷动 这一刻青城所有人心脏都犹如 被一掌大手紧紧抓住一般 忍不住吐出一口精血 他瞬间出现于凝峰身前 眼神森冷的可怕 你身上 为何会有小弟神骨的气息 凝峰瞳孔放大 何曾见过如此恐怖 能够撕裂下界苍穹的大能 一瞬间毛骨悚然 浓浓的死意充斥了他的脑海 堂堂天骑道统长老 竟直接跪倒在地 大声求饶道 前辈 饶 碰 根本不给说话的机会 苏锦将恒大手按在凝峰头顶 满是怒火的瞳孔中 一抹妖异的光芒闪烁 直接搜魂 搜魂之术 霸道至极 根本不顾对方的死活 强行撕开石海 获取记忆 啊 凄厉至极的惨叫声响彻 在场所有人被这道惨叫声惊醒 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天骑道统明长老 痛苦地不断哀嚎着 不要 饶过我 这惨叫声不知持续了多久 苏锦衡眼眸缓缓睁开 凝峰像是失去了魂魄 如同一滩烂泥 瘫软在地 刚刚得到不久的神骨也从衣服内飞出 果然 见此一幕 苏锦衡瞳孔中滔天的怒火挤 欲要喷发出来 碰 手下宛若死狗一般凝峰 头颅竟然犹如西瓜一般被活生生捏爆 炸成一团血污 你们 全都该死 第六章 喜欢比背景 今日他轻足来了 连扎也没有剩下 就连神魂都在这恐怖的力量之下化为灰烬 师尊 见此一幕 不远楚方 原才只觉一阵窒息感传来 两眼一黑 双腿发软 差点直接晕死过去 在对方面前 自己师尊竟然像是只蚂蚁一般 就这么被轻易捏死 完了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林青然这个贱女人 从未与自己提起过 林青然 他们到底是谁 方原才低吼 你想要害死我吗 贱女人 他不敢想 要是那神骨还在自己手中 自己会是个什么下场 林青然满脸恐惧 不知所措 这可是天气道 捅破碎尽的长老 自己刚拜的师尊 就这么死了 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从未跟我说过 已经通过搜魂 知晓一切的苏锦衡 此刻眼皮止不住地跳动 呼吸有些波动 胸腔都被无尽的仇恨所填满 想右弟少时在足内 所有人 都将萧帝当作手中宝 含在嘴里怕话了 放在手里怕摔了 哪怕是想要吃金氏大鹏 自己都特地去邀黄玉 将那彭皇之子给抓来烤了吃 何曾受过这种委屈 赤血神枪四 察觉到主人的心绪 不断发出 翁明苏锦横眸光扫过 在场清城众人 沉声道 吴又帝只不过 下界失恋 只因而等基于吴帝体制神险 认为他没有背景 便要挖骨抽血 你们这群下界蝼蚁 当真是好大的胆子 三大家族族长 一个个脸色 惨白至极 毫无血色 不是 不是我们 前辈 前辈饶命 三大家族之人 一个个纷纷下跪 叩首求饶 不是喜欢比背景吗 那今日 他的亲族来了 在苏锦横冰冷暴力的目光之下 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碰 碰 碰 叶家 林家 王家之人 一个接着一个 炸裂成一团血污 血浆 最快洒落一地 整个五场内 犹如下起了一场 倾盆血雨 像是一柄无形的死神镭刀 正在无情地收割性命 浓郁的血腥味 腥臭味弥漫 大量的血水 建设在了林青染的脸颊之上 他焦躯止不住地颤抖 生怕下一个会是自己 哪怕是到现在 也不明白 为何苏锦横敬会 有如此强大的胸掌 而在这绝对强大的力量面前 方圆才浑身颤抖 早就被吓得屁滚尿流 哪里还有什么 天奇道宗天骄的模样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在这 忽然 似有所感 像是被一种 恐怖的力量锁定 体内的真气 疯狂躁动逆流 方圆才口鼻止不住地 溢出鲜血 他的瞳孔逐渐放大 惊恐至极地想要逃命 狂吼道 不 我不能死啊 我 不 碰 下一刻 连带着神魂都没有逃出 方圆才与自己师尊一样 就这么惨死在了 青城之内 尸骨无存 青城之人 一个接着一个暴体而亡 在这极度压抑的环境之下 终于有人心里崩溃 承受不住 拼了命地想要逃离此地 逃 逃啊 别杀我 我不想死 碰 碰 可最终的结果 也依旧一样 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像是人间炼狱 而就在这时 远处几道流光 快速而来 还请前辈息怒 苍石界界于破碎 若是前辈再出手 只怕是苍石界亿万生灵 都要惨死 在那虚空乱流之下 只见不远处 天骑道宗几位大能 火急火燎地赶来 他们知晓来人 必然是上界大能 索性直接搬出背后 上界道统天玄宗 想要以此劝阻 见来人 原本绝望的众人 无不欣喜若狂 太上长老 是天骑道统大能来了 我们有救了 可对方的下一句 直接打碎了 他们最后的希望 我天骑道统乃是 上界天玄宗分支 还请前辈 看在天玄宗的面子上 只图倾城就好 饶过苍石界 其他亿万生灵一命 若是前辈 还不够解气 这难将百城皆可拿去 只求前辈 收敛神威 别再毁坏此剑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堂堂天骑道统的太上长老 此刻竟然是在 求饶这还是 苍石界四大道统之一 天骑道统说的话吗 所有人通体发凉 心中更为的绝望 天玄宗 苏锦衡眼神冰冷的圣人 杀气腾腾的说道 今日别说是什么 狗屁天玄宗了 就算等背后站着大地 也就不了等狗命 倒是你们天骑道统 无不去找你们 你们自己 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 死 雨落 苏锦衡手持赤血神枪 横扫一击 化作一道血色 神光朝着来人斩去 无比恐怖的力量 犹如排山倒海 一般骤然而出 顷刻间 大地粉碎 空间崩塌 如此神威 犹如太阳陨落 一般令人不可直视 无法阻挡 怒火滔天的他 根本就不想顾忌 死见蝼蚁的死活 只想将所有人 都给埋葬在这里 为弟弟报仇 不 不 前辈 我等绝无意 与前辈为敌 前辈 轰隆隆 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 在那满是杀意的血光之下 天骑道同几位误道 近胎上长老 瞬间被秒杀得尸骨无存 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甚至 远处的空界也被撕裂 留下了一道 醒目圣人的裂缝 而这股无可匹敌的力量 光是余波 便将青城内外 无数生灵 活活震死 哪怕是下方的修行者们 也是一个个 也是蹊跷流血 体内脏气破碎 灵青染下意识地想要 抬手抵挡 惊奇的一幕发生 他手腕之上 所佩戴的玉石手链 竟忽然迸发出了 一道璀璨的光芒 问 一股纯白色的光芒 消灭了一切 甚至连至尊敬的神威 都抵挡了下来 我 我还活着 林青染不可置信地 看向了手中玉石手链 这是 上方的苏锦衡眉头一皱 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幕 娘亲给小弟的不死欲 怎会出在一个 下解女子手上 他身形一动 下一秒便出现在了 林青染身前 林青染心头一震 看着眼前这高大神武 犹如魔神般的男人 恐惧地向后退了几步 苏锦衡却不由分说地上前 一把抓起他的右手 眸光射人地紧盯着他开口道 你是何人 为何 我小弟的护命法宝 会出现在你的身上 滔天的杀意与血气 在对方身上 林青染似乎看到了尸山血海 令他几度窒息 PS 新书期间追读很重要 麻烦小蝶们点点催更追读 压压败谢 不要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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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复杂至极的林青染 剑壁 父亲死了 但我林青染绝对不能死在这里 强大的求生意志 让他强忍着心里的恐惧开口 这枚玉石手链 是苏晨肖他送给我的 苏锦衡眉头紧锁 盯着林青染的面孔 看了好一会 娘亲所给的不死欲 与小弟有所绑定 除非小弟亲手赠送 否则哪怕是至尊敬的大能 也无法将其解除 这个女子 莫不是真和小弟有什么关系 还不及他多想 远处突然传来苏瑶黄的惊呼声 大哥 小弟这个样子好奇怪 你看小弟这是怎么了 苏锦衡脸色一变 赶忙查看过去 小弟 你说小弟怎么了 林青染则是松了口气 犹如刚溺水脱困之人一般 跪在地上大口大口 贪婪地呼吸着 这满是血腥恶臭味的空气 另一头 只见苏瑶黄怀中的苏晨削面色痛苦 额头正不断有冷汗流下 苏瑶黄神情焦急 朝着苏锦衡焦急道 我刚刚已经给小弟服下了轻地丹 轻地丹能够治愈一切伤势 可为何小弟现在还是这般痛苦的模样 叮 先天混沌神 先天神魔体融合进度90% 95% 97% 100% 融合完成 哄 正在融合两大神体的苏晨削 体内猛然迸发出惊人的气息 古老神秘的混沌之气夹杂着神魔之力 渐渐弥漫而出 苏锦衡脸色凝重 神魔之气 可为何 小弟身上还有另一股从未见过的特殊气息 哪怕是他也从未见过体质融合这种事情 只能沉生到 父亲和母亲他们很快便道 你在这里先照顾好小弟 那女子似乎与小弟有什么关系 小弟现在状态很差 等他苏醒过来再说 苏瑶黄点点头 看了眼不远处的惊魂未定的林青然 他自然也是发现了小弟的不死欲在对方身上 听出了话里的异样 苏瑶黄回头直视着苏锦衡说道 大哥 你要去做什么 苏瑶黄眸光悠悠 闪过一抹浓浓的沙 心中的阴郁依旧灰之不散 冷声道 杀人 雨落 苏瑶黄化作一道血色流光 立刻消失在了此地 苏瑶黄见状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明白 此刻唯有鲜血 方才能够减少大哥心中的怒火 苏瑶黄看向怀中 一脸痛苦的苏晨潇 眉眸中满是心疼与酸楚 他眉心之间火凤印记闪烁 一缕缕赤红色的本命 神宴月初将苏晨潇给包裹在内 不受任何侵扰 小店 别怕 很快父亲和娘就到了 我们这就接你回家 待苏瑶横走后 那股恐怖的压力 骤然而逝 所残存的众人方 才拥有喘口气的机会 林青染 犹如神魂 被抽离了一般 无力地瘫软在了原地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明明前一刻自己 还沉浸在成为天气道宗弟子的喜悦当中 下一刻 宛若神奇一般 自称苏晨潇清族的男女从天而降 就连在自己眼中至高无上 天气到宗雾 到尽级别的太上长老 都被一击灭杀 一切的一切 都仿佛像是在做梦一般 他看着不远处那美得令人窒息 尊贵高傲的爵士女子 苏瑶皇 周围的鲜血残快 无意不是在告诉自己 这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恍若隔世 林青染发丝凌乱 一脸失魂落魄 无力地瘫软在地上 看着自己右手上所佩戴的玉石手链 林青染轻声喃喃道 我到底 到底错过了什么 就在他怅然若失之际 苏瑶皇不知何时 来到林青染身前 那绝美的容颜满是冰冷 不带一丝感情 犹如神女般高高在上地 俯视着林青染 那眼神仿佛要将他全部看穿 你说 你手中的不死欲 是我家小弟亲手送你的 林青染缓缓抬起头 心里一惊 近距离的接触 更让他感受到了 苏瑶皇的完美无瑕 相比之下 对方那高贵清冷的气质 仿若天生 而自己 只不过是强装出来的赝品而已 林青染一时间心中不由 更为自卑 根本不敢直视对方的目光 只能够自残行贿地低下头 小声道 我 我没有骗你 是真的 苏瑶皇玉指清台 林青染手中的储物 借不受控制地漂浮了出去 嗡 仅仅一念之间 便轻松地破除了储物界内的禁止 随着一件 接着一件的法宝 从中漂浮而出 看着那一件件 属于小弟的宝物 苏瑶皇柳梅越发的紧促 这些 其中步伐 有自己与大哥 给予小弟的保命之宝 但凡小弟身上 有其中一件 也不至于落得 今天这个地步 苏瑶皇的眼神 忽然被一件玉瓶细 他在那玉瓶上 感受到了小弟 掀天神魔体的气息 不 瓶口被打开 瓶内一枚枚 纯白色的丹药 飘浮而出 苏瑶皇美眸一宁 韵怒无比的看向 低着头的林青染 这是以小弟神魔 精械炼制的丹药 当发现此物之后 就连一向好脾气的 苏瑶皇都有些恼怒 小弟竟然为你 做到了这种地步 这股可怕的气势 让林青染浑身颤抖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苏瑶皇再也忍受不了 抬起玉手 直接朝着林青染的脸颊 便是重重的一巴掌抽去 啪 没有动用任何力量 仅仅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巴掌 清脆至极 渐僻 林青染梦了 在那雪白的脸颊上 很快便浮现出一道巴掌印 浓浓的屈辱 如潮水般涌出 可在眼前 这高贵绝尘女子面前 她心里 甚至生不起一丝反抗 苏瑶皇一把 捏住她的下巴 那璀璨的凤木 直勾勾地注视着林青染 满是杀意 你可知 这些宝物 可是连准地 都会眼红的存在 若没有小弟的允许 不可能会出现在你那 我不知道你和小弟 究竟是怎么关系 但在小弟如此待你 在他受劫之时 你却紧紧在一旁看着 他为小弟感到不值 这样一个相貌平平 资质极差的下界女子 为何能够 让身为帝族苏家族长之子 自己与兄长的亲弟弟 如此着魔 感受到苏瑶皇那 毫不掩饰的杀意 林青染通体冰冷 心中恐惧更甚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 我 苏瑶皇 扯着林青染的头发 直接将其撂倒在地眼神 冰冷至极地开口道 现在知道 装小白兔了 贱婢 我告诉你 若是小弟有事 你们仓世界所有生灵 都得给我家小弟陪葬 地族 苏家 这个从未听说过的名讳 第一次出现在了 林青染的世界之中 林青染从未想过 苏承骁敬会 来自自己梦寐以求的朱天 甚至拥有 如此恐怖的背景 他不敢多说一句 害怕知晓事情原由的 对方会杀了自己 同时心中 也抱有一丝 仅存的侥幸 甚至是 窃血 第八章 懊恼的倾城众人 地族父母旗帜 以苏承骁对自己的爱恋 若是他醒来之后 自己承认错误 对方会原谅自己的对吧 苏扬黄并不知道 林青染此刻所想 最后 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起身看向清城内残存 一脸恐惧的众人 无容质疑地开口道 在小弟醒来之前 而等所有人 都不得离开此地半步 他右手轻轻一挥 哄 一道温度可怕 能够焚烧空界的 神艳平突而出 直接将这五场周围 包围得严严实实 光是在这火焰之内 便要遭受 那足以恐怖的温度炙口 做完这些之后 苏摇黄带着昏迷过去的苏承 萧静直地走向一栋屋内 静静地在此地 等候着父母的到来 在这滚烫的火海中 清城众人 一个个惊魂未定 今日所发生的一切 实在是太过地突然 仿佛在做梦一般 任谁也没有想到 毫无背景的苏承 萧身后所站着的 竟然是来自上界的大能 清 清然 林家一位 还侥幸着的长老 颤颤巍巍地爬了过来 浓地恐惧询问道 那苏承萧 可曾有说过他来自上界 不少人心中 有同样的疑问 看对方的意思 现在还不杀自己的等人 像是打算等苏承萧醒来 让他来决断 其他清城两族也就算了 最为恐慌的清城 叶家之人 一个个已经面如死灰 绝望地瘫软在地上 他们为了讨好天气道统 是对苏承萧用心最多的 林清然看了眼身旁的长老 摇了摇头 清然 那长老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如气如素地哀求道 我知道你平日与那苏承萧关系甚好 若是等他醒来 你可一定要帮我林家说说话 要知道 我们林家可是从未做过 对不起他苏承萧的事情 我们也是身不由己 被天气道统逼的呀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如果早知道苏承萧来历如此惊人 谁又会为了讨好天气道统加入进来 清城三大家族之人 无不后悔至极 就连林清然自己 都是神色复杂至极 轻咬着朱唇道 我 尽量试试吧 对于父亲的死 他心里竟然没多大的波动 反倒是苏承萧的身份 让他心跳加速 思绪万千 大不了 自己就去与苏承萧认个错 就说是被方元才师兄所逼迫的 见林清然答应 林家众多长老文言 脸色大喜过望 不断地点头道 好 好 如此最好 如此最好啊 事到如今 他们还抱着一丝幻想 如今苏承萧亲族来人 身份地位早就今非昔比 要是他林家 能够攀附上七一二 恐怕 连四大道筒都能不放在眼里 一日后 小儿 小儿 苏承萧似乎听到了有人 在不断呼唤自己 在无尽黑暗的沉睡期间 似乎有许多 关于小时候的记忆 被解开浮现 苏承萧缓缓地睁开双眼 只觉视线有些模糊 这里是 小儿 小儿你醒了 惊喜无比的声音传来 在床头前 一位脸上满是泪痕的美妇人 欣喜若狂 赶忙将苏承萧搀扶起来 而正在房内来回踱步 烦躁无比的苏乌道 也是浑身一震 满脸愧疚地走了过来 小儿 苏承萧看着眼前的二人 两人的模样 与脑海中刚刚苏醒的记忆 逐渐重叠 下意识地喊出 爹 娘 十二岁之前的 被封印的记忆都已经解除 自己乃是上届 帝族苏家族长之子 而他们 便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陈婉月美眸 难眼激动 捂着嘴轻声抽气道 我的好萧 你总算是醒了 可吓死为娘了 苏乌道虽然脸上 看不出什么情绪波动 但眼神明显柔和不少 他缓缓地坐了下来 伸出宽大的手掌 轻轻抚摸着苏承萧的头发 沉声道 好孩子 可还记得为父 萧儿 让你在这下界之中受苦了 苏承萧 看向眼前的 此刻头 还有些许昏尘 点了点头 陈婉月一听这句话 脸色便冷了下来 冷冷地看了苏乌道一眼 开口道 苏乌道 可恶的足归 我家萧儿会受这么大的劫难吗 自从到来这苍石界 见到苏承萧的惨状之后 陈婉月就一直没有 给苏乌道好脸色看 苏乌道心里也是自责无比 颇为内疚的点头 没有否认 你说得对 这死板刻薄的规矩 是该修改一下了 夫人 萧儿现在应该是没事了 我可是特地拿了造化 不死单前来 莫说 萧儿如今因祸得福 觉醒先天混沌神体 有着造化单在 就算是一个半只脚入土的大能 都能给他从鬼门关拉回来 陈婉月没有说话 而是转头 看向苏承萧 声音温柔至极 满是慈爱地询问道 萧儿 你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好点了吗 苏承萧感受了一下 自己如今的身体 眼眸一亮 自己那满是鲜血浸染的衣服 不知被何人更换 如今 只觉身体气血澎湃 浑海饱满充盈 一身伤势 早就又已经恢复如初 不仅如此 就连之前 被废的根骨与修为 都完全恢复如初 甚至 还直接跨越了一大境界 破碎镜九重 浑身仿佛有始不完的气力 前所未有的良好 看向眼前满脸 担忧关切的父母 苏承萧心中 不由涌起一股暖流 我现在 好多了 只是 头有点疼 苏承萧富文难难道 苏无道文言 一直板着的脸 终于露出笑 声音温和地说道 萧儿 你刚刚恢复十二岁之前的记忆 还需要一点时间消化 夫人 萧儿如今刚刚苏醒 身体已无大碍 咱们先出去一下 让她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陈婉月也知道 宝贝孩儿与自己多年未见 恐怕一时 还有些生疏 于是 有些不舍捧着苏承萧的脸颊 满是心疼 与慈爱的亲吻了 一下她的额头道 萧儿 这么多年 你在下界之中受苦了 现在记忆解封 微娘知道 你可能有些难以接受 我和你父亲先出去 有什么事情 随时喊我们 知道吗 那温暖的感觉 从脸颊传来 娘亲的温暖 让苏承萧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轻声道 嗯 我知道 父母俩离开了屋内 屋外很快便传来 二姐苏黄瑶的声音 娘 小弟醒了 我要进去看看 瑶黄 听娘的话 我们先离开 你小弟记忆刚刚恢复 让他一个人先缓一缓 好吧 听着屋外传来的动静 苏承萧低着头 喃喃道 这就是亲情吗 感觉还不错 前世父母很早就丢下了自己 自己就连他们长什么样 都没有见过 算命的也说 自己天生就是天煞孤心命 本以为这一世界也同样如此 想不到 竟然还有这么多关心 自己的家人存在 苏承萧笑了笑 将思绪收回 系统 还活着吗 主人 在 推演回放 我要看看 在我觉醒先天 混沌神体的期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苏承萧淡淡道 遵命主人 推演回放功能 需要消耗100反派值 是否消耗 消耗 叮 消耗成功 当前反派值 9900 回放开始 半炙香时间后 这枚玉石手链 是苏承萧他送给我的 苏承萧看着推演见面 一脸无辜 宛若白莲花一般的林青染 面无表情地冷笑一声 哼 好你个林青染 想不到还让你 给活下来了 通过系统的推演回放 苏承萧知晓了 之前所发生的一切 方圆才倒是便宜他了 可还有一个罪魁祸首 让自己陷入绝境的臭婊子 林青染自己 可没有忘记 这林青染倒 也是聪明 知道 以自己和他那说不清的关系 蒙混过去 苏承萧缓缓起身 眼中寒芒一闪而逝 走吧 既然自己是 牙子逼爆的反派 那么也该好好找那些家伙 算一算总账了 既然是反派 那就该有反派的觉悟 第九章 等待审判的苍石界复仇开始 屋外 苏锦衡正抱着赤血神枪 闭眸犹如一尊雕塑般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而苏瑶皇却满脸担忧之色 正在纠结 要不要进屋去看看小弟 吃呀 随着一道开门声响起 苏承萧从房间内走了出来 小弟 苏瑶皇那绝美的容颜 闪过一丝喜色 走过去 立马抓起了小弟的手仔细感受 嗯 气血畅达 经脉稳固 大哥 小弟真的没事了 苏锦衡面色冷峻地点了点头 看不清喜慕 装 你就装 苏瑶皇撇了撇嘴 别看大哥这一副面贪脸不苟言笑 但小弟一出事 比谁都着急 苏瑶皇看向苏承萧 笑着问道 小弟 认得我是谁不 闻着鼻尖那一股清香 苏承萧无奈地笑了笑 点头道 好了 姐 我都已经想起来了 爹娘呢 苏瑶皇美眸一亮 激动地直接上前 一把将苏承萧抱入怀中 上界尖天阁来人 娘亲和爹问罪去了 惊人的柔软与饱满传来 苏承萧紧贴着那傲人的风鸾 顿绝一阵难以呼吸 嗯 小弟 欢迎回来 受委屈了 苏瑶皇抽了抽穹笔 明明在外是孤傲冷艳 不可一世的神奉女尊 但在对于这个小弟 他可是打心眼里疼爱得紧 苏承萧挣扎了好一会 方才离开了香烟的怀抱 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开口道 姐 男女瘦瘦不轻 苏瑶皇闻言一正 忍不住扑斥一笑 眉眼弯弯 就连心中的担忧情绪 也不由消灭了不少 这一笑犹如万年冰山融化 美得不可言语 小弟 怎么 现在长大了 都不肯让姐姐抱抱了 你小的时候 可是天天吵着 要和我一起睡觉的呢 苏承萧一时语色 在知晓了小弟已无大爱之后 苏瑶皇也恢复之前 那般清冷的气质 认真地盯着苏承萧的脸庞 开口道 好了 小弟 之前欺压你的人 现在都在无常之内 他们的生死 都交由你来处理 小弟 你的私事 姐姐不多问 但你可是我苏瑶皇的亲弟弟 帝族苏家族长之子 下节历练 犹如南科一梦 切莫被一个女人给蒙骗了心智 知道吗 虽然没有直接提起 但姐姐苏瑶皇的意思 已经很明显了 苏承萧微微一顿 回道 我明白 姐 这些事情交给我自己处理就好 苏瑶皇点了点头 瞥了一旁的苏瑾横一眼 说道 诺 你大哥也在那呢 这家伙 明明才从预外回来 杀气这么重 为了给你报仇出气 把人家仓石界四大道统都灭了 那四大道统的宗主长老们此刻 同样在无常请罪呢 苏承萧看了大哥一眼 走上前道 大哥 苏瑾横依旧是那副冷峻的模样 眼瞼一概道 嗯 一道白色的神盲忽然闪烁 这是 苏承萧一愣 在苏瑾横身前 那块神谷静静地飘浮于此 苏瑾横的声音缓缓响起 你现在 已是先天混沌神体了 这块至尊谷对你来说虽无用 但既然 是我送你的东西 那如今 也该是物归原主 父母到来后 他们也知晓了 小弟之前那般情况正是因为又觉醒了一个强大的体质 先天混沌神体 矮朱天 神体排名前三的存在 但相比起小弟觉醒 这般逆天神体 他们更为在意的是小弟的安危 苏承萧将至尊谷结果 沉默了一回道 大哥 谢谢 苏瑾横点点头 没有再说话 一直到苏承萧前往五场离开之后 苏瑾横嘴角方才微微上扬 露出一道不意察觉的笑容 五场内 赤色恐怖的神艳将此地封闭 在这高温的烧灼之下 神艳周围的空界都被焚烧殆尽 不安于恐惧的情绪弥漫 像是一柄悬挂在头顶等待的审判的达摩克利斯之间 所有人心神不宁 人心惶惶 气氛 压抑得有些可怕 一句话都没有人说 清城的三大家族长老们 有如被抽取了神魂 行尸走肉一般麻木 短短的一天时间里 他们亲眼看见了这辈子都从未见到过的大人物 一个个修为惊人 深不可测的四大道太上长老 乃至于老祖都被关押进来 这些 无一例外的都是跺一跺脚 便能够让苍石界震动三分 可就连这样的存在 都面如死灰地跪在地上 清城众人也从最初的震撼 匪夷所思到现在的绝望 混蛋 你们天祈道统 究竟是做了什么天愿人怒的事情 竟然招惹到了上界大能 想我云海宗对此事一无所知 竟被你天祈道统所牵连 平白遭受到这无妄之灾 天祈老祖 你们当真该死啊 此地苍石界 其他三大道统的老祖们 一个个脸色愤然 恨不得当场将这群 天祈道统之人杀之后快 天祈老祖整个人跪在地上 瞳孔不断地颤动 他只记得一位手持血色长枪 犹如魔神般的青年出现于道统 仅仅一击 便将屹立于苍石界千年的道统覆灭 在那位青年面前 哪怕是活了上千年的的他 也只觉自己宛如蝼蚁一般 心里根本生不起一点抵抗之心 我也根本不知道 我天祈道统究竟是做了什么 得罪了上界大能 但诸位莫慌 我天祈道统得上界天玄宗庇护 我已经联系了天玄宗大能 不日便会抵达 此言一出 在场其他道统老祖面色方 才缓和了一些 有人轻声一叹 悠悠道 只求那位大人 能够看在天玄宗的面子上 饶我等一命 而就在这时 将此地所围绕的那无尽神宴 竟被打开了一道口子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看了过去 小弟 他们就在这里了 迎面走来一位身着青衫 面容俊美 眉宇之间满是贵气的少年 少年仿若一层迷雾所笼罩 先天混沌气淡淡地散发着白芒 眼中有着不属于这个年龄的深邃之色 林清然脸色苍白 眼中满是复杂懊悔之意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如今恢复修为的苏晨霄 第十章 暴海波谷 处行亲子 清城众人恍惚间又看到了曾经那玩世不恭 天赋精彩绝艳的清城妖面 只是这一次与之前不同的事 在少年身旁所站着的乃是来自诸天万界 实力弥足恐怖的上界绝世女子 望着那贵气逼人 风华绝代的少年 林清染一时间不由有些失神 苏晨霄 谁又能够想到 短短一日时间 原本是一届散修的苏晨霄身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刻 天骑老祖神色愤然 大声喊道 妖女 我劝你们最好放了我等 我天骑道宗 乃是上界天玄宗分支 天玄宗可是有风 王静大能存在 不日便会有人下界 风王静 苏瑶黄闻言笑了 诸天之中 道统无数 风王静所在的道统 连久留的算不上 苏瑶黄不屑地说道 风王静 连给我帝族苏家当条狗的资格都不配 兄长留你们这群老东西一命 是想让我家小弟成见你们 否则 你一个个小小灯天敬蝼蚁 也配与我帝族苏家之人说话 哄 雨落 至尊敬恐怖的气息 紧紧展露一丝 便让对面天齐老祖浑身筋骨寸碎 连呼吸的力气都没有 啊 天齐老祖痛苦地惨叫一声 重重地砸在地上 肉身支离破碎 喘着沉重的粗气 根本无法呼吸 天齐老祖 见此一幕 在场仓石界 其他三大道统 以及倾城之人 无意不是面色惊骇 难以置信 对他们而言 风王静已经是 能够主宰下界一切 实力滔天的大能 可在对方眼中 竟然连条看门狗都不如 他们眼界 注定了这辈子 也无法想象到 帝族苏家的能量 苏遥皇那强势孤傲的模样 令林青染胸口起伏 心潮澎湃 苏晨潇的背景 当真有如此恐怖 有了天齐老祖的惨状 所有人不敢再多说一句 苏遥皇清冷的眸子 不带一丝感情地扫过 在场一众人 转头看向身旁的小弟 轻声道 小弟 这群人就交给你来处理 是生是死 只在你一念之间 我就先出去了 仓石界所发生的 皆是小弟的私事 若非是小弟受难 仓石界的蝼蚁 这辈子都无法接触到 帝族苏家的存在 他不想留在这里影响小弟 感受到自己姐姐的户端 苏晨潇有些感动 看向苏遥皇 点点头道 嗯 苏遥皇走了 苏晨潇这才转过身 脸色格外的平静 他甚至看都没有去看位于 人群中的林青染一眼 而是将目光锁定在人群中 一位披头散发 根本不敢抬头 与自己对视的一位 中年男人身上 苏晨潇淡淡地开口道 那么 也该来算算账了吧 叶家主 声音不大 但却宛若一块巨石 一般重重地压在叶洪天身上 令他喘不过气来 叶洪天心里咯噔一声 浑身站立 不断地发抖 苏公子 误会 这都是误会 误会 苏晨潇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不紧不慢地来到叶洪天身前 除了林青染与方元 踩着两对狗男女之外 自己最为憎恶之人 非是叶洪天莫属 在折磨自己上可是下了好一番功夫 苏晨潇露蹲下身 眼中满是笑意地说道 可真是好大的一个误会啊 波纸 透骨 暴海 则则 那种滋味 可真不想再体验第二次 苏晨潇露说得越多 叶洪天心中的恐惧便越发浓郁 瞳孔颤动得剧烈无比 到最后 他身躯匐匐在地 满是痛苦懊悔的忏悔道 都是我的错 苏公子 我有眼不识泰山 您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叶洪天愿意以死谢罪 只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过我叶家仅存的遗族 家主 叶家族人 文言无依不是脸色痛苦 难以置信 苏晨潇 却眉头微微一皱 有些不悦地说道 我还没开始呢 这就承受不住了想死了 可没那么容易 让你死 一边说着 他一边看向叶洪天身边 那几个瑟瑟发抖的叶家长老 在人群之中 还有一位面孔 与叶洪天相似 早就被吓得屁滚尿流的青年 叶陵 身份 苍石界倾城叶家族长之子 静见 祝丹静七重 此人是叶洪天唯一的儿子 叶陵 怪不得 苏晨潇也谋微微眯起 一道有趣的念头 油然而生 仿佛像是面对一位 许久未见的老友一般 苏晨潇毫不在意地 拍了拍地上叶洪天的肩膀 但笑着说道 给你个机会 把对我用的酷刑 都在你儿子叶陵身上用一遍 我就放过你 不 是你们叶家全族 怎么样 这满是蛊惑的话 无疑是一道晴天霹雳 叶洪天浑身猛的一颤 不可思议地抬起头 看着满脸笑容 容貌贵气俊美的少年 又看了看一旁 被吓得魂不守舍 满脸惊恐的儿子 父 父亲 不要 不要 叶陵恐惧至极 不断地朝后方退去 可想好了 全死 还是用刑 苏晨潇大婉 如梦眼般的声音 又一次响起 给你三秒钟时间考虑 一 宛若审判的丧钟声 在这浓浓的恐惧之下 叶洪天猛地抬起头 双目赤红 嘴角都溢出了一丝鲜血的低吼道 坐 我坐 哦 苏晨潇眉头一挑 似乎有些诧异 叶洪天会答应的 如此之快自己 还没有数到三呢 不够也无妨 苏晨潇微微一笑 扶手朝弄道 人不狠 站不稳 不愧是清城叶家之主 连亲生儿子都可以下得去手 好魄力 那么 就先从简简单的暴海波纸开始吧 在所有人惊恐无比的目光之下 叶洪天颤颤巍巍地起身 步伐沉重缓慢地来到叶灵身旁 灵儿 是为父 对不住你啊 为了叶家 只有你 叶灵呼吸 愈发急促 双目瞪大 不断地哀求道 不要 父亲 求你 叶洪天心在滴血 眼中不满血丝 终于 像是下定决心一般 他虎目迸发出一道射人的光芒 抬起手猛地一掌拍下 碰 这一击正中叶灵气海 汹涌无比的真气如同狂潮一般灌入叶灵气海 不断地充盈膨胀 暴海 乃是废除修为的一种 以那无数的真气灌入 活生生地将对方的气海给撑爆 叶灵瞳孔猛地放大 只觉腹部突然鼓胀剧痛 一时间疼痛难忍 狂嚎了起来 父亲 父亲 不要啊 第十一章 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那就都还丢好了 父亲犯下的错 一切却儿子承担 叶洪天眼中流出血泪 不断地轻声喃喃道 灵儿 不要怪为父 话虽如此 可手中动作却一刻也没有停止下来 叶灵体内的真气愈发地膨胀 到最后 伴随着一道巨响 碰 像是气球爆炸一般的声音 磅礴的真气脱离了气海 在体内冲撞冲 叶灵双眼瞪得浑圆 两眼一黑 口中喷出一大口 精血在叶洪天脸颊之上 直接晕死过去 废物 苏晨潇眼神淡默地看着这一幕 连这第一关都坚持不过去 真是个没用的东西 要知道 自己可是被折磨了几天几夜 而就在这时 脑海中忽然响起系统的声音 叮 道反天当 反派不荣辱 在这玄幻世界 人不狠 站不稳 现在发布新手任务 虐杀欺压之徒 任务奖励 无尘道心 精 道心乃修炼之本 若道心动摇 则境界不稳 轻则心魔滋身 重则修为跌落 无尘道心 天生清明 不受心魔困扰 外界因素 无人能够影响其道 系统商城开放 叶红天 亲手废子 道心动摇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之五百 哦 听到系统的声音 苏晨消眼谋 微微眯起 随后列子一笑道 想不到没有天命主角 也有反派之奖励 不过 也无需你多说 今日在这里之人 一个也逃不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里的人 已经害死过自己一次 若是在跟他们讲 什么道理仁慈 那真是对不起 如此担忧自己的父母兄长 以及这反派系统 苏晨消遍了叶红天一眼 学着他的口吻淡淡的开口 倒能够在我叶红天手下 受刑还清醒之人 可不多 即使再来一遍 又怎能让他这么舒服地昏睡过去 把他给我弄醒 这番话 可是曾经叶红天说的 如今 自己原封不动地还给他 叶红天虎屈一阵 死死地咬着牙齿 不甘地点头道 我明白了 接下来 是拨纸穿骨 死了 才刚刚昏死的叶玲 感受到植骨上上的指甲帘 带着皮肉 被一口气撕开 猛然睁开双眼 满头大喊的嚎叫 啊 这狠辣的手段 让周围倾城之人 无不择舍 怪不得他们之前所见 苏晨潇浑身是血 模样凄惨无比 原来这叶家家主 竟然用了这么多机型吗 看着那一席轻衣 从容自得 宛若贵公子一般的苏晨潇 人群中的林青染 只觉一阵熟悉 却又陌生的感觉 涌上心头 恰好此时 苏晨潇转过头 同样朝着他的方向 露出了玩味的笑容 目光对视 接下来 到你了 林青染 如同受惊了的兔子一般 赶忙低下了头 苏晨潇缓缓起身 无视了周围那一脸惊恐的人群 禁止来到林青染面前 一边说道 当真是世事无常 你说是吧 青染 林青染心脏狂跳 双手紧紧攥着自己的衣裙 只能够小声地说道 苏晨潇 抱歉 我不是想要陷害你的 是那方圆才逼我的 我从未想过这样 他还抱有一丝幻想 可求苏晨潇能够原谅自己 只要我认错了 他一定会原谅我的对吧 毕竟不管怎么说 现在的苏晨潇一点事也没有 苏晨潇的声音传来 当然 我的好青染 我又怎么会怪你呢 当听闻此言 林青染美眸一正 一道激动的光芒闪过 他有些不可置信地抬起头 看着身前一脸笑意淫淫的苏晨潇 果然 他心中无比的窃喜 他就知道苏晨潇 还是和之前一样爱恋自己 此刻 就连周围的林家长老们 在听到这番话之后 一个个都脸色 狂喜不已 林青染双眼浮现出一层水雾 泪水夺目而出 楚楚可怜地看着苏晨潇柔声道 真的吗 苏晨潇 之前是我对不住你 不会了 我保证不会了 晨潇 我们 还能回到从前吗 当真是个不折不扣的白莲花呀 事到如今 竟然还能够如此坦然地说出 这一般令人作呕之语 苏晨潇眯着眼 慢慢靠近 一边点头说道 当然 语气有所停顿 然后 俯身在他耳旁 轻声地说道 当然是不可能的啊 傻逼 做了那种事情 我又怎么会原谅你呢 臭婊子 啊 林青染原本激动的内心 犹如被泼了一盆冷水 表情僵硬 突然 身前的苏晨潇抬手 朝着他的右脸 重重扇了一巴掌 碰 林青染整个人 就这么飞了出去 这这猝不及防的一击 让在场所有人都傻了眼 整个清城都知道 苏晨潇喜欢林青染 他们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苏晨潇竟然会抱起动手 砰砰砰 林青染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狼狈不堪地艰难爬起 他捂着自己的脸颊 到现在 还有些难以相信 满脸震撼 与不解的喃喃道 苏晨潇 你 你竟然敢打我 曾经的他 别说是对自己动手了 就连大声 朝自己说话 都从未有过 我不喜欢打女人 但奈何 只有这样 才能让我舒服点 下一刻 苏晨潇出现于身前 朝着他的小腹 又是一拳 砰 胶躯一阵 腹部的剧痛 猛然袭来 林青染不受控制地向后 退了几步 口中吐出一口鲜血 五脏六腑都在震动 连父亲之死 都可以不在乎的女人 苏晨潇知道 唯有收回他如今 所得到的一切 才能让他最为痛苦 林青染一身气息 在此刻若上无数倍 他苦心修来的助丹 竟修为一重重崩塌 我的 修为 不 我的修为 苏晨潇 你竟然废了 我的修为 想自己天赋平平无奇 为了修炼到助缘境 不知花费了多少个日月心血 而今 竟然被废了 苏晨潇点点头 神情平静 笑道 还没完呢 既然这一切 都是你努力得来 那就把我给你的东西 都还给我好了 林青染眼中 满是恐惧 嘴角流淌着鲜血 声音沙哑道 你 你还要做什么 第十二章 你错了 不 你只是知道 自己要死了 一股无形的力量 弥漫而出 林青染手中的储物戒指 以及他手腕上 自己赠予的不死欲 都一同被牵扯了出来 定 林青染修为被废 反派值奖励一千 见此一幕 林青染脸色一僵 带着一丝讨好 轻声哀求地说道 陈霄 还记得吗 这些都是你曾经送我的 这些我可以都不要 我只求你能够原谅我 看着眼前 卑微无比的林青莲 哪还有曾经一点 林家之女那般 清冷高的模样 苏晨霄微微一笑 上前将手放在了 林青染的脖子上 抚摸着那光洁如玉的肌肤 然后缓缓掐住 别怕 很快 我就原谅你了 看见那边了吗 我也在原谅他们 苏晨霄指了指 不远处的叶天红 惨叫声响彻不断 啊 正在受刑的叶灵 一次又一次发出 痛苦的嚎叫 杀了我 父亲 杀了我呀 他修为被废 食指血肉模糊 就连浑身骨头都被人打碎 叶灵不断地痛醒 又昏死过去 遭受着亲生父亲 惨无人道的折磨 林青染 仅仅是瞥了一眼 整个人便如坠冰窖 使劲地摇头 他从未见过苏晨霄 这般冷漠的模样 周围满脸惊恐的众人 远处那痛苦的哀嚎 以及现在强烈的窒息 敢让他忽然清醒他 是真的想杀了自己 嗨嗨 苏晨 我错了 泪水夺框而出 林青染花容失色 被吓得苦苦哀求道 我真的错了 求你 求你看在曾经 我们的感情上 放过我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还不能死 他再也不奢求什么原谅 现在的他 只想活下去 苏晨霄 笑着摇了摇头 眼神冰冷至极 但用着最为温柔的口吻 仿佛对亲密恋人 般的语气说道 林青染 你呀 不是后悔了 你只是知道 自己要死了 晚安 紧抓着他脖子的右手 不断收缩用力 在周围众人难以置信 惊骇无比的目光之下 咔嚓 苏晨霄生生 捏断了他的脖子 眼前少年那冰冷的笑容 仿若定格 林青染瞪着眼睛 就这么死不瞑目 定 击杀林青染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之一千 林家一众长老 与清城所有人 只决天塌了 他们最后的希望 妄想通过 林青染昔日之情 让苏晨霄放他们一马的念头 也在此刻破灭 连林青染都死了 那么苏晨霄 还会放过自己等人吗 碰 像扔垃圾一样 随手将林青染的尸体 扔在地上 他瞳孔睁大 眼神里充斥着懊悔与不解 哪怕到最后 他也不觉得 苏晨霄真能够狠下 心杀了自己 呼 苏晨霄冷漠地看着地上 那具尸体 嘴角微微扬起 念头前所未有的通达 只觉心中最后 那一点阴郁也随之消散 这时 身旁一道绝美的身影 缓缓浮现 苏晨霄不知何时出现在此地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地上 林青染的尸体 再看了看一旁的小弟 朱唇清起 轻声开口道 小店 你做得不错 若是你喜欢之人 哪怕是天资平凡 我地族苏家也有能力 能够替其洗净伐髮 改换体质 只可惜此女明明 惊天机缘就在身边 却有眼无珠 剩下这些人 你打算如何处置 苏晨霄脸色平静 缓缓道 有些累了 都杀了吧 此言一出 场内所有人顿时脸色煞白 毫无血色 什么 手上与脸上都沾满自己儿子鲜血 模样 犹如厉鬼般的叶红天 如遭雷击 不可置信地转头看来 在一旁地上的 叶灵早已生机全无 他在承受碎骨之行时 便已承受不住 惨死在了父亲叶红天的手中 叶家一位长老冲了出来 他脸色苍白 那双枯瘦苍老的双手 紧紧地抓着苏晨霄的衣角 痛哭剃流地跪地祈求道 苏公子 苏公子 您答应过我们 不会对我们叶家动手的呀 缩摇黄秀没紧促 抬手一道静气 将那叶家长老轰飞了出去 生死不知 你们也配与我家小弟讲条件 苏晨霄看向眼叶家一众人 满是戏血嘲弄地说道 我何曾答应过这件事 当听闻此言 叶红天神色疯狂 满脸怨毒 不要命了地朝着苏晨霄冲去 混蛋 我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他亲手虐杀了自己的儿子 为的便是保留下叶家的血脉 可如今 对方竟然戳反耳 定 叶红天道心破碎 神魂动荡陷入疯狂 奖励反派值五百 面对杀气腾腾 责任欲试的叶红天 苏晨霄 仅仅是释放出破碎镜的威压 便让他整个人 不受控制的栽倒在地 浑身是血 哄 族长 叶红天只觉浑身重弱泰山 骨头都要碎了一般 根本无法动弹 苏晨霄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而是朝着一旁的姐姐苏晨黄开口道 姐 这里就麻烦你了 苏晨黄美眸闪烁着动人的光芒 轻轻一笑 他知道 弟弟现在已经想通了 弟弟长大了 苏晨黄有些宠密地揉了 揉苏晨霄的头 说道 放心吧 这里交给我 小弟 你才刚苏醒不久 赶快回去休息一下 等娘亲和爹回来 要是看到 你在这 可又要怪我和大哥了 苏晨霄点点头 转身离开了此地 带小弟走后 苏晨黄收起了那温柔的表情 脸色一瞬间冰冷了下来 那一头鲜艳似火的发轻轻的飘舞 犹如一尊无情的女帝 扫尸过在场绝望的所有人 你们可以反抗 但结果 也都是一样 轰隆隆 无尽的火焰 犹如海浪一般喷涌而出 那恐怖的火焰烧尽一切 一瞬间便将数百人 吞没于火海之中 四大道统 与青城三族之人 在此刻 无意不是脸色骇然 恐惧地四处逃窜 不 我不想死 苏晨霄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惨叫声 诅咒声不绝于耳 在死亡面前 有人悔不当初 坦然接受 有人谩骂不已 奋起反抗 但结果 都是一样 这一日 苍石界无数生灵 亲眼目睹了 这无比震撼 永生难忘的一幕 昏暗狂乱的夜幕中 灰烬满天 凤鸣长蹄 火焰化作了一头遮天蔽日 耀眼无双的凤凰 冲天而起 没有人知道 他们做错了什么 只知道 苍石界天旋律963年 8月9日 边境青城 天豪地窟 神艳将士 四大道统 与青城三族 在烈火中无疑幸免 永世沉沦 定 恭喜主人完成任务 系统商城开启 奖励无尘道兴 奖励反派之三千 触发隐藏奖励 获得宝物离火神珠 第十三章 诡异生灵死魂兽 诸天蒋石 真美啊 夜幕之下 苏晨霄坐于窗前 望着那撕破黑夜的 熊熊火焰化作火凤凰 星火飘散于空中 一时间不由有些失神 耳旁系统所传来的奖励之声 苏晨霄微微一正 嘴角扬起 笑到想不到 竟然还能够触发隐藏奖励 离火神珠 离火神珠 惊 蕴藏着天地一火 排名十九难言离火之力 以为能强大著称 可焚烧万物 问 一道白色的光芒闪烁 一枚通润如玉 赤红色的火珠的 赫然漂浮于身前 离火神珠一经出现 房间内便弥漫其一股恐怖的温度 苏晨霄饶有兴趣地 看向关于此物介绍 将离火神珠把玩于手中 感受到手心内 传来一股温热的能量 不由轻轻点头到 倒是个不错的东西 五行神物 乃是诸天内 屈指可数的存在 得其一便能够让人逆天改命 更别说 是在一火中 排名十九的难言离火 姐姐苏摇黄乃先天玄奉神体 维续大量的天地一火 方才能够强化修为更上一层 只是这隐藏奖励 似是想到了什么 苏晨霄开口说道 系统 触发的隐藏奖励 离火神珠是否与我姐苏摇黄有关 系统的回应很快响起 主人所言不错 天命反派称号特殊效果 在获得奖励之时 有可能触发隐藏奖励 隐藏奖励与关键人物有关 苏晨霄微微汗手 恍然道 怪不得 这么说来 以后我解决那些天命主角的时候 也有可能得到他们的相关之物了 看向系统的奖励空间 除了混沌精与各种丹药之外 现在苏晨霄更为在意的 便是大礼包中死魂兽胚胎 死魂兽 不知从何而起 从何而来的诡异生灵 是在诸天灭绝已久 暗纪元的产物 那是无数人不想提及 极度恐怖诡异的纪元 在那个时代当中 天道被一股从未敢感知的 恐怖的力量所遮蔽 诸天万界的生灵修炼的功法 被强行改变 心魔横生 几乎每五个修士之中 便会出现一个疯子 许多人们从未见过的生灵 也频繁出现 死魂兽更是其中 令人恐惧的佼佼者 传闻中他能够强行吸食 生灵神魂 并且将所吸食的神魂 永久奴役 最为恐怖的是 死魂兽能够在人 毫无察觉之时 附着于他人十海之内 哪怕是那些 修为恐怖的大能 也难以察觉 久而久之 就连如何被死魂兽 吞噬的都不得而知 直到暗纪元的结束 包括死魂兽在内 无数诡异的生灵 忽然从诸天消失 它们就好像从未存在过 一般离开 想不到 如今系统大礼包的奖励之中 竟然还会有 死魂兽胚胎的存在 苏晨消夜眸闪烁 将死魂兽胚胎挑出 那是一个约某巴掌大小 被一层灰色薄膜 所包裹着的卵袍 在那之中 有着一只形如胚胎 无脸无面的生灵 像是在沉睡一般 静静地等待苏醒 这就是传说中的死魂兽吗 看着手中之物 苏晨消轻生难难 倒也没什么与众不同的 他并没有在这胚胎之上 察觉到任何的气息 宛若路边的石子 没有任何的气息波动 根据系统的介绍 死魂兽拥有 能够吞噬神魂 反补宿主本身的作用 怎么孵化 苏晨消闻 主人须分出一缕神魂附着 以精血未养 方才能够令死魂兽苏醒认主 神魂骂 苏晨消闻言微微一正 随后毫不犹豫地 将一缕神魂切割 从始海内抽出 对于修士来说 神魂重要无比 哪怕是受到 一丁点的损伤的痛苦 也不是常人所能够忍受的 但苏晨消却神色淡漠 像是毫无痛楚一样 直接将那缕神魂 注入死魂兽胚胎之中 紧接着 食指滑开一道小口 一滴滴鲜血滴入胚胎之上 啪大 鲜血 透过那一层薄膜 没入内部 那毫无气息的死魂兽胚胎 在接受了鲜血的喂养之后 竟缓缓地蠕动了起来 直到胚胎与鲜血的养分 尽数被死魂兽吸收殆尽 一个没有肉体与身躯的毛绒团子 出现于苏晨消手中 他是雾气状 没有鼻子与眼睛 仅仅有着一张满是獠牙的利嘴 小家伙速度很快 似乎十分亲近苏晨消 漂浮在空中 围绕着他的脸颊跳动 时不时还发出枝鸭的声音 看着身旁那跳动的白雾 苏晨消感觉自己 似乎与这小家伙 建立了某种联系一般 自己可以通过 对那屡神魂的联系 从而掌控死魂兽的生死 很难想象 这白白的毛绒团子 竟会是 幻纪元人人谈之色 变得死魂兽 就是你吗 苏晨消尝试性地用手 触摸那毛球 死魂兽竟直接化作 一缕缕的白气 轻腻地缭绕着苏晨消的指尖转圈 苏晨消见状 咧嘴一笑 倒也有趣 想不到死魂兽刚诞生 竟然会是这般模样 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的主人 说到这 苏晨消有些可惜地摇了摇头 只可惜 清城这里的众人 连带着神魂 都湮灭在二姐神宴之下 不然倒是能够让你吃个饱 死魂兽刚一诞生 需要神魂喂其公娘 就在苏晨消考虑 要不要出去给小家伙 找点食物之时 指尖缭绕的那屡雾气 竟然重新化作毛球的模样 他张开满是锋利獠牙的嘴 开始凌空啃食了起来 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嗯 苏晨消看了过去 瞳孔微微一缩 这是 只见眼前的空间 被撕咬出了一道细长的口子 那小家伙竟然开始啃食起了 苍食界的空间 甚至连空界之外的 虚空乱流都没有放过 小家伙的躯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 不一会便足足大了一圈 最后 好像是吃饱了 直接飞到苏晨消的手中 沉睡过去 苏晨消眼眸闪过射人的光芒 心底惊讶无比 想不到 死魂兽竟然还能够啃食 这仓食界的空间 这可是记载上 从未有过的事情 作为系统特地标注 能够与无上古今 混沌精同一品界的生灵 自然不是什么凡物 苏晨消隐隐觉得 自己这一次 恐怕是开到大奖了 古籍上记载 终究是直言片语 或许自己回去之后 可以问问父亲母亲 有关更多死魂兽的事情 将死魂兽 重新收入系统空间当中 苏晨消此刻心情格外的美好 那接下来 也是时候消费一波了 系统 打开商城 下一刻 琳琅满目的界面 赫然出现于苏晨消身前 上到地精神通 下到神兵利器 甚至连传说生灵 都能够购买 九龙神官 五始地精 太一剑 苍青天龙弹 玄黄石 系统商城 每日刷新 最高分类为红色环宇 其次便是金色地极 紫色圣极 根据级别不同 所需要支付的反派值 也是天差地别 苏晨消看了眼 自己现在的反派值 一万六千 这一点反派值 与系统商城之中神物相比 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错略扫下来 基本上看上的都买不起 倒是在系统商城的最右侧 一个满是光球的蒋池界面 吸引了苏晨消的注意 朱天随机蒋池 一千反派值 一次 所得物品随机 十连抽薄底紫色 红 零 百分之一 金 一 百分之五十二 紫 六 百分之四 蓝 十三 百分之二 绿 四十三 百分之六 第十四章 太阿见诀 金 单抽永远的神 这无比熟悉的界面 让苏晨消眼神一亮 抽卡 这我熟啊 而且和混沌精死魂兽一样的 最高品质 红色概率 竟然高达零 百分之一 简直是不要太良心 苏晨消 稍加思索了一回 反正一万六千的反派值 也买不了什么 看着眼前朱天池子 决定先来个十连抽试试 十连抽 定 消耗反派值一万 开始十连抽 薄底紫色物品 眼前的蒋池之中 赫然漂浮出了十枚白色的光团 那些光团一个个破开 从中迸发出了属于他们品质的光芒 苏晨消平主呼吸 紧盯着眼前一幕 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定 一眉眉的光球爆开 恭喜获得白色 六位的黄丸星号一 恭喜获得白色 蒙汉耀星号一 恭喜获得蓝色 蛤蟆弓都什么玩意 苏晨消脸色一黑 一口气连开了九个球 八白一蓝 不过还是在心里安慰自己 没事没事 还有最后一个薄底的紫色 将最后那一个光球给打开 定 恭喜获得紫色 仙子穿过的裙子 我干 当看到最后一件奖励之时 苏晨消眼睛都瞪直了 问 仙裙赫然出现于自己手中 薄如青纱 重若禅意 这是一件至尊级仙裙 但不知道狗系统从哪里弄来的 上面竟然还有一股温热的感觉 苏晨消一脸黑线 将这仙裙重新收回储存空间之后 看向自己最后那六千反派值 苏晨消 没带犹豫的 直接选择单抽开始 说哈 是一种智慧 定 恭喜获得灰色 麻布带 恭喜获得蓝色 五情细 退钱 直到最后还剩下一千反派值之时 苏晨消已经妈了 就当着电池子 抱着不抽完不收手的心态 最后打开了一个光球 消耗反派值一千 咔 这枚白蒙蒙的光球逐渐碎裂 这一次 扭转乾坤 匹急太来 一道金色的神盲从中迸逝而出 定 恭喜获得金色 太阿见绝 定 太阿见绝 金 共有十三世 能凝练剑果 剑可斩天裂地 功伐无双 不是 出货了 苏晨消瞳孔一缩 看着这璀璨无比 阴晕着金色神盲的光球心中 激动得无以复加 要知道 这太阿见绝 在系统商城里面 可是价值反派值十万的功法神通 夜深 正在屋外闭目养身的苏锦衡 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感受着房间内传来的混沌之气 以及一丝若有若无的剑意 他那深邃无比的眸子中 闪过一丝诧异之色 小弟这是在做什么 自刚刚起 屋内便总是传来不小的动静 也不知道 小弟是在屋内做什么 现在看来 怕是正在修炼 不错 苏锦衡嘴角微微扬起 恰好此时解决了倾城众人的苏瑶黄 也随之归来 当见到屋外的一脸笑意的苏锦衡之后 苏瑶黄感到有些奇怪的问道 大哥 你这是在做什么 小弟呢 休息了 听到妹妹的声音 苏锦衡的笑容立马收敛 嗨嗨两声 重新换上了身为兄长那不苟言笑 威严的模样 小弟正在修炼 不要打扰到他 这怎么行 小弟才刚刚恢复不久 怎么呢 苏瑶黄有些急了 刚想开口便感受到了那一股股玄傲无比 变化莫测的混沌之气 他微微一正 随后满脸惊喜地说道 混沌气 这才多久 小弟便已经开始掌控先天混沌神体了吗 苏锦衡微微汗手 沉声道 先天混沌体在诸天已有百万年未曾出现 奇体恐怖 非常人能够想象 曾经父亲以通玄丹为小弟觉醒 却只有先天神魔体出现 连通玄丹都无法令小弟的混沌神体觉醒 若非此番受劫 小弟恐还不知许久能够觉醒 倒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苏瑶黄有些不满道 这么说来 小弟受难 咱们还得谢谢那群家伙了 苏锦衡文言冷笑一声 杀气腾腾地说道 哼 谢 无帝族苏家不灭此界 便已是最大的仁慈 一日一早 前往尖天阁问罪的陈婉月与苏吾到归来 在得知自己那宝贝儿子 还在修炼当中之时 陈婉月不由更为的心酸 想知下界平级之地 萧儿还能够修炼到这破碎境 其中苦头 怕不知吃了多少 一旁苏瑶黄 也是赞同母亲的话点头道 是啊娘亲 其他帝族世家族 中弟子这般年纪 早已是悟到静修为 小弟的天赋 比我和大哥都更为出色 若是留族内 恐怕早都封王境了 两人话里有话 苏吾道不免有些头疼 夫人对自己埋怨也就算了 自己这女儿 也是一病附和尚了 哪能这么算啊 先不说封王之境 只需天赋道心 与资源足够便能够到达 再者说我苏家退 龙石是假的吗 姚儿 你和锦儿都是这么过来的 怎么一到你弟弟 这就和你娘一样偏颇了 锦儿 你来给为父平平礼 封王境 在诸天之中 依然算是一方强者 寻常散修 终其一生也难以抵达 但对于底蕴恐怖 深不可测的地族苏家来说 并不算什么大事 苏吾道想要自己好大 替自己说道几句 可就一向听话的苏锦衡 也是缓缓开口道 父亲 我觉得二妹和母亲说的不错 以小弟的天赋 完全不需要下节历练 也自当横压一事 苏吾道闻眼眼睛 瞬间就瞪大了 不是 完呢 明明消而历练之前 大家伙都说好了 感情就我一个罪人呗 直勾勾地看着 站在一条战线的三人 半嗓都说不出话来 最后 只能够无奈地达到 好好好 是我的错 说到这 苏吾道顿了顿 感受着此地的气息波动 眼眸浮现出 一丝欣慰之色 只是 想不到萧儿竟能够觉醒 先天混沌神体 得先祖庇佑 我苏家此事 恐怕又将重新崛起 踏足于诸天之点 如日月更迭 星辰交替 诸天各族的兴衰没落 皆取决于当世妖孽 地族之所以长久不衰 便是因为 那恐怖的凝聚力 与辉煌璀璨的历史 昔日暗纪元 苏家先祖苏玉胜 带领诸天摆地撕裂那 混乱诡异的时代 改天换日 重新回归秩序 地族苏家与诸天各族 也因此没落了好长一段时间 而自上一个纪元起 大地平出 地族又重新回归巅峰 成为诸天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就在苏无道思索之时 此地的混沌之气 也如冬潮水般逐渐消退 苏摇皇看了眼 紧闭着的房门 轻声说道 看来 小弟这是修炼结束 快要出来了 苏无道点点头 爽朗地大笑道 哈哈 虾儿这才刚觉醒不久 先天混沌神体乃是诸天 最为强大的神体之一 这般神体 绝非一朝一夕 所能够掌控的 等回了苏家 话还未说完 突然 屋内猛然激荡出一股 极其惊人的力量 碰 第十五章 三遍九玄天节 飞玉神雷 大门被击转开 这股狂猛的力量 犹如呼啸的巨浪 狂暴汹涌 澎湃至极 其中蕴藏着惊人的神魔 与混沌之气 发生什么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令苏瑶黄与苏锦恒二人 皆是心里一惊 小儿 陈婉月看着那震动不已的房屋 以及屋内 正在闭目修炼的苏臣 萧美眸一宁 像是感觉到了什么 满脸的难以置信 神体大成 这怎么会 小儿不是才刚刚觉醒的 先天混沌体吗 就连一旁的苏乌道 也是笑容僵硬在了脸上 虎去一阵 神体觉醒到大成 哪怕是在妖孽之人 也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 自己本来是打算 将萧儿带回族中 让他慢慢摸索 却不曾想在短短一天的时间内 萧儿便已经将神体大成了 小弟这就神体大成了 苏瑶黄同样惊讶无比 那岂不是说 苏瑶黄心里咯噔一声 抬头望向天空 本该晴空万里的天空 此刻乌云密布 雷云滚滚 手持神兵的太古神墨的虚影 会当绝顶 怒视苍穹 在其身前 一朵混沌清廉赫然漂浮 呼啸的狂风刮起 似是酝酿起了一股恐怖至极 毁天灭地的雷霆之怒 即将坠落 不好 小弟的神体意向 这是体制节 但凡的天地眷顾 拥有神体并大成者 皆是要遭到体制节的洗礼 体制节恐怖至极 若是准备不慎 便会生死盗消 曾经自己 可是亲身体验过 玄凤神体体制节那种 令人窒息的恐怖感 而如今 小弟身怀 先天混沌神体与神魔体 比自己玄凤神体更为强大 这般仓促度节 只怕是成功率 渺茫至极 实不存一 苏无道也没料到 会发生这种事情 看着天空中 闪烁着的黑色雷霆 脸色有些不太好看到 该死的 三变九旋 黑玉天雷节 这是想要我家萧儿的性命吗 三变九旋 乃体制节之罪 若是在地族苏家 自己给萧儿准备充足的情况之下 自己自然是无所畏惧 可如今这里是下界 萧儿现在身上 自己给的保命 至宝才二十几个 怎么抗得下 这三变九旋之节 听着上方那股雷节的力量 皱眉道 好在萧儿如今修为不高 想来这三变九旋节 应该也不会太过夸张 我们 等等 景航 你要做什么 只见另一旁 苏锦横手 持斥血神枪 酝酿出一股 极其恐怖的力量 甚至连周围的空间 都开始寸寸破碎 他想直接替弟弟肚节 将其打碎 不可 苏无道见状 赶忙阻止 大声道 殷节之人是萧儿 我等若是加入 只会让这雷节 变得更为恐怖 苏锦横脸色冰冷 冷冷地开口道 那就让他变 我不会给他落下来的可能 大哥 苏摇晃此刻 也知晓事情轻重 一把拉住了苏锦横 朝着他摇了摇头 面对亲人的阻拦 苏锦横沉默了一回 最终还是缓缓 将赤血神枪收起 那股恐怖的力量 也消散不见 则 而就在这时 屋内的忽然响起 一道温润的声音 这雷节 交给我 我能对付 这声音 几人齐齐朝屋内看去小弟 瞎 只见屋内 正在修炼当中的苏晨销 不知何时苏醒 苏晨销浑身沐浴于 黑白交织的混沌神魔器当中 整个人气质格外的出尘 他昨日将抄来没用的那些东西 丢给系统回收 然后用所得到的反派职 将混沌精与太阿剑爵 修炼了一番 苏晨销面带笑容的缓缓走来 抬头看向天空中 那黑压压的雷云 眼中似有雷霆闪烁 苏晨销咧嘴一笑 轻声说道 看来这雷杰是久等了 早在将先天混沌体 与神魔体融合的那一颗自己 便似有所感 直觉告诉自己 唯有度过了 这雷杰自己的神体 方可圆满 苏晨销看向一脸担忧的母亲 开口道 娘 放心好了 这是我自己的体质节 自然给我对付 陈婉月微微一正 刚想说什么 苏乌道却在旁 突然大笑一声开口道 哈哈 好 夫人 笑而天资超绝 能够迎来如此雷杰 正能够证明 小儿神体之强大 既然如此 小儿 那你去吧 苏晨销点点头 静止来到大哥苏锦衡面前 大哥 见神兵一用 苏锦衡有些诧异地看了一眼小弟 恍惚间 苏晨销的面孔 与记忆中那目空一切 无法无天的小男孩重叠 他感觉小弟成长了 不再是昔日那个混世小魔头 苏锦衡洒脱地 将赤血神枪递了过去 然后拍了拍苏晨销的肩膀 认真开口道 去吧 你可是我苏锦衡的地点 区区雷杰 又怎可能拦得住你这条真笼 苏晨销能够感受到大哥那强 而有力的手掌 重重地点了点头 对了 还有件事 忽然 苏晨销像是想到了什么 将那离火神珠 从系统空间中拿出 面带轻松 眼眸含笑地交给了苏瑶皇 姐 这是我在下界偶然所得 送给你的礼物 拿着 说完 苏晨销便一步而起 直直朝着上方 那恐怖的雷云而去 看着那蕴藏着天地一伙的离火神珠 苏瑶皇愣神了好一会 半赏方才展颜一笑道 臭小子 见此一幕 苏无道与陈婉月 两人心底更是百感交集 苏无道轻轻 将陈婉月搂入怀中 望着天空中 那俊逸无双 直面雷洁的少年背影 眼底深处 闪过一丝浓浓的欣慰 满脸骄傲地开口道 看来在这下界几年 萧儿经历了很多 萧儿长大了 也懂事了 我们只管相信他就好 倾城天空上 风起云涌 雷暴声不绝于耳 轰隆隆 望着天空中 那恐怖至极的三变 九旋雷结 苏臣萧手持赤血神枪 神魔之气 与混沌之气 缭绕周身 他脸色平静 眼中却浮现出一道兴奋的光芒 刚好试试 自己新修炼的太阿见诀 虽然所使之物不是剑 但兄长的赤血神枪 也足够用了 黑玉神雷 烟灭躯体神魂 哪怕是沾染上一丝都会令人肉体 寸寸崩灭下方苏无道等人 死死盯着上空一幕 满脸担忧 说不担心 那是不可能 只听一声清河间 混沌之气 犹如大浪逃杀一般倾泻而出 苏臣萧将手中赤血神枪高高挑起 谋若心河 直指苍穹道 来 打碎你 刺事感受到了下方杜劫之人的挑衅 三变九旋之节 发出一道震天动地的暴鸣之声 哄 黑色的神雷 划破苍穹 犹如一头粗壮的巨龙贯穿而下 携带着无比的亥然的破坏力 欲要摧毁一切 轰隆隆 苏臣萧眼神凌厉 面对那足以摧毁一切的黑玉 神雷竟毫不避让 竟以手中赤血神枪直接横斩而去 太阿剑诀 落天室 第十六章 肚体之节 一步登天境 太阿剑诀 功伐无双 手中赤血神枪扫出一击惊人的光芒 竟生生将那粗壮无比 贯穿天地的黑玉神雷给一分为二 轰隆隆 恐怖的涟漪在空中荡漾而起 天空变成了黑色雷海汪洋 黑玉神雷被劈砍为无数道细雷炸开 一时间 地动山摇 连青城周围那绵延的山脉都被这余波打崩 参天古墓与各种建筑都化作积粪 如此恐怖的一击 饶饰下方的苏瑶黄都不由眼皮一跳 难难道 小弟是何曾学会了这等恐怖神通 那细密的雷霆附着于枪尖之上 灵活的犹如黑蛇一般迅速朝着苏辰霄袭来 苏辰霄眉头一挑 手腕一震 顿时将那无数细雷给震碎 咧嘴笑道 只有这样吗 哄 空中的雷霆似在咆哮 爆发出一阵乍响 又一次降落木雷 这一次 三道更为粗壮的可怕雷霆 犹如山岳一般坠落 那毁灭的气息迷 慢整个仓世界之中 无数生灵遥望那灭世神雷 忍不住匍匐在地 瑟瑟发抖 三道雷霆气气轰来 犹如雷龙般缠绕交织于一起 变得更为粗壮磅礴 卷动着烟灭一切的气息 势不可挡 三变九弦之节 共有三道变化 每一次都会强大数十倍 哪怕是下方苏乌道 都不有眼皮直跳 不禁为自己那宝贝儿子心中 捏了一把冷汗 而就在此时 仓世界空间被撕开了一道裂缝 准备前来亲自陪追的 尖天阁与天玄 与天玄宗一行人 前脚一踏足 便感受到了恐怖的天道之节 他们正正地看着 那满天神雷坠落的天陨之地 顿时被吓了一跳 什么情况 有人在杜劫 下方苏乌道 恰好见到这一幕 眼中顿时迸发出浓浓的怒火 尖天阁的人 这群家伙 早不来晚不来 非要到这个时候过来 是想给自己宝贝儿子的体质节 再上强度吗 滚下来 他怒不可遏 直接大手一抓 汹涌恐怖的力量 化作一只金色的大手 直接将尖天阁与天玄宗之人 被活活握于手中重重地摔下 轰隆隆 你们是贤吾儿 这三变九玄之节 还不够厉害吗 三变九玄节 被摔了一地的尖天阁 与天玄宗之人 一个个脸色 瞬间煞白 他们如何不知 这可是传说中 抹杀无数天骄的 最强体之节 误会 都是误会 闭嘴 一会再给你们算掌 苏乌道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 随后神情紧张无比地看向空中 正在杜劫的苏晨潇 雷节进行到了高潮 黑色的神盲赤胜 宛若咆哮的巨龙 朝着苏晨潇吞没而来 苏晨潇手中 赤血神枪发出嗡鸣 枪意惊人 眼中灵力的光芒 一闪而逝 沉生道 区区体质节 也不过如此 混沌经运转 汹涌澎湃的混沌之力 与神魔之力 如同汪洋大海 一般倾险 若是寻常神体 面对着黑玉神雷 只怕是闭恐不及 但身怀双神体的苏晨潇 此刻沐浴在这 狂暴毁灭的黑玉 神雷之中 被蒙白的先天混沌之气包裹 一身神体璀璨至极 不染分喉 太阿见觉 斩天是 哄 滔天的神盲 贯穿了黑玉神雷 在那汪洋的雷海之中 绽放出无与伦比的光芒 这剑芒汹涌至极 奔腾咬 竟然一路横穿上 直直斩入雷云之中 连这苍石界的苍穹 都被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轰隆隆 天崩地裂 地洞山摇 尖天阁与天玄宗众人 一个个瞪大着双眼 已经看呆住了 他们只觉视野 被那神盲所淹没 下一刻 那令人骇然的三变 九玄神节消散不见 天地寂静 如同星辰般的 满天雷光洒落 在那被撕开的雷云之下 唯有空中那宛若贵公子 一般风华绝代 不染成华的苏晨销手 持斥血神枪 一席轻衣 傲然灵力于空中 神体无暇无缺 道运流转 经历过黑玉神类的洗礼 如今先天混沌神体 已然圆满 先天混沌体 将那滔天的雷霆转化 再加上之前 姐姐与父亲 所给予的各种抵端 这事 苏晨销只觉一股异样感 油然而生 一身破碎尽九重的修为 竟在此刻突破 悟道进一重 一身磅礴的真气 在此刻犹如登天 一般层层直上 不断冲击 悟道进二重 悟道进三重 一直到悟道进 九重都没有停下 悟道之上 虚念头通明 道心不染 但这在如今度节而归 身怀无尘道心的苏晨销 在这面前 毫无瓶颈可言 而这 还不是极限 苏晨销眼中 神盲闪烁 满是辟腻 与傲然之色 清贺一声 破 刹那间 悟道进九重的修为 在此刻破镜 登天镜 一重 一步登天 从破碎到登天 足足两大境界的横跨 放眼古惊 哪怕是天资 再强大的妖孽 也无法做到 如此绝世一幕 令下方的母亲陈婉月 忍不住捂着嘴 热泪盈眶 小二 身旁的苏瑶黄也是 搀扶着母亲 美眸中 满是震撼之色 小弟不仅度过了雷劫 如今还是登天镜了 一道痛快无比 豪迈至极的大笑声响彻 哈哈 好 好 好 不愧是无苏无道的儿子 小小体质神洁 不堪一击 苏无道刚刚激动的双拳紧握 老实说 他突破准地镜 都从未有过 如此紧张 碎三变九玄神节 破碎镜 一步登天 小二是我地族苏家万年 难处的绝世妖孽 同样也是我苏无道的儿子 这一刻 苏无道满脸 都是对于自己宝贝儿子 难以掩饰的骄傲与自豪之色 就连一旁陷入 久久震撼之中的 尖天阁与天玄宗众人 也都猛然反应过来 趁着苏无道大好心情之时 赶忙从地上爬起 前来祝贺 恭喜地族苏家 恭喜地族苏家 又出一绝世妖孽 贵公子一步登天 放眼古今都前所未有 我等能够亲眼所见 当真是三生有幸 苏无道瞥了他们一眼 冷声道 关你们屁事 你们这群老东西 差点影响到了我儿的体质节 滚一边去 一会再跟你们算账 第十七章 交出九成宗门资源 相关人物 这 两宗之人皆是脸色一僵 堂堂尖天阁与天玄宗圣人静的老祖们 此刻 一个个犹如饭了式的小屁孩 一般端端正正地站在一旁 无一人再敢出声 空中刚刚破镜的苏晨霄 微微一笑 登天之镜 便已然是下界之罪 一步来到父亲与兄长的身旁 苏晨霄面色温润 将赤血神枪递了过去 大哥 还给你 老实说 兄长这赤血神枪着实不错 等以后 自己也要弄上一柄衬手的兵器 看着眼前这面观如玉 超凡脱俗的俊美少年 苏晨霄笑了笑 开口道 小时候就喜欢把玩 如今你也算是长大了 做兄长的也没什么能给你的 这赤血神枪便送你了 苏晨霄文言脸色一变 赶忙道 大哥 这可使不得 这枪可是你的本命帝兵 你也看到了 我刚刚所使用的弓法 比起枪来说 我倒是更喜欢剑 拿着 说吧 苏晨霄不由分说地 将这赤血神枪塞了过去 苏晨霄接过赤血神枪 愣了愣 随后失笑一声摇了摇头 与此同时 姐姐苏摇黄与父母也一同上前 小爹 恭喜你突破登天境 众人满脸喜悦与欣慰 疼爱无比地看着家中最小的柚子 苏晨霄看向满是慈爱 眼睛有些泛红的陈婉月 开口道 母亲 陈婉月上前轻轻地将苏晨霄抱住 抚摸着她的发丝温柔地说道 小儿 恭喜你 这几年 你在下就受苦了 与家人温存了许久 苏无道方才笑着说道 如今你在下界的试炼也已经结束 也是时候跟我们回地族苏家了 说到这 苏无倒像想到了什么 看向罚站许久的尖天阁与天玄宗之人 脸色一瞬间冷了下来 开口道 但是你们 跑来这里做什么 尖天阁与天玄宗几位老祖此刻 连想哭的心情都有了 总算是想起我们了 这一大家子人在此地温存 完全无视了自己等人 这可谓是让他们几个坐立难安 尴尬至极 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苏晨霄也一同看了过去 定 检测到有天命主角气息 天命主角相关人物出现 哦 天命主角 总算是来了 苏晨霄也谋一亮 略微有些玩味地 看向那几个老头 系统 调出面板 姓名 叫风 身份 尖天阁老祖 静见 圣人静一重 姓名 白羽 身份 天玄宗老祖 静见 至尊静一重 苏晨霄也谋微微眯起 与天命主角有所交集的 竟然都是天玄宗之人 看来 对方应该就在天玄宗没错了 此刻 尖天阁与天玄宗之人 都在接受着苏无道的拷打 一旁的苏晨 萧上前开口道 父亲 他们是 见苏晨霄出现 众人犹如看见了救星一般 立马上前道 苏公子 我等之前 不知您在我尖天阁所管辖的下劫历练 此次事情发生 我尖天阁难逃其则 特前来请罪 天玄宗一老祖 也是赶忙说道 苏公子 下劫到统天其道宗 虽是我天玄宗分支不假 但自三千年前 便与我天玄宗再无瓜葛 就算给我天玄宗一万个胆子 也不敢指使天气道宗对您出手啊 我等愿意付出补偿 还请地族苏家恕罪 哼 身旁一道冷声声响起 苏无道满是冷漠与不屑地说道 你们以为 我地族苏家会看得善而等那一点资源 这 两宗之人皆是面面相去 一时间都是不知该说什么时候 苏无道脸色淡漠 强势至极地开口道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经此一事 坚天阁与天玄宗没有存在诸天的必要 天玄宗乃是想要毒害仙的天气道宗背后靠山 而坚天阁在摇晃和景恒想要下界之时 也屡次三番地派人阻拦 虽然自己宝贝儿子没事 但并不代表他的气已经消了 什么 众人文言心里咯噔一声 犹如晴天霹雳 天玄宗老祖更是面色惨白 毫无血色 坚天阁 那可是诸天之中位列 中上的势力 反观他天玄宗连久留都算不上 拳宗上下唯有自己这一个至尊敬老祖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连坚天阁这样的庞然大物 帝族苏家也是说灭就灭 那自己天玄宗岂不是完了 苏族长饶命 此事我等愿一人承担 我坚天阁屹立上界不义 从未想过得罪帝族苏家 对于苏无道的决策 就连一向温婉柔和的陈婉月 也没有多说什么 想他身为帝族陈家帝女 也绝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辈 遥想曾经苏晨潇年幼之时 行事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 为所欲为 其中一半都是他灌出来的 见苏晨潇没有说话 还以为是自己儿子有些于心不忍 陈婉月在旁轻声说道 潇儿 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 不用多想 苏晨潇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娘 我不是在想这个 只是距离试炼结束 想来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若是就这么回去 想来父亲也是难做 陈婉月闻言微微一愣 随后轻笑道 傻孩子 先不说你是神体圆满 登天静修为 你父亲是当今地族苏家族长 爷爷与外公又为大帝 谁若敢在你背后嚼舌 魏娘就把他们舌头都给割下来 苏晨潇愣了愣 正正地看着眼前这位温婉美丽 看上去不识人间烟火 宛若仙子般的娘亲 伴上说不出话来 看不出来老妈也是个狠人啊 苏晨潇无奈地说道 娘 其实是孩儿 想去这周遭道遇游玩一圈再回去 听出了自己宝贝儿子 不是在开玩笑 陈婉月盯着苏晨潇的眼眸 看了好一会 最后有些无奈宠溺地说道 哎 你这孩子 还跟小时候一样玩心太重 好吧好吧 既然你是你决定的事情 魏娘也不好抢求你 她与苏无道商讨一番 本想让这个当爹的劝劝 谁知苏无道听完后大笑道 哈哈 潇儿这孩子倒是有心了 毕竟距离历练结束还有一段时间 既然潇儿想等到试练结束 那也好 婉秀我让青老过来 有她在潇儿也出不了什么事 陈婉月思索了一会 点点头 青老乃是地族苏家 这一代死士统领 修为乃是准地 曾经潇儿在妖皇界闹事之时 也正是青老在旁看护 从未有过闪失 苏无道想了想 还是觉得有些不妥 于是乎 看向跪在地上的尖天阁 与天玄宗几个老祖 不怒自危的陈生道 无给你们个赎罪的机会 交出宗门九城 资源底蕴 与一缕神魂给乌尔 乌尔在下界的这段时日 二等就是乌尔奴仆 务必照顾周全 若是让我家宵 受到一点委屈 你们可是知道后果 第十八章 百万极品灵石 地兵 白地剑 此言一出 天玄宗与监天阁众人 无异不是眼神骤亮 虽然要上交九城的 宗门资源底蕴 但相比之下 能够保住宗门 才是天大的兴事 两宗之人如蒙大赦 犹如小吉卓米 一般拼命地点头 毫不犹豫将一缕神魂交出 苏无道 那冰冷的面容 这才算有所缓解 满意地点了点头 转身看向苏晨骁道 萧二 既然这是你自己的决定 那为父也不好干涉你 戴武等回族之后 便会让青老前来 若有什么事情 也可以找青老帮忙 临别前母亲 格外不舍地说了许多 姐姐与兄长 也是郑重地说道 小弟 三个月后 我们会在地族苏家 等你回来 娘亲给你准备了 百装婚室 到那时 你也可好好挑一挑 好 不是 百装婚室 什么鬼 安拉 放心吧 都是诸天大族之女 道士会举办个 比武招亲 各个道统大族 都会带女前来参加 热闹得很 他们可是巴不得 把自己女儿 送到咱们苏家来呢 娘亲说了 唯有样貌 与天父财情 最为杰出的那个 方才能够 当我地族苏家的儿媳妇 目送着青族的离开 苏晨骁脸色 古怪至极 给我比武 招亲个未婚妻 算了 也没有多想 苏晨骁转头 看向眼前一众 尖天阁与天玄宗老祖 目光停留在了一位 面容苍老 身材勾搂的老者身上 微微一笑道 天玄宗之人留下 其他的 都可以走了 什么 几位尖天阁老祖 满脸不解之色 赶忙道 苏公子 不妥 您父亲苏组长 刚才亲自交代过 要我等看护 在您旁边 天玄宗老祖白鱼 此刻一脸茫然 他不知为何苏公子 偏偏让自己等人留下 苏晨骁眼眸微眯 让你们留下来 是听我的 别忘了之前 答应我苏家的事 尖天阁回宗 自取九成资源回来 天玄宗的 本公子亲自去取 这 尖天阁几位老祖 犹豫片刻 而后子 能够相互对视一眼 点头道 明白了 苏公子 我们这就去 说吧 几位尖天阁老祖化 做一束束流光 迅速离开了此间 天玄宗几位 则是满脸的不解之色 白鱼有些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苏公子 我天玄宗 其实也可以 苏晨潇有些玩味地说道 那可不行 你们天玄宗不一样 本公子打算 亲自去你天玄宗一趟 白鱼老祖几人心里一阵 皆是不明白 苏公子话里深意 但也只能够无奈地点了点头 明白了 苏公子 无尽虚空之中 一艘偌大的灵舟行驶 苏晨潇此刻 却宛若一位 出来游玩的世家公子 慵懒地躺在椅子上 看着周围 那一望无际 荒无寂寥的虚空 苏晨潇眼眸闪烁道 系统 调出面板 丁 主人 苏晨潇 称号 天命大反派 身份 帝族苏家族长之子 静剑 登天静一重 体质 先天混沌神体 先天神魔体 功法 混沌经 太阿剑绝 储存空间 死魂兽 不死欲 空同镜 补天丹星号五灵 破镜丹星号五灵 反派值 零 狩猎天命主角 零 有些甘别的储物空间 需要天命主角 作为养分丰富 除了父母 所给予的保命法宝以外 虽然看上去 有些寒酸 但苏晨潇却并不在意 而是贤情自若地 将那破镜丹拿出 这极其珍贵的圣品丹药 苏晨潇像是吃糖丸一般 随手丢入口中咀嚼 哪怕是以自己的修为 一时半会 无法消耗着磅礴恐怖的能量 先天混沌神体 也会自行将其助存储藏 忽然 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苏晨潇眼眸 微微眯起 笑盈盈地开口道 来了 身旁几位天玄宗老祖文言 皆是一愣 苏公子 您是在喊我们吗 苏晨潇没有说话 而就在此时 正前方的空间 隐隐发生波动 一位披着黑袍 身材勾搂地看清 不容貌的老者 不知何时出现 老者一身气息内敛 犹如汪洋大海 一般深不可测 他的突然出现 令天玄宗几位置尊敬老祖 脸色骤然大变 白宇老祖瞳孔 猛地一说 立刻呼吁 苏晨潇身前大河道 保护苏公子 你是何人 他心里震撼得无以复加 要知道 在这周围道遇之内 最高也不过至尊敬 而他 竟然丝毫没有感觉到 眼前这位老者 究竟是何时出现的 老者缓缓走来 哄 在他周围 迸发出一股可怕的力量 犹如惊涛骇浪一般 将尖天阁几人震开 准地 这家伙 竟然是准地 这怎么可能 在白宇老祖等人 一脸惊恐的眼神之下 黑袍老者竟然单膝 跪在了苏晨潇面前 黑袍老者声音沙哑 恭敬道 老奴清禾 见过公子 苏晨潇咧嘴一笑 白手道 好久不见 清老 起来吧 看向周围 一脸惊吓的天玄宗等人 苏晨潇淡淡道 清老 是我苏家的人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心中不由更为的惊骇 任谁都知道 眼前这位 定然是那位地族组长 所派来的护道者 一位准地境的护道者 地族苏家 底蕴荡真 是深不可测 清老缓缓起身 伸出那枯瘦苍老的右手 手心中 还有一枚储物戒指 公子 这是夫人吩咐 让老奴交给你的 哦 苏晨潇挑了挑眉 弹指一缕真气 将储物戒指接过 神念叹入 不看还好 一看 哪怕是连他都吓了一跳 偌大的储物戒指内部 摆放着堆积成山的 架下来至少百万是有的 不仅如此 在这极品灵石山下 还有着一件件气息恐怖 形态各异的法宝 像是在其中注意到了什么 苏晨潇瞳孔一宁 这是 地兵 只见在储物空间中央 一柄气息恐怖 璀璨光洁的地剑赫然凌厉于其中 此剑锋力至极 曲线干净利落 剑刃之处似有赤血 源源流淌 剑柄更是镶嵌着天地神物 更金神珠 这柄地剑仅仅是屹立在此 从其剑身之上所弥漫而出的威压 便令周围无数法宝颤抖不止 十分畏惧 要知道 如今的诸天早就不同往日 虽大地多 但自经历暗纪元过后 无数神兵力气失去神华 实不存一一剑地兵的价值放在现在 简直是不言而喻 问 将这地剑连带着剑销掉出 苏晨潇轻轻地抚摸着这剑地兵 剑身冰冷至极 能够清晰无比地感受到 其中的灵力杀法之气 此时 一道附着于地兵之上的神念涌入脑海 陈婉月的声音忽然响起 销 除剑内有零十百万 法器数十 我管你所修神通 似蕴藏着强大的剑意 此物 是我让你外公 从地族陈家宝库之中取出 乃是由天剑神宗大帝 亲手锻造 名为白帝剑 第十九章 帝族贵公子 前往天玄宗 白帝剑 苏晨潇看着眼前这件地兵 久久失神 心中一股股暖流涌过 清河此时 犹如一尊雕塑一般 站在一旁没有再说话 天玄宗之人 却感受到了 忽然出现的灵力更惊之气 白羽老祖 仅仅是偷瞄一眼 便心惊肉跳 毛骨悚然 这是 帝剑 他感觉在此剑面前 自己至尊镜的肉身 似乎都不堪一击 念及此处 白羽老祖赶忙闭上了双眼 识趣的没有再多看 苏晨潇轻柔地 抚摸着剑身 有些爱不释手 头也不抬地缓缓说道 白羽老祖 见弟子提及自己 白羽老祖赶忙应声 苏公子 老小在 苏晨潇但笑着说道 我问你 天玄宗之内 可有一些特别之人 特别之人 白羽老祖有些不解地询问道 公子 请恕老朽愚昧 不知公子口中特别之人 究竟是 云剑 天玄宗势力不大 所以坐落于诛天 较为偏僻的云剑 话虽如此 但天玄宗山门 却格外地恢弘大气 人结地灵 一座座宏伟的宫殿 处立于绵延不断 高耸的风鸾云端之上 参天古墓翠绿青葱 真情异寿随处可见 周围充斥着 十分充盈的海量灵气 此刻天玄宗宗门大殿外 宗主袁风孝 带领着一众长老们 战战兢兢地再次等候 众人神色紧张至极 其中一位长老 忍不住开口说道 宗主 您说那位苏公子 应该也不是什么 不讲理之人吧 九成资源给就给了 可我等 就怕那位公子 依旧不愿放过 我太玄宗啊 袁峰笑脸上 同样满是担忧 这几日所发生之事 令他一时间 像是老了几十岁一样 任谁也想不到 天玄宗竟然会因一个 下界岌岌无名的道统 而受到无妄之灾 他摇了摇头 开口说道 这种事情 谁也说不准 老祖已经将那位 帝族公子接来 大长老 可有通知门下弟子到齐 我等天玄宗定要 以最高礼仪 一同迎接这位公子 大长老在旁道 回宗主 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 门内弟子们 如今都在道场内等候 袁峰笑微微汗手 忽然间 像是想到了什么 眼中闪过一丝 冷意沉声道 查清楚了吗 我天玄宗 究竟是哪位长老 不知死活 与下界 天祺道宗勾结 我已经说过几次了 我天玄宗修 要在与那些 下界道统签连上 不清不白的关系 原先本宗主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惹到这淘天大祸 若是不将 天祺道宗背后之人揪出 恐怕很难 向那位苏公子交代 诸天道统无数 那些较为弱小的道统 因为资源问题 道统内的长老们 多数都与下界有所联系 以上界道统 庇护的名义 每年从下界那些道统之中 得到诸多资源好处 久而久之 这都成为了一种常态 在天玄宗内 也是如此 若非是这件事 惹出的滔天大祸 可以说他堂堂天玄宗宗主 连下界天祺道统 这个名字都从未听说过 大长老点头道 回宗主 已经调查清楚了 说了下界天祺道统好处的 正是我天玄宗时期 常无常老 人群中 无灵目心里咯噔一声 赶忙跪地求饶道 宗主饶命 宗主饶命啊 这都是我门下弟子叶霄的主意 他曾是天祺道宗弟子 非生上界拜入 老朽门下 都怪老朽一时鬼迷心窍 这才听信了他的鬼话 夜宵 原封孝文言眉头紧锁 他自然是知晓辞子 身怀荒骨神体 一身傲骨 曾经差点将天玄宗 搅得个天翻地覆 不过 辞子天赋恐怖 乃是千年难遇的绝世妖孽 天玄宗未来的希望 所以对于夜宵 自己也是给予了很大的宽容 原封孝冷笑连连 好你个无灵目 为了贪图一点迎头小利 却差点给我天玄宗 惹上了灭顶之灾 若是苏公子怪罪下来 到时候 你自己自裁谢罪 万不可连累我天玄宗 知道吗 无灵目浑身一震 颤抖的向后退了几步 最后点点头 沙哑道 是 就在原封孝心中 暗暗思索 究竟要如何让那位苏公子 息怒之时 远处一艘巨大的灵舟 行驶而来 当看清楚 灵舟上方之人 赫然是天玄宗 百语老祖之时 原封孝心里一惊 赶忙率领一众天 玄宗长老上前迎接到 天玄宗宗主原封孝 率领门下十八位长老 百位直视 恭迎苏臣萧公子大驾光临 原封孝带头跪下 以头着地 模样无比地恭敬前程 身后百人也是齐齐跪下 从高处看去 颇有一副 负荆请罪的样子 隆隆 巨大的灵舟落下 一道温润如玉 令人如沐春风般的轻笑声响起 这里便是天玄宗吗 不错 只是诸位跪在这里 这是何意 听到这年轻的声音 一直低着头的原封孝 心里一惊 赶忙大声解释道 我等见过苏公子 下界天玄道统 不慎惹怒公子 罪该万死 而我天玄宗 与下界天玄道统时 则毫无瓜葛 只因门中 一位长老不知死活 私自收了他们的好处 这才造成这场天大的误会 还请苏公子 放我天玄宗一条生路 苏臣萧脸色平静 眸光扫过在场这一众人 发现他们的面板上 或多或少 都写着天命主角相关人物 这么看来 自己是来对了 那天命主角 正是在这天玄宗之内 苏臣萧淡笑一声 开口道 行了 都起来吧 若本公子 真想追究 你天玄宗 也活不到现在 身旁青老右手一抬 一股无形的力量 顿时将在场数百人 给强行托付而起 这气息 像是感受到了什么 袁峰笑瞳孔 猛的一缩 浑身站立的起身 他缓缓地将头抬起 看向那位传说 中帝族苏家的公子 身姿挺拔高贵 一袭白衣不染尘埃 面观如玉 眉宇英气十足 气质温文尔雅 犹如静谜的松竹 在其身上 还有着那羽生 聚来上位者的气息 哪怕是见过 无数天骄的他 再见到眼前 这位面容俊逸 宛若折仙般的少年后 也不由连连惊叹 好一个 风度翩翩的贵公子 后方的一众长老们 同样感到惊艳无比 像是天生的领袖 他们很少在一个人身上 感受到这两种 毫不相干 却又丝毫不违和的感觉 这便是帝族苏家的公子吗 当真是超凡绝尘 与众不同 第二十章 天命主角夜宵 荒谷神体 到底是一宗之主 袁丰孝 在惊讶片刻之后 很快便反应过来 赶忙举双手 将一枚储物借纸送上 恭敬无比道 天玄宗宗主袁丰孝 见过苏公子 这里面 便是我天玄宗九城 宗门资源 还请公子笑呢 苏臣孝 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这家伙 倒也是懂事 不动声色地 将储物戒指给接过 粗略一扫 约莫千万种品灵石 以及陈列好了的 各种灵丹妙药 与法宝功法 换算下来 也不过数十万的 几品灵石而已 不过想来也是 天玄宗最高至尊敬 在诸天 毕竟是不入流的道统 能够有这么多资源 已经是属世不易 苏臣孝 也没有在意 微微汗手 见这位苏公子 将储物戒指收下 袁峰孝 这才松了口气 赶忙道 还请公子跟我们来 我也让门下一众弟子 在道场内 等候公子 大驾光临 也好 这样一来自己 很快便能够找到 那天命主角 苏臣孝 但笑着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便走吧 此刻天玄宗 偌大的道场内 人潮汹涌 天玄宗全宗上下 三千多名弟子 皆是汇聚于此 只见不远宗门大殿处 在宗主 与一众宗门长老之下 苏臣孝 犹如众星捧月 一般走来 无数双目光 齐齐望了过去 是宗主长老他们 那个是 白鱼老祖 连白鱼老祖都来了 等等 那个少年 莫非就是传说 中帝族之人 真的是个贵公子 好帅啊 天玄宗不少女修士 再见到苏臣孝 那俊美无双的面孔之后 心里荡漾起 一阵阵的连衣 犹如浩日 与萤火之差 就连其他男弟子也是 感到一阵 浓浓的自卑感袭来 这时 一道不满的声音响起 只见一位穿着宗服 眉清目秀的青年 双手抱胸 冷哼道 哼 不就是生的一副好皮囊 出生好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此言一出 周围顿时投来 树道不善的墓 一眼看去 都是一些女弟子 哼 叶萧 我看你是疯了吧 一位阴沟鼻 样貌阴洁的青年 嘲弄道 那位可是无上地族之人 人家家族手指头 都不用动一句话 就能把我天玄宗给灭了 你还敢在背后说 那位地族公子坏话 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杨洁恍然一笑道 哦 对了 我想起来了 你不过来 自下界一伞修而已 在那位公子面前 恐怕是自残行贿 自卑得很吧 自打叶萧加入天玄宗自己 便与他不对付 这家伙 不仅抢了自己的 试作尽操的小师妹不说 更可恶的是 还夺了自己 那门第一人的名头 像是被说到了痛楚 叶萧眼神 闪过一丝痛恨 寒声道 杨洁 你若是再说一句 便生死台上相见 杨洁脸色 也是骤然冰冷了下来 没有再说话 叶萧见状冷笑一声 就算是上界 天骄又如何 在我叶萧面前 还不是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只是 叶萧望向对面一众长老之中 寻找半天 也没有见到 自己师父的身影 不由有些面露疑惑 心中暗暗想到 我师父呢 而另一边 在天玄宗宗主缘封校的带领之下 苏晨萧 很快来到了道场上方的一处阁楼之内 公子 请 袁峰校恭恭敬敬地 将守座之位让出 自己站在一旁端水倒茶 连老祖与宗主都没有坐下 在场的一众长老们 就更不敢落座 一个个只能够站在一旁 一句话也不敢说 直到苏晨萧笑着白手 一边查看着下方弟子的面板 一边语气温和地说道 袁宗主不必如此客气 坐吧 还有诸位也是一样 袁峰校顿感受宠若惊 连连拱手 他心情犹如坐过山车一般 在苏晨萧来时 他便打探到了 关于苏晨萧幼年时期的辉煌战绩 本以为天玄宗怕是完了 可当亲眼所见之后 眼前的这位贵公子 似乎并没有传闻中那般蛮横无礼 反倒是格外温润雅致 休养谈吐更是极佳 这不禁让他长舒了一口气 感到庆幸无比的同时 对这位帝族公子心中的尊敬与好感大增 恭敬报 苏公子 我宗弟子已尽数在此地 一长老点头表示明白 他面朝着下方一众天玄宗弟子大声开口道 今日 帝族苏家公子亲自光临吴天玄宗 令我天玄宗彭壁生辉三生有幸 我天玄宗弟子 还不跪拜见过苏公子 此刻 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在后方首座苏晨萧的身上 或是敬畏 或是仰慕 这般大人物 可是连老祖都要毕恭毕敬 站在一旁的存在 如此显赫的背景与俊美不凡的英姿 若说是不敬畏 那是不可能的 在听到大长老发话之后 天玄宗弟子一个个的跪倒在地 神色敬畏仰慕地看着上方首座之人 齐齐高呼道 五等天玄宗弟子 见过苏公子 五等天玄宗弟子 见过苏公子 生震如雷 犹如排山倒海一般齐齐 响彻这片道场 可就是在这庄严肃穆的之时 在这上千名弟子之中 赫然有一人格格不入 犹如鹤立鸡群一般几倍挺直 傲然凌厉与一众跪下的弟子之中 这一幕 自然是被在场一众长老收入眼底 大长老眼皮一跳 对于这个颇有个性的弟子并不陌生 此人正是十七长老门下清传弟子 天玄宗内门天骄第一人 夜宵 可眼下这是什么时候 自己背后坐着的 乃是诸天巨拨 抵运深不可测的地族苏家公子 其富贵为地族族长 兄姐乃不是妖孽 背后所站着的 更是地族苏家与地族陈家几位大帝 这他妈是你彰显个性的时候 大长老心里一阵操旦 怒喝道 夜宵 你做什么 给我跪下 这声音自然是惊动了后方苏陈霄 与正在端茶倒水的宗主袁峰笑 苏陈霄抬眼看了过去 当注意到那一世独立眼神 坚毅的青年之时 眼眸微微微一亮 姓名 夜宵 称号 逆天五帝 天命主角 身份 天玄宗长老清传 内门大师兄 年龄 二十七 性格 超雄 孤傲 冷酷 不屈 静剑 登天进一重 体质 荒谷神体 小城 功法 天玄爵 满血练体术 归翼功 法宝 太山印 锁天网 天命值 十万 第二十一章 傲谷不贵 那就打碎他的骨头 荒谷神体 一百连抽 这巨预 这巨额的天命值 让苏晨霄 不禁蠢蠢欲动 荒谷神体 乃是诸天排名前十的 强大的体质 大成 便可比肩太古大凶 破碎虚空 圆满更是血气如海 能够硬抗太古真龙真黄 号称人间大炮 神体无双 想不到 第一个天命主角 便带着一百连抽 和恐怖的体质 自己可真是捡到饱了 眼中笑意浓郁不减 苏晨霄把玩转动着手中茶杯 饶有兴趣地 看向下方夜霄 性格孤傲不屈 这么看来 倒是个个性十足的 天命主角啊 夜霄这般莽撞的举动 令白羽老祖 与宗主袁峰笑 两人如坠冰窖 心脏狂跳 袁峰笑 只觉头皮发麻 立刻上前抱喝道 混账东西 夜霄 究竟是谁给你的胆子 让你赶在 帝族公子面前不敬 就连夜霄身旁 一位妙龄少女 也是拉了拉他的衣袖 闪开口劝阻道 夜哥哥 夜霄本以为 这般慷慨激昂之语 会得到不少师兄弟的回应 殊不知 跪倒在地地上的所有人 此刻表情都变得精彩至极 难以置信 不少同门之人 脸色煞变 立刻劝阻道 夜师兄 别闹了 快跪下 你是想要害死我们吗 地族苏家 这庞然大物 他们也只 能够从古籍之中 了解到冰山一角 可从下界飞升而来的夜师兄 平日里 再宗门高傲也就算了 根本就不能明白 地族苏家的可怕 袁峰笑文言气得浑身都冷 他根本不敢回头 看苏臣萧一眼 此刻想死的心都有了 想自己和一众长老卑躬屈膝 连老祖都跪下了 为的是什么 为的便是保住天玄宗 这来之不易的基业 可这家伙倒好 仗着自己是宗门天骄 不仅反讽了自己等人 甚至是 到如今还傲气无比 夜宵 你给我住嘴 作为夜宵的师尊无灵目 也是忍无可忍 自己好不容易得到苏公子宽恕 这逆途 竟然又整上这么一出 逆途 你可知苏公子 是何等人物 为师命令 你现在给我跪下 哄 封王静那恐怖的威压 呼啸而出 锁定着人群中 鹤立鸡群的夜宵 师尊 夜宵只觉 犹如山月般的压力猛地坠下 整个人身躯一阵 不受控制单膝双手 跪在地上 他浑身弥漫起一道 淡淡的金色光芒 荒谷神体强悍的肉身 强行抵御着 这威压不让双膝下跪 夜宵强咬着牙 大汗淋漓地呵斥道 若是师尊要我跪下 那我夜宵 自然是莫敢不从 但不过养着一个好的出身 便要以示压人 着实令人不止 混账东西 还不住口 这家伙头 是真的铁 脑袋被驴踢了是吧 在场天玄宗长老恨不得 撕烂他的嘴 可就在这时 后方苏晨霄 却淡笑着开口道 你叫夜宵是吧 荒谷神体 一身傲谷 不屈于人 本公子欣赏你 袁丰孝等人心里一惊 赶忙回头看去 苏公子 苏晨霄没有理会他们 甚至都没有抬头看一眼 不紧不慢地摇晃着茶杯 语气格外平淡从容地开口道 既然不想跪 那就别跪了 清老 让他趴着 什么此言一出 在场天玄宗长老 皆是瞳孔一缩 身旁犹如雕塑般的清老 恭敬开口 是 公子 准地境的威压 紧紧释放出一丝 便犹如山崩海啸 摧枯拉朽的淹没一切 这令人惊骇的神威 哪怕是在场修为最高的 白鱼老祖都心惊胆战 下方弟子们更是匍匐在地 连抬头注视的勇气都没有 叶霄呼吸一致 极强的死意与窒息感涌现 哪怕他拥有荒谷神体 肉身无双 在这准地境的力量面前 也依旧弱小的 跟蚂蚁没有什么区别 哄 刹那间 地面坍塌 叶霄双腿 被粗暴蛮横的力量 顷刻之间粉碎成积粉 啊 一道凄厉至极的惨叫声响彻 叶霄整个人 犹如一滩烂泥 一般倒在地上 下体满是血污 面容痛苦至极 满头大汗 定 天命主角 叶霄三支禁费 天命值损失一万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之一万 一上来 就是十连抽 爽 苏晨霄没有想到 这第一个天命主角 竟这么好对付 都不用自己去找 主动出现在自己视野之中 倒是省了自己的一番功夫 苏晨霄脸上 依旧挂着那温润的笑容 看向下方 宛若死狗般 趴在地上的夜宵 喝了口茶水 淡淡地说道 一小小弟子 便能够如此藐视我苏家 看来 还是我帝族苏家威名不够啊 你说是吧 原宗主 原封孝与长老吴灵木 脸色骤然一变 刷的一下 跪在地上 浑身颤抖道 苏公子 我天玄宗 绝无这种想法呀 吴灵木面如死灰 同样是叩首求饶道 苏公子 夜宵乃是不久前 刚从下界飞升的土著 无知无畏 以他的眼界 根本不知地族苏家 究竟是何等庞然大物 还请苏公子念 在他年幼无知 饶过夜宵一条性命 苏臣骁故作 恍然地点点头道 下界 原来是这样啊 既然如此 那本公子 便让他清楚地认识一下好了 吴长老 你过来 吴灵木浑身一震 心中赫然涌出一股不好的预感 他看了看身旁 跪在地上的宗主 又看了看老祖白羽 颤颤巍巍地走了过去 苏臣骁面 带和煦的笑容 盯着他轻声道 夜宵的师尊 天气道宗 背后那位风亡尽大能 哄 此言一出 吴灵木 犹如雷击一般 僵硬在原地 不可思议地看向一旁 跪在地上的宗主袁风笑 这位公子 全都知道了 相比起他 袁风笑此刻 更是浑身抖冷 如坠冰窖 他本念在夜宵背后之人的面子上 打算放吴灵木一马 殊不知 在系统面板之前 任何人都毫无秘密可言 嗡 一道白色的光芒闪烁 白地剑赫然出现于手中 苏臣骁低着头 看不清楚息怒 只是轻轻地 抚摸着白地剑的剑身 低着头轻声喃喃道 想来本公子 还是对儿等太仁慈了 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吴灵木不断地在身前叩手 哀求到公子饶命 公子饶命啊 不过眼前 浑身颤抖不止 瞳孔狂颤的吴灵木 苏臣骁将白地剑握起 剑尖抵在了他脖梗之处 露出一道温和的笑容道 既然你弟子刚从下界而来 不懂这诸天之事 那本公子便大发慈悲 好好地给他交上一课 不知袁宗主 以为如何 PS 新书求追 独求催更 压压败谢 若有读点哪里不足的压压力马改 第二十二章 虚伪的天命主角 谢公子刺死 袁丰孝跪在地上冷汗直流 低着头大声道 但凭公子吩咐 他现在只觉眼前这位温润如玉的公子 忽然间变得可怕至极 令人看不透城府 所有事情似乎都根本瞒不过他 苏臣削嘴角扬起 微微一笑 转头看向下方 瘫软在地 眼神射人的叶霄道 叶霄 你说本公子已施压人 那么今天本公子便让你好好看看 到底何为已施压人 说话间 白地剑刺入无灵木箔中分好 在这封励志级的帝兵面前 哪怕是他封王靖的肉身 也显得轻薄如指 一丝鲜血流淌了下来 无灵木低着头 死死地瞪着脖梗间的地剑 他不敢退避一下 他知道 若是稍敢抗拒 不仅仅是自己 就连天玄宗不将面临灭顶之灾 所以 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这地剑刺入 却不敢动弹分好 下方上千名弟子 此刻更是无一人敢抬头 师尊 叶霄双目赤红 面色猙獰的看着远处的苏臣 削大吼道 有什么事冲我来 放开我师尊 他想要冲上去 但浑身骨头都碎了 只能够像跳丝狗一般趴在地上 想他夜宵 曾经乃下界天祈祷 统万年难处妖念 自初到起 便身怀黄骨神体 无往不利 碾压同灵之人 哪怕是飞生 来到这上界 加入天玄宗之中 也是那耀眼至极 是所有人无法忽视的好人 对于那些超级道统与势力 他不屑至极 从来都认为 凭借自己的天赋与傲骨 能够一路横推 成就大地 万众瞩目 可苏晨潇的出现 却无情地击碎了 自己这场美梦 他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对方 将那柄地间一点点 刺入师父的脖子 而天玄宗的长老 宗主 乃至老祖都跪在一旁瑟瑟发抖 不敢有丝毫地反抗 这就是诸天帝族骂 强如至尊敬老祖 都像调狗一样 毕恭毕敬 夜宵怒吼道 我夜宵一人 做事一人当 你若敢动我师尊 来日我夜宵 必然以血相报 此言一出 正在苏晨潇身旁 闭目养神的清牢 猛地睁开了双眼 罗姨 以为身上有圣人神念 便敢威胁我地族公子 哄 犹如面对一尊 屹立于尸山血海之中的魔神 仅仅是一个眼神 便让夜宵五脏六腑 齐齐尽碎 他口中吐出一大口 夹杂着碎块的精血 脸色显得痛苦至极 如此之重的伤势之下 哪怕是荒谷神体 也无法令其恢复 定 天命主角夜宵身受重伤 天命值损失五千 恭喜主人 获得天命值五千 圣人神念 苏晨潇挑了挑眉头 看来这个天命主角背景 却是不一般啊 不过也无所谓了 苏晨潇看着眼前 一动也不敢动的吴灵木 轻笑道 你拿好坨犯下过错 是自己来 还是本公子帮你 吴灵木浑身抖冷 自然听明白了 苏晨潇话里的意思 呼吸愈发的急促 清老冷冷道 还不谢过我家公子 吴灵木强行地挤出一丝笑容 声音沙哑道 公子贵为万金之躯 哪能被封王尽先血脏了手 老朽修炼千载 如今能够死在地剑之下 也算是不枉此生 只求公子放过太玄宗 老朽便再次谢苏公子赐死 远处夜宵见此一幕 双目气血 大喝道 不 不 师尊不要 吴灵木那苍老的眼神 忽然变得格外坚决 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一般 直直地朝着地剑撞去 扑吃 白地剑轻松至极地贯穿了他的喉咙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凝结了体内的气血 不敢让鲜血喷洒出风 豪剑射在这位贵公子的万金之躯上 苏臣萧弥卓眼露出一道满意的微笑 就在即将粉碎他神魂之际 将死魂兽从中拿出 死魂兽直接冲入吴灵木的石海内 化作一头恐怖猙獰的无脸怪物 大口大口地将其神魂啃食殆尽 连渣都没有剩下 碰 吴灵木的尸体就这么软啪啪地倒在地上 丁 天命主角夜消失尊身孕 天命值损失五百 恭喜主人获得反派值五百 当听到耳旁系统所想起的反派值之时 苏臣萧眉头微微一挑 有些诧异地难难道 五百 这收获的反派值简直是少得可怜 系统 这是怎么回事 苏臣萧问 丁 回主人对天命主角越为重要之人 所占据的天命值越多 夜消 隐藏性格 自卑 极度在意声望与他人目光 懂了 也就是说 夜消对于自己师尊其实并没有那么看重 之所以这般愤怒 与其说是因为自己杀了他师尊 倒不如说 是让他在同门面前接连受辱 损失了颜面 苏臣萧眉卓眼 嘴角擒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指尖轻轻敲打着桌面 颇为有些玩味地看向远处 满脸憎恶仇恨 朝着自己口出狂言的夜消 明白了吗 本公子想要杀他 他也只能跪在这磕头谢恩 夜消怒不可遏道 混蛋 堂堂地族便是如此作为的吗 我夜消若是能度过此次劫难 必要为师尊报仇 苏臣萧俯首轻笑道 明明心中毫无波澜 却因为自己是无灵木清传弟子 天玄宗大师兄 在这时候 还偏偏要装作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 外强中干 将茗玉看得比性命还重 这便是所谓的傲骨骂 有趣 可当真是太有趣了 问 一抹白光浮现 苏臣萧首中赫然出现了一枚 蕴藏着浓郁生机的青色丹药 屈指一弹 静止朝着夜消飞去 此物 正是娘亲 给予自己处物界中的青帝丹 这是何物 从未见过这种神丹的天玄宗长老们 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青帝丹那浓郁磅礴的生机 哪怕仅仅是感受到这一缕蓬勃的气息 便让在场不少长老 犹如枯木回春 一般满脸惊讶与震撼之色 好浓郁的生机 这绝对是疗伤盛丹 不 我感觉若是能够服用此物 少说也能够增加数百年寿元 苏公子 这是要做什么 就在众人满脸疑惑不解之际 这没珍贵无比的青帝丹 就这么生生没入夜消的口中 嗨嗨 夜消身躯一阵 随后瞪大着双眼 愁视无比地看向苏臣萧 低吼道 你 你给我吃了什么 第23章 既然不敢 那就给本公子跪下 还不等他反应 下一刻 浓郁至极的生机 从夜消体内狂涌而出 在这青帝丹的功效与作用之下 夜消那被粉碎的腿骨与血肉开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密密麻麻小肉芽 从他双腿之处长出胶织 甚至连他周围的地面 也迅速生长出翠绿的植物 苏公子 这是要做什么 如此珍贵的疗伤丹药 为何要给那家伙服用 一众天玄宗之人 满脸不解之色 夜消瞳孔颤动 感受着自己重伤的身躯 他不由的心里一惊死死地看向对面的苏晨霄 声音沙哑地质问道 你这是想要羞辱我夜消吗 苏晨霄坐在手座之上 居高临下地俯瞰着下方的夜消 文言摇了摇头 不紧不慢地说道 夜消 你刚刚不是说要为你师尊报仇吗 现在本公子就坐在这里 给你个机会报仇 只是 说到这 苏晨霄笑迎迎将手摊开 眼神中满是戏血与嘲弄 你有这个胆子动手吗 夜消浑身一震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对方紧紧凭借着一枚丹药 便将身负重伤的自己 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而当听到对方之言 更是没有想到 这位地族苏家公子 竟然敢如此自负 完全不将自己给放在眼里 你说什么 夜消咬着牙 谋浴喷火地说道 你莫不是真以为我夜消不敢吗 天玄宗有长老坐不住了 怒喝道 夜消 你可要想清楚了 眼前这位乃是地族族长之子 连你师尊无灵目都自裁了 你今日若是赶伤苏公子一根毫毛 那么不仅是你 就连对我们整个天玄宗 都是灭顶之灾 就连身旁的跪在地上 根本不敢抬头的小师妹 也是开口道 夜师兄 不要 此刻 众弟子中方 劫怒赤道 夜消 仅仅为了 你自己那可笑的自尊 便要得罪那位大人 无偿老代你不薄 你师父 都被你害死了 你个煞性 难道还想 害死我们这里所有人吗 我不想死 那位大人 你根本得罪不起 夜师兄 求求你清醒一点 夜消瞳孔不断闪烁 咬着牙关 口中一缕鲜血流下 自从觉醒慌骨神体以来 他便一身傲骨无双 从下界之中一路横推 高歌猛进 哪怕是在 苏晨霄身旁的那位实力 恐怖至极的护道者面前 他都不曾屈服 可今日再见 到长老们那愤怒仇视 同门师兄弟中 失望埋怨的目光后 却让他那肩不可摧的道心 第一次有了些许动摇 你们 你们 噗 一口精血喷出 夜消脸色苍白至极 向后退了几步 定 天命主角遭到宗门同门仇视 气焰受到打击 天命值损失一千 恭喜主人获得反派值一千 苏晨霄细血一笑 果然 相比起杀了他师尊 这好面对主角更为在意的 还是别人看待他的眼光 既然如此 那就好办了 苏晨霄起身 慵懒伸了个懒腰 随后一跃而起 一步来到夜消身前 周围弟子见状 皆是纷纷避让而来 直到近距离的接触 夜消方才能够感受到对方身上 那种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 俊朗如玉 优越的五官 一举一动 都带着一股 独属于上位者的气息 天塌不惊 从容不迫 这样耀眼的存在 令在场所有人黯然失色 哪怕是一向自负的他 心中也涌出一股 从未出现的情绪 极度 夜消死死盯着眼前 满脸温润笑意 气质飘逸若先的帝族公子 眼神不善地低声道 你 真敢来 为何不敢 苏晨骂怂耸肩 仿若像是与一位 许久不见的老朋友 对话一般 但笑道 本公子言出必行 现在本公子 就站在你面前 夜消 你可以动手了 苏晨骂一脸的平淡从容 这家伙 就好像料定了 自己不敢动手 夜消双拳紧握 浑身颤抖 喘着沉重的粗气道 你不要逼我 后方的一众天玄宗 长老们们早就 被吓得魂飞魄散 宗主元风笑呼吸一致 脸上毫无血色的大声道 夜消 冷静 冷静啊 这要是一旦动手 那他天 玄宗所有人 那可真就是万劫不复了 似是看出了夜消的犹豫 苏晨骂淡淡道 本公子的耐心 可是有限的 再不动手 就别怪本公子 不给你这个机会了 忽然 像是想到了什么 苏晨骂咧嘴一笑 走到夜消身前 毫不避讳地 拍了拍他的肩膀 在其耳旁轻声道 还是说 一身傲骨的你怕了 夜消强忍着心中的怒意 在听到这句话后 胸腔起伏极大 立刻抬起右手 酝酿起一股恐怖的力量 这般距离 若是自己动手 怕是连对方护道者 也根本来不及反应 哦 苏晨骂眼眸微眯 笑道 总算是憋不住了吗 此刻的夜消内心 却在进行着天人之战 他高举着拳头 场面的气氛仿若凝固了一般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没一人敢说道 夜师兄 冷静啊 我不想死 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 理智站上了情绪 夜消紧握着的双拳逐渐松开 右手也像是失去了力气 缓缓放了下来 他闭上眼 努力平复着现在的心情 一句话也没有再说 见此一幕 魂都差点被下飞的宗主袁峰笑 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整个人无力地 瘫软在座位上 啊 其他长老也是如释重负 就在刚刚 整个天玄宗都仿佛在鬼门关 走了一趟 苏晨骁眼中闪过一丝 轻蔑与不屑之色 笑容收敛 这一刻他犹如一位至高无上的上位者 高高在上 没有一丝感情地说道 既然不敢 那就给本公子跪下 夜消猛地睁开了双眼 四目相对 看到苏晨骁眼中那浓浓的不屑蔑视之后 滔天的怒火又一次席卷而来 你 夜消牙齿都快被咬碎 浑身气血逆流而上 他身躯在疯狂地颤抖 但是到如今 也只能够脸色屈辱无比地缓缓下跪 扑通 刚一跪下 夜消的脸色骤然变得苍白无比 鲜血一身气息韵乱 境界在此刻竟有隐隐要跌落的架势 道心动摇 定 天命主角夜消道心动摇 天命值损失五千 恭喜主人获得反派值五千 这样 行了吧 夜消几乎是从牙齿里挤出的这几个字 苏晨骁高高在上 冷笑一声 若是出手 心虚本公子还能高看你一眼 既不畏强权 何必下跪 到底是真不怕 还是假不怕 猫种 第24章 隐藏背景 天命与主名夙冤 对方那弥族恐怖的背景 终究是让他屈服了 夜消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但苏晨骁这番犀利之言 无异于是一把利刃 无情撕碎了 隐藏在夜消心底深处的自卑 让他道心出现了一道裂痕 咔 定 天命主角夜消陷入自我怀疑 道心出现裂痕 天命值损失五千 恭喜主人获得反派值五千 这时 远处的清老似乎察觉了什么 神念传音道 公子 此界有外人来了 两人 一位登天静 一位圣人静 此子身上的圣人神念 便是对方所留 哦 来的速度倒是挺快的 苏晨骁眉头一挑 看向跪在地上的夜消 有些玩味地开口道 夜消 有件事恐怕你还不知道吧 自认为 全是凭借努力 成就今天的你 其实所依靠的 也不过是你口中 不屑一顾的背景而已 夜消文言一愣 抬起头满是不解地看向苏晨骁 你什么意思 突然 云界之中一股恐怖的圣人 威压涌动而来 圣经的气息 有圣人降临我云界之中 宗主 这是怎么一回事 当察觉到这股气息之时 天玄宗宗主原封孝 瞳孔一凝 像是想到了什么 悠悠道 是那位前辈来了 夜消背后之人 什么 夜消背后 站着一位圣人 在厂长老门闻言 皆是一脸不可置信 原封孝点点头 眸光有些凝重道 昔日 夜消刚刚加入我天玄宗不久之时 便有一位圣经大能前来 那位前辈 知晓夜消性格冲动 赠我丹药破镜 并让我多多关照 我之所以这般 袒护照顾此子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夜消背后所站着的圣人 怕是来自诸天 某个强大的道童 只不过 这下可麻烦了 眼下在天玄宗内的 却是诸天巨拨 无上帝族苏家公子 远处天空一道金色神芒 迅速袭来 我看谁敢动我家哥哥 一位气息惊人 修为高达圣经的老玉 带着一位妙龄少女 赫然出现此地 少女五官精致俏丽 俯若宁之 名眸好齿 身材轻银纤细 犹如含苞带放的花朵 一袭浅蓝的衣裙 随风而动 少女年龄不大 但那动人美丽的容貌 却出现端倪 假以时日 必然又是位 能够惊艳世间的女子 刚一到此地 民宿院美眸闪烁 迅速寻找 起了叶霄的身影 千婆婆 叶哥哥 就在这里吗 苏晨霄抬头看去 眼眸微眯 姓名 明速冤 称号 逆天武帝 天命女主 身份 隐士古族族长之女 半妖 年龄 十七 静见 登天境六重 体质 九尾妖体 上古大胸 通幽九尾血脉 姓名 千武 身份 隐士古族名家护道者 静见 盛境七重 苏晨霄看着上方二人的面板 饶有兴趣地说道 有意思 叶霄天命女主吗 当看见上方那妙龄少女后 叶霄显得有些难以置信 喃喃道 渊 渊儿 与此同时 明速渊也在人群中找到了叶霄 当见到脸色苍白 跪在地上的叶霄之时 脸色一瞬间冰冷了下来 从空中直逼而来 放开叶哥哥 别过来 渊儿 叶霄脸色煞变 位于楼阁内的青老身形一动 瞬息间出现于苏晨霄身旁 区区隐士古族 也敢冒犯公子 滚 刹那间 恐怖绝伦的准地之威冲击而出 明速渊犹如遭受到了一道重击 明速渊整个人不受控制地被轰飞了出去 小姐 千婆婆出现于她身后 立刻释放出圣镜之力进行抵挡 但在这准地镜的力量面前 同样十分不好受 在背后托付着明速渊节节败退 千婆婆大惊失色 准地 你是地族苏家隐卫统领 树清河 千婆婆瞳孔狂颤 在这小小天玄宗见到青老这般大人物之后 一时间心神接震 苏家隐卫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 青老语气冰冷 不含一丝感情地说道 巫族公子办事 也需要向你解释 滚来拜见公子 他大手一抓 骤然间释放出一道 惊天神通朝着千婆婆抓去 在准地镜面前 哪怕是圣镜都渺小得犹如蝼蚁 地族公子 难道说 千婆婆立刻看向场内 那风华绝代的少年 脸色苍白 赶忙解释道 老身影是古族名家之人 身旁这位乃名家族长之女 无意冒犯 还请苏公子见谅 好了 这时 苏晨霄抬手打断 笑盈盈地看向二人说道 原来是古族名家之人 一场误会 清老 停手吧 在苏晨霄开口后 那股恐怖至极的准地气息 骤然消散 千婆婆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这小小介遇 竟会遇到帝族之人 而对方身旁 更是有着帝族苏家准地境 大能护道 这般年纪 又能够拥有这样的待遇之人 对方的身份 明显就呼之欲出 苏家族长 与陈家帝女之子 苏晨霄 老身千武 见过陈霄公子 苏晨霄微微一愣 随后失笑道 你认识我 千婆婆 恭敬无比地拱手道 公子大名 无等隐士古族 自然有所耳闻 苏晨霄白白手 淡淡地看了一旁 跪在地上的夜宵一眼 开口道 行了 而等此次前来 可是因为这个家伙 慈子身上 地上圣人神念 想来也是你所留下的吧 千婆婆心里 涌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看了眼跪在地上一众天 玄宗弟子以及夜宵 人老成精的他 一瞬间明白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惹是惊 他赶忙撇清关系道 回公子 巫族小姐 曾经在下界之时 受过此人恩惠 但慈子性格莽撞 无论是走到哪 都要惹事 我家小姐 已经不止一次 替其处理后世隐患 想不到 他竟然得罪了苏公子宁 我这边带小姐离开 苏晨潇摆摆手 笑盈盈地说道 不急 来都来了 不妨留下来 看上一场好戏 夜宵 看到了吗 你已有危险 便会有人出现相助 若非是他们 暗中帮助你 你认为 以你的性子 能够活到第几级 即便这些 只不过是天命主角的标配 夜宵紧握着双拳跪在地上 内心屈辱至极 以他的骄傲 根本就不想让民宿鸾 看见自己现在的丑态 他低着头 冷声道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我夜宵能够有今天 从来都是因为自己的努力 根本不需要他的帮助 定 天命主角 夜宵对天命女主 民宿冤心声隔阂 天命值损失一千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值一千 触发天命 反派称号效果 额外获得奖励至尊法 气满荒顶 第25章 剥夺荒谷神体本源 一跃久近 触发奖励了 至尊法宝 莽荒顶 力破千军 肩不可摧 可凭一顶震天 催动对使用者肉身之力 要求极高 苏晨霄眼神一亮 另一旁 民宿冤郊区一阵 显得有些不敢相信 这是夜宵亲口说出的话 他脸色苍白地说道 夜哥哥 你这是怎么了 不认识 为何这么说 夜宵的这番话 无异于是激怒了一旁的千婆婆 夜宵 你个狼心狗肺的畜生 你莫不是以为 今天所得到的一切 都是来自于你的荒谷神体吗 你身怀神体不错 但在这诸天之中 拥有体质 天骄数不胜数 你可知他们 大多下场如何 千婆婆 那苍老的双眼愤怒无比 唯有她才知道小姐 为这家伙付出了多少 被抽其精血 炼为丹药 更有强大家族 拥有剥夺嫁接体质之法 若非是小姐 在暗中助你 早在下界 天骑道统之时 你便被其宗之人 给抽去一身圣血 沦落天骑道宗的血奴了 哪怕是如今身在上界 小姐也是时刻担忧你的处境 特地让老生嘱咐 这天玄宗宗主照顾于你 不然以你这惹祸性格 再死上一百次都不够 而今你却说 一切都是自己的努力所得 一句话便想要否定小姐 一直以来对你的付出 当真是狼心狗肺的白眼狼 什么 叶肖文言瞳孔放大 他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抬起头一脸不可思议地 看向明宿渊 我当为何一进天玄宗 便有长老说我为清传弟子 难道说这都是你做的 明宿渊在旁眼眶有些通红 一脸失望之色 咬着唇没有说话 这般残酷的真相 让一向高傲的叶肖无法接受 难道说 自己曾经所经历过的一切 都是在被人的操控之中吗 叶肖自嘲一笑 像是发了风 一般自顾自的不断否定道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一切都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 我叶肖从未央求过你帮助我 你为什么要干涉我的人生 这么做 回答我 定 天命主角叶肖 与天命女 主名宿渊关系绝裂 天命值损失两万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值两万 二十连抽 苏晨肖眼神一亮 想不到 这影视古族名家 竟然在叶肖的天命值当中 占据了这么大一部分 而且这家伙 似乎很不满意 天命女主 暗中帮她得了便宜 还卖乖 苏晨肖笑了 蹲下身 脸色嘲弄地看着她 叶肖 现在知道了 若非是影视古族名家 你叶肖 什么都不是 这世间 从来不缺天才 但没有背景的天才 也仅仅是天才而已 你又凭什么认为 一个区区的荒谷神体 就抵得上我等世家 鼓足千万年来 无数先被妖孽的努力 你所谓的傲谷 在本公子眼中 廉价的 还不如路边的一块石头 混蛋 你给我闭嘴 叶肖双目血红无比 满脸仇视 死死地看着眼前之人 可她却惊恐地发觉 自己竟丝毫不能反驳她 自己引以为傲的天赋 在对方眼中 竟然如此地不堪 谦婆婆也冷眼看着这一幕 寒声道 叶肖 曾经仰仗着小姐庇护的 你惹事 也就算了 但苏公子 乃是地族苏家之人 是我隐氏古族 都不敢触逆的至高存在 今日你有此一劫 只能说是你命中注定 谁来也就不了你 她现在 只庆幸自己反应够快 及时带着小姐 与此子撇亲关系 否则 若是一时莽撞 得罪了这位地族公子 怕是连隐氏古族名家 但地族苏家 只有一个 叶肖瞳孔俱颤 他跪在地上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不可能 苏臣肖笑意盈盈 将手轻轻地 放在了叶肖的肩膀之上 笑着说道 叶肖 你曾说 难道是地族之人 就能够为所欲为吗 那本公子 今日便告诉 我地族苏家 还当真可以为所欲为 你那引以为傲的 荒谷神体 现在 他是我的了 雨落 一束妖意无比的紫色光芒 绽放于手中 混沌经 十大通古神通之一 万元归一 作为最为适配 先天混沌神体 不知由何人 所创的无上经法 其中有着一项神通 能够将任何 特殊体质 本源给剥夺 容纳为己用 一股恐怖至极的力量乍现 犹如金吞 一般强行将 叶肖的荒谷神体本源 给抽离而出 叶肖一身 蕴藏着荒谷之力的 精血被生生的逆转 犹如漩涡 一般在胸膛中央 凝聚成一枚 绽放着苍皇色神盲的光团 哎呀 强行剥夺体质本源 这般弑心之痛 仿若千刀万寡 叶肖的眼珠子 都像是要瞪出来一般 额头轻轻抱起 想要试图反抗 哄 就在这时 一旁的清老主动出手 一身恐怖的修为 强行压制的叶肖 动弹不得 千婆婆脸色 震撼至极 不仅仅是她 天玄宗所有人 都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 这是 剥夺体质之法 如此神通 也唯有上古迹原方 才有所听闻 想不到帝族苏家之中 竟然拥有此迹神通 叶哥哥 明肃鸾翘立花容失色 见状想要上前阻止 可却被千婆婆一只手 无情拦下小姐 我等已经庇护她许久 如今叶肖得罪帝族公子 自食恶果 若是你再敢出手 就休怪老生不讲情面了 明肃渊转头 看向身旁的千婆婆 只见一向宠溺 顺从自己的千婆婆 眼神冰冷的 有些可怕陌生 千婆婆苍老的眸光悠悠 紧盯着明肃鸾传音道 小姐贵为千金之躯 我等为这下界之人 做得已够多 但小姐 您不可能不清楚 帝族苏家的强大 我明家招惹不起 切莫因此 而害死了无辜的族人 族人 明肃鸾郊躯一阵 像是想通了什么 紧咬着背齿 美眸痛苦挣扎 叶哥哥 对不起 我不能害死父亲母亲 还有明家其他族人 在帝族苏家这座大山面前 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袖手旁观 定 天命主角叶霄 失去荒谷神体 天命只损失三万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之三万 叶霄痛苦的哀嚎声 持续了许久 一道璀璨无比的体质 本源光团被缓缓抽出 他的一身修为 也在飞速之下 悟到近九重 八重 七重 反观身前苏晨霄 在先天混沌神体 融合这枚强大的体质本源之后 刹那间 恐怖无比荒谷之力 从体内迸发而出 哄 仿佛太古大胸一般的肉身 苏晨霄浑身薄体 晶莹如玉 苍凉古老的满荒之力 缓缓弥漫而出 登天静一众的修为 也在此刻一跃而起 登天静二重 三重 一直到登天静九重 方才堪堪止步 一跃久静 第26章 未来五地陨落 解锁浮原 查看功能 感受着神体的变化 苏晨霄缓缓睁开了 苏晨霄一丝愉悦之色 轻声难难道 气血如龙 肉身可汗风亡 荒谷神铁 可真是不错呀 本公子笑纳了 在所有人震撼无比 惊恐仰慕的目光之下 苏晨霄松开了 宛若死狗一般无力贪软 在地的夜霄 夜霄虚弱地 在地上不断滴吼 我的神铁 还给我 这是我的荒谷神铁 他此刻 连想要起身的力气都没有 失去了体质本源 如今的他 几乎沦为了一个废人 甚至还没有门内弟子强大 苏晨霄并没有理会 地上的夜霄 而是嘴角微微扬起 如此美妙的感觉 倒是令他一时间 心情大好 想不到 这混沌经之中的通古神通 能够剥夺体质 本源也就算了 竟还能够令自己 一举突破九个小径 当真是恐怖绝伦 这般逆天神通 不知究竟是 何方大能所创 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 已是如今肉身强度 苏晨霄淡淡地开口道 袁宗主 过来 袁峰孝心里咯噔一声 颤颤巍巍地从远处而来 敬畏至极地说道 恭喜苏公子 收获荒谷神体 实力大增 苏晨霄瞥了一脸 心惊胆战的他一眼 但笑着开口 当念在本公子 现在心情不错的份上 袁宗主 以你那神渊镜肉身接 本公子一击 我便饶你天玄宗 所有人一条性命 袁峰孝文言一愣 随后眼神骤然明亮 大喜过望 他虽才刚突破神渊镜不久 但好歹也是这儿八经的 神渊镜大能 高出登天两大境界 仅仅只要承受对方一击 便能够让这位公子 放整个天玄宗一条生路 这样的好事去哪里找 袁峰孝激动无比 赶忙收敛一身修为 仅以肉身之力站在原地 恭敬地大声道 袁某愿意 苏公子心胸宽广 红服齐天 袁某代表天玄宗 所有人谢公子开恩 苏臣萧笑了笑 眯着眼道 无妨 说吧 低垂着眼眸 看向自己的右手 一股苍凉古老的满荒之气 与神魔之气 弥漫而出 以拳为剑 太阿剑绝 那灵力的剑意 阴云环绕 一拳轰出 这夹杂着两股恐怖气息的一拳 连云界空间都破碎 甚至还未接近 便让袁峰孝 一身气血翻涌不止 肉身仿佛有一种被撕裂的架势 他瞳孔猛地一缩 窒息赶息来 这股力量 你跟我说是登天井 隆隆的死意 涌动而出 袁峰孝 紧咬着牙齿 根本不敢催动一身修为 只能够以肉 身之力硬抗 这一拳 结结实实地轰击 与袁峰孝身躯之上 咔 一瞬间 他神渊竟肉身弥漫起无数裂纹 整个人 犹如炮弹一般 直接被轰飞了出去 轰隆隆 无数建筑物粉碎 远处沉雾四起 如此惊人的一击 全然不似登天井之人 所能够爆发出的力量 哪怕是一旁的千婆婆 也是心惊肉跳 脸色震撼地 看着这位地族公子 这怎么可能 对方好歹 也是神渊竟修为 哪怕是荒谷神体 也不应该强到这般地步 逆天地步吧 他所不知道的是 苏臣萧本 就身怀神魔体 如今 得到排名前十的荒谷神体 更是如虎天意 对面那一片废墟之中 袁峰孝口吐鲜血 一身肉体 被打得支离破碎 体内气息运乱 一股灵力至极 四哥猎一切的剑意乱窜 仿佛五脏六腑 都被打碎了一般 颤颤巍巍地坐在地上 许久都站不起来 袁峰孝 脸色苍白 毫无血色地沙哑道 袁某 谢公子赐教 苏臣萧 却是有些失望地 看向了自己的拳头 难难道 明明感觉能够 直接将肉身给打爆的 还是差了点意思吗 拥有荒谷神体之后 苏臣萧有感 若是再面对一次 那三变九弦之节 哪怕是传说中的 黑玉神雷自己 也可以肉身硬炕 无需混沌之气笼罩 可自己虽身怀无上神体 但却没有一门 强大的断体功法 想来稍加修炼 在力量方面 还能够强化几倍 苏臣萧失笑着摇了摇头 没有在意 毕竟修炼一事 还得循序渐进 自己刚得神体 急不得翻手间 一枚青帝单出现 蹦射而出 行了 袁宗主 本公子说话从不反悔 你天玄宗一事 既往不救 拿着吧 袁峰笑如蒙天恩 感激涕铃的跪地叩手道 谢公子恩赐 此时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 忽然响起 这是我的神体 是我叶霄的力量 趴在地上的叶霄 见此一幕 心中更为痛恨 自己的荒谷神体 在对方身上 竟强了数十倍之多 叶霄目自欲裂 争名至极 他猛地看向一旁的民宿轮 犹如厉鬼 一般咆哮道 轮儿 轮儿 帮我杀了他 杀了他 我曾经救过你的性命 你帮我杀了他 民宿轮文言俏脸 更为苍白 眼中满是陌生 这真是叶格格吗 谦婆婆 脸色骤变 怒喝一声 住口 我家小姐 早就什么都不欠你的了 他一掌上前拍 向叶霄投颅 恐怖的胜利 直接将叶霄生机粉碎 碰 仅仅这么一击 便顿时让叶霄生机全无 他怕让叶霄再说下去 到时候惹火烧身 自己名家也难保 叶哥哥 民宿员两眼一黑 他没有想到 谦婆婆竟然主动出手 竟直接晕死了过去 定 天命主角 夜霄身孕 天命之清空 恭喜狩链 逆天武帝 天命主角夜霄 恭喜主人 获得天命主角所有物品 天玄诀 满血炼体术 太山印 锁天网 解锁剧本功能 能粗略查看天命主角剧本 当天命主角 天命之不足30%陨落 解锁剩余机缘查看 以防主人错过重大浮原 当前狩猎天命主角 一 当前反派值 十万零五千 苏晨骁有些诧异地看了谦婆婆眼 这老婆子倒是果断 直接将这天命主角给击杀了 不过也无妨 倒是系统这新增功能 人生剧本挺有有意思的 在苏晨骁视野中 狩猎天命主角数量的面板上 赫然有着夜霄的灰色头像 逆天武帝 天命主角夜霄 以允落 胜于机缘 四 赤允葬帝 无上帝经 苍古神炼绝 北域妖界 碧水青龙兽 天才地宝 天玄古地 圣境传承 圣品丹药 第27章 大道果 藏地机缘苍古炼神绝 苏晨骁仔细查看着夜霄圣于机缘介绍 其他一些诸如圣人传承之类的自己都不感兴趣 倒是这苍古神炼绝 却是一门至高无上 最为适合自己神魔体 以及荒谷神体的无上功法 想来 这便是夜霄第二大机缘了 苍古神炼绝 赤允葬帝嘛 苏晨骁轻声喃喃 倒是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而另一旁 直到亲手将夜霄击毙 防止他再多说什么牵连到自己明家后 谦婆婆 方才松了口气 转身朝着苏晨骁道 苏公子 此子出言不逊 屡次三番想要挑衅公子 以及我们明家 老生实在是忍不住擅自出手 将此子击毙 还请公子见谅 苏晨骁收回思绪 看了眼后方晕倒的明宿渊 对方的面板之上 赫然已经失去天命女主这个称号 淡淡地说道 行了 既然夜霄已死 本公子也懒得追究你们之间的关系 谦婆婆脸色一喜 恭敬道 苏公子宽宏大量 不愧为帝族苏家添娇 老生代家主 现在此谢过公子 若是来日有机会 我明家定为苏家为首是瞻 愿小全马之劳 哦 当真 苏晨骁闻笑盈盈地看着谦婆婆 开口道 那不用来日了 不如就现在 千婆婆一愣 啊 苏晨骁 我问你 你可知赤允葬地 赤允葬地 千婆婆眉头一皱 思索了一会后 点头说道 公子口中 赤允葬的乃是一处古之秘境 每三十年对外开放一次 唯有得到资格地结出小辈 方才能够进去争夺造化 苏公子您这事 苏晨骁但笑着说道 本公子打算进这赤允葬的一趟 这位大人竟然要进入赤允葬地 赤允葬的虽说是一处古之秘境 机缘无数 但这位可是地族苏家公子 什么天才地宝 功法机缘对方都不缺 按道理来说 这赤允葬地的东西 应该根本入不得对方的法眼才是 千婆婆有些费解 但她也没有多想 老实解释道 回公子 这一届的赤允葬地 还有小半个月开始 若是您真打算前往 可以前往影视古族玄家 毕竟这座秘境存在于他们领地内 由他们掌管 影视古族玄家 苏晨潇微微汗手 开口道 明白了 那就去通知玄家一声 半月之后 本公子要进入赤允葬地 千婆婆心里一惊 连忙点头道 老身明白了 一定将公子所言如实转达 苏晨潇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有些慵懒地打了个哈欠说道 行了 那就这样吧 本公子有些累了 你们走吧 千婆婆眼眸一亮 苏公子 有空可来明家做客 既然如此 那老身就带着小姐先行告退了 嗯 将昏迷过去的民宿冤带上 千婆婆化作一道流光 离开了此间 待他们走后 扶下清帝当恢复的天玄宗宗主 袁峰孝前来 他冷冷看了眼地上夜宵的尸体 沉声道 此子冒犯公子 罪该万死 苏公子 您若是打算前往赤允葬地 我等愿意效劳 接下来几日不妨留在我天玄宗 也好让我天玄宗 好好招待您一番 将功赎罪 苏晨潇沉应了片刻开口道 也好 袁峰孝所准备的一座灰宏宫殿之中 苏晨潇看着夜宵的人生剧本 以及剩余机缘陷入思索 按照系统所说 天命主角也分三六九等 强制成就大地 最弱也能够成为一方介于大能夜宵 拥有绝世神体 他的人生剧本的未来便是一方显赫 能够成为五帝的存在 而就这样拥有荒谷神体主角剧本的夜宵 竟然会在赤允葬地中 差点生死 这倒是有点意思 玄奥天 这名字 怎么既是敢这么强烈呢 苏晨潇淡淡地开口道 清老 清老在旁宫禁道 公子 老奴在 苏晨潇 去给我查一查影视古族玄家的情况 着重调查名为玄奥天之人 清老点点头 沉生道 老奴明白 说吧 他便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带清老走后 苏晨潇将死魂兽放出 令其自行吞吃起了云界空间 自从吞吃了封王敬强者 无灵目的神魂之后 死魂兽的身体就变大了一圈 如今已经有一个球 那般大小 而且就连虚幻的身体 也变得有些凝实 死魂兽 就这么趴在苏晨潇的腿上大口 啃食着周围空间 看着腿上的死魂兽 苏晨潇将手轻轻地抚摸了上去 并没有实体那种触感 仿佛手放入了一阵 冰冰凉凉凉雾气当中 死魂兽 幼年期 小家伙 系统说你成长之后 能够反补于我 妙用无穷 看来 还得找个地方好好 让你大吃特吃上一番 就是不知道 究竟是哪个盗鱼 能够这么幸运地成为 死魂兽的养料呢 苏晨潇嘴角微微扬起 忽然想起这一次 收获了十万多的反派值 打开了系统商城 准备大肆消费一番 恰好今日 系统商城又刷新出了 新的一批商品 当看见其中一物 苏晨潇微微一愣 有些诧异 竟然连这种东西都有 大盗国 能够进入天人之境 随机感悟一条道则 需要反派值 哪怕是在诸天之中 也极为稀少 也唯有在机缘巧合的 特殊情况之下 方才能够诞生奇异 而自己 已然是登天境九重修为 再往上 便是不死境 不死境 乃是诸天修士的一个分水岭 其中所要花费的时间 各不相同 极看悟性 须将所掌控的大盗 名列为本源道果 所掌控大盗越多 施展神通之术 便越为强大 寻常之人 只能通过各种机缘感悟 从而寻觅 捕捉那一丝大盗之力 而天生神体之人 哪怕是最为弱小的特殊体质 都无需通过感悟掌控 自带一条大盗 也就是说 只要资源足够 拥有特殊体质之人 最低的上限 也是不死境 苏晨肖眼眸闪烁 自己身具混沌体 自然是大盗越多越好 看着系统商城界面 所刷新出的大盗果只 需要一万反派值一个 苏晨肖一口气 买了其中全部 大盗果那一商品 直接变灰 定 购买大盗果 新号五成功 消费反派值五万 剩余反派值 五五零零零 第28章 突破不死境 八条大盗翁 将大盗果从系统 储存空间之中掉出 身前赫然出现了 一枚枚形态各异 道运缭绕 神意无比的果实 有的长满鳞片 鲜艳赤红 连周围的空间 似乎都被灼烧 有的则是弥漫着 诡异无比的气息 果实之上长满了一张张 毫无面孔的人脸 苏晨潇看着眼前 这几枚大盗果 感受着其中 独属于大盗的气息 三枚下位大盗 一枚中位 还有一枚上位大盗 果存在 苏晨潇不由眼神一亮 直接拿起一枚大盗果 修炼了起来 系统 十倍速加速炼化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袁峰啸一直未曾见到 苏晨潇离开过大殿之中 其中有一次 他想要拜访 可却被清老拦下 当感受到五六股 从未出现的大盗气息之后 袁峰啸不由浑身一震 脸色显得格外精彩 哪来这么多大盗之力 苏公子 这是准备突破不死境了 十日后 八条颜色各异的光芒 从古殿内冲天而起 汹涌澎湃的道泽之力 弥漫天地 整个天玄宗 无不震动 各方长老齐齐 出现于大殿之前 隆隆 随着殿门被缓缓打开 所有人都忍不住 望向那气质出尘 飘逸若现的白衣少年 少年面容俊美英贵 一身神华内敛 薄体晶莹无缺 八条道则环绕余身 其中三条最为粗壮 充斥弥漫着古老苍凉的气息 令人惊叹 当感受到其那修为之后 众人无意不是瞳孔一缩 不死境 袁峰笑心神狂震 率先反应过来 赶忙上前攻合道 恭喜苏公子今日 一举突破不死境 八条绝世大道 哪怕是放在地族之中 也鲜少有人拥有 这才多久 遥想数十天前 这位公子刚来不过 登天静一重修为 哪怕是得到荒谷神体实力大增 这修炼速度 也当真是恐怖至极 在场的其余长老们 也皆是纷纷反应过来 赶忙大声庆贺道 恭喜苏公子突破不死境 今日之后 公子定当横压诸天一众天骄 在太古战场中 风亡利明 苏臣骁脸色平静 淡淡道 不过突破不死境而已 不必如此大惊小怪 都散了吧 这群天玄宗之人 为了吹捧自己 反应属实 长老们面面相去 想他们在场中人 哪怕是拥有大道 最多的宗主元风孝 也不过掌握三条大道 这还是在不死境 待上了数百年时间 一个接着一个 慢慢领悟的 而今这位公子 刚踏入不死境 便领悟八条大道 这般场面 简直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对方竟好像不是 很开心的样子 这 这般恐怖的要求 到底还是地族公子啊 众人略有些尴尬的 陆续离开了此地 清老此刻也是 上前说道 老奴恭喜公子 八条大道足以封王 族长大人 为您准备了一枚大道果 再加上帝族苏家 退龙池洗礼 若是您现在就回族中 便能一举掌握 十条大道之力 放眼各族之中 也绝对称得上佼佼者 佼佼者 苏臣萧傲然一笑 本公子的追求 可不止是这个 想兄长苏锦衡 曾在不死境停留 十年方得第十二大道突破 而自己身怀 先天混沌神体 大道自然是越多越好 苏臣萧平淡地说道 回族仪式不及 青老 之前让你调查的事情 调查清楚了吗 青老点点头 声音沙哑道 回公子 关于尹氏古族玄家的事情 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说来听听 尹氏古族玄家族的 在坎明道域内 其族共有3489人 拥有玄家血脉的 在外遗子 也共有97人 苏臣萧正了正 一脸黑线 说重点 我让你着重关注玄奥天 这么详细 你隔着茶户口呢 不过 这也侧面说明 苏家隐蔚的可怕 堂堂隐士古族 短短十日内 竟从上到下 能够调查得如此清楚 青老顿了顿 立刻画风一转 说道 公子 玄奥天此子 乃是玄家当氏族长嫡子 天资不俗 拥有排名24的天穷健体 15年前 欺负玄幼 与堂兄争夺族长之位 担忧此子安危 将其送到 其他道遇几年后接回 只是不知怎的 玄奥天回族不久 便与他父亲关系破裂 主动断绝关系后 离开玄家 断绝关系 苏晨肖听闻后 沉映片刻 这名字 加上影视古族的背景 与生平经历 怕也是个天命主角方 才能够让同为天命主角的 叶肖屡次吃扁 他现在人在哪 青老 回公子 玄奥天现在 就在砍明道义内 似乎因为赤允葬的 即将开启一事 在决斗场之中 战斗想要 获取进入资格 苏晨肖眸光闪烁 算算时间 还有一星期不到的时间 便是赤允葬地开启的时日 自己此番 要去得到仓谷神炼经 若是能够在此之前 顺便在收割异的天命主角 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念及此处 苏晨肖咧嘴一笑 笑盈盈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便去砍明道义一趟 去见一见 这玄奥天究竟是何人物 诸天虚空 得知自己 准备离开前往砍明道义 天玄宗宗主袁丰峰孝 主动准备了一艘至尊纪灵舟 前来护送 苏晨肖倒是没有拒绝 只是令他所没有想到的事 这家伙竟将整个道域内赫赫有名 容貌与修为气质 皆不凡 尚是完毕之身的女修士 给找了过来 妄图以这样的方式 攀附上帝族苏家的勾知 混账东西 本公子一心只想搞事业 其是沉迷声色全马之人 苏晨肖躺在一位身材惹祸 少女的风乱之中 有些不悦地想到 公子 试过 在一旁 几位容貌不俗的妙龄女子 正在为其包着灵果葡萄美眸之中 满是迷恋地看着眼前 这位背景恐怖 容貌俊美的贵公子 张嘴 只可惜这位公子虽然慵懒奢靡 但却一直未曾对 他们之中任何一人 有过愉悦的行为 这不由让几位 在天玄宗追求者无数 容颜角色的少女心底 有些遗憾 而另一边 今天是个好日子 袁峰笑面色红润 心情极好 虽然之前苏公子一拳差点将他肉身打爆 但事后所赐下的轻地丹 不仅将他肉身恢复如初 甚至连停留在许久的神员 尽意重修为都有所突破 如今能够有机会巴结到眼前这位帝族公子 他自然是激动不已 心情愉悦 随着灵州穿过一层层阵法屏障 袁峰笑方才来到苏晨销身前 毕恭毕敬地开口道 苏公子 我们到凯明道语了 PS 追更实在太差 新书期间 求小蝶们暂时不养书 点点催更追读好评 压压磕头败谢了 砰砰砰 第29章 尹氏古族玄家 天命主角 玄奥天之地 坎明道语 尹氏古族玄家内 一位气质沉稳不凡 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 坐于主位 男人乃是上一代从组长之位 厮杀中脱颖而出的玄家组长 玄佑 玄佑闭着眼 看不清喜怒 奥天去哪了 下方殿内 面容清秀的少年 玄宁拱手说道 回父亲 兄长他去天骑脚斗场了 决斗场 玄佑轻声难难 他那深邃无比的眼眸中 闪过一丝不悦 沉喝道 这混账东西 想我古族玄家之人 我玄佑的儿子 身份尊贵 又岂能进那低下的决斗场中 与蛮夷厮杀 见父亲震怒 下方玄宁心里咯噔一声 缓缓说道 父亲 天骑决斗场 有一个进入赤允藏地的资格 想来兄长是因为这个 这才 玄佑闻言更为愤怒 哼 赤允藏的乃我玄家看管 那逆子若是肯来认错 为父又怎会不让他进去 玄宁闻言一时沉默 在他眼底深处浮现出浓浓的嫉妒 同样为父亲的儿子 凭什么父亲 总是更为偏爱哥哥玄要天一些 玄宁犹豫的片刻 随后抬起头 看向父亲 眼中满是稀奇地说道 父亲 我不明白 兄长根本就不懂您的苦心 他明明已经断绝 与我们古族玄家的关系 不是我玄家之人 您为何还要如此在意兄长的动向 难道说 我古族玄家 没有他玄傲天一人 就不能继续下去了吗 父亲 我也是不死境 我的修为比兄长还高 我也能够代表玄家 进入赤允藏地 此言一出 顿时 一道清脆的巴掌声响起 啪 逆子 傲天他再怎么说 也是你的兄长 难道说你也要误逆我 这个做父亲的吗 你给我跪下 玄佑不知何时 出现于玄宁身前 神色愤怒 犹如发怒的了 雄狮可当 看到跪在地上 双眼赤红 一言不发的玄宁之时 四象是想到了什么 玄佑的脸色 又逐渐柔和了下来 他蹲下身 轻轻抚摸着玄宁 那被打得红肿的脸庞 语气温和地说道 宁儿 其实 为父也没有别的意思 你也是我玄佑的儿子 只是你娘死得早 你哥哥傲天 自并被为父送到外界 缺少了我们的关系 这才导致他性格偏激 我这个做父亲 理应给他一些宽容 玄宁浑身颤抖 跪在地上 强忍着眼中的泪水 看着眼前熟悉 却有陌生的父亲 第一次选择反驳道 可是父亲 那我呢 我在族中 当了三年的人质 氏族书用来威胁您的筹码 族书曾经亲口告诉过我 您曾经几次想要 放弃我这个儿子 哥哥他在外 至少平安无事 他回来之后 您更是给予了 无数资源补偿 可他却做了什么 恃宠而骄 怪您害死了母亲 对您有着千万的埋怨 父亲 您的眼里 从始至终都 只有兄长他一人 无论他做了什么 离经叛道的事情 都能够原谅 玄宁那满脸泪痕 大声斥责道 可您有没有想过 我也是您的孩子 我也是娘亲身上 掉下来的一块肉 您只是将娘亲死后的愧疚 全部都弥补在了 兄长身上而已 这番诛心之言 无异于是一柄锋利至极的利剑 深深刺痛了玄宁的内心 你给我住口 玄宁的那温柔的脸色 一瞬间变得暴怒无比 他下意识地抬起手掌 想要打去 玄宁不必也不让 像是准备好了 迎接暴风雨来临的审判 玄宁的手停在了空中 久久未落 他深吸一口气 闭上了眼睛 声音低沉压抑地开口道 出去 父亲 我以父亲的身份让你出去 听见了没有 玄宁身躯一阵 随后像是恍然间明白了什么 自嘲凄惨的一笑 随后缓缓起身 颤颤巍巍地走了出去 带他走后 玄宁一人回到了座位之上 仰头望着天花板 久久失神 他为了这族长之位 已经失去了太多太多 大儿子这样 如今就连最为温顺懂事的小儿子 也是如此 难道说 真的是我 这个做父亲的不够称职吗 就在他陷入自我怀疑之时 一位玄家长老 匆匆走来 族长 族长 二长老啊 玄宁揉了揉自己的勤明穴 尽量平复了 以下自己的心情 看向来人道 怎么了 二长老赶忙说道 族长 之前古族明家口中所说 那位帝族苏家小公子来了 此刻大长老 在外接待那位贵客 族长您是不是 什么 当真是帝族苏家的人 玄宁闻言心里一阵 赶忙起身道 快 叫上一众长老 与我一同前去 迎接那位帝族公子 此刻古族玄家殿外 袁峰孝有些忐忑不安地 跟在苏晨潇身旁 想他好歹 也是一族族长 可当来到 这隐世古族之中后方 才知晓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这隐世古族玄家 不仅宫殿大气宣昂 磅礴伟岸 甚至连门卫 都是与自己相同的神愿境 玄家大长老郑 毕恭毕敬地在旁 朝着苏晨潇说道 苏公子 还请稍等片刻 我族族长 很快就过来 还请跟我来 我带您 去水云轩庭休息 苏晨潇点点头 淡淡地说道 嗯 忽然间 像是发现了什么 苏晨潇注意到了 从不远处 有一位眼眶通红的少年 匆匆地走过 嗯 姓名 玄宁 称号 无情邪弟 天命主角胞弟 身份 隐世古族玄家族长之子 年龄 二十 性格 温顺 善度 静见 不死尽九重 体质 两仪神体 功法 玄天禄 阴阳古术 剧本 隐世古族玄家幼子 幼年被当作威胁其父的人质 成年后 十分妒忌父亲 对兄长玄奥天的偏爱 天命主角的弟弟 苏晨潇 微微一正 这么说来 那玄奥天 果然是天命主角无疑 只是奇地的剧本 倒是有点意思 苏晨潇嘴角 微微扬起 指着走过的玄宁说道 玄长老 那位是 大长老看了过去 随后恭敬地开口说道 苏公子 那孩子 是我族族长的幼子玄宁 天赋不俗 是我玄家当代天骄 苏晨潇点点头 笑着说道 我看他脸色 有些不太好看 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大长老一愣 他自然也注意到了玄宁 那有些泛红的眼眶 作为古族玄家之人 他很快便猜到了 是怎么一回事 但家丑不外扬 只能苦笑一声说道 这 老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时 远处忽然想起了一道 爽满无比的笑声 哈哈 今日一早 我便听外有扶鸟鸣叫 心里还念着 是有什么好事发生 想不到是地族苏公子 屈尊光临我玄家 当真是令我古族玄家 蓬毙生辉 荣幸至极啊 第三十章 喜怒无常的玄宥 资格御令 只见远处 族长玄宥 带领着一众族中长老 前来迎接 玄宥显得十分豪迈 上前拱手 不卑不亢地说道 在下玄家族长玄宥 见过苏公子 早在几年前 便听说过贵公子传闻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苏公子当真 是仪表堂堂 人中龙凤之姿 身旁的长老们 也是一个个面带恭敬 得体的上前示好 殿命主角生父 年龄 2561 性格 喜怒无常 偏颇 身份 尹氏古族玄家族长 静见 盛静七重 苏臣肖温旭一笑 开口说道 我也不过是出来此地 知晓尹氏古族玄家在此 顺便前来看看 玄家大殿大气磅礴 到底不负尹氏古族之名 这位苏公子背景不凡 明明是帝族之人 却如此有礼 一时间不由让他好感大声 玄宥爽朗一笑 说道 公子谬赞 还请苏公子跟我来 我玄宥 为公子接风洗尘 玄家水云轩停 一座亭阁坐落于池水中央 周围栽种满了 充满芳香的天才地堡 此地灵气充沛 碧波流水 山川水秀 景色宜人 玄宥针上一壶 弥漫着幽香的茶水 缓缓将其推上前 笑着开口道 我玄家所处介于偏僻 不过一方小玉 没什么特产 苏公子尝尝着道元茶 能够巩固修为 稍赶大道之力 说到这 玄宥看向了苏臣骁一旁的 清老与元风孝 也是送上一盏 这位想来便是苏家 因为前辈吧 还有这位 天玄宗宗主 久仰久仰 清老无动于衷 站在苏臣骁旁 仿若雕塑一般一句话 也没说 元风孝却是受宠若惊 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位身份显赫的古族族长 竟会认识自己一个 不入流的小宗宗主 殊不知 以他古族玄家的能力 早在他到来之时 底细便已经被摸得一清二楚 虽然知晓 对方是看在这位苏公子面子上的 但元风孝 还是连忙拱手道谢道 不敢当 谢玄族长刺查 玄又笑了笑 转头看向苏臣骁寻问道 古族名家那位谦婆婆前段时日 已经通知我等 苏公子此次所来 是为了那赤允葬的仪式吧 苏臣削品着茶水 脸色平静 但笑着说道 赤允葬地 三十年一开 由古族玄家掌控 如此宝地 既然来了 自然是要去看一看的 只是这名额 却要劳烦玄族长了 玄又闻言赶忙摆手 公子这是哪里的话 若是公子要进入赤允葬地 莫说是区区一个名额 就算是十个百个 我玄家也理当双手献上 说到这 玄又从储物界中 拿出了一枚御令 递了过来 这是 苏臣萧问 玄又 苏公子 还请收好 此物乃是资格令 这赤允葬地 乃是万年前 我玄家先被偶然所发现 传闻是暗纪元大地 与暗生物争斗的战场 有大地机缘存在 我古族玄家 自知不好掌控 所以才开放签名资格 每三十年 其他道同古族 可凭借此令进入 而这梅令牌 便是进入藏地的资格 唯有持有此物 方才能够在藏地 关闭之时捏碎离开 这赤允葬的存在 数万年之久 作为影视古族玄家 一大经济来源 每年光是 通过这资格令的发放 所带来的收入 便是海量 若非是怕发放太多 导致藏地内资源枯竭 就算是这位地族公子 想要一百枚资格 令都不是问题 苏晨霄将这御令接过 在这御令的正中央 赫然转刻着玄这个大字 隐约能够感受到 其内那玄傲无比的 阵文流动 除此之外 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既然如此 那就多谢玄族掌握 玄又咧嘴一笑 心情极好的大声说道 苏公子 这是哪里的话 一枚资格御令 虽然在外界 发放资格令的玄家来说 要多少有多少 若是能够因此交好 这位背景恐怖 来自地族的贵公子 简直可谓是 再划算不过的买卖 像是想到了什么 玄又接着说道 只是苏公子 这赤允藏的大路 自成天地 其内凶兽与杀阵无数 每三十年的地狱位置 都有所不同 唯有封王境之下 方才能够入内 您身旁这位护道者 恐怕是不能进入啊 苏公子您要去的话 不妨与我玄家弟子 一同进入 我玄家对这藏地 好歹了解不少 这样一来 也可助公子您夺得机缘 他现在唯一所担心的事 便是这位地族公子 会在藏地之中 有所损伤 要真发生这种事情 那到时候 对于他古族玄家来说 可真就是是祸不是福了 苏晨潇眼眸闪烁 想到了之前 在殿外所见 那天命主角的胞弟玄宁 嘴角扬起 苏晨潇但笑着说道 不知玄族常可有人选 玄又眼神一亮 离起藏地之中 那点机缘来说 若是一同进入 能够有幸结交到 这位身份尊贵的 地族公子的话 未来都可是大有展望 他的第一反应 便是是 将攀附地族公子 这个天大的机会 交给大儿子玄奥天的 可他脑海中 忽然想到了 小儿子那不满埋怨的脸庞 唉 玄又心里微微一叹 奥天性格太过冲动 又不愿认自己这个父亲 而且 自己一直以来 的确是对宁儿 关照疏忽了 他思来想去 族内也唯有自己 幼子宁儿的实力 最为符合 到底还是不能够 厚此薄别 于是乎 玄又笑着开口道 苏公子 我那不成奇的 幼子玄宁 可以单此重任 我那幼子玄宁 刚刚年满二十 身怀两仪神体 不仅性格懂事听话 修为也是不死尽九重 若是他有幸 能够协助公子宁 想来此次葬的 一世公子 必然事半功倍 不知 公子以为如何 玄又试探地询问道 苏臣消饮着茶 沉饮片刻 微微汗手道 那便这样吧 玄又脸色一喜 心中一时间 不由有些激动庆幸 好在其他长老们 都不在此地 否则能够陪同苏公子 这件事 只怕也不能这么顺利下来 玄又趁热打铁道 既然如此 那苏公子 我这就喊我那 不成奇的小儿子过来 说吧 玄又立刻通过神使传音 将族内玄宁 给喊了过来 第三十一章 极度天命主角的弟弟 父亲永远只在 一兄长一人 不多时 玄宁到来 他脸色似乎好看了不少 一上前 便恭敬地朝着父亲玄又 与苏承骁拱手到父亲 苏公子 玄又有意想要补偿 自己这个小儿子 点了点头 面色平静 沉声开口道 宁儿 这位便是帝族苏家的贵客 苏承骁公子 苏公子打算 进入赤允葬的一趟 这段时日 你就好好跟随在苏公子身旁 一切听从苏公子吩咐 知道吗 早在来时 玄又便通过神念 传音将苏承骁的身份 以及藏地仪式尽数告知给了玄宁 玄宁点点头 转身看向 作于父亲对面的苏承骁 一袭白衣 俊美无瑕 脸上一直保持着 温润如玉的笑容 举手投足之间 更是从容不破 游刃有余 竟是世家公子 那般贵气 饶是见识过 不少同辈添骁的玄宁 也不由心中有些感叹 这便是帝族公子吗 他缓缓上前 双手抱拳 低着头弓尽道 玄宁见过公子 还请苏公子放心 赤允葬的 一直以来 由我玄家掌控 对于其内部情况 玄宁了如指掌 若是公子 需要什么 尽管吩咐玄宁便是 苏承骁仔细打量着眼前 这个天命主角包弟 面容清俊 贱目心眉 但笑着白手说道 一表人才 不愧为古族之子 不必如此拘礼 坐 玄宁一时有些犹豫地 看向自己父亲 只见父亲 玄宁面色平静 喝着茶淡淡开口道 既然是苏公子让你坐 你便坐下吧 直到父亲开口 玄宁这才有些 局促不安的坐下 从小到大 这还是他第一次 与父亲平起平坐 平日里父亲 一直不苟言笑 威严无比 想不到 就连父亲这班人 在这位苏公子面前 都如此和蔼尊敬 玄宁有些感激地 看了苏承骁一眼 苏承骁微微一笑 朝他投去了一个 友善温和的目光 以这天命主角的 亲弟弟信息来看 或许在接下来 帮助自己收割主角方面 大有作为 见苏公子同意此事之后 玄宁笑容满面 说道 距离赤允葬的开启 还有三天的时间 这段时日 就请委居公子 您屈尊在我古族玄家住下 我砍明道遇虽然不大 但也有不少 景色一人之地 我也好让宁儿带公子 您在周围转转 说到这 玄宁看了身旁 有些紧张的玄宁一眼 给他投去了一个眼神 随后起身说道 苏公子 在此之前 我还需准备一下 交代宁儿一些事情 您还请稍等 苏晨削点点头 淡淡地说道 去吧 玄宁拱手 转头示意 玄宁一同过来 水云停轩之外 玄宁看向身前 低着头一言不发的玄宁 缓缓开口道 宁儿 抬起头来 父亲 玄宁有些不敢抬头 去看父亲的目光 因为就在刚刚 自己第一次忤逆了 眼前这位威严无比的父亲 玄宁紧盯着着目光 躲闪的儿子片刻 脸色逐渐变得 有些柔和 伸出大手 摸了摸玄宁 那还有些泛红的脸皮 说道宁儿 刚刚为父 打通你了吧 你之前说得不错 这些年来 为父的心思 都在你那不成器的哥哥身上 倒是忽略了你的感受 玄宁闻言一愣 脸上满是不可置信 正正地看着眼前的父亲 他有些哽咽地说道 父亲乃是一族组长 日理万机 孩儿没事 玄宁慈爱一笑 自己这个小儿子 一向都是最为听话懂事的 他话风一转 直入主题 笑着开口道 宁儿 那位苏公子乃是地族苏家那位族长 最为疼爱的儿子 他的爷爷外公 皆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地境存在 我玄家 若是能够与这位贵公子交好 说不定日后 能够一跃成为 影视古族之中最为强大的家族 此次机会难得 为父将这个任务交予给你 你能明白 为父的意思吗 玄宁脸色期待地问道 玄宁点点头 他自然知晓 地族苏家是何等的庞然大物 只是令他有些诧异的是 能够接触 结识到地族公子这般好的事情 以父亲的性格 又怎会轮得到自己 莫不是因为自己 之前在大殿逆言 让父亲终于明白 只有自己才是 他最为听话孝顺的儿子 可玄宁的下一句 却无情地击碎了他心中 最后一点念想 这件事 为父本来想要 交给你哥哥玄耀天的 可你那兄长 性格刚烈 太过冲动 绝非合适人选 也唯有你才能够 让为父放心啊 此言一出 玄宁那满是感动内心 一瞬间冰冷了下来 他看着眼前脸色温和 不断嘱咐自己的亲生父亲 只觉格外的陌生 果然 哪怕是兄长玄傲 天断绝了与家族的关系 有什么好的事情 父亲第一时间 所想到的还是他 自己 永远都只是备用人选 像是认清了现实 玄宁内心深处的那一丝 感动请客间 荡然无存 我明白了 父亲 而作为生父的玄宁 却浑然没有发现 自己儿子的异常 反倒是欣慰地 拍了拍他的肩膀到 若是能够结交到那位苏公子 不仅仅对你 对我玄家 也是天大的好事 有什么困难 尽管和为父说 去吧 不要让为父失望 水云停轩 玄宁失魂落魄地 来到了这里 正在喝着茶 闲情自若的苏晨霄 注意到了这一幕 眼眸微眯 当查看了一下 玄宁最近的剧本经历之后 苏晨霄方 才了解到了这一切 这天命主角的亲弟弟 心事不小啊 苏晨霄 淡笑着开口道 玄宁 玄宁微微一愣 反应过来后 赶忙上前道 公子 有何吩咐 苏晨霄笑了笑 喝着茶说道 本公子说过了 不用如此客气 坐 来陪本公子喝茶 玄宁有些慕然的照做 苏晨霄 一边喝着茶 一边淡淡地说道怎么 看你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莫非是你父亲 让你跟随本公子 有所不满 玄宁闻言顿时清醒 赶忙起身 丹西贵地道 不敢 能够跟随苏公子 是玄宁的荣幸 只不过是玄宁 因为一些家事 所以心中 稍有些苦闷罢了 苏晨霄饶有兴趣 笑淫淫地说道 哦 家事 苏晨霄打了个响指 手中那镶嵌着 宝石的储物戒指 顿时闪过一道白光 几乎酒香四溢 灵气十足的烈酒 就这么被摆在桌前 以酒换茶 说来听听 这 玄宁一时间有些犹豫 不过一想到父亲 所交代的事情 他有些苦涩地笑了笑 即使公子要求 玄宁莫敢不从 还是将心中的诸多不满 给如实说了出来 苏晨霄一边听着 眼中的笑意 却愈发地浓烈 第32章 天启决斗场 女主紫英灵蛇流紫山 约莫半个时辰后 在喝了不少烈酒之后的 玄宁脸色有些红润 在一番诉说之后 心中苦闷 也是消散大半 他未曾想到 这世间竟然有人 还能够理解自己 虽然有些酒意上头 但玄宁显然还是比较清醒 恳求道 苏公子 但笑着说道 自然 只是我听你口中所说 你那位兄长 似乎个性十足啊 一提及自己兄长 玄宁眼中 便闪过浓浓的妒忌之色 兄长一直以为 将我留在族中 是父亲与母亲 对我的偏爱 对他的不公 殊不知 在父亲成为族长之前 我玄宁成为他人 把柄三年 所遭受过的苦难 不比他玄傲天少上一点 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他倒好 回族之后 处处针对于我 仗着父亲的溺爱 屡次三番忤逆父亲 未受责罚也就算了 竟还选择 与我古族玄家断绝关系 可他又怎会知道 他在外遗人闯出的大祸 皆是由我这个 做弟弟的前去 给他擦屁股 苏晨潇 能够感受到玄宁心中 浓浓的怨气不愤 赞同似的点点头 说道 既然如此 那你可曾想过 让你那兄长明白 若没有你们古族玄家 他什么都不是 玄宁叹了口气 没用的 以父亲对他的偏爱 哪怕是兄长断绝了关系 也依旧派人时刻关注 我又怎能争得过 他玄傲天 苏晨潇咧嘴一笑 笑盈盈地说道 那如果说 本公子愿意帮你呢 什么 玄宁心底一阵 有些不可思议地抬头 看向容貌俊美 眼眸深邃的苏晨潇 几番酒后真言 他早就已经将眼前这位苏公子 当成真心之己 当听闻眼前这位身份显赫 背景恐怖的苏公子 要帮助自己之时 玄宁一番酒意 都顿时清醒了不守 难以置信道 苏公子 您这是何意 一日 坎明道育 夜灵城 因三十年一字的苍允葬地 即将开启一事 诸天 各个道统 与大族皆是带着族中弟子 前来现在的道育 各个地方之内 都是人山人海 来往修士 络绎不绝 而作为坎明道育 最为有名繁华的城池 天启决斗场 也同样坐落其中 天启角斗场入口处 玄宁乃是影视古族之人 在这坎明道育之内 自然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本来决斗场管世人 再见到玄宁之后 打算将其安排在贵宾包厢 可在得知 玄宁身旁之人 乃是来自传说中的地族之后 一瞬间被吓得屁滚尿流 赶忙通知决斗场之主前来 亲自接见将二人 邀请到决斗场最高规格的 至尊包厢之中 至尊包厢乃是接待各族族长 圣人进大能之地 位于整座决斗场视野 最好最高的正上方 屋内装饰奢侈豪放 珍惜无比的灵果 其真摆放于桌 墙壁上更是悬挂着 决斗场内的美人图工人挑选 内部空间极大 从上往下看去 能够将整个天启决斗场 收敛得一览无余 苏陈霄正躺在椅子上 享受着周围 几位容貌美丽的妙龄少女 按摩伺候 玄宁端正地站在一旁 这时候 一道诱惑至极 令人浑身酥软的娇媚声响起 想我天启角斗场 这可是第一次接待地族之人 在苏陈霄对面 一位容貌绝美 身材恶挪惹火的美妇人 娇笑着说道 早就听闻地族苏家小公子 生得极为俊美不凡 苏公子今日能够大驾光临 当真是令奴家受宠落惊 心中小鹿乱撞呀 美妇五官精致五媚 娇艳的鹅蛋脸 鲜艳似火的珠唇 一头淡紫色的发丝如铺 身形高挑修长 饱满高耸 天鹅般优雅的紧薄 肩上肩上披着雪白的绒毛 那轻薄的丝绸衣裙 更是将一身曼妙的曲线 勾勒得淋漓尽致 令人陶醉 再配上那勾人心魄 犹如一汪剪刀秋水般的美眸 简直就是祸国殃民的妖面 姓名 刘子山 称号 无情邪弟 天命女主之一 身份 天祈角斗场之主 年龄 1523 性格 冷血 静见 至尊敬三重 人生剧本 北域妖皇界紫英灵蛇一族 因被偷袭错失组长之位 虽带着族中 至宝陶至砍明道宇 建立天祈角斗场 决斗场中与玄奥天相识 压宝于其身 决定依靠玄奥天 让自己返回妖皇界 夺回紫英灵蛇组长之位 这主角人还没见着呢 想不到却先到了天命女主 刘子山微微躬身 小女子刘子山 见过苏公子 在刘子山的身上 弥漫着一个极其好闻 令人迷醉的芳香 那股诱惑至极的芳香 掩盖了其身上的妖气 苏臣肖淡淡地说道 妖皇界紫英灵蛇一族 不好好在你妖皇界待着 跑到我们人族道羽来做什么 刘子山闻言 微微一正 美眸眯起 自己身上可是拥有着 能够隐藏气息的质宝 想不到对方竟然能够一眼 认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到底还是地族之人 刘子山不在意地娇笑一声 声音轻柔妩媚地说道 苏公子不愧为地族之人 竟然一眼便看破了奴家的身份 若非是有所苦衷 谁又愿意背井离乡 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呢 见苏臣肖没有说话 闭着眼 慵懒惬意地 躺在椅子上 享受着身旁少女的服饰 刘子山缓缓起身 不乏轻缓 摇曳着自己的蛮腰走来 让我来 他朝着一旁 正在替苏臣肖按摩的少女说道 少女不敢违抗 刘子山将纤细素白的御手 放在苏臣肖的肩膀之上 轻轻地替其捏着肩按摩 口吐幽懒道 苏公子乃是地族添骄 还是让奴家来服侍您的好 一旁悬您眉头紧皱 哪怕是身为影视古族之人的 他听到这般妩媚苏鼓的声音之后 也不由地泛起一阵鸡皮疙瘩 苏臣肖却没有拒绝 享受着美人服务 闭着眼开口道 我听说 你们决斗场举办了一个活动 只要能够获得百胜之人 便可得到一枚赤允葬地的资格令 刘子山温柔地按摩着 一边轻笑道 哦 公子莫不是对那资格令感兴趣 若是公子想要 何须那么麻烦 奴家自然是双手奉上 苏臣肖睁开了 抬头看着刘子山那妖媚妩媚的面容 笑着说道 那倒不用 只是有一人 现在可在你决斗场之内 谁 玄奥天 第33章 玄家弃子 叫斗场百战死斗 刘子山文言微微一愣 显然是对这个名字记忆深刻 不紧不慢地说道 苏公子口中之人 奴家自然是认的 他可是 近来我天气角斗场之中的大名人呢 说到这 刘子山看了一旁面无表情的玄宁一眼 哥哥直笑道 这说来也奇怪 此人明明是古族玄家之人 却要跑来奴家这小地方争夺资格令 如今他已经连续95胜 只需要再胜无偿 便能够完成百胜了呢 此言一出 一旁玄宁满脸冷意 神情不悦地冷哼一声 哼 想我堂堂隐士古族玄家之人 怎可进入这般三教九流之地 工人观赏玩乐 他是真想让我玄家名誉扫地 刘子山无奈地怂怂间 说道 我们决斗场 从不强迫任何一人参赛之人 奴家这个小地方 可招惹不起古族玄家 百胜死斗 可是那位玄傲天公子自己选择的 可与我们决斗场无关 自己经营决斗场百余仔 唯的便是从中找到天赋杰出的少年天骄 压宝于其身 令对方帮助自己重返紫英灵蛇一族 原先的他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玄傲天 对方无论是天赋与背景皆不俗 自己本想压宝在对方身上 却在今日见到这位帝族公子之后 一时间改变了主意 丁天命女主刘子山决定放弃压宝玄傲天 玄傲天气运值损失一千 恭喜主人获得反派值一千 这就转移目标了 真实的冷漠 却又现实的女人 苏晨骁也没有太过在意 而是看了眼下方的决斗场 决斗场一共有十二个区域 每天几乎都有上百场的战斗 可供人下注玩乐 下方人山人海 坐无虚席 观战席上的修士们一个个激动得面红耳赤 有人神情 黄热地看向下方战场 握拳高呼 有人懊恼 气愤地垂胸顿足 后悔下注 打他 打他呀 老子可是在你身上下了一万零十的赌注 给我狠狠地干碎他 望着下方那气氛火热 热闹非凡的景象 饶视苏晨骁也忍不住感叹一句 倒是好生热闹啊 那玄奥天的死斗 何时开始 苏晨骁问 刘子山轻轻一笑 说道 原来苏公子此次前来 为的是这个呀 玄奥天的最后无偿死斗 本计划是在下午开始 不过 若是苏公子您想看的话 那么现在也不是不行呢 苏晨骁颇为玩味地看了眼一旁的玄宁 点头说道 那便让他现在开始吧 刚好 本公子也想见见这个玄奥气子 玄奥天 好呢 苏公子 决斗场地下三层 昏暗潮湿的地牢内 恐怖的凶兽咆哮声 疯狂的嘶喊声不绝于耳 好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这里所关押的 都是被人忌受参战 亦或是决斗场 在外购买而来的死球与凶兽 在一处敞开狭窄的房间中 一位脸色冷裤 穿着黑衫的青年 正闭目盘坐于坚硬的石板床 直上修炼 道运流转 一条漆黑无比的大道 缭绕于身旁 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影响不了他 青年一头黑发垂落 英俊硬朗 面如刀销 眉宇之间 倒是与玄家族长玄又有几分相似 哒哒哒 此时 一道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随着房门被人打开 一位贼眉鼠眼 大富翩翩的男人走了进来 毕恭毕敬地说道 那个 奥天公子 您还在修炼吗 男人是决斗场执事 眼前这位 虽然名义上是决斗场的战士 但人谁都知晓 对方的真实身份 乃是鼓足玄家公子 只不过 因为与玄家断绝了关系 方才来到他们 天起脚斗场 获取资格令 盘坐于石窗的玄傲天 缓缓睁开了双眼 眼中金芒壁露 似有吞天之势 哄 周围石墙一瞬间弥漫起裂缝 强大的气流 从其身上迸发而出 泛起一圈圈涟漪 不死静 二重 胖子 只是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给吓了一跳 浑身肉浪狂颤 有些恐惧地说道 啊 傲天公子 玄傲天收敛一身修为 冷漠地看着眼前的胖子直视 何事 胖子直视赶忙解释道 那个傲天公子 您还有最后五场战斗 阁主安排 说您今日下午的战斗提前 一会必要开始 傲天公子您看 提前 玄傲天脸色平静 看不清楚喜怒 提前也好 这几日死斗下来 自己修为倒是精进了不少 不仅如此 如今更是一跃突破不死精二重 时机已到 自己也是时候 取得资格令离开了 念及此处 玄傲天淡漠至极地开口道 知道了 去安排吧 今日 我玄傲天便要完成这死斗摆上 胖子直视文言松了口气 点了点头 立刻离开了此地 安排决斗 而这狭隘压抑 漆黑无比的房间内 玄傲天看着眼前的黑暗 脑海中又闪过这些年来的点点滴滴 孽障 你若是再说一句 我玄傲 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 生而不养 你又何曾进到了 自己作为父亲的职责义务 好 既然你觉得 没有我这个儿子 如此不待见我 那么从今日起我玄傲天便 与你隐世古族玄家 奔断一绝 玄家族长 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 我也从未有过你 这个父亲 自己从小到大 便被父亲流放在其他道羽 甚至连母亲最后一面 都没有见到 本以为他们 是有什么苦衷 却不曾想当父亲 接自己回族之后 自己却莫名其妙地 多了个亲弟弟 不过二十岁便拥有 不死尽九重的修为 思绪收回 玄傲天眼神格外冷酷坚定 够了 我玄傲天 从小到大 从来都不需要靠任何人 他要让那偏心的父亲知道 哪怕是不依靠家族 自己也能够得到 进入赤云藏地的资格令 第34章 诸仙镇图 四大地见路仙 天启角斗场 第一区域 作为历来最为特殊 无数角斗场 热门人物 曾经死斗过的地方 唯有人气质最高的斗士 参加方才会开放 而经过胖子 只是在其他区域的宣传 所有人最为关注的 影视古族玄家弃子 也将在今日 进行他最后无偿死斗 完成那百胜不败战绩 此刻第一角斗场 兵棚满座 不仅仅有那些 素来喜爱斗场常客 狂热的赌徒 更是有从各方道友而来 不朽道统 与大族世家的天骄 在此地想要看上一番热闹 场面人山人海 热闹非凡 听说了吗 一会是影视古族玄家弃子的 连续无偿死斗 古族玄家 莫非是那个当代玄家 族长之子玄奥天 这一代玄家族长 可是个狠人啊 尚未之时 可是将自己的亲兄弟 给倾诉了个遍 他的儿子怎么会在这里 还不及众人疑惑 第一斗场之中 胖子直视 呵呵一笑 大声说道 今日 我第一角斗场之所以开启 便是因为有着重磅人物 要进行死斗 想来诸位都已经知道了 那么现在 便有请天启角斗场九十五连胜 影视古族玄家 玄奥天出场 轰隆隆 雨落 决斗场东侧的巨大石门 隆隆开启 那一望无际的黑暗中 一位容貌 英俊冷酷 身材挺拔笔直的黑衣青年 从中缓缓走出 他整个人气质 凌厉冰冷 犹如一柄 未曾出窍的贱人 一旦爆发 便会势不可挡 斩断一切 华 玄奥天刚一现身 便顿时满堂哗然 坎明盗宇本地人 倒是还好一些 而一位赤允葬的仪式 从其他盗宇前来的 道统天骄 无意不是脸色大惊 真的是影视古族玄家的 傲天公子 这怎么可能 玄家的人 也来死斗做什么 就连位于第一斗场 位置最好的席位中 不少容貌不俗 气质超凡的 古族天骄们 也是一轮纷纷 哼 人群中一位面容阴傲 身材瘦削的青年 双手抱负 冷眼看着斗场上的玄奥天 满脸不屑地嘲讽到 想他玄奥天 好歹 也是古族之人 想不到如今 为了一枚 小小的藏地资格令 竟然沦落到 要来这种低下肮脏的 决斗场内 与凶兽蛮夷争斗 当真是有负我们古族名胜 给我们影视世家之人 丢了脸面 说话之人 乃是古族七家当代 天骄七傲 他曾经在一处秘境之中 与玄奥天有所过节 两人一直不对付 身旁另一位古族 天骄笑呵呵地说道 七兄说得不错 我等背后 皆是名门望族 可从未听说过 有哪个子弟 会来这种地方 选择死斗 这天骑斗场 借我古族名声希克 迟早要与他们算账 只是 今日倒是好声热闹 就连上方的至尊 观战客房都开启了 莫不是有什么大人物到来 此言一出 在场一众天骄们 都抬头朝着 决斗场正 上方看去 只见在天空之中 一座金碧辉煌 奢侈华丽的电房 飘浮于高空 居高临下地俯瞰着 下方角斗场的风景 至尊房内 定 恭喜获得白色 龙虎丸星号一 恭喜获得白色 黑丝星号一 恭喜获得蓝色 抱园丹星号一 恭喜获得紫色 神机九霄顿部 当前反派值 四万六千 又特么是紫色保底 正躺在椅子上 享受着决斗场主 刘子山按摩的 苏晨霄百无聊赖 得来了个十连抽 这人啊 一闲下来 就管不住手 本来还想攒个一百连抽呢 至尊 神机九霄顿部 子 修炼之后 速度得到极大提升 步伐悬便莫测 久不踏见 修炼极致 可比肩递进功法 好在诸天顿法一类神通本 就稀少无比 这紫色保底 倒是开出了个不错的东西 这时 身后正在温柔按摩着的 刘子山轻声说道 公子 听您的吩咐 玄奥天来了 苏晨霄眯着眼 俯瞰着下方斗场内的黑衣青年 姓名 玄奥天 称号 无情邪弟 天命主角 身份 隐士古族玄家族长之子 年龄 二十六 性格 冷酷 淡漠 不择手段 静剑 不死尽二重 体质 天穹剑体 功法 无情剑精 黑骨精 视天剑绝 无名剑绝 残篇 法宝 诸仙镇图 红 陆仙剑 残破 无妄心速图 天命值 三十万 当看到玄奥天身上的法宝之时 苏晨霄微微一震 慵懒的眼眸一瞬间睁大 显得格外的明亮 这家伙的身上 竟然有着传说中的诸仙镇图 还有一柄帝兵 陆仙剑 这玩意 可是传说中赫赫有名的通天四剑 朱 陆 献 绝 传说 每柄帝剑之中都蕴藏着一道无尽沙镇 变化无穷 可展星辰日月 而陆仙剑已出之必死著称 其内沙镇 可焚人心血 食人神魂 恐怖至极 好家伙 环宇及诸仙镇图 残缺的地剑路线 看着主角的架势 似乎是要将四大地剑都给收集完全 苏晨霄眼眸闪烁 盯着下方的玄奥天 仿佛见到了一座金山一般 看来自己运气不错 这玄奥天绝对是优质主角那一类 怪不得连夜宵剧本中都不是其对手 极品 而另一旁 在见到自己兄长之后 玄宁眼神一瞬间便阴沉了下来 第一脚斗场内 胖子直视剑气氛已被点燃 神色激动地大声喊道 既然奥天公子已经到场 那么也是时候该放出本期的死斗妖兽 诸位 此妖兽乃是来自北域吉岩之地 存在于熔岩火山脉之中的 强大妖兽 艳遇鬼娇 轰隆隆 在说完这句之后 另一头是门轰然打开 一道仿若来自亘古般恐怖的生灵 咆哮声响彻 吼 场内的胖子直视被吓了一跳 怒骂一声 我曹 还没喊开始就放 他赶忙一跃而起 直接脱离了斗场来到 有阵法保护的席位之中 那被打开的石门之中 滚滚的灼热之气喷涌而出 吼 惊天动地的兽猴响彻 伴随着恐怖的热浪 漫天火海喷涌而出 一双充斥着原始杀意 与暴力的星红瞳孔 于火海之中绽放 那竟是一头三十米之高 体态庞大 浑身赤红 如龙四蟒 浑身密布着坚硬鳞片的血色焦龙 奇目如炬 身躯苍净有力 腹下四爪 尖锐如刀 能够轻松撕碎 任何一个生灵的肉体 他的每一寸 皮肤都滚烫至极 犹如熔岩一般烧灼 浑身上下弥漫着一股 极其射人的气息 不死境 九重 第三十五章 艳遇鬼骄 不死境九重 当见到这头恐怖的凶兽 台上不少修饰脸色 瞬间一变 灵魂站立 疯了吧 这可是不死境界九重的凶兽 这是什么生灵 好恐怖 我感觉他能够秒杀我 艳遇鬼骄 这个名字从未听说过 想不到决斗场 竟然连这般强大的凶兽都搞来了 而此刻 万众瞩目之下 决斗场内旋傲天 却面色平静 闭着眼 没有丝毫动作 至尊席内 苏臣消见此一幕 饶有兴趣地说道 幽冥火狱 焚天魔龙血脉 有意思 第一场便是如此 看来你决斗场这次是下血本 见这位帝族公子 一语道破此寿来历 刘子山不由有些差一道 苏公子见多识广 竟然连这种稀有凶兽都见得 那位傲天公子实力不俗 几日前还不过是不死尽一众 如今已经突破 若是普通的凶兽 那可没什么看透 要知道 为了抓住这个家伙 可是费了奴家好大一番功夫呢 苏臣消笑了笑 淡淡地说道 可惜 终究不是焚天魔龙 血脉不纯 差了点意思 公子莫非是见过 哼 焚天魔龙的味道倒是不错 其今也是坚韧无比 是锻造法宝的上好材料 身后清老也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有些怀念那个味道 想当年公子与其兄长苏景衡 在北域横行霸道之时 将焚天魔龙一脉幼龙击杀烹时 自己跟随 在身边也有姓长了长鲜 味道 不错 自己没有听错吧 刘子山笑容一僵 闻言张了张嘴 看着眼前这位帝族公子 他脑子一时间有些发嗡 伴上说不出话来 苦笑着说道 焚天魔龙可是北域顶尖妖族 奴家可没有胆子 敢抓纯血魔龙一族 这业欲诡胶 不过是拥有焚天魔龙血脉中 万千凶兽之一 实力强大 想来即便是那位傲天公子 也要经历一番苦战 作为天祈角斗场场主 他所要考虑的 自然是决斗场的营收 而影视古族之人 玄傲天到来的这段时间 带来了颇天的流量 决斗场几乎每日都赚得是 盆满钵满 这最后五场战斗 自然是不能够 让他这么轻易的获胜 不然 自己还怎么赚那些赌鬼们的钱 刘子山轻轻的 捏着苏晨潇的肩膀 笑一鸣的说道 就是不知苏公子认为 傲天公子能不能赢下这场战斗了 苏晨潇看向下方 脸色平静的玄傲天 平淡的说道 一炷香的时间吧 哦 刘子山部有来了一次兴趣 艳遇鬼交到底是不死尽九重 公子就这么肯定 苏晨潇淡笑一声 拥有诸仙阵图与入仙剑之两件神物 若是这玄傲天还解决不了这艳遇鬼交 那也不配称得上是天命主角了 苏晨潇看了眼一旁脸色平静的玄宁 说道 玄宁 不担心你兄长安危吗 玄宁冷漠地说道 回公子 这是玄傲天他自己的选择 就算是死了 也是咎由自取 下方决斗场内 随着艳遇鬼交的出现 场内气氛也一时间被推至了高潮 上 干死这头凶兽 玄傲天 我可是把老婆孩子都卖了 全部身家都下了 你可千万不能输啊 你这场要是赢了 你以后就是我轻点 耳旁嘈杂声不断 玄傲天脸色冷漠 望着对面那头泽人浴室 气息恐怖的艳遇鬼交 手中赫然出现了一柄 弥漫着古老气息 袖技斑驳的黑剑 一身气息犹如出窍的宝剑 灵力至极 路仙 他不带一丝感情的沉喝一声 来吧 让我看看 不死尽九重的凶兽 究竟有何不同寻常之处 战斗一触即发 玄傲天化作一道黑色的流光 刹那间消失于原地 吼 而对面那头艳遇鬼交 仰天咆哮一声 口中喷涌出滔天的血色烈焰 誓言焚天 那圣人的火焰 焚烧扭曲了空间 携带着恐怖的压迫感 汹涌而来 哪怕是决斗场内 有法阵保护 这般惊人的温度 也似乎透过了阵法 烧着于观众席之中 玄傲天顶得住吗 只见那熊熊火海之中 一束漆黑的剑芒 从中绽放 无数道锋利的剑气爆开 玄傲天手 持鹿仙剑斩出一击浩瀚汪洋 生生将这滔天火海 给撕出一道巨大的口子 誓天剑绝 人名 隆隆 手中鹿仙剑 虽是残破地兵 力量实不存一 但在玄傲天手中 也绝非寻常宝剑所能够比拟 他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 直接撕开了火玉 出现于燕玉鬼胶身前 见着蝼蚁竟没有被烧成灰烬 燕玉鬼胶 宛若被激怒了一般口中 喷吐出更为凶猛的赤眼 哼 玄傲天眼神冰冷 行动如电 直接穿梭避让 这一击 手中鹿仙剑芒闪湿 扑痴 赫然间 在燕玉鬼胶那庞大无比的身躯上 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大量的鲜血 喷涌而出 燕玉鬼胶吃痛的怒吼一声 一时间变得更为狂乱暴力 他浑身鳞片竖起 粗壮雄伟的身躯横扫抽出 大地崩裂 一时间掀起了惊人的波浪 以他凶受那强大恐怖的肉体 若是被击中 哪怕是不死尽的玄傲天 也将被活生生地抽爆 轰隆隆 这磅礴粗暴的力量 爆起一阵轰鸣 低脚斗场内天摇地动 阵阵余波 四连观众台上的众人 都有所触感 无数人脸色惊骇至极 那些下了众筑的赌徒 更是面如死灰 这 那玄家弃子 不会死了吧 完了 这可是不死尽九重的凶兽 我可是将老婆孩子都赌进去了 就在所有人 都以为玄傲天 在这一击之下 不死也将重伤之时 叶欲鬼交的正上方 一道冷笑声忽然响起 畜生终究是畜生 只见玄傲天踏立于空中 一袭黑衣烈烈 道运缭绕 身前陆仙剑 阴晕着射人的黑芒 他手中掐出一记剑绝 眼神格外冷酷的低河道 誓天剑绝 天明 嗡嗡嗡 路仙剑剧烈颤动下一刻 竟从上到下 化作一束灵力无比 仿佛能够斩破一切的剑芒坠落 若是击中 便会一击将 艳欲鬼交的身躯给贯穿 与此同时 至尊房内苏陈霄见此一幕 咧嘴一笑 说道 要是就这么轻易就结束 可就不好玩了 清老 身旁清老会议 只见蹦射出一束 根本无法察觉的气息 气息瞬间没入入仙剑之中 那本该将艳欲鬼交 一击击穿的剑芒位置 竟发生了一丝连玄傲天 都没有察觉到的偏移 轰隆隆 第36章 无名剑绝斩鬼交 憎恶的玄宁 伴随着一道巨响 漫天的火海内 艳欲鬼交痛苦至极的哀嚎声 从中传出 吼 所有人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屏住了呼吸 场内静若无声 全场都沸腾了 无数人爆发出 震耳欲容的欢呼雀跃声 赢了 竟然赢了 玄傲天竟然击败了 不死境九重的妖兽 发财了 半空中的玄傲天 脸色淡漠 无悲无喜 不死境九重 不过如此 他手掌中 浮现出一道剑文 准备将陆仙剑收回 可是却忽然发现陆仙剑 似乎被什么东西 得牢牢锁住一般 半场没有动静 玄傲天眉头一皱 有些疑惑地看向下方 那熊熊火海南南道 怎么回事 突然 一道狂暴至极 射人心魄的兽吼声 从火海中响彻 吼 那汹涌的火海 竟然被破开 艳欲鬼娇 争名无比的头颅 从中窜出 他受同愤恨暴怒 张开满 是獠牙血盆大口 在其那粗壮的舌头上 陆仙剑赫然插在其中 这怎么可能 自己明明已经 玄傲天瞳孔猛的一缩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艳欲鬼娇口中 酝酿着一股 极其可怕的红色光芒 足以焚烧一切的烈焰 肆意而出 哄 无穷无尽的火焰逼迫而来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已经令他来不及多想 玄傲天不得已 只能够以掌拍出一记 恐怖剑盲抵挡 赶忙必让 天穷剑体 一招一试 皆蕴藏着强大剑意 轰隆隆 在那漫天的赤焰火海之中 一个火人 从中被轰飞而出 滚了几圈 重重地摔倒 在远处的场地 定 天命主角 玄傲天身负重伤 天命值损失两千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值两千 所有人不可置信 看着这一幕 惊呼道 怎么回事 那头艳遇鬼娇竟然没死 可害害 场内玄傲天宝体 迸发出一道神盲 将身躯上的火焰震散 立刻掏出一枚 圣品丹药恢复 到底是不死尽九重的凶兽 其火焰的滋味 可不好受 虽身怀天穷剑体 但身为剑修 功伐无双 肉身却并不强悍 所以 在战斗之中 他尽量都避开那头 艳遇鬼娇的火焰 但令他所没有想到的是 刚刚那一击 竟然没有将此兽斩杀 之前弹幕傲然的模样 不复存在 玄傲天眼中满是怀疑 与不解该死的 无剑怎可能会偏移 好 艳遇鬼娇 却根本不给他缓和的机会 直接卷动着滔天烈火 横冲直撞 愤怒至极的咆哮袭来 火焰在跳跃 如海啸般起伏 那可怕至极的温度 以及惊人的杀意 令玄傲天顿时清醒 他神色恼怒 眼中满是冰冷的怒喝道 畜生 以为我没剑了 我玄傲天便会怕你吗 无情坚决运转 玄傲天整个人气息 一瞬间骤然俱变 磅礴的剑意 毫无掩饰地喷涌而出 大地在颤动 在他身后 以气化剑 一瞬间 数千柄 由真气凝聚的剑气 赫然漂浮于半空 无情大道浮现于身侧 此刻的玄傲天 宛若剑仙一般 冷漠地注视着对面的鬼胶 本来对付你这种畜生 根本不需要用上这招的 你也算是不忘此生了 死吧 雨落 数千柄 由真气所凝聚的剑气 铺天盖地地迸射而出 这剑气似能够撕碎 世间万物 无物不破 无往不利 汹涌的剑芒 没入那汹汹火海之中 艳遇鬼胶眼中 闪过一丝惊恐 他收敛 浑身鳞片 不可摧的鳞片 齐齐穿透了 他那庞大至极的身躯 吼 艳遇鬼胶发出一道 震耳欲聋的哀嚎声 带着浓浓的怨恨 与不甘轰的一声 倒在地上 气息全无 玄傲天胸腔起伏 显然用了这一击消耗 了他不少的体力 他缓缓走来 周围火焰不轻分毫 玄傲天来到 艳遇鬼胶尸体旁 将插于其口中的 那丙鹿仙剑 给声声拔出 噗哧 随后 冷眼看向台上一脸震撼 还没有缓过神来的胖子直视 冷声道 准备下一场 胖子直视 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大声喊道 傲天公子 斩杀魔焰鬼胶 获得第九十六场胜利 至尊世内 当见到玄傲天师 斩杀鬼胶这一招之时 玄宁脸色猛的一变 难看无比的说道 无名见绝 可恶 想不到父亲 竟然将这种东西 都赐给他了 定 天命主角 玄奥天受到胞弟增悟 天命值损失一千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之一千 苏晨霄看了过去 无名见绝 刘子山 也是好奇无比的看了过来 奥天公子 刚刚那一招神通 着实不凡 想不到没有剑境 也能够击杀那头 艳遇鬼交 这莫非也是玄家神通 玄宁眼中 满是极度的怒火 韩生说道 无名见绝 乃是我母亲 祖传下来的功法神通 虽然仅仅只有残篇 但却微能无穷 修炼此诀 哪怕是无须宝剑在手 也可以弃化剑 唯一能不属于法器之力 这无名见绝 自从母亲死后 便一直在父亲那里 他心中满是不解 明明自己 也是父亲和母亲的儿子 为何父亲 如此偏爱兄长 将这门神通 传授于他 而不传于自己玄宁咬着牙 紧握着双拳 浑身颤抖 苏晨霄眼眸闪烁 颇为有些遗憾地说道 哎 竟有此事 想不到玄祖长 竟然如此偏心 看来你兄长 即便是断绝了 与玄家的关系 你父亲 也是放心不下啊 像是想到了什么 苏晨霄故作恍然道 本公子观 他那柄宝剑 也颇为不凡 似有地狱 虽然有些破损 但想来 曾经也是一柄绝世地剑 那柄剑 莫非也是你母亲的遗物 玄宁闭上眼 自嘲一笑 整个玄家 世代修习的功法 无不是玄天路 剑修棘手 唯有母亲 曾经是一位剑修 这柄剑 不是母亲遗物 又是什么 玄宁睁开眼 眼中满是凄凉痛苦之色 哼 以他玄傲天不死尽的修为 若非我古族玄家 又怎能够拥有 如此之多的质宝 第37章 还请公子 让我死斗 最后的一战 只可笑我那位兄长 并不自知 从来都指知埋怨父亲 虽如今断绝了与我族关系 但所使用 法器与功法 哪个不是与父亲有关 刘子山听闻 这古族玄家的密闻 也是有些惊讶到 竟然有这种事 可为何 奴家听到的传闻是 玄家族长 过于溺爱幼子 冷落了这位傲天公子 这才让他断绝了 与亲族的关系 离家出走的 若真是如宁公子你所说 那可当真 是会哭的孩子 有奶吃啊 刘子山笑着摇了摇头 胆叹了一句后 也没有再多问 可他这句无心之言 却击碎了 玄宁心里最后一道防线 定 天命主角 玄奥天受到 包地仇恨之拉满 天命值损失两千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值两千 苏晨肖微微一愣 有些许赞赏的 看了刘子山一眼 玄宁牙齿几乎咬碎 眼睛通红 明明一直以来 自己都是父亲 最为听话的那个孩子 可为何 自从他来了以后 一切都变了 父亲将所有的爱 都毫无保留地给予了他 无论玄奥天 做什么都能够原谅 可是自己呢 当了三年质子 每天被死亡的 恐惧所笼罩 仅仅是因为 忤逆了父亲一句话 便要遭受到 父亲的巴掌责骂 凭什么 此刻的他 对于这个兄长心中 最后一点亲情 也荡然无存 玄宁死死盯着下方角 斗场内 那叛逆无比的玄奥天 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眼中闪过一丝 前所未有的兵梦 兄长 你这一生 都在父亲的保护之下 毫无曲折 实在是太过幸运顺利 既然你这么想要 这没资格令 那我偏偏不给你 玄宁恭敬的上前 朝着苏晨潇一拜 公子 苏晨潇挑了挑眉 有些疑惑地说道 怎么了 玄宁低着头 沉申开口道 公子 还请让我进入决斗场之中 我想与玄奥天死斗 请公子准许 哦 苏晨潇文 眼眼眸微微眯起 他看见了 玄宁眼中 满是极度与怒火的光芒 苏晨潇笑迎宁地说道 为何要这么做 玄宁 虽然玄奥天 已经不是我古足玄家之人 但他身上的光环 还在 我这个做弟弟的 要让他明白 只要他身上 一直还流着我玄家的血 就永远无法面对 真正的苦难 苏晨潇笑了 笑得格外的灿烂 听见了吗 柳格主 本公子 可不好坏了 你天气角斗场的规矩 柳子山在旁 虽然有些诧异 但见这位帝族公子开口 风情万种地说道 讨厌 规矩又算得了什么 既是苏公子的要求 别说是稍改一下规则 就算苏公子 要这一整个决斗场 和奴家 奴家也是莫敢不从呀 这狐猎 苏晨潇淡淡道 听到了 既然想去 那便去吧 玄宁闻眼眼神一亮 单膝跪地 抱拳道 玄宁谢过公子手肯 苏晨潇摆摆手 无妨 这本来 就是你们家里的事情 不过 说到这 苏晨潇从系统储物界中 调出了一枚 如血红色的圆润丹药 以真气送了过去 这是 玄宁看着眼前的 血色丹药有些不解 苏晨潇淡笑着说道 你父亲如此偏爱你的兄长 他身上 恐怕还有不少手段 未曾施展 此物明白抱原丹 能够短时间内曾经修为实力 使用后毫无副作用 只不过会虚弱一天 你三日后 要陪本公子一同前往赤允葬地 那么在此之前 本公子便不希望看到 你出任何事情 这没丹药 还是刚刚自己十连抽食得到 想不到现在 能够派上用场 玄宁闻言 微微一愣 觉得苏公子这番话 并非毫无道理 毕竟就连无名剑爵这种 无上神通父亲 都给予玄奥天 自己 却什么都没有 将那抱原丹结果 玄宁第一次感受到了别人的关心 感激无比的看向苏晨肖说道 玄宁 谢过公子 接下来 刘子山以神念传音 让一位决斗场的侄士 带着玄宁离开 带他走后 方才满脸魅意地看向苏晨肖说道 公子 安排好了 嗯 那公子打算怎么奖励奴家呢 奖励你个巴掌 吃不吃 漆黑无比的通道内 玄奥天正坐 在一旁调整真气 恢复状态 准备等待下一轮的战斗 玄奥天睁开眼 看了眼自己被灼伤的右手 寒芒闪烁 该死的 想不到那咽语鬼焦的火焰 竟如此难缠 哪怕是到现在 他也没有明白 自己那一记录先见 为何会偏移 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玄奥天冷冷地开口道 下一场比斗开始了 在一旁 胖子只是不知何时出现 一直在旁静静地 等待着他的恢复 不不不 见玄奥天醒来 胖子只是谄媚一笑 说道不着急 只是奥天公子 我们决斗场有件事 想要与您商量 玄奥天 什么 胖子只是搓着手 笑眯眯地说道 按照之前的约定来说 您还有四场战斗 才可以完成百胜 获得那进入赤允葬地的资格令 是才与您交手的 艳遇鬼焦的实力 想来您也有所了解 如果按照接下来的这个进度 恐怕奥天公子 您很难在这三天之内 完成死斗 玄奥天眉头一皱 那艳遇鬼焦实力的确恐怖 若是后面四场都是这般凶兽 自己还真不好对付 所以 你想说什么 胖子直视 奥天公子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决斗场决定 将您的剩下四场死斗免除 接下来 您只需要完成一场死斗 获得胜利 便可以得到那枚资格令 玄奥天眼眸微眯 看着眼前 这笑容满面的胖子 冷笑道 一场 恐怕这最后一场 没有那么简单吧 胖子只是笑眯眯地说道 您也可以拒绝 不过透露一下 之后四场死斗 所要面对的 可就不是不死尽的凶兽了 风亡静 吃死胖子 竟然敢威胁我 玄奥天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不过 赤允葬的即将开启 自己还需提前准备一番 没有那么多时间 跟他们耗着 无非 就是最后一场战斗 就算你们放出 风亡静巅峰的凶兽 又如何 我玄奥天答应了 你现在就去准备 今日 无便要拿到哪枚资格令 见玄奥天答应 胖子只是眼神一亮 拱手道 得了 第38章 天命主角VS 亲生弟弟 生死之争 一号角斗场内 最后一场战斗即将开始 恢复的 差不多了的玄奥天 气息平和 静静地在场内 等候着最后一位对手 周围观众席上 亲眼目睹了之前 玄奥天越境击杀 不死境九重凶兽的一幕 场内的气氛 全都被点燃至了高潮 哪怕是已经过去了半个时辰 也依旧热情未减 人们议论纷纷 想不到那玄奥天 竟然真能够击败咽语鬼娇 我记得这家伙一年前 不过才刚到登天境吧 竟不怎会这般神速 人家好歹也是 玄奥天族长之子 八成是他父亲 倾斜了不少资源在他身上 我听闻玄奥天族长 还有一幼子 天赋过人 自小编在族内 受到无数资源的栽培 你们说 连回族不久的玄奥天实力 都这般强大 那气地玄宁的实力 岂不是更加恐怖 雨落 说话之人 顿时感到一道 杀意十足的目光 只见场内 玄奥天不知何时睁开了 正冷冷地盯着那人看去 那人赶忙闭上了嘴 哼 玄奥天冷哼一声 想他平日 最为讨厌的 便是旁人拿弟弟 与自己比较 温室的花朵 怎么够与无相比 这时 隐世古族之中 传来一声大笑 哈哈 玄奥天 你当真是好大的架子啊 七奥座在贵宾席上 满是嘲讽地说道 大家伙出了零食 不就是为了看你这古族气子的吗 怎对 你一个参加决斗的死斗士 还容不得我们这些 付了钱的观众老爷们 议论两句了 同为古族之人 别人惧怕玄奥天 可自己不怕 不过是玄奥家气子而已 七奥接着讽刺道 要我说 你玄奥天 无论是气度还是实力 永远都比不过你弟弟玄宁 玄宁兄身怀你玄家上古两仪神体 不过二时便有不死尽九重修为 若非你们有血脉之轻 你连给玄宁兄提携的资格不配 玄宁为人温文尔雅 天赋出众 素来保持着影视古族该有的风度 所以在一众古族天骄之中 十分具有威望 此言一出 周围的影视古族天骄们 也是笑了起来 显得格外赞同 玄奥天脸色 瞬间变得冰冷无比 满是杀意地看向台上的七奥 手中陆仙剑 嗡嗡颤鸣 你若是想死的 大可下来 七奥见状更为不屑 我无所谓 可玄奥天 你要是敢动手坏了决斗场的规矩 那资格令 恐怕就得不到了 堂堂古族之人 竟为了赤允葬的资格 在此争得个头破血流 我等当真 是修与你为伍 令人不耻 玄奥天胸腔一起一伏 强忍着想要出手的怒意 让自己平静下来 不去听这群废狗叫 另一边决斗场内的胖子 只是通过传音 与刘子山沟通 当得到对方的准许 于是呼点点头 笑着大声道 众所周知 奥天公子仅仅只差 这最后四场死斗 便可得到 进入赤允葬地的资格令 但若是 一直与凶兽死斗 想来诸位 也看腻了 所以 我天起脚斗场决定 将这四场改为 最后一场 而此次奥天公子 所要对战的 并非凶兽 而是一位 不死尽九重的修士 什么 此言一出 不仅仅是看台上的观众 就连斗场之内的 玄奥天 也是眉头一皱 看向那胖子直视 修士 要知道 就连不死尽九重的谚语 鬼焦自己 都将其击杀了 凶兽肉身时利素 来比铜镜人族强大 这决斗场 不会认为 凭一个区区 不死尽九重的修士 就能够阻碍我 夺取资格令了吧 玄奥天心里 不屑一笑 废话少说 直接让那人现身 开始吧 见玄奥天这般急切 胖子直视神秘一笑 点头说道 既然奥天公子 如此迫不及待 那便让那位大人 出场吧 轰隆隆 话音刚落 对面巨大的石门 赫然打开 哒哒哒 从那漆黑的通道之中 传来一道不紧不慢的脚步声 决斗场内的 所有人都看了过去 还真是修士 是谁 莫不是某个老魔头 影视古族的天骄们 也是饶有兴趣地 忘了过去 七奥笑着说道 这天起脚斗场 倒是有点意思 竟然找了个 不死尽九重的修士前来 就是不知道 适合人物了 可千万别被 玄奥天那个废物 给击败了 众人有说有笑 可当见到从石门后 缓缓走出之人 很快 他们便笑不出声音了 整个决斗场 也都一瞬间安静 看着对面来人 玄奥天瞳孔猛的一缩 他脸上充满着 难以置信 与惊骇之色 一瞬间勃然大怒 朝着对面之人低吼道 是你 你来做什么 玄宁 哄 顷刻间 全场沸腾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此次要与古族弃子 玄奥天决斗的那个修士 竟然会是古族 玄家族长之子 玄奥天的亲弟弟玄宁 这怎么可能 疯了 简直是疯了 我是不是在做梦 玄奥天到底是古族弃子 可这位 可是下一任组长候选人 现如今玄家 最为杰出的天骄玄宁啊 这般尊贵的身份 他来决斗场做什么 难道是说 也要拿资格令 决斗场内的不朽道统 隐世古族之人 皆是瞠目结舌 七耀眼睛 几乎要瞪出来一般 死死地看着对面之人 玄宁兄 玄宁兄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场内胖子 只是显然很满一种人的反应 他大笑一声 介绍道 想来诸位都认识这位修士 没错 奥天公子的最后一场死斗 索要对决的这位修士 正是当今尹氏古族组长之子 奥天公子的亲弟弟 玄宁 此次死斗 乃是生死战 胜利条件 只有一个 直到将对方杀死为止 疯了 全他妈的都疯了 两位身份尊贵的古族天骄 同为亲兄弟的二人 竟然要在这决斗场 进行生死战 混账 有尹氏古族之人 察觉到事态的不妙 大喝道 你可知你眼前二人 究竟是何身份 是谁给你的勇气 敢让他们死战 你天骑脚斗场 是想要找死吗 说话之人 乃是一位古族长老 胖子只是朝那人看去 呵呵一笑 不好意思 这件事 是这位玄宁公子亲口要求的 而且 也经过了那位大人的同意 那位大人 哪怕是你们 在场所有古族之人加起来 也比不过人家一根手指 胖子只是从来没有这么硬气过 不顾那被气得浑身抖冷的古族老者 他笑眯眯地大声道 诸位可现在吓住 今日死斗 千年难遇 莫要遗憾终生 那么现在 比斗开始 与此同时的至尊室内 苏臣骁看着下方一幕 眼中满是趣味 亲兄弟之间的战斗 当真是有趣至极 刘子山也是在庞青笑道 哥哥 两位古族玄家之人的决斗 托公子您的福 想来今日过后 我天骑脚斗场的名声 又将扩大一倍呢 就连奴家 现在都很期待 这两个兄弟之间 究竟是谁会赢 奴家就陪公子 在这包房里面 拭目以待 第39章 黑暗流主角 杀地屠足 以写正道 玄奥天眼皮狂跳 眼中满是怒火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亲弟弟玄宁 竟然会出现在此处 两人之间水火不容 一个是叛逆弃子 一个是最为优秀听话的世家之子 玄奥天眼神 犀利至极 犹如锋刃一般射人心魄 他声音沙哑 一字一句地质问道 玄宁 到底是谁让你过来的 是那老不死的东西 对面玄宁脸色平静 缓缓说道 兄长 久违了 是我自己主动要求前来的 兄长 既然你已经选择断绝 与我玄家的关系 那便不该在外顶着 我隐世古族玄家的名头 横行在外 包括 使用父亲 给你的神通功法 玄奥天眼中 闪过一丝杀意 闻言忽然放声大笑了起来 好好 我玄奥天早 就与你玄家 没有半分钱的关系 所使用的功法 也根本不是你那什么狗屁玄天鹿 说吧 陆仙剑赫然出现于手中 玄奥天紧握着手中陆仙剑 无情大道浮现于身侧 满头黑发 凌空乱舞 一股股恐怖凌厉的剑意荡漾而起 玄宁 既然你也一样 想要阻止我获得这资格令 那我便要看看 你今日有没有这个本事 来 死战 手中陆仙 凌空一战 汹涌澎湃的黑色剑芒撕碎一切 轰隆 脚下的大地寸寸崩裂 浩瀚恐怖的剑芒狂猛而来 凌厉至极 杀伐无双 他早就看这个夺走 自己一切的弟弟不爽了 而对面的玄宁也是同样 玄宁脸色平静无比的喃喃道 玄奥天 我也早就期待如此 唯有我 才是父亲最为出色的儿子 嗡 背后突然浮现出阴阳两极 玄天鹿运转 玄宁宝体避遇无瑕 手掌赫然拍出一击浪涌 卷起数十丈地蕴藏着 无数符文的白色大掌 朝着那剑芒轰去 轰隆隆 这是两大少年天骄 古族玄家兄弟之间的战斗 刹那间 激烈碰撞所迸发 而出的恐怖神盲 将整座决斗场都给淹没 这宛若山崩海啸般的神威 令在场观众席上的众人 宛若身临其境 好恐怖的实力 这便是古族玄家 全力栽培 而出的天骄吗 那令人骇然的光芒之中 一道怒吓声响彻 只见玄奥天手 迟路仙剑 滔天剑意与杀鸡层层 粉碎这股神力 他犹如一束漆黑的闪电 无论是速度 还是攻击 都达到了极致朝着玄宁杀去 玄宁 而玄宁此刻 也是脸色冰冷 右脚凌空一踏 脚下太极 两仪浮现 他张开五指 只见金色的符文缭绕 一股玄妙莫测的力量 弥漫而出 玄奥天 自你出现之后 我便消失在了父亲眼中 如果你 你永远不回到玄家就好了 以玄天路为机 阴阳古树为主玄宁 眼中神盲蹦射 沉喝一声 压出黑白交错的 平天一掌 朝着玄奥天压下 阴阳古树 震山岳 犹如星辰陨坠 十方苍领轻塌 这浩瀚瀚礴的一掌 还未落下 便让逼劲而来的玄奥天感 受到了一股庞大恐怖的压力 隆隆 这巨大的神威 一时间让玄奥天压力倍增 他放缓了速度 抬头看向头顶 那轰然坠落的黑白剧长 眼神冰冷的可怕 手中陆仙剑 爆出一道清脆的剑鸣 一缕吕锋力至极 可斩万物 却又无情无义的剑意 一圈圈的缭绕于剑身之上 玄奥天脸色愤怒 朝着上方 黑白剧长横斩而出 玄宁 我今日不要告诉你 即便你得到了那老不死 所有的心血栽培 你也绝非我玄奥天的对手 视天见诀 天明 见此一幕 玄宁冷漠地开口道 忘恩负义之徒 究竟是谁 得到了父亲的心血栽培 玄奥天 你虽是我兄长 但我们之间的修为 是你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 震 雨落 那黑白剧长气息 顿时暴涨数十倍 扩大了足足一圈 哄 伴随着一阵 恐怖的爆炸声 玄奥天所展出的剑芒 竟炸成粉碎 而那黑白剧长 却毫发无伤 欲逼欲尽 眼看 便要坠落下来 玄奥天紧握着露天剑 一身杀意惊天 他死死地看着那黑白剧长 冷声道 那你便睁大狗眼 好好看看 我玄奥天 偏要碎了你的神通 无名剑爵运转 之前斩交之木 复刻而出 玄奥天那凝练的剑翼 化为实体 比先前数量多上几倍的 无情剑气汇聚凝结 死 玄奥天一剑斩出 无数剑气 犹如咒密的暴雨 一般朝着空中 拿黑白剧长射去 剑斩八荒 轰轰轰 恐怖咒密的攻击 伴随着大神通击出 在这一道道 灵力至极的神通之下 那黑白剧长 竟出现了 丝丝裂纹 下一刻 便被那惊天璀璨的剑芒 给生生吞没 轰隆隆 犹如雷暴般的巨响 整座决斗场 都在震动 玄奥天如神似魔般 从神海中杀出 面对弟弟玄宁轰来的 无数人望着 这两大谷族 天骄之间的恐怖战斗 凭住了呼吸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这真是不死尽的战斗吗 想不到此生 竟然能够见到两位谷族 天骄浴血厮杀 今日这门票 当真是值了 这天起角斗场 真他妈太会玩了 饶式隐世谷族这边的天骄们 也无一不是脸色震撼万分 玄奥天 竟然能够和他弟弟 玄宁打得不相上下 这怎么可能 七傲忍不住的 吞咽了一口唾沫 这家伙竟然拥有这么恐怖的实力 至尊室内 捏得有些手酸的刘子山 看着下方一幕 美眸经验连连 差一万分地说道 这般年纪便有如此修为 不愧为隐世古族之人 刘子山坐在了苏晨潇一旁 看向一脸笑意淫淫的苏晨潇询问道 公子好像一点也不惊讶的样子 苏晨潇眯眯着眼笑道 别急 这两人都还有所保留 接下来才是好戏开场的时候 不出意外的 弟弟终究只是弟弟 在越境如同吃饭喝水般的天命主角面前 区区八个小境 根本就不是事 如果自己没有记错的话 那天命主角玄奥天的功法之中 好像还有一门黑骨精吧 暗纪元禁术 不属于诸天的功法 诸天历史曾遭受过阴暗面 玉外魔神的袭击侵略 老实说 对于那些奇形怪状邪魔歪道的功法 早就已经屡见不鲜 容忍度很高了 但暗纪元那些诡异生灵的功法却不同 不可说不可明 别说是修炼了 就连稍加触碰也会使人心性大变 仅仅是存在于此 其弥漫而出的气息便会浮射整个道羽 到最后所有人沦落为人人得而诸之的诡异生灵 曾有传闻称 暗纪元的开始 便是因为一本从未见过的黑皮古书 在某日忽然出现 将一遇生灵全都化作诡异开始 哎 玄奥天啊 玄奥天 这若是传出去 怕是大地级人物都得出现 黑暗流主角 好一个无情邪弟 想来这其中的邪 便指的是这黑骨精吧 相比之下 我这个反派也是正的发白 红的发紫 苏晨潇眼眸闪烁 看了眼玄奥天的人生剧本 随后失笑着摇了摇头 无情邪弟 人生剧本 杀地屠足 以血正道 第四十章 黑骨精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轰隆隆 决斗场内伴随着一道赤胜 黑白光芒的炸起 玄奥天整个人都被轰飞了出去 他浑身伤痕累累的从地上爬起 口吐鲜血 甚至连手中路仙剑都被轰飞 玄宁脸色冷漠 脚踏阴阳两仪 黑发披肩 他身上聚集了决斗场内 所有人的目光 犹如一位少年至尊 一般步伐缓慢地走来 玄奥天 看见了吗 这便是你与我之间的察觉 我玄宁自小到大便 刻苦修炼 从未有一天有所懈怠 你一直埋怨父亲 可你又何曾想过 若非你身上流淌着我玄家的血脉 你甚至连见我一面的资格都没有 玄奥天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掏出一枚丹药服下 眼眶中布满血丝 有些赤红 当听闻此言 他仰头大笑一声 眼中尽数是仇恨与不屑之色 好一个玄家天骄 我的好弟弟 要知道 你可是玄家的骄傲 而我 玄奥天 不过是家族的一个弃子而已啊 哄 雨落 玄奥天一身气息骤然暴涨在他身前 一道耀眼至极的神盲绽放而出 伴随着清脆至极的剑影之声 远处插在地上的陆仙剑竟开始剧烈地颤动了起来 砰 一阵巨响传来 陆仙剑化作一道黑色的长红 冲天起 在玄奥天手中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枚菱形圆盘 圆盘上镶嵌四孔 令人惊骇的剑意声声不息 不停流转 诸仙阵图 玄奥 你莫非以为 这便是我全部的本事了吗 可笑 诸仙阵图 起 玄奥天双眸神盲蹦射 他怒喝一声 手中那菱形诸仙阵图迅速飘浮而起 陆仙剑四受到了某种召唤牵引 静直朝着诸仙阵图而来 刹那间 一道由剑意所换化的阵法 将玄宁所笼罩在内 龙蛇起路 杀鸡涌动 见此一幕 台上的众人无疑不是面色惊骇 那锋利至极 浓郁的剑意似乎扑面而来 令人脸颊生疼 这是什么 剑阵 那剑法器之中 竟然蕴藏着一道剑阵 场内 也不乏有眼尖之人 似是想到了什么 影视古族中 有劳者脸色一变 有些难以置信 看向决斗场中 玄奥天的身影 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诸仙阵图 那岂不是说 这家伙所使用的那剑神兵 乃是通天仙剑 其中之一 坏了 传说通天 四剑各怀剑阵 杀鸡无穷 如果真是这样 那恐怕是不死尽九重的玄宁 也根本不是对手 玄奥天 你疯了吗 他可是你的亲生弟弟 玄宁无数次与你留守 你难道真想杀了他不成 有影视古族之人怒喝道 玄奥天满头黑发 狂乱飘舞 对于周围的一切都漠然无比 脸上的杀意 做不得假 他紧盯着被诸仙阵图 所笼罩的玄宁 我玄奥天 可从来不认得 这什么狗屁弟弟 以血为剑 陆仙剑为营 陆仙剑阵 玄奥天狂吼一声 诺大的剑阵 隆隆转动 已经打算拼死相搏 此时剑阵之中 每一寸空间 都迸射出灵力的路线剑气 令人防不胜防 扑痴 哪怕是玄宁 也一时不慎脸颊 被这灵力在的剑气滑 破出一道血淋淋的伤口 玄宁眉头一皱 以重重阴阳两翼之力护体 他的眼神 也逐渐的凝重 冰冷了下来 事到如今 你还是如直直迷不悟 既然如此 你就不要怪我不念血脉之情 玄奥天 休要在殿污 我鼓足玄家之名 受死 雨落 玄宁将苏晨销所给予的 暴元丹拿出服下 哄 仅仅是一瞬间 仿若无穷无尽的真气 涌现而出 玄宁浑身上下 便散发出一股汹涌澎湃之气 脚下阴阳两翼 急速转动 黑与白犹如 融合交织在了一起 他左右双眸 化作一黑一白 符纹流转 毫无保留地 将两翼神体 激活到了极致 隆隆 剑阵颤动 无数道杀意惊人的 陆仙剑气 呼啸而出 犹如暴雨梨花一般 密集海量的疯狂倾斜轰 哄 轰鸣声不断 玄奥天 双手掐出一记剑影 不顾一切地 将陆仙剑阵 催动到顶点 亲兄弟之间 如今都已经丧失了理智 只想在这搅斗场之中 绝出生死 够了 结束吧 剑阵内忽然响起一阵暴鸣 犹如火山爆发 岩浆喷涌 一束束黑白神光赤胜崩发 在所有人亥然的目光之下 竟直接从剑阵内击穿而出 玄奥天瞳孔猛地一缩 整个人显得难以置信 这绝不可能 陆仙剑阵启动 可是连锋 王靖强者都能击杀 而玄宁不过不死尽九重 怎可能冲破剑阵 轰隆隆 惊天动地的巨响炸起 半空之中 诸仙阵图与陆仙剑仿若 丧失了光滑 从空中坠落 玄奥天脸色突然一变 口中喷出一口精血 整个人的气息 一瞬间显得唯靡不振 脸色苍白至极 面对着汹涌恐怖的余波 他下意识地以双手抵挡 整个人像是断了线的风筝 一般被击飞了出去 碰 那漫天的浓雾之中 玄宁浑身都是剑伤 衣袍都被撕烂 宛若一个血人 他那苍白无比的脸色 被鲜血所遮盖 气息混乱无比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若非是公子所给予的抱怨丹 令他修为一瞬间 达到封王境 恐怕刚刚便要死在这剑阵之下 如今事已至此 两人都已经没有了 在回旋的余地 用尽浑身最后一丝力量 玄宁右掌拍出 脚下阴阳两仪 像是活了过来 一般化作阴阳交织的双龙 朝着玄奥天杀去 阴阳古今 无声天刚 那阴阳双龙咆哮而来 卷动着滔天的神威 这一刻 庞大的死意涌上心头 玄奥天有感 自己若是抵挡不住 必然死在这阴阳双龙手下 不 我不能死 是你逼我的 玄奥天 脸色争鸣无比 犹如蜂魔了 一般祭出了 自己最后的底牌 是你逼我的 他狂吼一声 刹那间 一股极其诡异 能够腐蚀天地的黑色古今 赫然出现于身前 这本残破的古今宝金风霜 被一缕缕黑色的气息所笼罩 蕴藏着 不属于这片天地 极度不祥未知的气息 第41章 青老出手 诡异神物 黑骨精一经出现 这邪恶至极的力量 便穿透了决斗场之内的屏障 令全场所有人 都浮现出心机的感觉 龙龙 滔天神通 阴阳双龙席卷来 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还未抵达 阴阳双龙在那不祥之气的蚕食下 开始消弥腐化 到最后 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连一点余波都没有惊气 远处的玄宁 脸色惨白 体力不知的他单膝 跪在地上 脸色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这是 当看见那开始侵蚀周围空间 甚至逐渐向外扩散的黑骨精之后 一向性情平和的玄宁 瞬间像是想到了什么 眼眸猛然出现滔天的杀意 玄奥天 诡异之力 暗纪元骨精 你这畜生 难道是想要害死这个道义的所有生灵吗 混蛋 哄 此言一出 顿时在整个决斗场内 掀起了轩然大波 暗纪元诡异 整个诛天之人无疑不知 识 什么 在场无数人浑身一震 脸上从震惊变成了惊恐 骇然 诡异力量 那家伙身上有暗纪元死精 逃 快逃 我不想变成那些诡异的生灵啊 他想要害死我们所有人 逃啊 传说暗纪元的开始 便是由一本黑皮古书 但凡与诡异有关的东西 一旦出现 便会将整个道义的生灵 尽数同化 整个决斗场内 此刻乱作一团 无数观战之人 神情恐慌至极 哪怕是那些影视古族天骄们 也是一点畏惧 走 这里不能呆了 想不到玄奥天身上 竟然有这种东西 我们快撤 决斗场内的玄奥天 就像是瘟疫源头 一般令人唯恐不及 定 天命主角 玄奥天暴露诡异古今 身败名裂 天命只损失三万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之三万 定 天命主角 玄奥天与包地玄宁关系 彻底决裂 天命只损失五千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之五千 系统的奖励声不断响起 当感受到这股不祥气息 刘子山被吓得花容失色 他没有想到 玄奥天身上 竟然会有这种东西 鬼异 这家伙 怎么可能 天起角斗场 完了 哪怕是清劳脸色 也是微微一变 立刻想要出手 他身为准地 自然知晓鬼异 又一次出现 意味着什么 这时 一道淡笑声响起 只见苏辰霄 有些慵懒得伸了个懒腰 笑吟吟地说道 唉 欣赏了这么久 也是时候出手了 这般可怕的东西 可不应该出现在诸天之中 决斗场内 玄宁神色愤怒至极 他死死看着对面的玄奥天 怒吼道 玄奥天 你疯了 你这是想要 让我整个古族玄家 都给你陪葬吗 被黑骨精的不祥之气所包裹 玄奥天 似乎也受到了些许影响 他整个人的气息 在以恐怖的速度恢复 脸色疯狂地打笑道 哈哈 那又如何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既然我玄奥天 将这黑骨精暴露 那也就根本不打算 让你们都活着回去 玄宁瞳孔一缩 天目 玄奥天壮若蜂魔地大吼一声 哄 在持有者的催动之下 黑骨精赫然迸发出了一股 难以置信的力量 黑色的不祥之气 将整座决斗场所笼罩 那些打算逃走 或使用传送服录之人 皆是被打断 停顿在了原地 为什么 传送服不可用 这是什么 玄奥天一身气息恐怖 争宁无比地大笑一声突然 轰隆隆 一道无可匹敌 神力澎湃 犹如浩瀚汪洋一般的无上神通 坠落了下来 金色的神盲照耀天际 仅仅是一击 便将这决斗场圣经阵法 以及这诡异天目粉碎 问 黑骨精释放出一个 极其害人的力量 将玄奥天笼罩 但即便有诡异力量的庇护 玄奥天也在此刻 犹如泰山压顶一般身躯一阵 浑身骨头都寸寸破碎 扑 这是什么神通 帝威 这是帝威 莫非是有大地降临 这时 一道玩味的声音从空中响起 好了 是时候结束了 接下来 是帝族苏家办事时间 帝 帝族 当听到这个声音 决斗场上万人脸上都显得难以置信 瞪大了双眼朝着空中看去 只见高空之中 一位容貌俊美 一袭白衣不染尘埃 宛若折仙一般的贵公子 从空而降 其神体如华 无暇无缺 全然不似这方世界的人物 而在其身旁 一位身材勾搂的黑袍老者 一身修为犹如深渊 深不可测 金色的神芒 弥漫而出 澎湃如海 将那位公子保护于其中 不受那诡异不祥之气 侵扰半分 准帝 那人是准帝 这究竟是何人 见来人 玄宁单膝下跪 立刻大声道 玄宁见过公子 苏臣萧萧营的看了眼下方寻傲天 眼眸有些细血的白手道 暗纪元的东西 当真是令人惊讶 黑骨精 蕴藏着诡异之灵 不破不灭 可侵蚀世间万物 将其化作不祥生灵 一边说着 苏臣萧一边看向地上那路仙剑 以及诸仙阵图 大手一抓 将这两件神物收入囊中 忍不住嘖嘖赞叹道 诸仙阵 好宝贝 定 天命主角 玄宁天失去天命 至保诸仙阵图 天命值损失五万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值五万 定 天命主角 玄宁天失去天命 至保路仙剑 残 天命值损失三万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值三万 混蛋 那是我的诸仙阵图和路仙剑 见自己法宝被夺 玄傲天呼吸一掷 死死等着眼前来人 可当察觉到苏臣萧身旁 那位秀为惊人的老者之后 他那凶狠的眼眸 闪烁片刻 随后不假思索 直接催动黑骨精爆射 去一记恐怖至极的黑色神通 哼 清老怒喝一声 拂袖 直接将这道神通震碎 虽是暗纪元的东西 但你莫不是以为仅仅凭借此物 便能够对付准帝 第四十二章 诡异古今暴露 天命主角身败名裂 准帝 帝族苏家 那位绝对是帝族苏家的公子 像是想到了什么 影视古族中七奥松了口气 大喜国王 玄傲天 你可知你面前究竟是何人物 你持有暗纪元古今 罪该万死 现在还不乖乖束手就擒 切莫害了你副族玄家 给老子闭嘴 玄傲天咆哮一声 他深吸一口气 恶狠狠地看了苏晨霄 以及远处的七奥一眼 声音冰寒 犹如来自九幽一般威胁道 你们 都给我等着 说吧 玄傲天便准备催动神通 逃脱此地 可就在这时 苏晨霄身旁的青老动了 青老冷笑一声 你认为 今日你还有机会逃得掉吗 滔天威压坠落 神盲乍现 准地境之力 犹如坠日一般化作 金色大印 镇压而下 轰隆隆 仅仅是一息之间 便将这整座决斗场 都给生生崩碎 玄傲天所在之地 更是出现了一个 惊人的天坑 啊 痛苦至极的惨叫声响彻 玄傲天 犹如一滩烂泥 一般浑身是血 凄惨无比地躺在坑内 在准地境大能面前 他甚至连使用那 黑古经的机会都没有 若非是公子在场 这还清老留守 之后的结果 清老眉头一皱 忽察觉 那本古经之可怕 刚刚竟连自己 准地神通都被侵蚀 暗纪元古经在此 若沾染上一丝 便有可能使人 神智疯狂 化作鬼物 所以他不敢离开公子 身旁分毫 没死 望向下方 被浓郁至极的 不祥之气所包裹 几乎快要消失的玄傲天 清老再次施展出 一道惊天神通 轰隆隆 而就在这时 那本鬼异黑古经 竟迸发出 一道璀璨无比的黑色光芒 犹如万物凋零 天枯地毫 从那黑古经之中 竟然赫然出现了一个 人形模样的影子 影子朝着上空的清老 咧嘴一笑 露出森然雪白的牙齿 随后直接卷动着 生死不知的玄傲天 赫然消失于场内 只留下那腐蚀一切的 不祥之气 直至玄傲天的身影 消失于决斗场内 他所存在的那片天地 都已经被污染 见清老还想出手 苏沉潇摆摆手 淡淡地开口道 行了 苏沉潇满不在意的 戏血一笑 那黑古经 竟然还有灵智吗 有趣 到底是暗纪元的东西 连大地都不好处理 我苏家不躺这趟浑水 剩下的 就交给他们 影视古族玄家 自己去处理吧 摧毁这些诡异之物 不仅费力不讨好 稍有不慎 更是要承担起 让一玉生灵 化作诡异生物的风险 承担千夫所指 清老文言微微汗手 收敛了一身恐怖的修为 站在一旁 没有说话 苏沉潇咪着眼 把玩着手中的 颤名不止的陆仙剑 与诸仙阵图 在其身前 系统展开了一张 硕大的地图 地图之上 有一颗红点 正在快速移动 系统标记 苏沉潇咪笑着说道 只是玄奥天 你又有多少天命值 可以挥霍的呢 一片狼藉的决斗场内 在经历了 玄奥天一世之后 在场所有人 都有一种 劫后余生的感觉 当见那位帝族公子 身旁的老者 将被侵蚀的空间粉碎 不少不朽道统 苏沉潇摆摆手 但笑着说道 随手之事 无妨 本公子 本来只是想看一出好戏 却不料发生这种事情 诡异生灵 与我朱天 有血海深仇 自当是人人得而诛之 说到这 苏沉潇叹了口气 有些遗憾道 只是可惜 那古今黑古今 诡异不凡 连准地 都没办法杀他 此言一出 在场之人 无意不是钦佩至极 不愧为帝族公子 要知道 曾经的暗纪元 便是由地族苏家的大帝 率领着诸天修士们 撕破了那片黑暗 影视古族七傲 神色敬畏的 拱手开口道 公子大义 若非公子出手 恐怕我等 极有可能 惨死在那玄奥天手中 亦或是变成不祥 谁又能够想到 那玄奥天 竟然有这种东西 发生了这种事情 其背后古族玄家 也难逃其责 周围其他人 也是纷纷点头 脸色愤然道 使用此物妄图 杀光我们这里所有人 玄奥天齐心可诛 待回族之后 此事 我必然要禀报足了 坎明道语埋藏着 这样一个炸弹 随时都有 霍乱诸天的风险 此时玄宁 也是脸色苍白的 从远处而来 他眼中满是羞愧之色 若非是那没报元丹 自己恐怕早已死 在玄奥天见证之下 公子 玄宁有副公子所望 苏晨潇淡笑一声 拍了拍他的肩膀 人没事就好 将这个吃下去 储物界纸泵 发出一道白芒 随手之间 便是一枚生机勃勃的 倾底丹送出 此物莫非是倾底丹 当感受到那浓郁至极的 惊人生机 在场不少 天骄眼神骤亮 皆是一脸艳羡的 看向一旁玄宁 他们现在才知晓 为何玄宁会出现于此 原来今日上方 至尊阁中的贵人 便是帝族公子 而玄宁 却是陪行 这位公子大人 一同前来 玄宁大为所振 看着眼前 脸色温和的苏公子 只觉心底一酸 与此同时 坎明到于一处 荒无人烟的山脉之中 不祥之气 阴云缭绕 周围的山脉 与参天古树 瞬间被侵蚀为灰烬 以极为恐怖的速度 扩张出去 玄奥天那狼狈不堪的身影 出现在了此地 嗨嗨 他趴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吐出鲜血 玄奥天双眸赤红 满是仇恨与怒火的低吼道 为什么 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他 在其身旁的漂浮于空中的 黑骨精中 若非是无出手救你 你早就死在那准地手中了 玄奥天身躯一阵 地族 苏家 他如何不知晓这个名字 诸天十大地族 每一个都是至高无上 不可侵犯的存在可以说 隐士古族在任何一个地族面前 都弱小得犹如一只蚂蚁 更别说那人还来自于地族苏家了 第43章 古族玄家完了 最后的遗言 可以想到自己 不仅暴露了最大的底牌 日后将被无数人追杀 又是两件至宝被夺 玄奥天便气愤地疯狂垂地 大吼道 可恶 可恶啊 黑骨精中那道声音 又一次响起 你啊 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里恢复 待赤允葬的开启之后 得到那件东西之后 便离开这方道屿 找一处无人之地修炼 放心吧 有无助你 百年之内 必成大地 结结 赤允葬地 可自己根本没有 能够进入的资格令 忽然间 像是想到了什么 玄奥天眼中 闪过一丝冰冷沙意 寒声道 事已至此 就算再多上一份罪面 那又如何 一日后 隐士古族玄家 大殿外 一众玄家长 老门面如死灰 跪在殿外低着头 瑟瑟发抖一句话 也不敢说 整个玄家 都被一股 极度压抑的气息所笼罩 碰 唯有大殿内 那一阵阵咆哮 与瓷器 被砸碎的声音传来 那畜生 当真是疯了 暗纪元的东西 也敢留于身上 他这是想要 害死我们古族玄家吗 漆黑压抑的主殿内 玄佑怒不可遏 哪怕有外人在此 此刻他的脸色 也近乎于扭曲的 疯狂砸着东西 已经有数百年 没有这么是失态过了 苏晨潇静静地 看着这一幕 在旁不紧不慢地喝着茶 勾结暗纪元 诡异生灵的罪名啊 除了曾经带领 诸天摆脱黑暗的 各方地族 能够解释脱身之外 别说是小小一个玄家了 恐怕就连那些 拥有大地的超级道统 万古圣族都承担不起 也无怪乎 身为一族之长的 玄佑会如此失态 不知过了多久 玄佑方才如同贪软一般 贪坐在家主之位上 双目失神 又哭又笑道 想我玄佑一名千载 却不料生出了 这么一个离经叛道好儿子 手足相残 身怀人人得而诛之的 暗纪元古今 这些 难道都是 对我玄佑杀兄屠亲的报应吗 都是报应吗 此刻跪在殿外的玄宁 当听到父亲的咆哮后 再也忍不住冲了进去 父亲 可他一进来 便呆愣住了 周围一片狼藉 玄佑从未见过父亲 如此失魂落魄 颓废的模样 这一刻 身为影视古族组长的玄佑 一时间心气全无 有的 只有那浓浓愧疚与懊悔 玄佑不由鼻尖一酸 上前道 父亲 玄佑看了他一眼 有些无力地开口道 是宁儿啊 宁儿 为富愧 对列祖列宗 愧对你母亲的嘱咐 玄家 要完了呀 是毁在我玄佑的手里 玄佑浑身一震 恍惚间 只觉是天塌了 他无法想象 一向英明伟岸 威严无比的父亲 竟然会说出 这般绝望的话 与玄佑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他一步步地朝着 前方爬去 拉着父亲的双手 大声道 父亲 求您别再这么说了 我玄家乃是毅力 诸天万年的影视古族 是不会玩的 玄佑扬起头壁着眼 他躺在这家主的位置之上 整个人像 是苍老了数百岁 一般悠悠地说道 古族骂 可我玄佑 却承担不起妄图 重启暗纪元这个罪名 昨夜古族七家 传来消息 你哥哥玄奥天 他夜袭几位古族天骄 将七傲与其他六名古族之人击杀 并夺走其身上的资格令 不日 七家便会率领一众人 与其他各个古族道统之人 前来问罪 什么 当听闻此言 玄宁呼吸一致 几乎是咬牙切齿的低吼道 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神色憔悴 他紧盯着身前玄宁 伸出大手 放在了他的脸庞 温和无比地说道 宁儿 是为父便有愧于你们 你们的娘亲走后 为父接替着族长之位后 更是疏忽了 对你们关爱 一直以来 你都责怪为父 过于偏爱你哥哥傲天 可为父 之所以如此纵容 你那哥哥傲天 那便是因为你娘走后 最后嘱吐我的一件事 便是让我好好照顾天 你虽当了质子三年 但我和你母亲 却在你小的时候 将所有的爱好 无保留的给予给你 而天儿那孩子 那时还在其他道于受苦 玄宁泪如雨下 哽咽无比地大声道 父亲 求您别再说他了 玄宁笑着摇了摇头 他从未展现出过 如此慈爱温和的一面 宁儿 你无论是性格 还是长相 都像你娘 而天儿却随我 我知道 我在你们心中 一直都是个不好的父亲 但为父今天 要告诉你的是 宁儿 在为父心中 你一直都是最为 听话懂事的好孩子 也是为父的骄傲 就像是在交代一言一般 玄宁一口气 说了很多 玄宁浑身颤抖不止 他从未有一天 不曾想得到父亲的肯定 但绝对不是现在 而就在这时 殿外传来 玄家大长老的声音 族长 族长 尹氏古族七家 赵家 明家 还有几个道统势力 都来人了 当听到这声音后 玄宁点点头 目光闪烁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他轻轻抚摸着玄宁的脸颊 慈爱地 替他擦去眼角的泪痕 轻声道 宁儿 你长大了 我走之后 若是他们愿意 放我玄家一线生机 我玄家依旧存在 那么以后 你便是我玄家的组长 玄宁紧紧地 抱着父亲的手臂 跪在地上低着头 苦苦哀求道 父亲 求您 求您别再说了 您不会有事的 见到自己的儿子这般模样 饶食内心强大的玄宥 那深邃的眼睛中 又不忍浮现出 一道泪光他现在才发现 从天儿回来以后 自己有多么疏忽 对于小儿子的关照 可为什么 发现得这么晚呢 玄宥笑着摇了摇头 最后轻腻地 揉了柔玄宁头发 然后起身看向安静 坐在一旁的苏晨潇 走了过去 苏公子 这里面 是我玄宥全部的家当 以及我古族玄家 历代积累的一半资源 苏晨潇抬头 看向眼前的玄宥道 玄组长 这是何意 第44章 谁有资格证明 那不知本公子 够不够资格 玄宥双手抱拳下跪 像是进行临终的托福 最后的嘱托 一般低着头开口道 子不叫 父之过 天儿能够做出 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 自然是与我这父亲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我那好孩子 宁儿是无辜的 只请苏公子 看在这些薄力的份上 庇护宁儿一命 从今往后 全子愿为苏公子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苏晨潇沉默了一会 老实说 自己不是什么好人 但或许 是在玄宥的身上 看到那为人父母 最后的慈爱 不由想起了 自己亲族家人 苏晨潇 借过那枚储物戒指 平静地点头开口道 明白了 去吧 玄宥身躯一阵 脸上露出无尽的感激之情 他知道 能够在无数古族 与不朽道统之间 保下自己这幼子一条性命的 也唯有来自 帝族苏家的这位公子了 父亲 不要 玄宁只觉浑身无力 在后方苦苦哀求 玄宥缓缓起身 最后看了眼玄宁 随后一击钢气 将其击晕 朝着苏晨潇 最后一拜道 苏公子 再见了 苏晨潇点点头没有说话 望着玄宥 那高大离去的背影 眼眸闪烁 把玩着手中的储物戒指 自顾自的喃喃道 玄奥天 你有一个愿意替你 承担背负下一切罪名的好父亲 可为什么你就是感觉不到呢 按照玄奥天的剧本来看 从史之中 玄家都无愧于他 仅仅只是他单方面地认为 这一切 都是玄家所亏欠他的 今日所发生的一切 都被自己以留影时记录下来 苏晨潇倒是很想看看 在这天命主角 濒临死亡 陷入绝境之时 看到这一幕画面 究竟会不会后悔 苏晨潇缓缓起身 朝着殿外走去 屋外天空乌云密布 黑压压的一片 似有电闪雷鸣 酝酿着一场暴风雨 即将来临 此刻玄家殿外 玄家族长玄幼 与一众长老们 望着高空中 那来势汹汹的各族之人 玄幼 你儿子玄幼天杀 我幼子七傲 我二 惨遭这无妄之灾 我七空 就这么一个儿子 你玄家今日 若是不给我一个交代 我古足七家 与你不共戴天 当见到玄幼出现 上方一位怒火滔天 面容苍老的老者 怒吼道此人 乃是七家族长七空 他老来得子 对于七傲从小到大 都是疼爱的不得了 如今七傲身孕 他比在场任何一个 都要无比心痛 我孙儿也死在 你儿玄幼天之手 你们玄家勾结 我等古足 便要替天行道 将你们这群 背叛诸天之徒 从隐世古足之中抹去 休要在电窝 隐世古足的名声 轰隆隆 天空中怒雷闪过 在这数以千计古足 与道统之人的 恐怖威压之下 玄家上方的天空 似乎都要崩塌一般 一众玄家长 老门瑟瑟发抖 脸色绝望至极 家主 玄幼深吸一口气 面对这来者不善的众人 大声道 这些事 我玄家认了 子不教父之过 乌尔傲天所做之事 身为父亲的我难逃其责 我玄幼愿意以死谢罪 将我玄家所有资源 当作赔礼 只求诸位 留我玄家一条生路 但若要说我玄家勾结 暗纪元诡异生灵 那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上方之人不依不饶道 死 玄幼 我等这么多人前来 你认为 就凭你一死了之 就能结束了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今日不灭你全足 难消我等心头之恨 你儿子玄傲天 在天启决斗场使用的暗纪元古今 可是有成千上万双眼睛 亲眼所见 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好交代的 若说 你玄家与暗纪元诡异生灵无关 谁能证明 谁信啊 玄幼眼中光芒闪烁 他知道 除了玄傲天击杀的那几个古族之人以外 在场更多的 只不过是想要借助这个借口 将玄家给抹出分赃而已 而就在这时 玄幼后方的殿内忽然响起一道淡淡的声音 本公子给他证明 从殿内走出 倾劳紧随其后 玄幼眼神一亮 感激无比的拱手道 苏公子 多谢 上方七家族长七空眉头一皱 冷冷地说道 你证明 乳秀未干的毛头小子 你又是何人 可此言一出 一旁其他古族之人像 是想到了什么脸色 骤然一变 一旁几位七家长老 更是倒吸一口凉气 表情像是见了鬼一样 赶忙来到 七空身侧富而小生 说了些什么 族长 别说了 那位好像是地族苏家族长的公子 你说什么 七空文言一瞬间瞪大了眼睛 一瞬间想死的心都有了 恨不得撕烂自己这张臭嘴 你他妈的怎么不早说 是想要害死本族长吗 他恶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 随后赶忙带着一众七家长 老门屁颠屁颠地来到下方 浑身颤抖 恭敬无比地说道 在下古族七家族长七空 见过苏公子 其他古族之人 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下来 根本不敢站在这位头顶之上 犹如下饺子般唯恐不及腹海道统 见过公子 古族赵家 见过公子 明家见过公子 公子之名 小女回族后 还时常与我提起 一个个活了成百上千岁 古族族长级别 身份尊贵的大能们 此刻在苏晨潇面前卑躬屈膝 恭敬得像是个吓人一般 苏晨潇看了眼眼前来人 目光停留在七家族长七空身上 淡淡道 本公子替他证明 暗计元古今之事 全都是玄奥天意人所为 有问题 七空一瞬间没了来时 那般气焰 诚惶惚恐 求生欲极强地低着头说道 既是苏公子您作证 那必然不可能有一点问题 此事全都是玄奥天意人所为 苏晨潇扫了眼其他人 而等哪 第四十五章 献圣人道果 我以天道启事 此刻的场面 一时间有些微妙 本来还是前来 兴师问罪的各方势力大佬 所有人都在苏晨潇面前 如同小鸡灼米一般拼命点头 这位地族公子大人 不会是 想要保下玄家吧 所有人心中 暗暗想到 七空心里 更是难受至极 自己死了唯一的儿子 想来报仇 本就天经地义 可这位地族公子 一出现 别说是报仇了 怕是自身都难保 古族玄家何时 攀上了无上地族这般高知 就在众人疑惑之时 玄又脸色平静地开口说道 诸位族长 我明白 各位心中 对犬子的不满 只是冤有头 债有主 一切我玄又愿意一人承担 只求诸位 能够念在同为隐士补族的份上 饶过我玄家 其他无辜之人 说吧 身为古族族长的玄又 直接双膝跪地 朝着七空等 一众古族族长一拜 这 在场所有人都惊了 一个个瞳孔更大 显得难以置信 玄又劈头散发 抬头朝着 在场所有人开口道 我那无知孩 上还年少 一时误入歧途 我死后 愿以浑身精血神魂为瘾 结圣人道果 玄家宝库 就在后殿 其中有我玄家 历代以来的积累 玄又别无他求 只求诸位 将这些带走之后 能够平息一丝心中怒火 日后抓住我那傲天孩之后 饶他一命 在意中大能的 难以置信的目光之下 玄又手中 酝酿出一股 极其恐怖的圣人之力 口中高呼有愧 于历代先祖猛地拍下 碰 族长 一众玄家之人 死死瞪大了双眼 一代影视古族 圣镜族长身孕 定 天命主角 玄奥天生负身孕 失去古族玄家庇护 天命值大伤 损失十万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值十万 瓮 在他死后 一身恐怖磅礴的修为 与圣力凝聚成一枚金色的光团 出现于胸口之处 选择凝结圣人道果 便要牺牲自身的一切 玄又的肉身 金血 神魂 都化作灰烬 慢慢消失于天地之间 直至片刻 一地流沙被微风吹散 这个世间 仿佛从未有这个人存在一般 在地上 一枚蕴藏着无尽神华 圣力澎湃 金银剔透的圣人道果出现 在场所有人见此一幕 一时都有些沉默了 谁人不知 眼前这位乃是古族玄家手段 最为狠那一任组长 不仅手段通天 更是带领着玄家 短短几年时间里 跃上了一个阶梯 乃是一介枭雄 而就这样的人物 如今却为了自己的儿子事情 给他们赔礼下跪 以死谢罪落下了帷幕 不少人心中怒火消散大半 面面相去 难免有吐死湖碑的感觉 甚至连儿子死了的七空 也是连连皱眉 叹息着开口道 可怜天下父母心 玄族长 家门不幸 你这又是何苦呢 同为父亲的他 能够理解玄佑的心境 但丧子之痛 却不能够因此而平息 唯有以玄奥天的鲜血 方能祭奠自己孩儿的在天之灵 七空看了眼在场玄家 一众痛苦绝望的长老们 悠悠道 你族族长 为了保全玄家 今牺牲自己 我等若是再要深究 倒是显得不尽如人意了 此事作罢 你族逆子 玄奥天我等会亲自出手 若是他还与你们玄家 有不亲不楚的关系 就休怪我七家不讲情面了 今日之后 也代表着影视古族玄家 不复存在了 大长老此时站了出来 满脸悲痛的拱手道 我玄家明白 至于这枚圣人道果 在场一众人相识一眼 眼中都闪过了些许贪婪 圣人道果 内含圣道 可以说 有了他 想要跨入圣人境 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玄佑身为杀出来的族长 本就实力不俗 其圣道至少也是上位 多出一个圣境强者 对于他们古族而言 可谓是巨大的提升 众人商议了片刻 最后以七家族长七空为首 他们还是一致决定 将这枚道果 献给这位帝族公子 苏晨肖挑了挑眉 给我做什么 七空双手 小心翼翼地捧着那枚圣人道果 恭敬无比地 来到苏晨肖身前 说道 苏公子 我等之前有眼无珠 多有冒犯 这没圣人道果 我等一致决定 将其献给苏公子您 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比起心中的贪婪 他们更为畏惧的 眼前的这位帝族公子 诸天浩瀚无穷 隐世古族与不朽道统 更是不计其数 但至高无上的帝族 却只有十个 哪怕其族之人所蒙养的妖兽 他们都不敢得罪 更别说 眼前这位乃是帝族苏家的族长之子 不仅如此 那玄家的宝库 也还请公子您笑呢 苏臣萧咪着眼 咧嘴一笑 也没有跟他们客气 直接将这没圣人道果接过 淡淡道 那宝库就算了 自行分配吧 你们来报仇 要做什么 本公子不干涉 只是那玄奥天身怀古今 一日不除 对于诸天来说 便是一日的隐患 若是实在找不到人 我帝族出手 也不是不可 众人文言心底一阵 要是这件事 传到十大帝族之中 那么到时候 所受到牵连的 可就是他们隐士古族所有人了 七空赶忙道 苏公子还请放心 我七家有溯源追血之法 只要这玄奥天 还在这砍明道役之内 就根本逃不出我等的追捕 老朽就不相信 连他父亲身允这件事传出去后 他还能够无动于衷 苏臣萧微微汗手 白手道 本公子有些累了 这里就交给你们自己处理 苏臣萧回到的主殿内 只留一众人在此地面面相去 一个时辰后 各方古族道统来人尽数离开 族内所有长老们都身披丧服 准备为族长处理后事 玄家的天空上 似乎有着一片挥之不去的阴霾 此刻主殿之内 苏醒不久的玄宁 失魂落魄地坐在地上 久久失神 苏臣萧就静静地坐在一旁喝着茶 整个殿内冷冷清清 只有三人在场 不知过了多久 玄宁颤颤巍巍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来到苏臣萧身前 他那满头黑发变得苍白 血红的眼睛下挂满着泪痕 玄宁脸色此刻平静地有些吓人 请公子帮我 他知道 如今只有一个人能够帮助自己 苏臣萧看了他一眼 眼神平淡 犹如一位不带任何感情的上位者 缓缓地开口道 帮你什么 玄宁眼中浮现出无比的疯狂之色 他发誓 自己一定要亲手杀了那个害死父亲 不知悔改的畜生 他毁了自己的一切 我愿以毕生修为与神魂向天道启示 只要公子能够帮我杀了玄耀天 从今往后玄宁这条贱命 便是苏公子你的 愿勇生勇是尊公子为主 PS 十万字了 还请老爷们点点催更追读 好评一下 压压磕头败谢 砰砰砰 第四十六章 追谢溯源 借血一用 玄宁双目赤红 眼中满是仇恨的怒火 当说出这句话之后 在其身前缭绕起了一根根纤细 无比白色线条 那些线条不断交织变化 化作一枚眉蕴藏着天道之韵的符纹 玄宁咬破食指 以血渴压 刹那间 那些符纹 炸开成白色的星光消散 不可违背 天道契约 苏晨潇脸色如常 紧盯着他的眼睛许久 最后平静地说道 起来吧 他跑不了 戴斥允葬的开启之时 便让他与那暗纪元黑骨精 一同埋葬在那里好了 玄宁闻言大喜过望 重重地磕头叩手 大声道 玄宁谢过公子 玄家所发生的事 在隐世古族之中 掀起了不小的波动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这样一位手段 狠纳果决的族长 竟然会因为自己的儿子 选择自尽 但抓捕玄奥天一事 并没有因此落下帷幕 隐世古族各族 联手封锁了这处盗狱 同时间 发布了重大悬赏 但凡能够抓捕 亦或是提供 玄奥天消息之人 都将得到巨额的奖励 在这高昂的奖励之下 哪怕是冒着 被暗纪元鬼物侵蚀的风险 也依旧有无数修士趋之若鹜 疯狂地寻找着玄奥天的踪迹 此刻 雾林山脉之中 这寂静无比的古老森林内 爆发出了一道巨大的震响 轰隆隆 都给我死 玄奥天浑身是血 脸色疯狂猙獰的 将出现与此的数十位修士 给击毙 他右手抓着一位 不断挣扎的古族修士 强行进行搜魂 问 在强行摄去了 对方的记忆之后 玄奥天浑身开始 不断颤抖 眸光慎人 不顾对方痛苦淒厉的惨叫声 右手猛地用力 生生将其头颅给捏爆 碰 大量的鲜血 建设于他脸颊与眼眸 父亲死亡的消息 让玄奥天悲痛至极 忍不住仰头狂吼一声 啊 飞骨精漂浮在他身侧 释放出一股诡异无比的力量 将周围的尸体都给销毁 影子出现于玄奥天身旁 看着跪在地上 颤抖不止的玄奥天 结结地怪笑道 怎么 你不是很痛恨你父亲的吗 为何知道他死了的消息之后 反而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哄 玄奥天一拳拳 疯狂轰击着地面 哪怕双手都已经血肉模糊 却依旧没有停下 直到大地被砸出一道深坑 玄奥天方才悠悠抬起头 那星红无比的双眼 两行血泪流下 黑骨精所产生的影子 在旁嘖嘖赞叹道 多美妙的眼神啊 我在你眼中看到了仇恨 怒火 玄奥天冷冷地转过头 一拳朝着影子轰出 咆哮道 你给我 闭嘴 可他的攻击 却仅仅只让影子消散了片刻后 又重新愈合 那个老不死 明明是为了玄家而死 却要美其名曰的 说是为了我 这些 全都是他欠我玄奥天的 难道他以为这样 我就能够原谅他了吗 永远也不可能 从今往后 自己再也没有 什么狗屁的血脉羁绊 没有任何人 能够管束到自己 无论是谁 我玄奥天想杀就杀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念及此处 玄奥天好似 疯了一般的 仰天大笑了起来 甚至连眼眸 都被一缕缕黑气轻染 浑然没有察觉到 一旁的影子 裂开满 是獠牙的嘴 不停地怪笑 一日后 玄家千机封顶 一道巨大无比的赤色漩涡 毅立山顶 周围设立屏障 若没有资格令之人 根本无法入内 数万人聚集于此 等候着今日赤允葬的开启仪式 苏晨潇坐在手座之上 身旁几位古族族长 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 你们说 今日便能抓住那玄奥天 苏晨潇有兴趣地 看向一旁的七家族长七空 七空脸色尊敬地拱手道 回公子 玄奥天杀我幼子 夺走其身上的资格令 魏德便是进入这赤云藏地 如今 我等已经封锁了 整个坎明道云 若是辞子想要逃走 唯一的办法 便是通过赤云藏地内的 太古传颂阵 玄奥眼神冰冷扫过下方 一众人群沉声道 或许他现在就隐藏在人群之中 苏晨潇但笑着说道 可需要本公子帮忙 七空与其他几位族长对视一眼 皆是自信满满地说道 公子 我等好歹 也是四位圣经在场 若是连一个小小不死尽的弃子 都抓不住 岂不是令人一笑大方 另一位族长也是保证 四位圣经亲自出手 要是还捉不住玄奥天 不如找块豆腐撞死在场 这该死的既是感 苏晨潇文言脸色有些古怪 没再说话 问 系统面板展开 系统地图上那明亮闪烁的 红点就在此地 苏晨潇潇盈地朝着下方人群之中看去 只见人群之中 一位身披灰色斗篷 面容粗狂的汉子赶忙低下了头 该死的 这家伙不会是发现我了吧 石海之中一道怪笑声响起 怕什么 你可是有黑骨精在身 就算是暴露了 那又如何 你之前抢夺资格 令目的太过明显 我在此处感受到了沙阵的气息 怕是这群人早已布下天罗帝王 打算在今日将你揪出来 当听闻此言 玄奥天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沙意 不屑至极的小道 就凭这群家伙 以为这样就抓得住我玄奥天 他早已有所打算 苏晨潇收回了目光 坐在椅子上 左手慵懒地撑着头 低垂着眼眸 有些玩味地笑了笑 来得还是挺早的 闹吧 最好将这场面闹得再更大一点 反正 你身上也背了这么多罪责 也不在乎多上一条 右手轻轻一翻 白色毛球模样的死魂兽 赫然出现于手中 自从吞吃了一位 风亡精的神魂之后 死魂兽消化了很长一段时间 如今也算是从幼年期 进化为青年期 气息强大了不少 想来也是时候 能够发挥出一点作用了 约莫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玄家大长老 看向风顶那秘境漩涡 直到秘境玄颜色 变得鲜红彻底显现 他这才来到苏晨潇 与一众古族族长身前 恭敬无比地开口道 时机已到 可以进入赤云葬地了 七空点点头 他与周围古族族长 相互对视一眼 视一可以开始行动 早在来时 他们便信心满满地 布置好一切 七空冷笑一声 开口道 那么 便开始吧 玄宁 借血一用 第47章 天罗帝王 死魂兽 开饭了 玄宁闻言 干脆利落地在指尖 划出一道血痕 七空咧嘴一笑 眼中金芒闪烁 玄耀天 虽不知 你是用什么办法 躲避我等神念窥视 但现在 也到此为止了 追血溯源 问 玄宁手中鲜血 被牵引而出 那鲜血 化作一道弧光 闪过七空霜 眼七空神目如电 迅速地扫视过 下方人群之中 很快便锁定 在那个大汉身上 找到你了 七空眼神一亮 立刻大喝一声 就是他 动手 不多废话 一旁三位圣境族长 皆是抱起出手 磅礴的圣威冲天而起 其中一人大喝道 玄耀天 今日看你往哪里逃 风天锁地 另一人直接起阵 哪怕面对 是一位不死境后辈 几位古族族长 也丝毫没有留守 暗纪元古今 诡异至极 哪怕是在不死境手中 也不容易小觑之物 狮子薄兔意尽全力 过分的轻视 只会后患无穷 龙龙 大阵轰然轻塌 震动天地的巨响传来 这猝不及防的一幕 令在场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阵法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七家族长 还有赵家 明家 他们这是要做什么 一层层的大阵迅速而起 整个千击风 仅仅是在眨眼之间 变化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墙壁 无数粗壮无比的灵器 锁链交织缠绕 仿佛将整个天地 都封闭了一般 太古绝命阵 太古锁龙阵 太古魁水阵 里外三层 密不透风 不知道是不是玄奥天天命值 现在太低了的原因 失去了降之buff 见此一幕 饶是苏晨霄 都不由愣了愣 MB 苏晨霄 看向冲入人群之中的毫无保留 大展神威的四位古族组长 有些感叹道 真狠啊 怪不得之前 他们信誓旦旦地 跟自己保证 这三套阵法下来 别说是不死境 怕是圣境巅峰 都将叠血当场 不仅仅是苏晨霄 下方隐藏了身份的玄奥天 在见到三大阵法升起后 更是脸色周变 虽然早就做好摊牌准备 但他没想到对方 竟然这么看得起自己 玄奥天表情 跟吃了屎一般的难看 怒吼道 世明 你他妈的不是说 只有一个杀阵吗 另外两道又是什么东西 脑海中黑古晶之灵 也没有回话 似乎沉默了好一会 方才悠悠说道 用古晶 只要有古晶在 谁也不敢碰于你 面对杀来了四位圣经大能 玄奥天根本不敢有所大意 他脸上满是杀意 大喝道 混蛋 真当我玄奥天是你捏的吗 黑古晶 问 龙玉的不祥之气冲天而起 生生地撞击在了 上方的古阵之上 那诡异不祥的气息 开始迅速俯视着第一道绝命阵 可即便是这样 绝命之外 还有着锁龙阵与魁水阵存在 想要一口气将全部击碎冲出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轰轰 黑古晶之灵影子出现 影子随手便是数百道 恐怖至极的黑色神芒 朝着七空等人迸射而来 隆隆 七空与另外三位圣境大能阶 是祭出能够隔绝一切的法宝 七空身前出现一面 圣洁如玉的盾牌 那一束束黑色光芒 轰击在盾面身上 爆发出惊天巨响轰 诡异的力量开始不断地侵蚀 蔓延于盾牌之上 隐约要透过盾牌触及与手 这不属于诸天的诡异力量 若是沾染到一丝 便会令人丧失理智 发生畸变 沦为鬼物 哪怕是圣境强者 都不敢沾染分毫 七空见状 吓得赶忙将盾牌丢下 赶忙又是祭出 一顶早就准备好的新盾牌 大笑道 哈哈 玄家小儿 你莫不是以为 能够使用着暗纪元的鬼物之力 我等便会畏首畏脚 不敢碰你分毫了 当真是可笑至极 我等今日 可不是来请你 而是要将你这古族的 叛逆之徒 给震杀于此 主位 动手 太山印 说吧 四位圣境大能 纷纷催动了大神通之术 向着玄傲天阵杀而来 暗纪元古今 虽然诡异恐怖 但只要注意 不与接触 便不会有事 所以 他们几人 皆是使用远程手段 打算将其直接击杀 玄傲天脸色难看 他没有想到 这群不要脸的老东西 竟然准备得如此充分 法器跟不要钱的 一般用了就丢 不过 你们以为 这样就能够奈何到了我 玄傲天了吗 赤明 影子直接附身于 玄傲天身后 玄傲天顿时犹如 打了鸡血一般 从其体内 漠然迸发出一道 恐怖的光芒 迅速朝外扩散而出 这股不祥之力 恐怖至极 迅速将那几道 圣井神通吞没 七空剑状冷笑连连 防御法宝 护于身前万般不染 开口道 负于顽抗 无道要看看 那暗纪元古今 究竟能够帮你 到何种地步 圣山印 轰隆隆 又是一击 通天神通轰去 而就在这时 场内突然想起一道道 痛苦至极的身影 与惨叫声 啊 别过来 组长救我 只见整个道风内 诡异的气息 犹如潮海一般 迅速扩散而出 虽然他们几位圣井 大能不沾分毫 但其他前来 进入赤允葬地的后辈们 却根本无法抵挡 住着不祥之力 成千上百人 在此刻痛苦地 蜷缩在地上 他们的脸庞 与身躯开始扭曲 浑身皮肤肉体 一块块地腐烂脱落 口中吐出 大块黑色的鲜血碎肉 有人浑身 迅速长满长毛型 如妖兽一般 更有甚者 血肉如动 从体内伸张出 一条条心的手臂 发出痛苦的低吼声 吼 像是人间炼狱 似乎在亲眼见证 暗纪元内 一个个诡异生灵的诞生 这是 七空浑身一阵 瞳孔不断地放大 玄奥天 却疯狂无比地 走在场中央 影子漂浮于他的身后 张开双手 肆无忌惮的大笑 满是滔天的邪义 现在他 简直犹如 一个瘟疫之源 所过之处 一切生机 都枯萎即变 你们挡得住 但其他人呢 都给我上 缠住他们 玄奥天身前的黑骨精 一夜夜地迅速翻开 所有被这股 诡异之气侵蚀机 变成怪物的修士们 都发疯了一般 朝着上空 四位圣经族长冲去 远处 金色璀璨的准地之力 化作屏障隔绝一切 玄宁健壮脸色 愤怒至极 想要冲上前去 玄奥天 这家伙 现在已经比魔道 更为魔道了 做什么 苏晨霄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眼眸含笑道 在这里 安静看着就好了 望着远处那些沾染上 诡异之气 不断激变的众波修士 苏晨霄拍了拍正 懒洋洋 躺在手中的死魂兽 但笑道 还睡呢 开饭了 第四十八章 奴灵赤鸣 殊死一搏的玄奥天 死魂兽似有所感 在苏晨霄手掌心上 滚动了一圈 随后犹如一柄白色的箭矢 一般蹦射而去 本就是诡异生灵他 根本就无惧 这些不祥之气的影响 如虎入羊群 死魂兽像是饕餮 一般迅速地没入 一个个修士体内 将他们那被污染的神魂吞噬 苏晨霄 看向远处的玄奥天身后的影子 赤鸣 黑骨精奴灵 曾经是砍鸣道义邪修 偶然间 在天魔洞中 发现黑骨精 被邪气侵蚀 剥夺肉身 神魂附着于黑骨精之上 原来是这样 那影子 与其说是黑骨精的气灵 倒不如说 是秉承着黑骨精意志的奴隶 更为贴切一些 苏晨霄伸了个懒腰 缓缓起身 静止来到清老 所构建的金色屏障边缘 外面的黑色不祥之气 正在不断地冲撞 想要吞没进来 清老见状脸色一变 公子 您这是 周围那些 心计无比的影视古族 也是被吓了一跳 一个个冲上 前来劝阻道 苏公子 不可出去啊 外面都是暗积元 诡异之气 君子不利于威强之下 您贵为万金之躯 千万不可以出去啊 这一刻 比起外面的族人 他们反倒是 更担心这位帝族公子 生怕对方一时兴起 去体验一下 苏晨霄脸色平静 将手 直接伸出这金色的屏障之中 轻轻一捉 啪 一缕四 是有灵智 正在不断挑动 挣扎的不祥之气 赫然出现于 大拇指与食指之间 犹如灵蛇一般 见此一幕 后方的古族长老们 一个个瞪大了眼睛 表情像是见了鬼一般 我操 什么情况 苏晨霄看着手中 这屡不祥之气 轻笑道 这些不祥之气 似乎还有灵智 倒是有趣 手指微微用力 这一屡不祥之气 直接被掐灭 自己当然不可能 以身犯险 来之前 便已经问过系统 所得到的回复便是 先天混沌神体 可化万物 容万法 哪怕是这不祥之气 冲入体内 最后的结果 也是被混沌 踢给容纳归一 一视同仁 在一众人 惊骇无比的目光之下 苏晨霄 不紧不慢地朝着 玄奥天的方向走去 周围禁术 都是被不祥之气 侵蚀的修饰 可苏晨霄 却浑身弥漫着 一层蒙白的混沌光 那些不祥之气 根本无法侵蚀 分毫 化作鬼屋的修饰 一个个地扑杀 撕咬而来 浑身散发着 浓郁至极的灾难气息 嗡 白帝剑击起 一剑斩下 灵力至极的剑芒 呼啸而出 帝剑之威 势如破竹 刹那间 便将那些鸡 变成鬼物的修饰化 为鸡粉 哄 嗯 倒是比生前 强大了一些 苏晨霄 饶有兴趣地欣赏着 不远处 在见到苏晨霄出现之后 七空等人大惊失色 脸色煞白地 停止了手中攻击 朝着苏晨霄而来 苏公子 您怎么来了 快离开 此地已经被那不祥之气 给污染了 可在察觉到了 苏晨霄周围 那古老神秘的混沌之气之后 几人脸色心里 都是一惊 这 苏公子 您不惧这不祥之气 苏晨霄 微微一笑 手持着白地剑 看向远处的那连圣经大能 都感到棘手的玄奥天 开口道 玄奥天 你最后的仰仗 便是这暗积元古今中神魂吗 苏晨霄一瞬间变得愤怒无比 惊人的杀意 倾泻而出 几乎是咬着牙说出 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就是这个家伙 之前在决斗场之中 夺走了自己的陆仙剑 与诸仙震徒 苏晨霄失笑一声 摇摇头 有些可叹地说道 想你父亲临死之前 可不希望 你变成这样 哦 对了 本公子这里 还有你父亲临终前的遗言 里面有你父亲 想对你说的话 你不想看他吗 一边说着 苏晨霄一边 将那枚留饮食拿了出来 随意丢了过去 父亲 玄奥天瞳孔猛的一缩 情绪又一次有了波动 可很快又像是想到了什么 他脸色变得争鸣无比 直接抬手 将那留饮食生生击碎 哄 你认为 我玄奥天还会在意这些东西吗 什么狗屁亲情 我玄奥天才不需要那种东西 苏晨霄见状也没有在意 笑了笑 又从系统储存空间 拿出一枚留饮食 虽了没关系 本公子还有一个 玄奥天呼吸一致 事到如今 他最为憎恶的 便是别人提起自己父亲 你他妈 玄奥天气的浑身抖冷 眼中满是怨毒与杀意 他愤怒至极的大吼一声 给我闭嘴 我要你死 赤明 给我力量 黑色影子怪笑一声 知道了 有我在 你死不了 他等的就是这一刻 既然你主动献上 那么你的肉身 我赤明就收下了 哄 影子几乎要和他融为一体 黑骨精 再次迸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 玄奥天的身躯 开始发生害人的变化 他身体开始一寸寸膨胀 手臂与身躯上长满了 正在跳动的肉压 整个人仿佛变成了诡异生灵 这一次 甚至连那三重阵法 都承受不住这股强大力量 开始寸寸破碎崩塌 七空等人脸色大变 想不到此子竟然还有余力 这暗纪元黑骨精上的生灵 当真如此恐怖吗 他们早就察觉到了 玄奥天之所以能够有恃无恐 所依赖的全然是那黑色影子的力量 想笑一声毫不在意 玄奥天的力量 都来自于那黑骨精的神魂 但只要是神魂 便是死魂兽的食物 眼见玄奥天一身气息不断暴涨 一道白色的身影突然闪过 已经接连吞噬了数百神魂的死魂兽 将目标锁定在了玄奥天背后的影子上 那逐渐融入玄奥天身体的黑色的影子 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看向自己肩膀上的白色毛球 一瞬间变得恐惧至极 这是 死 死魂兽 不 不 这东西 怎么可能还存在着 玄奥天 救我 白色毛球可 不管这么多 直接张开满 是獠牙的血盆大口 口中顿时传来一道恐怖无比的犀利 下一刻 犀溜 不 第49章 天穷健体 死期将至 伴随着一道凄惨不甘的咆哮 死魂兽就这么直接将那影子给吞噬 原先还栖息暴涨 感受到体内 源源不断力量涌现的玄奥天 身躯一阵 黑骨精掉落在地 玄奥天 整个人一瞬间像是被掏空了一般 浑身无力地瘫软下来 碰 我这是怎么了 力量 我的力量呢 玄奥天反应过来不对 不断寻找影子 脸色疯狂地大吼道 赤鸣 赤鸣 可任凭他如何呼喊 都再也感受不到影子的一点气息 远处的众人 见状瞪大了眼睛 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只看见一个毛茸茸的东西 出现于那影子身上 然后吸流一声 一口气将那影子给 吃了 什么情况 那家伙身上的诡异之气消失了 哥 死魂兽打了个宝格 随后懒洋洋地化作一道流光 重新回到了苏晨霄的手中 死魂兽 成熟期 苏晨霄轻轻拍了他两下 看着又一次陷入沉睡的死魂兽 但笑着将其收入了系统空间之中 做得不错 虽不知那黑骨精 奴灵生前是何修为 但玄奥天能够借助他的力量 以此来对抗在长几位圣经大能 想来也弱不到哪里去 大捕之物 远处察觉到不对劲的玄奥天 这一刻彻底慌了 混蛋 你对我做了什么 苏晨霄有些玩味地说道 不过是将你那底牌 拿去为了宠物而已 七空等人面面相去 脸色古怪 他们想不到 这位苏公子一出手 竟然这么轻易地 就将对方的最后底牌解决 也是时候收尾了 此地的天地被黑骨精所污染 苏晨霄打了个响指 啪 萌白神秘的混沌光炸现 混沌神体能够融合肩并 一切气息 在几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之下 早已圆满的先天混沌神体 犹如鲸吞一般 将周围那庞博海量的诡异之气 收敛吸那苏晨霄闭着眼 感受着一股股 仿若有灵质般的不祥之力 在弃海之中躁动 在混沌气的压制吞并之下 那股不祥之力逐渐平静 同化融合 这股庞大浩瀚的不祥之力 开始凝聚 灵台之上 八颗散发着神芒 大道缭绕的光体中央 赫然出现了一枚漆黑无比 宛若来自深渊般的道果 这是在诸天之中 从未有过的大道之力 虽然薄弱 但却蕴藏着 极度不祥与诡异的气息 除了灵台中央 那宛若主宰一般璀璨无比 由混沌之气所笼罩的道果 屹立最高之外 这枚漆黑的道果 已经出现 便将其余七条大道 道果压制于下 必恐不及 第九大道 这 周围几位古族族长 见此一幕 皆是瞠目皆舌 苏公子 竟然连这不祥之力吸收 连这诡异之气 都能够吸收 这莫非是传说中的 先天混沌体 赵家族长紧锁着 眉头喃喃道 先天混沌体 在诸天 已经有数万个纪元 未曾见过 就连他们也没有想到 先天混沌体 竟然能够无视 这不祥之力的轻视 苏陈霄 缓缓睁开了眼 眼中一缕神芒闪过 看向远处 失去了一切力量 躺在地上 狼狈不堪的玄奥天 眯着眼轻声喃喃道 多谢款待 右手摊开 一缕恐怖邪恶的 不祥之气 迎迎跳动 随后将其掐灭于手中 感受到 十海内的新出现的 第九条神秘大道 苏陈霄眼眸闪烁 微微有些意外 想不到 除了混沌 神魔 荒谷之外 自己最先领悟的敬会 是这诸天 从未有过的诡异大道 苏陈霄淡淡地开口道 好了 此方诡异之力 已经不复存在 去处理一下残局 虽然 已经没有了 那诡异之力笼罩 但那些遭受侵蚀 已经激变了的修士们 却也无法回到 曾经的状态 七空几位族长点点头 知晓玄奥天 此刻再无余力后 纷纷出手 将形态诡异的怪物们斩杀 苏陈霄 不紧不慢地 来到玄奥天身前 居高灵下地俯瞰着他 一道真气 直接将地上的黑骨精卷起 苏陈霄看着手中 那本黑骨精笑着说道 诺 现在你最后的底牌 也没有了 定 天命主角 玄奥天损失黑骨精 气运值损失四万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值四万 还给我 那是我东西 玄奥天脸色一变 嘶吼咆哮道 突然 死了 这一幕 让苏陈削皱了皱眉头 玄奥天 你现在的样子 可真不像是个古族天骄 被这诡异力量侵蚀 失去了影子 与黑骨精的庇护 玄奥天身上 那密密麻麻的肉牙在此刻接连炸开 他脸颊上的皮肤也在此刻脱落 那血肉之下 睁开了一只只诡异转动的眼睛 我要杀了你 苏陈削蹲下身 笑着摇了摇头 有些遗憾地说道结束了 玄奥天 下辈子再努力吧 手中酝酿起一道恐怖无比的光芒 开始将玄奥天身上最后的价值给收割 混沌精 万元归一 啊 玄奥天痛苦至极地长吼一声 在地上蜷缩着身躯不断抽搐 天穹剑体本源就这么被生生剥夺 融入仙天混沌 神体之中 与此同时 苏陈削浑身弥漫出一股锋芒毕露的剑意 修为境界也在此刻开始发生了变化 不死尽一众 二众 三众 一直到不死尽七众方才堪堪停下 定 天命主角玄奥天损失天穹剑体 气运值损失四万 恭喜主人获得反派值四万 苏陈削嘴角缓缓扬起 起身感受着这体质本源所带来的巨大提升 又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突破 这时候 远处的玄宁也是来到此地 脸上满是仇恨的说道 公子 能让我亲自动手吗 我想亲手杀了他 苏陈削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随后 直接将那枚刘影石丢了过去 平静道 从今以后 你这条命就是本公子的了 你们玄家的家事 自己处理 玄宁低着头 看着手中的刘影石 久久失神 他深吸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现在的心情 然后看向地上 犹如如虫一般 痛苦挣扎的玄宁天 脸色冰冷至极 缓缓地开口道 玄宁天 你看看 你现在的样子 事到如今 你还是这般执迷不悟吗 玄宁天艰难地睁开眼 那心红的瞳孔 满是仇恨与怨毒 玄宁 第五十章 三十万反派之 后悔莫及的天命主角 你给我闭嘴 你又有什么资格 评判我玄宁天 玄宁深吸了一口气 大喝道 玄宁天 走到今天这一步 全都是你旧游自取的结果 你可知 父亲在死前 最后与我说的是什么 玄宁天 愤怒至极地怒吼道 你又懂我玄宁天什么 我玄宁天自幼 在那苦寒之地东躲西藏 我本以为这一切 都是他们不得已选择 可当我回族之后 才发现 那本该我想的爱 却全都被你玄宁夺走了 玄宁 你赢了 你大可享受 你胜利者的满足杀了我 但我玄宁天 永远都看不起你 玄宁浑身颤抖 当听闻此言 忍不住放声大笑了起来 哈哈 好一个偏爱 玄宁天 原来你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 那如今你便睁大你的狗眼 好好看着 他直接将刘颖石捏碎 玄宁最后所留下的临终画面 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了 玄宁天眼前 刘颖石中 那一句句 来自父亲的肺腑之言 令玄宁脸色悲痛至极 他一边说道 你从未想过 为何父亲会将你送走 仅仅固执地认为 是我夺走了你的所有 我玄宁出生 变为质子 父亲几次 曾想将我放弃 记忆中的母亲 终日哀愁 成日只念叨着你玄宁天的名字 我以为他们 是不喜欢我这幼子 所以我拼了命地修炼 一切都要做到最好 为的便是想让他们注意到我 但是你呢 我所做的一切努力 都因为你的回族 化作泡沫幻影 哪怕你责备父亲 断绝与我玄宁家关系 但你每次在外惹石生非枝 实书不知都是父亲暗地里 帮你解决 玄宁双目赤红 将这二十年来心中的压抑 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 你可知 哪怕是父亲临死之时 说的最后一句话 也哀求各族 族长饶你一命 玄宁天 父亲为你所做的一切 你全都视而不见 是你毁了我古族玄家 也是你害死了父亲 望着那流影石中影像 耳旁玄宁的埋怨 知晓了一切过后的玄宁天 一时间沉默了 这些事 他从未所知 脑海中回想起刚回族时 父亲那激动怜爱的面孔 玄宁天 躺在地上浑身颤抖 脸上不知是血还是泪 哪怕身体 纵有万以世心之痛 也不及现在分喉 父亲 玄宁天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仿佛用尽了浑身所有的力气 双目赤红地杀哑道 杀了我 玄宁 玄宁盯着他 看了好一会 眼神逐渐变得冰冷 好 想来以你的性格 到现在 也不会认错后悔 在其手中 逐渐凝聚出了一道恐怖的阴阳之力 再见了 玄宁天 玄宁天闭上了眼 露出恍若解脱般的神情 哄 定 天命主角 玄宁天身孕 恭喜狩猎 无情邪地 天命主角玄宁天 解锁天命主角 玄宁天胜于机缘 恭喜主人 获得天命主角 所有物品 无情见经 是天见觉 无明见觉 残天 无妄心速途 当前狩猎天命主角 二 当前反派值 三十一万六千 当姐亲手解决完玄宁天之后 看着地上的尸体 玄宁脸色格外的平静 不知过了多久 她才来到苏晨肖身旁拜剑岛 公子 结束了 嗯 这人啊 总是在将死之时追悔莫及 又有何用呢 苏晨肖倾笑一声 三十多万的反派值 待此处结束 自己可以猛猛地爽抽一波 怎么说 也得来上几个环宇集至宝 尘埃落定 千积风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尸体 原先的上万人 仅仅只有不足一千人侥幸 存活了下来 所有人无意不是惊魂未定 心有余悸 结束了吗 玄奥天 死了 解决了那些 被诡异轻视化作怪物的修饰后 七空与另外三位组长 也是从远处走了过来 他们脸色 有些畏惧地看了眼苏晨销手中的 那本黑骨经 不敢太过靠近 毕竟他们可没有混沌神体 七空 以真气层层护体 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 上前拱手到此次多谢苏公子 出手相助 只是公子 这黑骨经 您打算如何处理 要知道 暗纪元的这些鬼物 可是连大地都处理不了 无论是放在哪里 都是人人惶恐不及的存在 苏晨销弹笑一声 将其直接收入系统的 储存空间当中开口道 这黑骨经 待本公子回族之后 拿给族中帝君处理 尔等就不用担心了 七空闻眼眼神一亮 长舒了口气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众人将千积风清扫一番 那些尸体 也都被几位族长 以无上胜利给彻底摧毁 连渣都没有留下 待到众人修整过后 一众残存的古族天骄们 也逐渐调整了过来 除了有极少数人 因为身边人死亡 而放弃了进入 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放弃 这来之不易 能够进入赤允葬帝的机会 而此时的苏晨销 正查打量着 玄奥天圣下福源 无情邪帝 天命主角玄奥天 以允落 胜于机缘 七 赤允葬帝 大地传承 红 地道 赤允葬帝 万寿血迟 待将赤允葬帝内的苍神 炼谷经 与这玄奥天机缘的道 一切试了 自己也差不多该回族了 苏晨销眼眸闪烁 暗暗想道 清老 在此地等本公子回来 赤允葬帝 唯有封王境之下 方可入内 说吧 苏晨销便一跃 踏入那赤允葬帝之中 消失不见 此时 反应过来的一众古族长老们 皆是一愣 苏公子 那位公子进去了 组长 咱们现在怎么办 七空沉吟一会后说道 赤允葬的依旧开启 让我七家弟子进去 进入秘境之后 第一时间寻找苏公子身影 让他们在秘境内 务必保护好那位苏公子安全 其余三位古族组长 也是点头示意 纷纷表示赞同 第五十一章 太古霸主凶兽 汉天古园 苍天神鹏 嗡 赤允葬帝 一道蒙白色的光芒闪烁 苏晨销与玄宁二人 出现在了赤允葬帝之内 映入眼帘的 是一处荒无人烟的大地 远处是重栏叠杖的山脉 天空一片蒙白 没有阳光 干枯的朽木 周围尽是不知名的枯骨 此地灵气稀薄 温度炎热 寸草不生 苏晨销打量着周围 眼前这秘境 似乎与自己想象中的 有所不一样 放眼望去 毫无生机 连一头活物都没有见着 身旁玄宁打量了一眼周围 开口说道 公子 赤允葬的版图随时都在移动 这里似乎是赤允葬帝边缘的碎石院 此地倒是比较安全 没有什么生灵存在 葬帝内那些强大的生灵 都在葬帝中心的原始山脉之中 他身为玄家之人 虽然是第一次进入 但对于这秘境 显然是要比其他人更为了解 苏晨销直接打开了地图 看着系统地图之上 机缘标记之处 夜宵的苍古炼神诀 与玄奥天的机缘 大致都在一个区域 但令苏晨销有些疑惑的是 夜宵的机缘仓古炼神诀 竟然在快速地移动 莫非已经有人杰族先登了 念及此处 苏晨销直接朝着南方腾空而去 而此时的玄宁 刚从储物界中拿出了一张地图 在一旁自顾自地说道 公子一切还请小心行事 有我玄宁在 必然不会 嗯 公子 等等我 与之前不同的是 赤允葬帝的所有灵器 似乎都聚集在南方中心区域 越是往南走 变化越为巨大 此地树枝茂密 一座座古老的苍天古墓 直通天际 翠绿青葱的 原始山脉枝繁叶茂 灵气逼人 犹如沐浴在灵海之中 就连妖兽 不比外界大上许多 甚至能够看见不少 在外从未见到过的灵兽生灵 犹如身处蟒荒 能见那原始山脉之中 体型巨大的荒兽 横冲直撞 古老的生灵 咆哮连连 吼 突然 一道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忽然响起 可怕无比的气息 扩散而出 震荡起层层涟漪 一道流光停落半空 跟随着系统上的标记 指引而来的苏晨潇见远处 一幕皱了皱眉 那苍古炼神诀 显示的位置 就是在这了 苏晨潇看了过去 在那里 不远处 一头体型 足足有数十丈之高的巨大鼓猿 正与一头通体雪白神骏 遮天蔽日的大棚 正在搏杀 哄 哄 两头太古妖兽 浴血厮杀 凶残至极 每一击都震动八荒 恐怖的咆哮与气息 令整座原始 森天摇地动 无数的生灵向外 四处逃窜 慌万无比 与此同时 玄宁也是匆匆赶来 公子 噓 先看场好谢 那时 当看见远处一幕时 玄宁心里一惊 难以置信地开口道 太古大兄 汉天古猿和苍天神鹏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苏晨潇挑了挑眉头 你认识 玄宁点点头 脸色有些凝重地说道 公子 这两个家伙 乃是赤允葬帝的 霸主及妖兽 修为皆是 不死境九重的存在 实力恐怖 可比蜂王 不好招惹 妖兽本就体魄强大 而这些太古霸主 及的妖兽肉身 更是如此 其身怀天赋古术 天性凶狠残暴 汗不畏死 若是真要论起实力 怕是连一般蜂王境 都不是对手 在玄家的记载之中 每次赤允葬的开启 都有大量的天骄 惨死于这些霸主 荒兽手下 吼 那两头太古霸主级别的 凶兽的肉搏 明显是 那汗天古猿 占据上风 只见那头浑身黄毛的 汗天古猿怒吼一声 高高跃起跳 在半空之中 苍天神鹏尖锐的长鸣一声 满是鲜血 遮天蔽日的雪白雨一煽动 风锐至极的巨爪 朝着汗天古猿一钩抓出 哄 汗天古猿 抬起左手臂抵挡 苍天神鹏风 励志级的双爪 直接镶嵌 进他血肉之中 鲜血四溢 苍天神鹏 提着这头巨大的古猿打算 将其拖向高空后 可就在这时 汗天古猿长笑一声 体表浮现出一层 淡淡的金色光芒符纹 这是 神通功法 像是注意到了什么 苏晨潇眼神一亮 金色神盲笼罩 汗天古猿庞大的躯体 突然涌动起一股 极其恐怖的力量 气血翻涌咆哮 他抬起右拳 以最为蛮横粗暴的拳头 狠狠砸在伤痕累累的 苍天神鹏身躯之上 其力重入泰山 一拳下去 山脉崩塌 恐怖的气流 冲刷而出 碰 尖利凄惨的长鸣声响起 无数沾染着鲜血的淋雨 洒落高空 苍天神鹏哀嚎一声 静止地朝着下方山脉坠落 轰隆隆 无数参天古墓被碾压 巨大的尘雾弥漫而起 一处巨大的天坑之中 汉天古猿将气息微弱的 苍天神鹏踩在脚下 又是挤拳下去 不顾纳的苍天神鹏 悲痛地哀鸣 汉天古猿双手 直接将苍天神鹏提起展开 随后 瞳孔中凶光大盛 怒吼咆哮一声 吼 死了 令人骇然的一幕出现 汉天古猿竟以肉身之力 残暴至极 活生生地将这头太古大胸 苍天神鹏给撕裂成两半 大量的鲜血喷涌而出 汉天古猿将这撕成两半的尸体丢下 锤胸顿足 发出胜利者的咆哮 如此残暴甚人的一幕 饶是玄宁也不由眼皮狂跳 有些骇然的难难道 不对劲 在我玄家关于赤允葬帝的记载之中 这汉天古猿与苍天神鹏虽然一直是死对头 但实力却不相上下 谁也奈何不了谁 苏晨骁却是咧子一笑 或许是 他有什么机缘呢 刚刚那头汉 天古猿身上所散发出的光芒 明显是修炼过类似炼体神通 苍古炼神卷 玄宁 玄宁微微一愣 公子 怎么 他转过头去 只见那白地剑不知何时而出 苏晨骁眼神格外兴奋 玄宁瞳孔一缩 公子 您不会是想 浑身气血有些躁动沸腾 苏晨骁大笑一声道 你在这里等着 这头汉天古猿身上 正好有本公子想要的东西 拥有了荒谷神体与天穷剑体之后 一个是肉身无双 一个是功伐无双 苏晨骁早就想试试威力了 而这修炼了 苍古炼神爵的太古凶兽 正是自己最好的对手 就在那头汉天古猿 庆祝胜利的喜悦之时 远处一座极高的山峰之上 响起一道 微弱的鸣叫之声 汉天古猿转头看去 只见在那苍天神棚的巢穴之内 还有一只 连眼睛都未曾睁开的 幼年的苍天神棚 正不停地发出鸣叫 汉天古猿目露凶光 直接生生拔出一根 参天古猿想要投掷而去之时 突然 一道恐怖至极的剑芒 从天而降 滚过来 给本公子练练手 轰隆隆 第五十二章 剑斩古猿 逆与神棚血脉 灵力杀伐的剑芒斩 汉天古猿 察觉到了这股恐怖的威胁 瞳孔浮现出一道 残暴至极的杀一滩怒吼一声 庞大仓皇的躯体 顿时爆发出一股 璀璨无比的金色神盲 轰隆隆 剑芒斩下 原始森林 都被斩出一道深深的口子 建议浓郁至极 在那汉天古猿的身躯之上 赫然出现了一道争鸣如莽 血淋淋的伤口 但金色的鲜血流下 汉天古猿吃痛的怒吼一声 朝着上方望去 目光凶狠无比的 看向上空的苏晨霄 苏晨霄一袭白衣 气质绝尘 手持白地剑 笑盈盈地说道 连地剑锋利都能抗住 这的苍古神炼绝 本公子当真 是越来越喜欢了呀 雨落 手中白地 流淌过一缕 璀璨无比的光芒 那剑身锋利之气 似要将这片 秘境空间都给撕裂 又是一剑斩出 今天的剑芒 又要将这片山脉 都给劈开粉碎 伴随着惊天杀气 扑面而来 汉天古猿 那硕大的寿童一宁 浓浓的危机 敢令他苍黄色的 毛发根根倒树 气血狂涌如怒涛江海 他以巨大的双拳 齐齐轰出 口中进口吐人言 发出晦色的咆哮 卑鄙的人类 轰隆隆 在这恐怖的剑芒之下 汉天古猿双拳 竟被齐齐 撕开了一道裂口 血溅久消 扑吃 他痛苦地哀嚎一声 浑身满是被剑气 撕开的口子 血流不止 汉天古猿眼中闪过一道 深深的忌惮与仇恨 怒吼道 人类 苏晨潇挑了挑眉头 饶有兴趣地说道 哦 竟然还会说话 倒是有点意思 自己倒是有些低估了地剑的威能 天穷神体 太阿剑爵 无异不是顶尖的功法之力 这头太古大凶汉天古猿 虽然修炼无上帝 金仓天神炼爵 肉身恐怖 但能够再抗住两剑 已经属实不易 汉天古猿察觉 到眼前人类的强大 自己引以为傲的肉身 竟在此人面前不堪一击 他直接抓起一地碎石 巨块朝着苏晨消丢去 然后头也不回地 转身逃跑 龙龙 远处玄宁剑内头汉天古猿 想要逃走 阴阳之力流动 双手掐绝大喝一声 公子 他想要逃 玄天鹿 镇山岳 嗡 脚下阴阳之力转动 化作一道巨大的黑白山岳虚影 镇压而下 玄天鹿 无声天刚 一惊动手 便是最强杀招即出 山岳虚影与阴阳双龙 齐齐轰出 符文漫天 黑白神盲 耀眼至极 吼 陷入狂暴的汉天古猿 面容猙獰 咆哮一声 浑身满是滔天的煞气 金灿灿的一拳轰出 哄 直接将这阵山岳 与阴阳双龙粉碎 这怎么可能 玄宁瞳孔猛的一缩 他没有想到 自己的大神 通敬如此轻易地 被对方粉碎 这一刻 他方才知晓了 自己与公子之间的差距 有多么巨大 这时 一道轻笑声忽然响起 玄宁 本公子不是说过了吗 这头古猿 交给我 苏臣销手中 不知何时出现了 诸仙阵图菱形的阵盘之上 缩小版的陆仙剑意 立其中 诸仙阵图啊 去 清禾一声 手中诸仙阵图刹那间 化作一道流光 漂浮于汉天古猿头顶 隆隆 剑意化作的恐怖沙阵 犹如瀑布般倾斜而下 陆仙剑阵 直接将汉天古猿 囚禁于其中 汉天古猿 在剑阵之内横冲直撞 每一次碰撞 都爆发出惊人的巨响 咚咚 大地在镇响 无数山脉崩塌 落实倾斜 可无论任凭他 如何冲撞 都根本击破不了 这路先见证 玄妮看了过去 难难道 公子 苏晨霄赫然出现于见证之内 俊美的脸上满是玩味之色 眸光闪烁 一袭白衣不染尘埃 看来 这不死尽九重的凶兽 还是差点意思 汉天古猿望着对面 缓缓走来的苏晨霄 自知毫无退路的他瞳孔 逐渐变得深红 他双手垂胸 面容猙獰无比地朝着 苏晨霄怒吼一声 庞大的身躯 犹如蛮荒战车 一般冲尸而来 打算拨命 苏晨霄咧嘴一笑 白地见证出磅礴剑意 竖斩而出 太阿见诀 斩八荒 隆隆 令人惊骇的剑光闪射 苍茫的剑意 绽放于这路先剑阵之中 好 浩瀚伶俐的剑意 直接贯穿了汉天古猿的身躯 在距离苏晨霄 还有百步之遥的距离之时 忽然僵硬在了原地 他的身躯之上 出现一道 整齐无比的血线 汉天古猿眼中 满是不可思议之色 下一刻 大量的鲜血喷涌而出 他那庞大的身躯 竟直接一分为二 就这么整整齐齐地 被切成了两半 轰隆隆 远处的玄宁 进入剑阵之内 望着那汉天古猿 一分为二的实体 脸色震撼至极 这是他第一次 见这位帝族公子出手 三剑 仅仅是三剑 便将这赤允葬地内 赫赫有名的太古大 凶汉天古猿斩杀了 玄宁张了张嘴 半上都没有说出话来 问 苏晨霄将诸仙阵图收起 笑盈盈地说道 愣着做什么 到底还是太古大凶的尸体 好东西可不少 玄宁这才反应过来 有些失神地点了点头 赶忙上去处理 那头汉天古猿的尸体 看着他的背影 苏晨霄笑意逐渐收敛 转身看向远处山脉之上的 那头苍天神鹏幼崽 大手一抓 直接将那幼 还未睁眼的幼崽 给抓了过来 那苍天神鹏幼崽 仅仅只有巴掌般大小 似乎刚出生不久 身上的羽毛还未丰满 以太古大凶的幼崽来说 这体型未免有些太小了 早查 苏晨霄看着手掌心 这只苍天神鹏 皱了皱眉头想到 用系统面板查看一番 叮 太古大凶 苍天神鹏幼崽 拥有一丝 逆语神鹏血脉 幼年期 血脉繁足1% 成功绿灵 15% 苏晨霄也谋一亮 有些诧异地看了眼手中 嗷嗷待补的神鹏幼崽 妖兽一族 虽然天生强大 但却十分讲究 血脉传承 强大的血脉 决定了他们的上限 而苍天神鹏一脉 据自己所知 最高也仅仅只能够达到圣境 第53章 万年的乳业 苍天神炼绝 但天地神兽 宁与神鹏却不同了 传闻其乃诸天猛情 天生掌握九霄宝树 号称速度之极 以太古苍龙为实 成年之后 更是可比肩大地 虽然仅仅只有一丝 血脉繁足的可能性 但在拥有系统的自己面前 那跟百分百有什么区别 苏晨霄咧嘴一笑 轻轻抚摸着 怀中的苍天神鹏 开口道 小家伙 遇见本公子 算你走越 系统 有没有什么 能够提高其血脉 反祖几率的东西 丁 系统正在检索中 商城检索成功 检测出符合主人 要求项目三个 神兽 逆与神鹏本命精血 需拥有逆与精鹏血脉 能够极大概率提升 反祖成功率 所需要反派值 15万 逆命反祖单 能够激活妖兽 最强大的血脉 使其反祖血脉增加 所需要反派值 5000 万年的乳液 能够雇本培圆 加大程度上 加快妖兽成长培养 需要反派值 2000 倒也不是很贵 看着系统界面 筛选而出的物品 苏承销沉饮了一回 天地神兽本命精血 恐暴无比 以这小家伙 现在的状态来看 恐怕根本就 无法吸收炼花 念及此处 苏承销直接选择 将那逆命反祖单语的乳液买下 定 恭喜主人购买逆命 反祖单新号十枚 定 恭喜主人购买万年的乳液新号 30D 花费反派值 11万 当前剩余反派值 20万06千 一口气 直接消费了十多万的反派值 饶是他也难免有些肉疼 问 直接将那万年地乳液 从系统储存空间调出 苏承销手中 出现一枚 装满着地乳液的白玉瓶 不 瓶口打开 浓郁至极的天地灵气 从中弥漫而出 当感受到了这股气息之后 手心中的苍天神鹏幼崽 本能地昂起头了 张开嘴发出枝压的声音 苏承销盯着瓶内 那乳白色的万年地乳液看了眼 其中那浓郁的灵气逼人 光是闻上一口便沁人心脾 苏承销沉默了好一会 悠悠道 这玩意 是不是修饰也能用 我先替你尝尝 不管手中那嗷嗷待哺的 苍天神鹏幼崽 苏承销拿起白玉瓶 直接小饮了一口 这一口下去 少说也是五六滴地乳液没了 万年的乳液刚移入口 便立刻化作一股充沛的灵气 涌入体内 开始迅速冲引起了气海 感受着一股股暖流洗涤身躯 自己刚刚突破不久的境界 也有所松动 苏承销眼眸微微一亮 扎拔了两下嘴 有些诧异的喃喃道味道倒是不错 甜甜的 手中的苍天神鹏 又再叫得更为急切了 苏承销咧嘴一笑 直接将瓶口对准小家伙 缓缓地倒下去一滴 问 万年的乳液入腹 手中的苍天神鹏的小小身躯上 顿时泛起一阵阵雪白的光芒 仅仅是这一滴下去 小家伙便安静了不少 头颅一锤 躺在苏承销的手中 一动不动地陷入了沉睡 而在这时 远处正在处理那头汉 天古猿尸体的玄宁 忽然像是发现了什么 高呼道 公子 您看这是什么 嗯 苏承销文言将苍天神鹏 又在收入系统空间当中 走了过去 只见玄宁在那汉天古猿的尸体中 不知从哪找到了一本 弥漫着淡淡金光的古经 在他另一只手上 还拿着一块满是符文的白色骨头 见来人 玄宁起身 恭恭敬敬地将所搜集到织物缝上 公子 找到这两个东西 这是汉天古猿的福谷 上面蕴藏着古猿宝树 就是这个经书 好像不是梵物 不知是什么东西 苏承销将那古经结果 一缕神识探入 脑海之中 一道道古老玄奥的金色符文出现 上面所记载的 赫然是苍古神恋诀 总算是找到了 叶销最大的机缘之一 最为适合荒谷神体的苍古神恋诀 有了这无上恋体神通 就连剑修最为脆弱的肉身弊端 自己也能够无视 之前那汉天古猿 不过不死尽九重 修炼了这苍古神恋诀 其肉身之力 甚至能够勉强抗下地剑之威 可想而知 这门无上地经的强大 苏承销脸色一喜 赞赏道 做得不错 本公子要的便是这本古经 得到公子夸赞 玄宁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将那福谷也递了过来说道 公子 这是那头汉天古猿福谷 古猿宝树 据说修炼了可以增强肉身 硬汉山月 这头汉天古猿福谷完整 想来应该血脉不错 领悟了完整的太古大兄 古猿宝树 苏承销摆摆手 但笑着说道 这东西本公子不需要 你自己留着吧 到底是妖兽一组宝树 这古猿宝树 再强也不可能比得过苍天神恋诀 玄宁微微一愣 还想要说什么 可苏承销却接着说道 朱天炼体神通稀少 我管你现在所修炼的也是一般 这古猿宝树倒也还算凑合 既然已是我苏承销的人 提升自己的实力也好 为本公子效力 玄宁脸色有些感动 见公子这么说 只好收下这枚福谷 双手抱拳道 玄宁谢过公子 苏承销微微汗手 公子 咱们接下来去吧 玄宁问 苏承销将那系统面板调出 眯着眼看向一处方向 神秘地笑道 玄宁 这赤允葬了这么久 你可知 此地还有大地机缘存在 大地机缘 玄宁苦笑一声 说道公子 这我倒是有所了解 只是赤允葬地少说 也出现了数千年 这么多年下来 哪怕是此地有所机缘 也都被人带走 如今赤允葬的内上还有价值的 也只有一些稀少无比的天才地宝了 苏承销笑了笑 没有说话 淡淡地说道 走吧 得到那传承之后 也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汹涌澎湃的真气 涌动而起 二人直接化作一道流光 朝着远处而去 一个时辰之后 轰隆隆 伴随着一道巨大的剑芒 眼前那巨大无比的山脉 被苏承销一剑净直给劈开 在那一分为二的山脉之间 却有一处地方毫发无损 在那山腰之处 一道漆黑无比的洞府忽然显现 周围浮现起一道淡淡的白色法阵 咔咔 这不知存在多久的法阵宝金风霜 在抵挡下这一击过后 弥漫起无数的裂纹 寸寸碎裂 突然 哄 被阵法隐秘于其中的力量迸发 一道庞大无比 赤红血腥的红芒冲天而起 直通天际 这股光芒之中 蕴藏着汹涌澎湃 极其可怕的气血之力 空中的玄宁瞳孔一缩 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这是 第五十四章 突破不死境九重 万寿血池 走吧 苏承销盯着那 隐藏在山脉之中的洞穴 踏空而去 淡淡地开口道 两人一同进入了那洞穴之中 此地幽静 不知存在了多久 在二人进入之后 这漆黑无比的通道两旁 赫然升起了微弱的烛火 滴答 滴答 远处 似有水滴坠落的声音传来 不知前进了多久 眼前的视野豁然开朗 二人的正前方之处 一汪蕴藏着澎湃气血之力 血红的水池出现 在一旁不远 有着满是尘埃的书桌 石床 以及零零散散 掉落一地的丹药 这似乎是某个修士 曾居住过的地方 苏晨潇放眼扫过此地 看着那深色血红的水池 在水池的正中央 赫然有一块 倒数尖锐的中乳石 中乳石的尖端 不断凝聚出 一滴滴烟红的液体 滴落于池水之中 荡漾起一圈圈的涟漪 那水滴之声 正是从这传来 这就是那万寿血池吗 苏晨潇 脸色平静地暗暗想道 身旁玄宁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有些不可思议地喃喃道 好浓郁的汽血之力 赤蕴葬的 怎么会有这种地方 这血池为何看上去 这么熟悉 玄宁来到那水池边缘 蹲下身用手 擦拭了一下地面上的灰尘 在这些灰尘的掩盖之下 发现了一道道痕迹 有些暗淡的符纹 忽然 像是想到了什么 玄宁脸色一变 显得极为难以置信地说道 这是上古阳血阵纹 万寿血池 夺天地造化 能够将生灵的精血 经过日以继夜的酝酿 凝聚出对于修士 大有弊异的灵血 说到这 玄宁脸色有些骇然的 抬头看了眼上方厚厚的 石顶这一望血池 少数也有上万头 强大生灵寄养在此地 那血池中央的中乳石 便是能够汲取凝聚灵血的阵眼 灵血不可能凭空产生 这也就意味着 在他们的头顶上方 恐怕有着无数凶兽的尸体 埋藏在此处 公子 玄宁转头朝着苏晨肖看去 只见此时的苏晨肖 已经来到了满是灰尘的书桌前 拿起了其中一本泛黄书籍 翻阅了起来 这本古籍刚一打开 前主人所留下的神殿信息 便通过石海传来 数万年前的人物 赤明真人 原来 那奴灵影子 便是在此地得到的 那本黑古经 只可惜黑古经力量诡异至极 他还来不及将这万寿血池 以及此地的机缘消化 便直接化成了黑古经奴灵 失去了意识 对方留下了这道神殿讯息 神殿讯息消失之后 这残破的古籍化作了风沙消散 苏晨肖眼眸闪烁 朝着这空旷无比的周围 环视了一圈 缓缓开口道 玄宁 替本公子护道 玄宁 公子 您这是要 苏晨肖咧嘴一笑 看向那一汪万寿血池 喃喃道 这凝聚了万年的血池 本公子便笑纳了 说吧 苏晨肖一跃进入那血池之中 顷刻间 这方万寿血池澎湃躁动 直接沸腾了起来 浓郁至极的气血冲天 赤红色的雾气弥漫而起 那些血物 幻化成一头头形态各异 凶猛的生灵 咆哮而来 神蟒 古猿 猛虎 都是万寿血池所凝聚出灵血的主人 苏晨肖浑身薄体 弥漫起一道淡淡的金色神蟒 疯狂地吸收着这些气血之力 那些血物幻化的生灵 满是不甘地被吸收炼化 嗡 恐怖的气血之力冲刷洗涤身躯 苏晨肖能够明显地感受到自己的肉身 变得更为强大坚韧 体内的气血在疯狂地汹涌呼啸 甚至连境界也在此刻一跃突破 不死尽七重 不死尽八重 不死尽九重 玄宁瞪大了眼睛 他站在岸边 似乎能够听到那强而有力的心跳震动 以及气血翻涌的声音 此刻坐在池中的 仿佛不是一个人类 而是一头肉身强悍霸道的太古凶兽 荒骨神体 得到万寿血池之中那些太古大凶惊喜的洗涤 更是变得尤为恐怖 直逼圆满 苏晨肖的脸颊与肌肤之上 泛起一道道赤金色的古老名闻 神体一向腾空而出 一座大气磅礴的荒谷中 泛起一阵阵骇然的气血涟漪 一时间 整个山脉都在天摇地动 龙龙 就在这时 血池之中的苏晨肖猛然睁开了双眼 神目如电 似有道运雷霆闪过 哄 如龙般的汽血之力冲天起 周围血池翻涌起惊涛怒浪 所有的神韵尽数被吸收殆尽 见此一幕 学你眼中更为敬畏 闪过一丝狂热的光芒 单膝跪地道 恭喜公子 血红的池水变得清澈见底 苏晨肖战在池水中央 肉身晶莹无瑕 仿佛一头画形的太古凶兽 哪怕是隔着老远 也能够感受到那股恐怖的威压 磅礴的血气内敛 苏晨肖口中吐出一口浊气 握了握拳头 只觉浑身有着使不完的气力 荒骨身体 圆满了 随意地一拳轰出 轰隆隆 一瞬间 天摇地动 无数碎石陨落而下 眼前的山洞赫然被击 传出一道巨大深邃的口子 苏晨肖眼眸闪烁 如今自己的肉身 恐怕是连风亡静的神通 都能够浑然不惧 玄宁眼神火热 激动地浑身颤抖地拱手道 恭喜公子 修为大增 想来不死境之中 已无人是公子义和之敌 苏晨肖汉手 一跃从池中踏出 一袭白衣不染 半点池水淡淡道 起来吧 玄宁这才起身 苏晨肖嘴角微微扬起 本以为下节历练了这几年 若不依靠地族苏家退龙池 还需要一段时日 方才能够踏入不死境九重 想不到 仅仅是两个天命主角的机缘 便能够在短短时日内 到达这般境界 怪不得这些天命 主角进步都能够如此神速 这其中随便一个机缘拿出 都抵得上普通修士 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修炼了 苏晨肖转过身 看了眼一旁的玄宁 似是察觉到了什么 眉头微微一皱 嗯 玄宁 你过来一下 跪在地上的玄宁 微微一愣 有些疑惑地走来道 公子 怎么了 苏晨肖咧嘴一笑 盯着他那一脸茫然的面孔 淡淡道 一缕残魂 是你自己滚出来 还是要本公子请你出来 第五十五章 天津酸泥 大地神魂 收作齐 玄宁一愣 开口道 公子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就在他说话之时 他的背后 竟缓缓飘出了一道虚幻的神魂 那神魂不断跳动 逐渐凝聚成了一个高大威猛 赤裸着上半身 披着瘦皮的男人 男人不怒自威 哪怕仅仅是一道残魂 气息也格外地恐怖惊人 弥漫着一股威严的地气 眼见被人识破 瘦皮男人也没有在意 而是豪迈的哈哈大笑一声 地族苏家之人 果然是好眼力 本帝还特意趁着你练话 那万兽血池之石潜入 想不到还是被你给发现了 怎么样 地族小子 本帝准备的那万兽 血池可还好用 当见到这缕神魂 玄宁脸色变了变 他根本没有 察觉到有这残魂附在了自己的身上 一时间心中卷起了惊涛骇浪 什么时候 你久 身份 天帝神兽天津酸泥 大地残魂 静见 5 妖族大地 苏晨潇脸色平静 盯着那缕神魂淡淡到区区一道大地残魂 本公子的人你也感动 以为脸藏了自身的气息 本公子就发现不了你了吗 大地残魂 玄宁瞳孔猛地一说 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你久 你久眼底闪过一丝忌惮 但还是不以为然地大笑道 哈哈 地族小子 既然知道无乃大地 那见到本地 为何不跪 哼 苏晨潇文言不屑一笑 不跟他多逼逼 直接将翻着肚皮的死魂兽掏了出来 开口道 开饭了 大地残魂 想来也是大捕之物 当见到苏晨潇手中的死魂兽之后 尼久脸色骤然一变 甚至连神魂都颤了颤 别人或许不知道 但身为大地的他 还能不知道这是何物吗 尼久呼吸一致 死魂兽 这玩意 你从哪来的 没了之前 那般高傲 赶忙开口道 等等 有话好好说 无乃上古妖地 无这缕神魂中 藏有天地造化 神兽传承 酸泥宝树 你若是让死魂兽出手 怕是什么都得不到了 苏晨潇挑了挑眉头 淡淡道 大地传承 很了不起吗 你既知我为地族之人 那你认为 一个妖族的大地传承 对本公子来说很重要 死魂兽 去吧 说到这 苏晨潇拍了拍死魂兽的肚子 死魂兽 立刻脱手而出 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尼久残魂 吞噬而来 他口中 顿时传来一股可怕的犀利 尼久彻底慌了 脸色惊骇至极的大声道 吴曾经好歹也是大地 只要你放过我这道残魂 便等同于拥有了 妖狱金阳界所有势力 虽然不知外界 现在如何 但想来拥有我尼久血脉的后背 必然不可能 弱到哪里去 见对方还没有开口 尼久有些着急的大喝道 就算你地族苏家不缺大地传承 但无数天道 眷顾大气韵 家身不死不灭 只需唯无重塑肉身 待日后恢复修为 可是妥妥的大地竟存在 哪怕是 对你苏家来说 也意义不小吧 此言一出 死魂兽忽然重新回到了 苏臣萧手中 苏臣萧抚摸着死魂兽 头也不太地说道 一缕残魂 还有机会恢复 你久点头道 别人或许不行 但我天地神兽 诞生的天所护 只需满足条件 哪怕这一缕残魂 也能够恢复如初 重活一世 苏臣萧淡淡道 你刚刚说 金阳界的妖族 是怎么一回事 金阳界乃是妖族大狱 界内居住着金泥一族 黄金狮子等 存在着大地的妖黄一脉 哪怕是在妖族之中地位 也十分显赫强大 实力极其恐怖 见事态有所转机 你久方才松了口气 虽然他是大帝 但如今只不过是一缕残魂 若是死在这死魂兽口中 那这天地间 可是连最后一头天金酸泥 都将灭绝了 你久满脸骄傲地说道 你身为地族之人 应该也知道 天地神兽的天道眷顾 百万年也难出一个 而无身为世间 这最后一头天金酸泥 最大的任务 自然是要繁衍生息 将无这尊贵的血脉 流传下去 不瞒你说 京阳界的金泥一族 黄金狮子 吞日云狮 都是我泥酒的后代 这特么不就是种马吗 苏臣萧文言脸色有些玩味 这么说来 你是他们的祖宗了 你久傲然道 虽然有些是曾经天金酸泥的后裔 但身上到底流淌着 我酸泥血脉 说我是他们祖宗也不错 看你这般模样 想来是本地的后代 混得还算不错 若是等我回族 他们必然遵从吴的号令 你有什么要求 大可向他们提 每一头天地神兽的诞生 无意不适携带着滔天弃雨 及其稀少 一旦彻底陨落 可能再也不会出现 否则也不至于落到 如惊天地神兽 几乎灭绝的底部 而妖族一脉 极为尊崇血脉 你久这么说倒也不错 若是金阳界的那些 妖族知晓了自己 祖宗在自己手上 怕是会不惜一切代价 将祖宗赎回 苏臣萧思索了一会 你久见对方有些异动 敢忙说道 如何 若是将本地带出去 日后你便是我尼久的恩人 本地可在此历世 日后若是你有什么需要 本地都会尽数满足你 苏臣萧咧嘴一笑 盯着他开口道 本公子不需要这些 那你想要什么 收作棋 此言一出 尼久神魂的笑容 顿时僵硬在脸上 他脸色一瞬间 变得震怒难看 哪怕是一缕残魂 所释放而出的帝威 也极其地恐怖惊人 你让 本地给你当作棋 你可知 本地乃是尊贵无比的天地 神兽天津酸泥 曾经递进 本公子助你恢复神魂肉身 我可是大殿 苏臣萧皱了皱眉 懒得跟他再耗下去 自己不过随口说说而已 想来以天地神兽的骄傲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也不会轻易屈服 苏臣萧点点头 淡淡地开口道 那好 死魂兽 我愿意 主人 酸泥脸色皱变 赶忙开口道 苏臣萧正了正 有些错愕 这家伙态度 转变实在是太过 搞得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 饶氏一旁的玄宁 都愣神了许久 张大着嘴巴满脸的不可思议 公子 这 苏臣萧脸色有些古怪 笑淫淫地说道 我还以为你宁死不屈呢 怎么 你不是大帝吗 你久理直气壮地说道 吴现在 不过是一缕残魂 若是再出不去 只怕不出千年 便要彻底消失 好汉不提当年勇 再怎么说 那也是从前的事情了 再者说 在他的那个时代 暗纪元前 正是诸天帝族 最为辉煌强盛之时 那个时候 各方地族绝待妖孽被出 哪怕是得到天帝眷顾的天帝神兽 也只有给别人当做起的粉 眼前好歹 也是地族之人 又身怀先天混沌神体 这般逆天体质 如果说 有谁能让自己恢复 恐怕也只有 对方有这个本事 虽然有些屈辱 也总比直接被抹灭来得好 你久心里暗自安慰道 第五十六章 玉兽万神宗至宝 子母玉兽还 想我天金酸泥 乃是堂堂天帝神兽 尚未诞下唇种子四 可绝不能在这诸天之中绝种 他这一缕残魂 能够坚持这般岁月 这个执念不可畏不深 苏晨肖沉默一会之后 抬头看向你久 淡淡地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便以神魂力士吧 你久脸色 有些微米不振地点了点头 像是认命了 一般说道 我明白了 你久 直接立下了天道誓言 一旁的玄宁 神色敬畏无比 虽是一缕残魂 但眼前这位到底也是天地神兽 曾经的一方大帝 想不到 就连这样的存在都沉浮于公子 在立下天道誓言过后 你久也没了先前那般高 有气无力地说道 我这旅残魂在外 坚持不了多久 主人 可否让我进入你石海灵台之中休养一番 我以立下天道誓言 绝不敢伤害主人宁 石海灵台 乃是一个修饰最为薄弱的地方 对方曾经毕竟是一位大帝 哪怕是有天道誓言的苏晨肖 也没有轻易答应 系统 可有什么办法百分百控制这家伙 定 子母御兽环 上古时期御兽万神宗至宝 只对妖族有效 可控制其神魂与肉身无法反抗 所需要反派值 五万 五万 五万的反派值 便能够完全控制一位妖族大帝 倒也不是很贵 苏晨肖直接购买 定 购买成功 当前反派值 十五万六千 问 阴阳御兽圈出现于手中 一金一银两对 像是一对戒指 苏晨肖将其中一枚金色玉兽环 佩戴于食指 银环投地而出 逐渐变成项圈大小 将这个戴上 尼九瞳孔一缩 显然是认得此物 这是 玉兽万神宗母的玉兽环 你竟然连这个都有 苏晨肖笑盈盈地说道 很奇怪吗 尼九看着眼前的银色玉兽环 深吸一口气 面露绝望地将那玉兽环接过 随后佩戴于手上 不挂脖子上 是他身为大帝最后的倔强 手中的金色玉兽环传来一股特殊的感觉 两者互相呼应 苏晨肖有感 自己似乎能够用这枚玉兽环 掌控尼九的生死 甚至 还能够知晓对方现在的心理想法 苏晨肖笑盈盈地看向尼九 开口道 进来吧 尼九脸色难看 直接化作一道金色的流光 没入苏晨肖灵台石海当中 他刚一进入 苏晨肖脑海内 便响起一道难以置信的声音 这是 诡异大道 你怎么领悟的这种东西 淡淡道 不该问的就别问 老老实实待着 待会地族苏家之后 本公子便让你恢复神魂肉身 初天争斗无数 每日都有无数修饰肉身消亡 神魂逃离 所以恢复神魂 塑造肉身这一类 单要天才地宝并算不少见 待回族之后 地族苏家有诸多资源宝物 能够助其恢复 也没必要浪费反派职 苏晨肖扫了眼四周 此地两个天命主角的机缘 已经尽数被自己所得到 还有一些所剩之物 便交给玄宁去处理 苏晨肖眼眸闪烁 咧嘴一笑道 差不多 也是时候离开回地族苏家了 赤允葬的秘境之外 天机风 七空等古族族长们坐落于此 等待着秘境之中族 中弟子们的传训 什么 你说 你们找遍了整座秘境 都没有找到苏公子 没用的废物 都给再去找 要是找不到 你们也就都别回来了 这本该是一众弟子 三十年一次 寻找机缘的历练 却因为苏晨肖的出现 便成了一场大型的捉迷藏行动 莫办法 实在是因为这位 活祖宗身份实在不凡 若是在赤允葬地之内 出了什么事情 在场的影视古族之人 没有一个能够承担得起 与此同时 一旁一只闭着眼的青老 正在闭目养神 忽然 那赤红色的秘境漩涡内 传来一阵空间波动 捏碎了资格 令离开葬地内的苏晨肖 与玄宁两人赫然出现于此 在场中人纷纷看去 眼眸一瞬间 皱亮无比 苏公子 组长 苏公子出来了 一众人迅速赶去 看着眼前来人 苏晨肖但笑着说道 诸位 这是做什么 七空在旁紧盯着苏晨肖 像是发现了什么眼神一亮 显得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 气血如龙 肉身完美无瑕 好恐怖的肉身之力 公子 这短短一日时间内 肉身强大了好几倍 公子您这是 其他几位组长 也是满脸的震撼之色 苏公子您突破了 苏晨肖笑了笑 缓缓说道 这赤允葬的倒是不错 侥幸有所机缘 在场中人面面相去 以他们隐世古族 对于这赤允葬地的了解 其中虽然还有一些 天才地宝 值得让弟子历练 但更大的机缘 都已经被仙人所得 看这位公子的模样 明显是修为大有长进 得到了不小的机缘 七空赶忙拱手称赞道 公子扶原身后 七空在此恭喜公子 只是 公子这么快就要走了吗 不妨到我七家 一进地主之劳 这老狐狸 赵家与明家几位族长 瞪了他一眼 也是开口道公子 小女之前与公子有所交集 若是不予赔罪 我明家心有不安 还请公子到我明家一句 我赵家也是欢迎公子 面对在场一众影视古族族长的邀请 苏晨肖白手道 如今是了 也就不在此处耽搁诸位了 谢绝了一众影视古族之人的邀请 玄宁打算暂时留在此地 替父亲处理后事 不日便赶往圣皇道屿 苏晨肖干脆利落地与清老一同离开了坎明道屿 虚空中 一道巨大的灵州航行 苏晨肖躺在椅子上 眸光悠悠 手中赫然出现了 从玄奥天身上所得到的那本黑骨经 问 第57章 帝族昭青 数万道筒前来参加 黑骨经一经出现 那股诡异至极的力量 便开始侵蚀其周围的空间 这本书仿若有灵智一般 轻轻颤动 似乎想要从自己手中脱离逃出 暗纪元的宝物啊 苏晨肖喃喃 这黑骨经至今自己都没有搞清楚 要如何使用 甚至连系统的查看面板 也仅仅只有少量的信息 苏晨肖 喂 你酒 石海中想起了你酒的声音 怎么了 这暗纪元的东西 既然是在那洞府内发现的 想来你应该不陌生吧 苏晨肖问道 你酒沉默了一会 而后有些操旦地说道 何止是不陌生 本地落到 今天这个下场 全都是拜他所赐 哦 苏晨肖跳了跳眉头 来了一丝兴趣地问道 说来听听 你酒悠悠地说道 想当年 本地在一处妖界道域内 进行着繁衍种族的艰难大任 可是某一日 这本该死的黑骨经忽然出现 那时候这本黑骨经 可不像现在这般孱弱 已经出现 那诡异无比的力量 便迅速侵蚀着道域内的所有生灵 仅仅半日的时间 整个道域内所有生灵都化作了鬼物 就连身为天地神兽的巫 都被这股力量侵蚀 而本地为整个诸天圣灵的安全 以大神通之术将此界封闭 日积月累之下 这才形成了这赤云葬地 怎么听起来有点不对劲呢 苏晨肖沉吟了一回 也没有多问 而是看向手中的黑骨经 暗暗想到 这黑骨经是个烫手山芋 无人敢有所接触 就连大地也无法奈何 但对于不受那诡异之气 侵蚀的自己来说 却是一张极为恐怖的底牌 将黑骨经重新收入系统 储存空间当中 苏晨肖躺在椅子上 环顾着这片虚空 这浩瀚无垠的虚空中 一搜搜灵州经过 亦或是有人骑乘着坐骑掠过 令人感到有些疑惑的是 自己是前往圣皇道域 回帝族苏家 这群人的方向 怎么和自己一样 苏晨肖有些不解 而就这时 后方一道高呼声传来 前方天玄宗的道友 也是去圣皇道域的吗 我乃太语先宗之人 道友可否搭我等一程 苏晨肖寻着声音 看了过去只见后方 一头巨大的天青 灵鹤飞行而来 灵寿身躯之上 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 笑眯眯地招了招手 在其身旁两侧 跟随着一男一女 二人年龄不大 气质相貌都数上成 看这样子 似乎是他的弟子 这艘灵州 乃是圆风孝所赠 想来对方 应该是将自己 给当成天玄宗之人了 他们也是 去圣皇道域的 正好问一问 苏晨肖笑了笑 也没有拒绝地开口道 道友可来一句 请 那老者文言 脸色一喜 带领着两位弟子 登上灵州 当见到苏晨肖之后 左宗心里一惊 哪怕是 见多识广的他心中 也忍不住赞叹一声 气质出尘清朗如风 一袭白衣风华如玉 事所罕见 身旁那位模样俏美 穿着宗服 体态修长的少女 也是美眸一亮 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左宗上前 第一印象极好 他拱了拱手 笑呵呵地说道 老朽见不公子 老朽从青天道玉 太宇先宗而来 准备前往圣皇道玉 只因我这座气 天青灵鹤 实在是疲累 不得已叨扰了公子休息 老朽在此谢过 这位两位 是我门下弟子 陆然然 张长风 苏晨肖随和地 摆了摆手 打亮了眼前三人一眼 但笑着说道 无妨 我也是准备 前往圣皇道玉 顺手的事情 左宗威笑着说道 不知公子明慧 苏晨肖笑了笑 说道 左前辈不必多礼 天玄宗的没错 太宇先宗 与天玄宗世代交好 他倒是从未在天玄宗内 听过有陈骁这一号人物 不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眼前少年气质 绝非常人 人老成精的他 也没有多问 只是笑眯眯的点了点头 苏晨肖询问道 不知左前辈 去圣皇道玉做什么 他倒是有些好奇 从坎明道玉出来后 这一路上 倒是见到不少灵州 似乎是朝着圣皇道玉而去的 左宗微微一愣 似乎有些诧异 前些十日 帝族苏家发出通告 帝族苏家那位小公子 从下节历练归来 准备考察天赋财情 为那位小公子 招取一位未婚妻 算算十日 还有半月便要开始 据老朽所知 如今整个诸天的古族 圣族 超级道统 来自于帝族之人 皆是带着天之娇女前来参加 至少有上千个势力 想要夺得那未婚妻的资格 倒是诸天各方神女 帝女 圣女齐聚争锋 如此大事万年罕见 老朽也是有所耳闻 遂带两位弟子 前来开开眼见 苏晨潇沉默了好一会 冷不伶仃地 看了眼身旁的青老 青老有些尴尬的没有说话 左宗身旁的那位 少女陆然然 也是有些憧憬地说道 听说那位帝族公子模样 俊逸不凡 乃先天混沌神体 真不知究竟是 何等风华绝代的女子 才能够配得上那位公子 只可惜我修为浅薄 怕是连那比试资格 都得不到 说到这 陆然然有些遗憾地 低下了头这时 一旁的师兄张长风 呵呵一笑 开口道 师妹 你这是哪里话 这洁青一世 还得是对得上演员 想我师妹 青春秀丽 乖巧可人 即便是得不到那资格 保不准 也在人群之中 被那位帝族公子一眼 给看上了呢 这未婚妻做不成 若是能够成为测室 也是不错呀 到那时我太语神宗 可就全仰望着师妹你了 陆然然文言俏脸飞红 似乎觉得师兄说的有些道理 有些害羞地低下了头 师兄 修要胡说 左松也是 在旁笑眯眯地俯着胡须 说道 长风说得不错 若是能够得到 那位帝族公子的青睐 那对我们太语先宗 这可谓是天大的机缘 这一次 不仅仅是各方超级势力 就连一些小势力 也是抱着和他们一样的心态前来 毕竟演员这一世 谁又说得准呢 苏晨霄在旁脸色 古怪至极 怪不得之前那些 灵州上面 都有着这么多的女修 或是青春 或是魅惑 俏丽 还能这么搞 脑海中的泥酒 有些懊恼的垂胸顿足道 当初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想当初 他为了繁衍出幽质的后代 在北域横行霸道 仗着大帝的身份 实力看上的就用墙 别人的就墙 四处流肿 鸡飞狗跳 到最后 几乎将整个北域妖族 给得罪了个遍 苏晨消叹了口气 悠悠道 闭嘴巴 种马大帝 正在几人交谈之时 系统的声音忽然响起 定 检测到天命 主角出现 定 检测到天命 主角出现 嗯 苏晨消只觉眼前一黑 一搜作黑压压的 巨型豪华灵舟 从头顶掠过 犹如一头遨游在 虚空之中的海晶 大气磅礴 在其周围 一头头神骏无比的妖兽 伴随踏空 背上乘坐着的 皆是气质不凡的道统天骄 眉宇俱傲 甚至看都没有看下方一眼 排场极大 场面惊人 俨然是某个超级道统之人 横渡虚空出行 第五十八章 小小太鼎古宗 也敢让我家公子降行 无等乃是西域 太鼎古宗之人 头顶上方一位 乘坐着神骏妖兽的 天骄脸色巨傲无比 霸道至极的大河道 所有灵舟 自行低落百丈让行 否则休怪我太鼎古宗不客气 哼 声音响彻整片虚空之中 此言一出 此方虚空中 其他航行的灵舟纷纷降落 左松也是心里一惊 满脸诧异地说道 那是太鼎古宗的人 他们竟然也来了 左松脸色显得有些难以置信 太鼎古宗之人 可是坐落于诸天西域的道统 路途遥远至极 基本从不与外界沟通 可谓是最为偏僻神秘的 古老道统之一 身旁弟子张长风 也是有所耳闻 望着上方那座豪华巨大的灵舟 难难道 想不到连太鼎古宗 这等势力都到来了 这便是帝族的影响力吗 师妹 恐怕这帝族 招亲一事 不是演员那么简单了 无上帝族苏家招亲 谁能够想到 竟连这等神秘古老道统 都出动派人前来参加 保不准还会有 更为恐怖的势力前来 而他们太鼎先宗 在这些庞然大物面前 渺小的宛若蝼蚁 哼 这时 一道不悦的冷哼声响起 清老的脸色一沉 眼中闪过一丝不快的光芒 小小太鼎古宗 竟然也敢让我家公子降刑 我看他们 当真是想死了 要知道 在这诛天之中 强者便可随意的 欺凌肆虐弱者 而驱使灵州 从头顶经过 这无异于 是一种践踏尊严 挑衅的行为 在太鼎古宗眼里 下方的这艘质尊敬灵州 不过是万千千万圣皇道义的 小势力而已 根本不值得他们关注 清老转头 看向一旁的苏臣 削开口道 公子 苏臣削脸色平静 头也不抬得淡淡地 开口道 那便让他们下来吧 什么 左松脸色骤变 猛地看向一旁的 苏臣削开口道 公子不可 太鼎古宗 乃是古老道统之一 其宗内有大帝 传承准地境强者存在 看这样子 他们也没注意到咱们 咱们还是避开为好 他登上灵州之时 便注意到了 这位公子身旁的老者 气息如鸳身不可测 连他也难以看透 看这位老者 恭敬的模样 想来这位公子 应该是某位大族之人 而对方便是其互道者 苏臣削笑了笑 抬手道 无妨 轻老自会处理 雨若 一股极为恐怖的力量 从身侧迸发而出 连虚空都在站立 赤胜的地利 犹如虚空中的太阳 左松瞳孔猛的一缩 他一瞬间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向 苏臣削身旁 那位身材勾楼的老者 身旁的两位弟子 也俨然也是从未见过 这股浩瀚的神力 只绝忍不住匍匐膜拜 心中震撼万分 这 这是 左松嘴唇都在狂颤 脑瓜子嗡嗡的 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他面容惊骇万分地看向 笑盈盈的苏臣霄 就连声音都在打抖 准 准地 这怎么可能 他登上灵州之时 便注意到了这位公子身旁的老者 气息如鸢深不可测 连他也难以看透 看这位老者 恭敬的模样 想来这位公子 应该是某位大族之人 而对方便是其互道者 但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眼前这位老者 竟然会是一位准地大佬 在这诸天之中 大地不出 准地便是无敌 哄 清老脸色冰冷 抬手之间 便是一道浩瀚苍茫的恐怖神通 金色的神芒 在这片虚空之海 绽放犹如天崩一般静直 朝着头顶太顶古宗的灵州轰去 太顶古宗 也敢在我家公子面前放肆 还不滚下来扣剑 那赤圣惊人的力量 直接触发了上方豪华灵州的 护州大阵 问 能够抵挡下 圣人静巅峰的 古老阵法骤然升起 可仅仅是 出现了一息时间 便刹那间被湮灭粉碎 一瞬间 天摇地动 灵州之上的所有人 脸色大惊失色 厚知厚觉 站立不稳地惊呼道 什么情况 发生什么了 唯有太顶古宗 此次带队的几位 圣静长老有所察觉 脸色骇然地大喝道 准地 有准地对我们出手了 是何方前辈出手 我等乃是西域太顶古宗之人 绝无以得罪前辈 滔天神通撞 基于灵州之上 顷刻间 无数碎块炸开 这艘圣弃灵州 便一分为二 直接被活生生地击穿成两半 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轰隆隆 强烈震荡余波扩散 就连这片虚空中 隔着老远的其他小型灵州 都摇摇晃晃 受到波及 这恐怖至极的准地一击 直接让这方虚空的 无数势力之人 都给惊呆了 无数双目光都注视了过来 当看到太顶古宗 那艘豪华灵州 被直接轰穿的一幕之时 所有人都呼吸一致 眼睛都给瞪直了 我曹 什么的情况 太顶古宗的灵州 直接穿了 有准地进大能出手 灵州上 苏臣萧笑盈盈地 将苍天神鹏幼崽 拿出来喂食 头也不抬地说道 有些过了 清老 好歹也是一艘圣级灵州 价值不菲 清老逐渐收敛气息 那惊人的准地之力消散 脸色平静地说道 公子 老奴已经有所留守 若非是念在这群人 是前来参加圣皇道与大 这一击下去 恐怕这灵州之上 除了圣经人物 其余弟子都会湮灭其中 一旁左松和他的两位弟子 此刻已经傻眼了 左松浑身颤抖 眼眸狂颤无比 能够让一位准地进人物 护道的 只有一种可能 那便是眼前 这位气质 温润和善无比的公子 是某个地族大能子嗣 而且地位极高 我滴个乖乖 这 这他妈不是天玄宗的灵州吗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小小至尊级灵州之上 竟然有着这样一尊大佛存在 与此同时 上方那断裂成两半的 太鼎古宗灵州之上 这突如其来的一击 令太鼎古宗所有弟子们 都始料未及 灵州开始倾斜 失去了灵州阵法的庇护 有弟子一时没站稳 直接掉落 卷入虚空之中 慌乱的人群之中 一位面容绝美 气质冷艳孤傲的女子 有些站立不稳 江宁见状脸色一变 玩小心 右手衣袖之中 密密麻麻的飞虫呼出 直接将女子卷入其中 江宁赶忙上前 满脸关切地 看向怀中的面容绝美 高贵冷艳的女子 声音温和地说道玩 你没事吧 第59章 天命主角灵地 七窍玲珑星 怀中的绝美女子 东方婉脸色骤变 反应过后 一股冰冷的力量 立刻将虫裙 与江宁震开 东方婉紧促着绣眉 冷眼看向她说道 你不知道 我生平最讨厌的 便是虫子了吗 江宁微微一震 赶忙将虫裙 尽数收起 有些尴尬地摸了摸头 说道 玩 刚刚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 东方婉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开口道 江师兄 玉虫终究是小道 莫要本莫倒置 师妹 这我自然是知道 江宁叹了口气 换了个话题 脸色凝重地看着周围道 只是 究竟是发生什么 竟然有人敢攻击我们太鼎古宗的灵州 此时太鼎古宗的几位长老 横度虚空 朝着下方攻击之人望去 哪位前辈 当见到下方那艘灵州之上的青老 以及苏晨霄之后 几人脸色一变 那位是 地族苏家的隐卫统领 这位大能 不在地族苏家 怎会出现在这般偏僻之地 其中一位长老像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古怪的悠悠道 刚刚那位 好像是说公子 你说什么 太鼎宗大肠老软奎猛地 看向下方苏晨霄 像是想到了什么 他脸色一瞬间变得精彩至极 瞳孔狂颤地惊呼道 坏了 老爸 叫上我太鼎古宗所有弟子 跟我一起去下方拜见那位地族公子 他不是傻子 地族苏家准 地境尹卫统领出现在这 只能是苏家那位小公子 从下界之中回来了 阮奎绿领着一众太鼎古宗的弟子们 从那艘已经被破坏的灵州而来 约莫有数百余人 望着眼前几位太鼎古宗的大人物 每一位都是圣境大能 不过是至尊境的左松心脏加速 甚至差点忍不住当场跪了下来 身旁的两位弟子 陆然然与张长风也是 从没见过这般场面 那些太鼎古宗的弟子们 一个个修为不俗 气质超凡 随便一个拿出去 放在他们太语先宗 都绝对是顶尖妖孽般的存在 两人不免有些自残行贿 陆然然在旁扯了扯师尊的衣角 看了眼一旁的苏晨肖小声地说道 师父 这位陈霄公子究竟是什么人 我的古奶奶 你是否我哪里见过这般人物啊 左松脸色古怪 低声说道 徒儿 咱们今日怕是遇见贵人了 这位陈霄公子 恐怕是帝族的某位大能之子啊 路然然郊躯一阵 俏脸满是不可思议地 看向一旁的笑盈盈的苏晨肖 美眸惊讶无比 帝族之人 似是察觉到了他的目光 苏晨肖头来一个善意的微笑 搞得他俏立飞红 赶忙低下了头 清老冷冷地开口道 太顶古宗 而等是在西域横行霸道惯了 竟敢从我家公子头顶上经过 莫不是不把我帝族苏家放在眼里 帝族苏家 此言一出顿时满堂哗然 后方的太顶古宗弟子们 一瞬间便炸开了锅 一个个惶恐至极 大肠老软奎更是脸色惨白 赶忙率领着身旁几位长老 来到苏晨消身前 恭敬一拜 开口道 太顶古宗软奎 见过苏公子 方才是我太顶古宗 大小灵州之上是您 就算是给我等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冒犯公子您啊 还请公子恕罪 他此刻心里操旦至极 他姥姥的 您这尊大佛屈尊 做个至尊纪灵州做什么 苏晨消脸色平静 看着眼前几位太顶古宗的长老 但笑着开口道 原来是太顶古宗的诸位客人 此次前往我帝族苏家 圣皇道玉势力不在少数 对于我帝族苏家来说 来者即是客 无论是大小势力 也理当一视同仁 若是一视欺人 传出去 想来无论是对我帝族苏家 还是二等太顶古宗风 平都不太好 阮魁文言 有如小鸡灼米 一般不断点头道 是是 公子您教训的是极 此次 的确是我等的过失 我太顶古宗的这些弟子 交宗惯了 带回去之后 定当让宗主责罚处置 之前是我等多有冒犯 还望公子您恕罪 说吧 阮魁朝着后方一众 呆愣在原地的宗门弟子们 大吼道 全都愣在那里做什么 这位乃是地族苏家族长之子 拥有先天混沌体的当代妖孽 苏晨潇公子 还不快滚过来 拜见公子 就是他 一众弟子 一个个心里 满是震撼的大声道 我等见过苏公子 人群中 风华绝代的东方宛美眸 闪过一道 亚裔至极的光芒 他紧盯着对面 面容俊朗气质绝尘的苏晨潇 芳心荡漾起一层涟漪 就是他吗 江宁注意到了一旁 东方宛的异样 一时间不由捏紧了拳头 心里有些痛恨 他们太鼎鼓宗此次 本就是为了那朝清一事而来 而作为太鼎鼓宗 宗门圣女的东方宛 自然是不二人选 苏晨潇摆了摆手 看了眼上方的 那被毁坏的盛气灵州 笑着开口道 无妨 注意些便好 诸位到底还是我圣皇道义的客人 清老之前 出手有些过了 毁了诸位的盛气灵州 这件事 本公子倒也是有事偏颇 不不不 阮奎文言心里一阵 立刻解释道 清老前辈教训的是 盛气灵州损失是小 我太鼎鼓宗 这些弟子 素来目光高傲 经过此次事情之后 方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定当抹去骄纵 严于律己 当时我等 要感谢公子恩惠 受教了 一旁的左松 文言人都傻了 愣愣地看着这位 太鼎鼓宗的盛气大能 这就是帝族之威吗 西域霸主级别势力 盛气被毁 不仅屁都不敢放一个 还要感谢这位苏公子 苏晨潇微微汗手 也没再多说什么谋光 扫过一众太鼎鼓宗弟子之中 在一位面容平凡 眼神有些许敌意的 青年身上有所停留 苏晨潇眼神一亮 找到你了 姓名 江宁 称号 灵帝天命主角 身份 太鼎鼓宗首席弟子 年龄 二十四 性格 沉稳 果断 静剑 不死尽二重 体质 七窍玲珑星 功法 天启玉虫绝 地魁术 太鼓丹顶术 悬遍踏云步 宝卧 造化鼎炉 九雁天火 弑金虫 血脚蚁 至尊傀儡 火蟒傀儡 天命值 五十万 PS 求求小蝶们 催更好评 压压败谢 第六十章 天赐良机 你要好好把握住机会 或 好家伙 五十多万的天命值 系统面板调出 其宝物之多 饶 是苏晨骁都有些目不暇接 苏晨骁眼眸一亮 笑盈盈地看了过去 七窍玲珑星 在诸天神体之中排名 极为靠后 不属于能够强化自身的神体 唯一的优势 便是能够一心多用 这一类体质之人 所擅长的大多是阵法 丹药一类 在这些方面 有着天然的优势 而眼前这位天命主角 修为倒是不高 却极为擅长 利用身外之术 傀儡控虫 是金虫 血脚蚁 无异不是珍惜无比的上古灵虫 底牌倒是挺多的 苏晨骁暗暗想道 见这位公子 没有过多责怪 太顶古宗阮奎 脸色大喜过望 这才长输了一口气 再来时 他便听到过一些传闻 据说这位帝族公子 年幼横行霸道 霍乱北域妖族 跟眼前这位温润如玉 平易近人的公子 简直是判若两人 传闻果然是传闻 不可听信 阮奎连连拱手 长输一口气地恭敬道 苏公子 既然是这样 我等也就不套扰公子 您休息了 苏晨骁笑了笑 语气平和地说道 之前清老出手过重 毁了等灵州 若无灵州待步 想来速度也会大大减缓 即使前往圣皇道宇 不妨与本公子一同前往 阮奎晨赢了一会 有些不好意思道 这不太好吧 公子 灵州毁了不影响 其实在下属误界中还有一 可 就在这时 一旁的太顶古宗 咳嗽了一声 给阮奎使了个眼色 公子 还请稍等一下 八长老有些歉意上前说道 苏晨骁笑着点了点头 不在意地说道 无妨 八长老将阮奎拉到了一旁 一脸悲痛道 大长老 你胡断 阮奎皱了皱眉头 有些不解得道 老爸 你这是何意 八长老偷偷看了苏晨骁一眼 然后又看向阮奎说道 咱们太顶古宗此次 去圣皇道宇为的是什么 还不是让东方婉那丫头 去争夺比武招亲的资格 而现在 那位地主小公子 就在此地 还邀请咱们一同前往 这岂不是天赐良机 恰好有机 会让那丫头 和这位公子 提前培养感情吗 若是我儿那丫头 有幸能够被这位公子看上 咱们太顶古宗提前结胡 这还比是个屁啊 如此机缘摆在我等面前 老哥你 竟然还想着离开 哎 老哥 你真是年纪大了 越活越回去了 此言一出 阮奎愣神了好一会 眼神骤然一亮 一拍脑袋 就连看像老八的眼神 都不同了 是啊 老八 你可真是提醒我了 巴掌老黑黑一笑 以过来人的姿态说道 东方婉那丫头 好歹也是咱们 太顶古宗圣女 无论是修为 还是面貌 都是上上人选 正所谓进水楼台先得月 年轻人血气方刚 咱们这群老东西 只需要给他们 制造一点私人空间 这好是趴的一程 嘿嘿嘿 阮奎愿 想愿觉得 是这么回事 他们大佬远前来 公子的未婚妻吗 阮奎眼神愈发明亮的 老脸激动道 好啊 有你的 老八点子王 念及此处 阮奎赶忙转身 来到苏晨消身前 态度来了个惊人的 一百八十度转变 舔着老脸拱手道 这个 苏公子 您刚刚说的是急 不瞒公子您说 我太顶古宗 此次出来 只带上了这一艘灵州 门下的这些弟子 也修为不高 若是没有灵州法阵庇护 只怕是这一路上 要遭遇到不少危险 说到这 阮奎满脸愁容 公子宽宏大量 帝族气度 不仅不计较 我等冒失之罪 还愿意 让我等搭成灵州 老朽当真是心中有愧 不知该如何感谢公子您啊 苏晨消 笑着白手道 顺手的知识 这艘灵州虽然不大 但成座上千人 还是有余的 苏晨消并不知道 他们说了什么 之所以想要 将他们留在这 为的是更为方便地 接触到这天命主角 阮奎点点头 连忙感谢 在听过老八分析一番过后 此刻的他 心里都要乐开花了 若非是这位地族公子 在场有所克制 怕是老脸 都要笑成一朵菊花 想不到 他太顶古宗 此次竟然因祸得福 能够提前一步 带着族中圣女 接近这位地族公子 好好好啊 老小多谢公子 在一番攀谈过后 阮奎这才率领着 一众弟子 来到了灵州的最边缘 脸色一瞬间变得严肃道 刚刚都听见了吗 苏公子大人不计小人过 二等继承 坐于这艘灵州之上 严刑举止 都要注意 若是惹得那位地族公子不快 那可就休怪 老夫手下无情了 在场中弟子 都知晓事情的严重性 纷纷收敛了不少 毕竟太顶古宗在牛逼 能厉害得过十大地族吗 恐怕就算对方 当场把自己杀了 大长老 他们都不敢有一句怨言 还等说一句杀得好大长老 我等知道了 人群之中 唯有江宁皱了皱眉头 低声说道 明明是那家伙 毁了我太顶古宗的灵州 怎么搞得 好像是我们做错了一样 婉儿 我感觉那人不像是什么善类 你 够了 江师兄 休要污蔑那位苏公子 东方婉秀没紧促 有些不悦地看了眼江宁说道 逐天之中 灵州从别人头顶横行本 就是无理的举动 地族之人身份显赫 更何况是那位地族族长之子 若换做脾气不好一点的地族之人 只怕是我等 太顶古宗所有人都难逃弃责 那位苏公子不计前嫌 我等应该心怀感激才是 江宁更是脸色一僵 半上说不出话来 这时 巴掌老朝着弟子之中的东方婉 招了招手 笑眯眯地说道 圣女 过来一下 东方婉点点头 冷冷看了眼一旁的江宁警告道 那位公子身旁有准地大能 师兄日后说话定要三思而厚言 切莫给我太顶古宗招来杀身之祸 第61章 天命女主东方婉 触发隐藏奖励 说吧 东方婉走了过去 长老 怎么了 巴掌老直接以神念传音道 你对那位地族公子感觉如何 东方婉微微一愣 看了眼远处的那俊美 无比肃沉潇 气质绝尘 莫上如玉 宛若一位风度翩翩的世家公子 眼里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温和无比的笑意 仅仅是看了一眼 东方婉便有些赶忙地收回了目光 咬了咬朱唇 有些娇羞道 长老您这是何意 巴掌老见状 脸上笑意更为浓烈 抚摸着胡须饱含深意地说道 此地距离圣皇道语 至少还有一天路程 这位苏公子不仅背景非凡 天赋更是冠决 如此天赐良机 大好机会 圣女 你可要好好把握 助机会啊 我看那位公子身旁还有一女 不过小道统之人 与圣女你相比 无疑是萤火与韩昊月争辉 有着云泥之别 东方婉美眸闪烁 没再说话 另一边 定 天命女主东方婉对天命 主角江宁心生不满 好感大减 天命主角江宁气运职损失五千 恭喜主人获得反派职五千 苏晨霄眉头一挑 什么情况 自己还没开始就来这一出 有意思 左松与他两位弟子 可谓是在一旁坐立难安 局促无比 陆然然有些好奇地凑了过来 看了看苏晨霄寻问道 公子 你真是地族苏家之人 苏晨霄逗弄着怀中的苍天神棚 抬头看了眼 这天真浪漫的少女 笑了笑说道 不像吗 陆然然点点头 想了想后说道 我听说地族之人都是高高在上 悟空一切 从来都不将地族之外的人放在眼里 感觉你不太像 总是笑眯眯的 看起来还挺有善的 左松瞪大了眼睛 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 姑奶奶 你这话背后说说就算了 当着人家地族公子面说 师兄张长风也是呼吸一致 赶忙上前制止道 师妹 休要胡说 回来 他朝着苏晨霄拱手 满是歉意地说道 苏公子 我家师妹年龄尚小 口无遮拦 绝非有冒犯地族的意思 还请见谅 苏晨霄失笑着摆了摆手 语气温和地说道 不打紧 然然姑娘天真浪漫 倒是有趣 我地族之人 又非什么虎豹豺狼 只是地族尚有不同 难免会出现 一两个桀骜之人 陆然然点了点头 见这位公子 没有追究 一旁的师父左松 也是长说了口气 赶忙将其拉了过来 防止这死丫头 再多说什么冒犯的话 场面气氛有些微妙 原先还有说有笑的左松 现在一句话也不敢说 苏晨霄见状也没太在意 而是转头 看向一旁的太顶古宗人群 只见阮魁带领着一位气质出尘 面容精致绝美的女子前来 一袭淡蓝色的仙裙 将其那傲人的身材 衬托得凹凸有致 有着天鹅颈斑 雪白优雅的脖子 肤若凝脂 柳腰纤细 一双眉腿 更是修长夺目 仿若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女 东方婉似乎十分自信 不乏端庄从容 眉宇间有些许清冷 但这却不似冰山一般不尽人意 而是一种许久以来养尊处优的孤傲冷艳 苏晨霄打亮了他一眼 姓名 东方婉 陈昊 灵帝 天命女主 身份 太顶古宗圣女 年龄 二十二 性格 骄傲 慕强 静见 不死尽六重 体质 阴忧神体 阮魁带着东方婉来到苏晨霄面前 笑呵呵地说道 苏公子 这位乃是我太顶古宗圣女东方婉 婉 还不见过苏公子 虽然骄傲地犹如孔雀 可当来到苏晨霄身前之时 东方婉却放下了自身的骄傲 微微地一笑 欠身十分得体地轻声道 东方婉见过公子 苏晨霄眨了眨眼 故作疑惑地说道 阮长老这是何意 阮魁呵呵一笑 开口道 我宗圣女早就听说过公子大明 对公子仰慕已久 只是圣女性格有些腼腆 不好意思主动上前 老朽想着距离圣皇道语 还有些路程 便想让圣女前来 与公子交流一番 不知可有叨扰到公子 您休息 对于东方婉的容貌 她还是很有自信的 想在西域之中追求者无数 其中步伐有那些超级道统 万古圣族的天骄 只可惜这丫头眼光极高 哪怕是西域那些万古圣族之人 都无法入眼 今日看着她的状态 显然是对这位帝族小公子 十分满意 就是不知道 这位苏公子是怎么想的了 阮奎看了眼神旁的东方婉 笑呵呵地想到 原来是这样 苏承骁微微汗手 刚想说话 便忽然察觉到一道怨气很重的目光 苏承骁脸色有些玩味地看了过去 远处太顶古宗弟子之中 江宁脸色一青一绿 显得难看无比 当察觉到苏承骁的目光后 江宁赶忙地下了头 看这样子 似乎从这天命女主 开始着手不错 苏承骁咧嘴一笑 心中有了大概想法 随手一道灵气 将灵州厢房内的茶桌运了过来 百鱼身前抬手道 正好也闲来无视 二位请坐 阮奎眼神一亮 内心激动无比 有戏 他呵呵一笑 客气道 苏公子 老朽这年纪大了 你们同龄人交流 我就不打扰了 圣女 你和公子慢慢聊 慢慢聊 说吧 他直接转身溜得飞快 只留东方婉一人脸颊 有些红韵地站在原地有些不好意思 这大长老 苏承骁抬手 优雅从容地倒上了一壶茶 小明了起来 东方姑娘 坐 看着眼前之人那面如雕刻 俊美异常的脸庞 东方婉 只觉自己的心跳 前所未有的厉害 轻轻点头 十分优雅的优雅地 坐了下来 小声道 多谢公子 苏承骁将茶地了过去 嘴角微微扬起 神色从容地说道 东方姑娘 此次前来 也是为了地族招亲一事 东方婉微微一愣 没有想到 这位公子说得如此直白 点点头 脸色有些娇羞地说道 嗯 我本是想来与宗门那场老门 一同来看看 未曾想能够提前见到公子 公子却如传闻中所说 以表堂堂气语不凡 不愧为地族之人 姑娘谬言了 苏承骁反应 十分平静 看不出什么特别的情绪 东方婉动人的美眸 盈盈闪烁 盯着苏承骁 换了个话题询问道 就是不知公子 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苏承骁呵呵一笑 有些无奈地说道 这件事 我也是最近才知晓 即是母亲的主意 身为人子的 我也不好推却 顺其自然就好 东方婉美眸一亮 看这位公子的样子 似乎并不是很喜欢 这笔舞招亲一事 他顺着苏承骁的话接着道 公子说的道也是 婚姻之事 虽以父母做主 但这世间缘分 却难以说清 若是能够相对演员 自然是皆大欢喜 苏承骁笑盈盈地看了他一眼 饶有兴趣地 把玩着茶杯说道 就比如今日 能够见到东方姑娘 这也是缘分的一种 东方婉俏脸一红 有些娇羞地低下了头 不置可否 定 天命女主芳心暗颤 天命主角江宁 天命只损失一万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之一万 定 触发隐藏奖励 第六十二章 星形石头 幻黄明其时 东方婉清新 哦 苏承骁眼眸一亮 难得又一次触发了 隐藏奖励 定 恭喜主人 获得隐藏奖励 天经零石 与众不同的星形石头 蕴藏着浓郁的羹筋之力 格外吸引虫群 当看到系统 触发的隐藏奖励之后 苏承骁一脸黑线 心形石头 你这奖励是人给的呀 不过 这格外吸引虫群 倒是有些意思 而此刻另一边 在太鼎古宗之人的眼中 远处的二人 简直就是金铜玉女 天造地设的一对 不少太鼎古宗女弟子 望着坐在苏承骁对面的东方 完满是羡慕 恨不得上前 取而代之地说道 看这样子 如果是被其看上 日后可真就是飞黄腾达了 八长老 享受无比地眯起了眼 露出一脸愉悦的表情 抚摸着胡须 不错 不错 软奎脸色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嘟囔道 老八 你这是什么表情 我嗅到了 什么 是爱情的味道 想我年轻时 也是这样 软奎 太鼎古宗之中 只有江宁一人 死死地咬着牙齿 紧握着双拳 只见一向在自己面前 清冷孤傲的东方 晚此刻笑夜如花 那绝美的脸庞时不时还泛起一抹动人的红韵 这番模样 简直像是两个人 江宁星在低血 眼眶都有些泛红的在内心疯狂咆哮 该死的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想他加入太鼎古宗之后 便对圣女东方晚一见清新 自己依靠着炼丹之术 小心翼翼地培养着这来之不易的感情 曾经玩许诺过自己 若是自己能够在蜂王战场之上突破蜂王留下名号 便会给自己一个机会 而今日苏晨骁的出现 就犹如蛮横无比的野兽 指导黄龙 无情地击碎了他心中最后一点幻想 不就是背景好 长得帅一点吗 我江宁到底哪里不如他 江宁憋屈无比地低着头 暗自痛恨 就连潜藏在衣袖之中的士金虫和血脚椅 似乎也察觉到了主人的情绪 一个接着一个从袖口中爬出 在江宁手心上表演起了杂技 你们 江宁健壮眼神逐渐柔和了一些 深吸一口气 有些勉强地笑了笑 难难道 连世金虫和血脚椅都明白我对你的爱慕 娃儿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谢谢你们 我没事 都回来吧 世金虫和血脚椅文言 这才返回于袖口之中 消失不见 江宁深吸一口气 强行压下心中的躁动 不断安慰自己的 没事的 没事的 很快就要到圣皇道语了 只要到那里 那家伙便会离开 到时候与我们再无交集 就这样 江宁像是忍者神龟一般 生生忍到了目的地 圣皇道语 好天尘外 苏晨潇与东方碗二人 相谈甚欢 直到抵达圣皇道语之内 东方碗方才与恋恋不舍的分别 对了 似是想到了什么 苏晨潇笑着将那枚新型石头拿出 送到了东方碗手中此物 是我偶然间所得 送给你 东方姑娘与我一见如故 若是有空 日后可来我地族苏家一叙 这是她送给我的礼物 东方碗看着这枚光滑无比的新型石头 喜不胜收 格外珍惜地将其捧在了手心上 翘脸飞红无比 谢 谢谢 当见到我这般少女怀春 小女儿家的模样之时 将您眼睛都瞪直了 不是 她给你一块破石头你就这样 那之前我辛苦练制 赠与你的那些单要又算什么 东方碗满脸娇羞 轻声道 苏公子 其实我也有一件东西要送给你 哦 苏晨萧文言微微有些诧异 只见东方碗抬起素白的右手 从手腕之处轻轻地摘下了一条 纤细无比 贯穿着一枚拇指大小火红玉石的手链 苏公子 此物还请您收下 此物欠有黄银玉 可助人稳固道心 悟性有所提升 虽对您来说算不得什么宝物 但也是小女子的一番心意 东方碗吉为腼腾忐忑 生怕眼前这位公子不喜欢地说道 黄银玉乃是天地其实 传说乃是凤朝其实 经过无数万年聆听凤凰和明行程 寓意繁多 且极为珍贵 这还是她在一处秘境之中偶然所得 恰好那时 在秘境之中同祥之人的江宁也在其中 远处江宁见状瞳孔猛的一说 黄银玉 这他妈可是天地其实 当初在秘境之时 乃是自己阻挡无数天骄 给东方碗创造机会所得 为的便是让碗明白自己的一番心意 而今日 这该死的地族公子 竟然仅仅只用了这么一块破石头 就换取了这天地其实 江宁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沐浴喷火 苏晨潇也是有些意外 偏了沿远处 痛不欲生的天命主角 摇头道 东方姑娘 此物太过贵重 却不想 东方碗亲咬猪唇 直接将那欠有黄银石的手链 塞入了苏晨潇手中 随后 转过身小 跑回到太鼎古宗人群内 轻声道 苏公子 十日之后见 我会努力的 经过之前 灵州上的一番交谈 他早已对这位温润如玉的苏家公子 有所倾心 苏晨潇看着手中的黄银石 心中并无太大的波澜 笑着点了点头 好 既然如此 那便再次分辨 与清老一同离去 左松也是带着自己的两位弟子 一同离开 带众人走后 东方碗站在原地 久久失神 看着手心中的石头 心中有些怅然若失 童宗内不少女子 都围绕了上去 满脸羡慕地看着东方碗说道 圣女大人 那位公子给了你什么 哇 一块新型的石套 好了嘛 这可是那位 帝族公子送的东西 想来那位公子 对圣女大也颇有好感 此次帝族苏家招亲之事 所选之人 定当是圣女大人莫属 唯有太鼎鼓宗一群男弟子酸溜溜 有些吃味地说道 那位苏公子 未免也太小气了 不就是一块破石头吗 身为门内 首席的江宁 也是脸色难看的点点头 上前来到东方碗身边开口道 玩 这次你做的未免 有些太冲动了 这毕竟只是 一块普通的玩石 而那黄银玉 却珍贵无比 能够不受心魔侵扰 稳固到心 当场射死的天命主角 本以为东方碗 能够明白自己的一番苦心 谁知他脸色忽然冷漠了下来 冰冷地看向江宁开口道 够了 江师兄 若是情义一事 也能够用物质衡量 那也未免太过俗套了 你若是真的希望我好 那便应该祝福我 而不是在背后贬低那位帝族公子 一旁的太鼎古宗女弟子们 也是点头赞同道 圣女大人说得不错 江师兄 若是按照你这么说 那位苏公子 拿出一件地级至宝 难不成圣女也要拿出价值对等之物回应 想不到你是这么物质的一个人 只要是圣女喜欢 那便是无价的 再者说谎饮食乃是圣女的东西 就算是送出去又与你有合肝 耳旁传来一众宗门女弟子们的口诛笔伐 攻击力实在是太强 江宁闻言浑身一震 脸色一清一白 肿胀成朱紫色 半上说不出一句反驳之语 而就在这时 一旁的大肠老软 窥笑呵呵地制止道 呵呵呵 好了 那位苏公子乃是地族族长之子 随手送出来的东西 又怎可能是普通房物 而等好好感受一下 此时之内的庚金之气 如果老朽没有看错的话 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石头 此物乃是天津灵石 天津灵石蕴藏庚金之气 是铸造法宝的上等材料 仅仅是指甲大小的一小块 便能够令法器变得风锐无比 蕴藏庚金利气 八长老也是大孝道 天津灵石本就稀少无比 而圣女手中 这块新型模样的天津灵石 天生地成 巧夺天宫 更是万里挑一 难以寻找 那位苏公子倒是有心了 此言一出 就连原本有些赞同江宁的男弟子们 都心里一阵 竟然是天津灵石 其余女弟子更为羡慕 已经开始纷纷挠不到 果然 我早就知道 那位苏公子肯定不会 拿出一块普通石头的 天津灵石本就是万里挑一的其实 而要天然形成这般模样的 不知那位苏公子在其中找了多久 真的是太浪漫了 可笑将师兄有眼不识经相遇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不仅看不出这天津灵石的神奇之处 还错把这般宝物当作普通玩石 东方玩此刻低着头 感受着手心那星星石头的温热 心脏扑通扑通的直跳 他红着脸美眸闪烁 犹如坠入爱河之中的少女 轻声喃喃道 这也是你对我的心意吗 周围女弟子们说得越多 越衬托出江宁的无知 江宁只觉无地自容 恨不得找个裂缝钻进去 忽然 藏匿于衣袖之中的 侍金虫群异常地躁动了起来 静隐约有些不受控制地 想要脱手而出 侍金虫 江宁脸色大变 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赶忙死死捂住了袖口 侍金虫虽然喜好金石 须以金石喂养栽培 一旦遇到蕴藏着更金之物 便会倾巢而出 坏了 有弟子察觉到了江宁的异样 有些疑惑地说道 江师兄 你这是 咔擦 咔擦 伴随着一阵锋利的咀嚼之声 江宁所特制 能够潜藏虫群的衣袍都被侍金虫啃咬撕烂 刹那间 江宁衣服浑身上下都被撕开巨大的口子 密密麻麻 数以海量的虫群倾泻而出 场面惊人 嗡嗡嗡 我曹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江身旁几名太鼎古宗弟子吓了一跳 虫群漫天 此刻江宁整个人都被无数虫子包围 什么情况 江师兄 这些是江师兄的虫群 侍金虫 还有血脚椅 就连一旁的几位长老也是脸色微变 赶忙呵斥的 江宁 你在做什么 赶快把你的虫群给收起来 可江宁此刻也根本控制不住虫群 各种各样的虫子从他衣服里窜出 侍金虫铺天盖地朝着一旁的东方碗飞去 那一个个模样 瘋人的虫子飞到了他的手上 开始用锋利的獠牙 大口大口地啃食着手中的天津零食 呀 一向最为厌恶虫子的东方碗脸色一变 尖叫一声 下意识地将手中那星形石头丢出 哄 无数的虫群蜂拥而至 仅仅是眨眼的时间 便将那星形石头啃食的一干二净 连扎都没有剩下 这 所有人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几位长老人都傻了 反应过来之后 所有人都怒不可遏 痛心疾首地看向一旁的江宁 江宁 看你干的好事 那可是那位苏公子所赐予的宝物 当看见江宁的模样之后 饶食一众长老们 脸色都有些错愕 瞪大了眼睛 此时的江宁衣裳都被啃食殆尽 浑身赤裸露出白花花的屁屁 只剩下一块遮羞布 哪还有一点手袭大师兄的模样 他脸色羞愤至极地捂着胯下 赶忙从储物界中换上一套衣服 生不如死地怒喝道 都他妈给我回来 回来 甚至连过往的路人们都忍不住看了过来 强忍着笑意一轮道 那个 好像是西域太鼎古宗人吧 扑 早听闻西域奔放 想不到竟然已经奔放到这种程度了 如今圣皇道域内人潮汹涌 往来大族与各方超级道统之人无数 怪咖不守 但像这般光着屁股在大街上的 倒也是头一个 直接射死 太鼎古宗的一众长老们 更是羞愤的恨不得钻进地下 大喝道把我宗门旗帜都给收起来 快收起来 一直过了好一会 重裙这才铺天盖地的飞回 将重裙收好 江宁能够感受到周围师兄弟们异样的目光 浑身颤抖 他知道 从今后 他不再是宗门内人人敬仰的大师兄了 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将成为他江宁这辈子都抹不去的耻辱 不 江宁内心在咆哮 而另一边 东方婉呆呆地站在原地 看着空荡荡的右手 娇躯轻轻颤抖 苏公子给我的信物 没了 四暴风雨来临的前夕 酝酿着一股极其恐怖的力量 突然 一股庞大骇人的阴寒之力迸发 江宁 我恨你 无数重裙被兵结 江宁瞳孔一缩 整个人都被轰飞了出去 轰隆隆 与此同时 帝族苏家内 定 天命主角江宁射死 天命只损失一万 定 天命女主东方婉 仇视天命主角江宁 关系绝裂 江宁天命只损失五万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值六万 刚刚回到苏家的苏晨骁 微微一顿 有些玩味的仰起嘴角喃喃道 哦 这么快就决裂了 第六十四章 封王战场 帝族退龙池 想来应该是那块 能够信虫群的天经灵石 发挥的作用 苏晨骁耸耸间 看向眼前的苏家族地 帝族苏家 坐落于圣皇道与灵气 最为浓郁之处 此地不仅仅拥有海量的灵力缭绕 磅礴的灵气之中 更是蕴藏着传说中的鸿蒙紫气 远处一棵庞大古老的参天古树 直通天际 此物乃是整个诸天 都极为罕见的三大神术 鸿蒙神术 苏晨骁眸光闪烁 与清老刚返回族内不久 族内的长老们便得到消息 出现于此 约莫数十人在场 一群人修为恐怖 气息如鸳 声势浩荡地从远处而来 哈哈 乌尔 总算是回来了 可真是让为父好等啊 一道爽朗豪迈的笑声响起 组长苏乌道与陈婉月两人 走在人群的最前方 陈婉月匆匆上前 一上来便是仔细检查着苏晨骁 全身上下 看了看有没有受伤 瞎 见来人 苏晨骁笑了笑 喊道 娘 我回来了 看着眼前这气质出众 如今修为 已经高达不死境九重的孩儿 陈婉月满脸欣慰 拉着苏晨骁的 手声音温和道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不死境九重 看来我家骁这段时日 又是有所机缘 苏乌道哈哈一笑 在后方同样是心情愉悦道 那是 也不看看 馅儿是谁的种 苏乌道身旁的一众苏家长老们 也都是好奇无比地投来了目光 这是苏晨骁 当看见眼前这位面贯如玉 气宇绣扬的少年 天骄后不少长老眼神一亮 显得格外的差异 多年未见 如今这孩子 似乎成长了不少 一众长老们 都忍不住赞叹了起来 呵呵 晨骁这孩子回来了 好啊好啊 先天混沌神体 不死境九重 这般修为从下界历练归来 未经退龙池洗礼 修为竟丝毫不输于 上界各方妖孽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遥想当年 锦衡那孩子返回之时 老夫记得 也不过才刚步入 登天晶不久吧 哈哈 族长 看来这一代我苏家神子之位 又得是你家小娃莫属了 此时 人群中一位模样威严 不怒自威 与苏无道长相 有些相似的中年男人大不上前 好小子 修为这般惊人 又有着 如此磅礴的气血之力 想爱你那神魔之体也是 修炼圆满有余 臭小子 可还记得你叔叔我 苏晨销上前一步 十分得体地拱了拱手道 无法说 此人乃是苏无道的亲弟弟苏无法 他常年在外处理苏家外武 数十年难回一次 此次地族招亲之事 也是经由他负责 苏无法大笑一声 重重地拍了拍苏晨销的肩膀道 听说你这孩子 在下界出了点事情 不过人没事就好 看来 我运气倒是不错 这才刚回来 没多久便碰到你小子 忽然 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苏无法眼眸微眯 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他修炼乃是六星帝轮厥 神识远超常人 修为更是高达准地 什么鬼东西 也敢附体于 我地族苏家之人身上 哼 秦老 你当真是老糊涂了 莫不是连这神魂残念 在吴侄身上都没有察觉 雨落 一股熊熊的准地之威 从苏无法手掌弥漫而出 欲要直接将 泥酒纳到大地残魂抹去 苏承霄脸色微微一变 十海之中的泥酒更是吓了一跳 他没想到 自己已经藏到灵台 最深处还被揪出 赶忙跑出来说道 自己人 自己人 苏无道 与母亲陈婉月脸色也是 变得有些韵怒 开口道 大地残魂 萧儿身上 为何会有大地残魂存在 苏承霄见状苦笑着解释道 这家伙乃是天地神兽 天津酸泥残魂 我已将其收服 打算回族之中 出手为其重塑肉身 当作做起 说着 苏承霄还晃了 晃自己右手之上的御寿环 几位长辈与父母 皆是看了过来 苏无道眼眸一亮 有些诧异道 御寿环 这不是御寿万神宗的至宝吗 他知晓御寿环之功效 发现那大地残魂身上 也有着另一枚御寿环存在 现在 脸色不由地微微舒缓了下来 抬手朝着苏无法说道 好了 无法 住手吧 有此物在 区区一道大地残魂 威胁不到笑的 苏无法显然 也是知晓一二 哑然地看了苏承霄一眼 忍不住哈哈大笑 一声说道 好小子 想不到你竟然连这种宝物 都能够得到 机缘不小啊 苏无法赞叹一句 像是重新认识了 自己这好折一样 递进天地 神兽当作起 你老子都没这么有牌面 有种 接下来的时间 苏承霄 与一众苏家的长辈们 好好叙旧了一番 那你久残魂 交与叔复苏 无法带回祖地之中 准备为其恢复肉身 毕竟你久现在 仅仅只是一缕大地残魂 虽天地神兽的天道眷骨 有无限可能 但为重塑神魂肉身一事 也只能是交给族中大地 出手相助 方才有一二机会 而自己 则是与父亲母亲 一同前往苏家 退龙池之中 苏无道走在最前方 苏承霄转头 看向一旁的母亲 询问道 娘 兄长与姐姐呢 陈婉月笑了笑 温柔地说道 锦衡和华二 现在都是至尊敬修 他们都去太古战场 历练去了 苏承霄微微汗手 太古战场 乃是古之先贤所留 用来历练 诸天各方天骄妖孽 寻求突破瓶颈之机 其中大地 与圣人传承无数 上修为下 至道兴试炼 共分为两大区域 封王战场 入圣古地 而自己 不死尽九重的修为 再过不久 也理当前往 封王战场一去 前方苏乌道文言 打句道 你哥哥姐姐 估计再过个十几天 便会返回 毕竟关于 萧儿女未婚妻的人选 他们两个 可是比谁都在意得紧 恰好借此机会 我地族苏家 当向外宣部 当代神子一事 一路上交谈许久 直带来到地族苏家 退龙池入口之处 苏乌道 与陈婉月方才离开 萧儿 这龙池本 就是为下节力归来的后备准备 弥补修为上差距 如今 虽然对你用处不大 但也可起到 巩固根骨修为之功效 其内化龙大道 更是可以为日后 突破封王 打下结实的根基 第六十五章 天津酸泥出世 惊阳界震动 你且在此处 好好参悟 我与你娘 便先行离开了 苏乌道笑着说道 好 苏臣消点了点头 带父母二人走后 看了眼一旁沸腾不已 蕴藏着磅礴灵力的退龙池 龙池之上朦胧的灵雾 阴云环绕 似有一条真龙 在上方盘旋一般 十分不凡 苏臣消眼眸闪烁 心中暗暗想到 正好 将所得到的苍古神炼绝 在此修炼一番 苍古神炼绝 乃是诸天之中 最为强大的炼体地数 如今 自己荒谷神体 经过万寿血池的洗礼 已达圆满 若是洗得此数 只怕是会变得更为恐怖 念及此处 苏臣消一跃进入了 退龙池当中 三日之后 帝族苏家内 隆隆 一股恐怖赤胜的赤金 神盲冲天而起 苏家祖地的上空 似有万寿咆哮 一头遮天蔽日的 金色酸泥虚影 幻化而出 其模样凶猛威严 气息可怕惊人 昂首爆发出一道震耳欲龙 惊天动地的咆哮 吼 哈哈 我泥酒又回来了 退龙池内正在修炼 神体如玉 流光闪烁的苏臣 萧猛然间 睁开了双眼 抬头看向那处方向 天津酸泥 莫非是你酒 那个家伙恢复了 苏臣骁眼眸 有些止不住的惊喜 毕竟这可是一位 大地境的天地神兽 一股极其惊人的气息 迸发而出 退龙池内 建荡起汹涌澎湃的浪潮 苏臣骁 直接化作一道流光 朝着祖地内赶去 与此同时 诸天的另一头 北域金阳界之中 仙祖的气息 血脉之隐 有天津酸泥出世 存在于此地的 妖皇一脉金泥族 黄金狮子 吞日云氏一族 皆是躁动沸腾了起来 一束束气息 可怕汹涌的神红 朝着金泥族内赶去 一道雄魂低沉的声音响彻 可是新诞生的天津酸泥 有新主将士 声音如雷 又是一道轰隆隆般的声音乍响 并非新生天津酸泥 而是尼酒先祖的气息 什么 除真龙神皇之外 天地神兽 已有百万年未曾现世 而此次所出现的气息 更是他们金阳界各族 失踪已久的先祖天津酸泥 这百万年的时间内 金阳界所有酸泥后裔 都用了无数办法寻找 但奈何 尼酒不过是一缕残魂 更是存在于藏地之中 哪怕是以血脉追寻之法 也根本难寻那一缕微弱的气息 如今先祖的气息 重新出现在诸天 整个金阳界内 所有后裔都疯狂了 先祖消失诸天已久 必然是受制于某处 如今现身 我金阳一族以血脉追寻之法 当前往迎接先祖 王者归来 吴黄金狮子一脉也去 一头头体形唐大 气焰骇然滔天的 神骏妖兽幻化人身 金阳一脉 黄金狮子一脉 皆是将族内所有 有生力量派出去 寻找天津酸泥老祖 气息位于诸天中心 乃是诸天顶尖大族聚集之地 无论付出任何代价 吴等必须在十大帝族发现 先祖之前将祖宗接回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地族苏家祖地内 山脉绵延 树枝茂盛 一片悠久古老的气息传来 宛若至身荒谷之中 一位容貌苍老 盘坐于湖边 正在抚摸着胡须的老人 笑呵呵地垂吊着 而在其身旁 一头浑身金黄毛发 赤金色瞳孔 微风凛凛 犹如万寿之主 一般天津酸泥 匍匐在一旁 天津酸泥投生双脚 体态威严恢 肉体蕴藏着 极为暴力凶猛的力量 仅仅是弥漫而出的 一丝古老气息 便拎着整个苏家祖地 内蒙养的无数奇异生灵 匍匐在地 颤抖不止 问 苏晨潇出现于此地 当看见那坐于湖畔边的老人 苏晨潇微微一震 老人面如古松 满是苍老的皱纹 但却精气神十足 举手投足之间都混若天成 气息内敛 一丝波动也没有 若非是知晓其身份 看上去就跟普通人一样无疑 弟 一位活着的诛天大帝 苏晨潇赶忙上前道 爷爷 老人呵呵一笑 笑眯眯地转过身 呵呵 乖酸 来了 呦 像是察觉到了什么苏清淵 那苍老深邃的眼眸中 浮现出一丝诧异 随后慈祥无比地笑道 不错 不错 看来这一世 又是我地族苏家的时代了 要知道 眼前这位乃是一尊活着的大帝 哪怕是整个地族当中 能够值得令他称赞的 也不足一人 坐吧 酸 苏晨潇点了点头 有些拘谨地坐下 看了眼一旁的 唯米不振的泥酒 苏晨潇眼眸 微微一亮 这家伙 恢复肉身了 苏清淵笑呵呵地说道 我已经为其重塑了肉身 乖孙儿浮缘不浅 这天津酸泥 已有百万年 都未曾出现于诛天当中 这家伙乃是递进酸泥残魂 想来应该是 暗纪元之前的那只酸泥 算算岁数 怕是比我这老东西都大了 天津酸泥 趴在地上 有气无力地说道 那又有什么用 还不是被打成残魂了 他刚恢复 便想着逃跑 谁知道 被这老头一只手给抓了回来 谁能想 这家伙还有个大地劲的爷爷 苏晨渊呵呵一笑 知足吧 暗纪元出现得 太过诡异离弃 若非你为天地神兽 有大器韵必佑 怕是这一缕残魂 都留不下 好了 既然你已经答应我孙儿 成为他的座姐 那便要 好好为我这孙儿笑脸 我这孙儿身怀先祖 先天混沌神体 日后成就无限 倒是你天津酸泥 一脉高攀了 苏晨渊忽然招了招手 孙儿 你过来 苏晨潇老老实实地坐了过来 苏晨渊缓缓缓地说道 乖孙儿 你身怀数种神体 又拥有无尘道心 但这世间人无完人 境界提升得太快 难免会有所遗落 其他神体也就算了 你这先天混沌神体 倒是不必急于求成圆满 一边说着 苏晨渊笑呵呵地伸出 枯瘦苍老的右手 一指轻点与苏晨潇额头 嗡 一圈连一鱼 指尖扩散而出 下一刻 苏晨潇只觉体内 一身混沌之气质不住地 疯狂清闲 甚至连刚刚进入退龙池 即将要破镜封王的修为 都隐隐有要跌落的趋势 感受到体内 真气乱窜 开始变得不受控制 苏晨潇赶忙闭上了眼 稳固气息 第66章 苏家大帝 身负重伤的天命主角 可很快 他便发现了不对劲之处 这 苏晨潇缓缓睁开眼 有些诧异地感受了一下自身 一身修为根基稳固的下人 虽然依旧是不死尽九重的修为 但自己陷在弃海内的混沌之气 竟变得意外的精纯纯粹 浑身上下仿 若轻盈不少 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苏晨渊笑呵呵地说道 混沌体虽然可以融化万气 归为己用 但难免会留下一丝残留糟粕 如今 我助你提纯混沌之气 日后对你自然是大有必义 苏晨潇眼神大亮 欣喜无比想要败现 苏清渊却直接摆了白手 笑着说道 好了 既然是了 这头天金酸泥你便带走吧 苏晨潇点点头 告退一声 来日有机会 再来看望您老人家 随后一跃起 乘到了天金酸泥宽大的背上 天金酸泥长吼一声 晴天的四肢凌空一塌 化作一道金色的神芒 直冲天际 苏清渊失笑着摇了摇头 喃喃道 看来我这乖孙 身还还有不少秘密呢 刚刚在为气提纯混沌之气时 那些糟粕繁杂的气息之中 他竟然感受到了一丝 若有若无诡异的气息存在 乖孙 修行之人讲究着一个镜子 即便天赋不俗 也切莫要急躁 相比起孙儿身上的秘密 他更在意的是现在 手头上的这件事 苏清渊直接一把踢起了鱼竿 哗啦啦 空荡荡的鱼沟漂浮在半空 而料被吃得干干净净 他妈的 又是空军 苏清渊脸色一黑 突然 一股恐怖的地微压下 平静的湖畔瞬间炸开 轰隆隆 像是荷豹打蚊子 无数水花与鱼儿见舍而出 就连隐藏在下方的鱼儿 也都翻着肚皮浮出了水面 苏清渊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长舒一口气 舒服了 念头通达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圣皇道遇内 不得不说 虽然泥酒才刚恢复肉身不久 现在仅仅只有至尊静修为 但到底还是天地神兽 其速度不言而喻 比之前所乘坐的至尊及灵州 都要快上了数十倍不止 其成这天津酸泥 在圣皇道遇遨游了 极长一段时间苏晨消方才停了下来 你他奶奶的 把本地当驴骑呢 泥酒有些不满地吼了一声道 要是被他后待见这一幕 只怕身为祖宗的他老脸 不要丢尽了 苏晨消咧嘴一笑 拍了拍他大脑袋道 好好当本公子做起 任何好处少不了你的 不知是不是因为 帝族苏家举办招亲仪式 引来了诸天各方天之娇女的缘故 从出来到现在 自己耳旁不断响起系统 检测到天命女主的声音 光是这一路下来 便检测到了五六个之多 只可惜 这些天命女主身旁 似乎并没有天命主角出现 苏晨消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 看着这些主角要么还在发育 要么还在赶来的路上 就在这时 定 天命主角江宁身负重伤 陷入冰死状态 天命只损失一万 恭喜主人获得反派之一万 什么情况 苏晨消眉头一皱 有些不悦 自己还没开始收割 哪个不长眼睛的 快要将江宁给打死了 直接调出了系统地图 在上方标记处显示 此刻的江宁赫然是在浩帝城之中 浩帝城 最先楼内 人潮云集 热闹非凡 能够再出现于此地 无异不是来自诸天各个道统 亦或是大族之人 放眼望去 皆是气质不俗 有说有笑的道统添交 江宁正坐于一处雅位 有些忐忑地 看向对面冷着脸旁的东方碗 今日只有他与东方碗二人 自那天金灵石 被自己的士惊虫啃食殆尽之后 我而对自己的态度 可谓是一落千丈 足足三天 都没有跟自己说超过十句话 浩帝城内的消费本就不小 因为帝族招亲一事 这最先楼的价格 更是涨价了好几倍之多 随便一盘菜的价格 都得数千几品零食 江宁心在低险 想他全身家当 也不过才八万左右的 几品零食而已 不过若是能够得到碗原谅 这些都是值得的 江宁看着对面 一言不发的东方碗 沉默片刻 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开口道 那个 碗 之前的事 我很抱歉 那些虫群突然躁动我 也是没有想到 东方碗翘立冰冷 嫌弃之意 已经溢于言表 他冷漠道 别这么叫我 你要我感觉恶心 什么 江宁笑脸 僵硬在了原地 恶心 瓦尔竟然说恶心 江宁内心在咆哮 他右手都开始抖了起来 江宁深吸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内心的 烦躁开口道 东方师妹 我跟你道歉 我这里 有一些刚炼制不久丹药 你停留在不死境 六重已久 这些丹药 能够帮助你破镜 其中 也有一些 能够压制你体内阴气的丹药 说吧 江宁从储物界之中 拿出几瓶丹药 递了过去 要知道 他的野心很大 所以自身的修为并不高 只能够依靠所炼制的丹药 才能够勉强追上 同龄人的修为 这白玉瓶内所装着的丹药 可都是他下了血本炼制 准备给自己服用的 江宁开口道 师妹 天津零食虽然珍贵 但这些我想 应该也能够抵得上 碰 东方碗刷的一下起身 直接将这些丹药 给摔杂在地 他脸色冰冷的可怕 毫不留情面的开口道 江宁 难道你天真的认为 那件东西 是能用价值来衡量的吗 我告诉你 就算你拿出再多东西 哪怕是帝兵 在我东方碗眼里 也比不上那位公子 所送出的那块天津零食 说吧 东方碗变头 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了此地 只留江宁一个人 坐在原地浑身颤抖 失魂落魄 此地的动静 自然是引起了 最先楼内其他客人的注意 无数双一样的目光 看了过来 议论纷纷 这啥情况啊 不 那个人 我好像见过 这不是之前 太顶古宗 在城外光着屁股的那家伙吗 原来那人就是他啊 不少人恍然大悟地说道 太顶古宗好歹 也是西域大道统之一 怎么会有这种弟子出现 谁知道呢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太顶古宗的脸怕事 都被此人丢尽了 听着耳旁的义润声 江宁脸色 战红无比 自从那刺虫群失控以后 自己几乎成为 所有人的笑柄 他浑身颤抖 本就心情极差的他 愤怒的一拳 将桌子砸成粉碎 起身死死地看向之前 说话之人 声音沙哑道 你再说一遍试试 PS 天天说压压短 那就加更 求点催更好评 压压败谢 第一章 无上帝族幼子 下界历练遭劫 圣皇道语 云雾缭绕 辉红肃木的宫殿内 一位身着宫装 雍容华贵的美妇人 满脸担忧之色 朝着眼前男人轻声道 算算时间 也是时候 江宣从下界接回来了吧 最近不知怎的 我总有些心神不宁 你说仙儿在下界 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一旁男人黑发披肩 穿着流淌着 金边黑色华服 容貌英俊硬朗 身材甚是高大 气血更是犹如 滔滔江海般 澎湃汹涌 浑身上下都透出着 一股不怒自威 独属于上位者的气息 夫人 你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苏乌道 有些无奈地 将手终是放下 起身将双手 放在妻子的肩膀之上 声音温和地安抚道 放心吧夫人 下界历练 这是我苏家历来的族规 他哥哥姐姐 都是这么过来的 再者说 萧儿身上有保命法器 魂牌上海安置在族阁 若真有什么事 阁老也会第一时间发现 这下界之中 根本没有人 能够伤害到萧儿的 你呀 就放心吧 听到苏乌道的再三保证 陈婉月也是逐渐地 放下了心来 虽然心中仍有着浓浓思念 但也能够理解 丈夫的一番良苦用心 好吧 见妻子想通 苏乌道呵呵一笑 眼神温和 同样有些思念道 瞎儿那孩子打小 就是被你们宠坏了 如今历练一番也好 毕竟这族规 能够延续这么久 自然是有他存在的道理 也不知道那臭小子 如今怎么样了 凡帝族苏家之人 年满十二 便要被封印记忆 下界历练 一想到 自己那宝贝儿子 不日便要回来 苏乌道便不由自主地 露出一抹微笑 就在他感慨之时 忽然 屋外传来一道 焦急无比的声音 族长 族长 大事不好了 只见房门 被匆匆打开 屋外进来一位白发苍苍 黏过骨系的老人 老人神色 却格外的慌张 刚一进门 便高呼大事不好 见来人 心情不错地 苏乌道但笑道 哼 吴长老 又是何事啊 吴不是告诉过你们 天大的事 在我苏家面前 都不算是吗 不着急 先坐下来喝口茶 慢慢说 吴长老脸色有些古怪 他使劲摇了摇头 心急如焚地开口道 不是 族长 葛老刚刚传讯过来 陈霄那孩子魂牌 出现裂纹 气息微弱 隐隐有要碎裂的架势 快要不行了 哄 此言一出 犹如晴天霹雳苏乌道的笑容 僵硬在了脸上 下一刻 滔天的杀意 伴随着准地境的威压 犹如洪水猛兽 一般席卷而出 地气冲天 连这圣皇道语的天 都仿佛要压塌了一般 苏乌道此刻 整个人犹如 一头发怒了的雄狮 怒吼道 混账 狗日的族归 老子看着下界 失联不爽很久了 无族先辈 这般努力 莫不是让后人去吃苦的 等老子接儿子回来 迟早费了这狗屁规定 夫人 我们走 现在就去苍石剑 苍石剑 叶家无常 清成三大家族齐聚 所有人都在等待 苏晨霄最终的审判 气氛压抑 一股浓浓的 肃杀之气弥漫而起 位于手座之上的叶家族 长叶红天 凝视着下方少年 少年低垂着头 他浑身是血 衣裳残破 被铁链捆绑于木架之上 气息实不存一 俨然不负曾经 那玩世不恭 俊梅雅致的贵公子模样 叶红天眸光冰冷 透露出刺骨的寒芒大河道 苏晨霄 击杀天骑道宗长老弟子 诬陷林家族女 种种证据确凿 你可知罪 声震如雷 令人耳膜 嗡嗡作响 哪怕是在场各族诸多长老 也不由感叹 叶家手段之狠辣 曾经的清城天骄 只不过是击杀天骑道宗 一位子弟 如今便体制被毁 修为根基尽费 无他 只因为天骑道宗 买是苍石界 最为强大的四大道统之一 而苏晨霄 不过是一天赋出色 毫无背景的散人而已 就在不少人感叹之时 此刻 正遭受所有人审判的苏晨霄 却低着头一言不发 四 好痛 我这是穿越了 庞大的记忆犹如潮水般浮现 苏晨霄迅速里清楚现况 这是个玄幻世界 修为分别是 骨血境 宁气境 筑丹境 灵空境 灵法境 浑海境 破碎境 悟道境 登天境 不死境 封王境 神缘境 至尊境 圣人境 准地境 再往上便是大地 原神天资卓绝 身怀神魔体 以及罕见神谷 更是这清城最为年轻的浑海境天骄 只不过拥有这般出色天赋之人 却是喜欢上了林家族女林清染 林清染及其渴望进入四大道宗 为了满足她的追求 苏晨霄不惜暴露自己最大的秘密 以自身神魔精血助养助 其踏入骨血之境 到后来 更是清静资源寻来各种天才地宝 才让她这个资质平平之人 步入住丹境修为 十六岁的住丹境 加入四大道宗 绝对是绰绰有余了 本以为这样 对方便能够倾心于自己 可最后换来的结果 却是对方和天气道宗方 原才的勾结陷害 二人各怀鬼胎 才导致自己落得如今这般田地 在理清了眼前的一切之后 苏晨霄头皮发麻 暗骂一声 我干 极品肺扬扬 一上来就是地狱级难度 这怎么玩 强忍着身上的剧痛 苏晨霄看向不远处 林家众人方向的狗男女 一字一顿的寒声道林清染 枉我如此真心待你 若非是我 你又怎能步入住丹 你想受旁人赞谬之计 难道就能够如此心安理得吗 在那里 一位白衣圣雪 面容清丽冷艳 宛若一位不染世俗的仙子一般的女子 正冷眼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女子腹若凝脂 腰如细柳 胸前两对双风更是饱满 清成林家 林清染 第二章 要怪 就只能怪你没有一个好的背景 对于苏晨霄的质问 林清染显得无动于衷 默然道 我所得到的一切 都是由我自己努力所得 跟你苏晨霄 何曾有过半分关系 哈哈 苏晨霄眼中杀鸡毕露 大笑一声 好个自己努力所得 当了婊子海里牌坊 林清染 你可当真是个不折不扣的臭婊子 林清染眉头一皱 心中隐隐有所不悦 心中最后一点愧疚也消失不见 这个家伙 什么时候敢这么说自己 这时身旁一道爽朗的笑声响起 苏晨霄 事到如今 你还不愿意承认吗 在林清染身旁 一位俊朗不凡的世家公子 正手拿着折扇 轻轻地摇晃着 天奇道宗 方元才 方元才嘴角挂着一丝微笑 眼中满是不屑与嘲弄地说道 想你好歹 曾经也是倾城天骄 只可惜 空有神体又有什么用 毫无背景 还不是一辈子 只能窝在这小地方躲藏 要知道 在这苍石剑 敢杀我天奇道统弟子的 可从来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他自然知晓 苏晨霄是被冤枉的 自己和师兄此次 前来这平级之地 未得便是寻找天赋出色的弟子 想不到在这倾城之中 竟意外发现了 身怀强大体质与神谷之人 二人贪念皆起 都想独吞这惊天机缘 在将同门师兄击毙后 自己不过是随便找了个理由 嫁祸给了苏晨霄 想不到 倾城家族的 对方神谷已经被自己得到 还剩下这强大的体质 只能够等自己师尊过来处理了 想到这 方元才得意地将那块神谷拿出 仔细把玩到 秦冉 你说谷体给这种人 可不是报天天物吗 林秦冉不知可否 面色平静地点头道 方师兄所言不错 只是还请师兄 不要忘了之前答应我的事情 方元才咧嘴一笑 那是自然 只要今天一过 从今往后你 便是我天气道统的弟子 我会请师父将你收入门下 到那时候 你可就是我的师妹了 说到这 方元才瞥了林秦冉 那饱满的双风一眼 闪过一丝银血 这肆无忌惮的目光 林秦冉自然是有所察觉 但他却只能假装 没有看见 威汉真手 目视着不远处凄惨无比 被绑在柱上的苏晨霄 苏晨霄 不要怪我 要怪 就只能怪你没有一个好的背景 以自己的天资 哪怕是祝丹静 也无法加入四大道统 既然你那么喜欢我 就应该成全我 林秦冉只觉得 一切都是理所应当 毕竟在天奇道宗面前 哪怕你天赋 再妖孽 也不过蝼蚁 若非要在二者之间 选一个 那他将毫不犹豫地 选择天奇道宗 毕竟 天奇道宗可是拥有 登天境大能 底蕴最为雄厚的道统之一 而另一边 苏晨霄笑了 笑得格外的细血 婊子配狗 当真是天长地久 方元才眼眸微微眯起 语气有些不善道 你说谁是狗 这是对号入座了 够了 坐于首座的夜红天 冷冷地开口 苏晨霄到现在 还在这里 成口蛇之快 区区一介散修 你可知天奇道统 是什么地方 就算是一万个你 也比不上天 骑到统一条狗的性命 四大道统 在苍石界的地位 至高无上 曾经有个道统弟子 被一世家之人所杀 当天便被灭族焚成 族内老小富庶 城内数十万百姓 尸骨无存 这番话 不知是有意无意 方元才皱了皱眉头 有些不满地 看了夜红天一眼 此刻场内喧哗 青城三大家族之人 也都是满脸怨恨的咒骂道 天奇道统门下弟子 死在青城 我看这小畜生 就是想要 害死我们青城所有人 对 必须将其剥骨抽筋 直千刀万剐之行 否则若是等天奇道统震怒 到那时 我们青城所有人 都将给这小畜生陪葬 嗨 苏晨霄吐出一口黑色的鲜血 眼眸幽光闪烁 甚人的可怕 盯着夜红天缓缓道 说得那么冠冕堂皇 不过是看我无依无靠 想找个替罪羔羊罢了 傻逼 自己曾经解释过 但最后他明白了 只要有天奇道统 这四个大字摆在着 任凭自己 再解释什么也无济于事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苏晨霄眼神闪烁 深吸了一口气 想不到刚穿越 来便是如此绝境 修为被废 神谷被抽 双眼都被鲜血浸透 视线开始变得 越发的模糊 无尽的黑暗 有如潮水 一般席卷而来 强忍着想要睡去的冲动 苏晨霄咬着牙说道 狗系统 这么久了 你再不来 老子就真死给你看 叮 系统虽然会迟到 但从不会缺席 系统正在激活 激活成功 恭喜绑定大反派系统 第三章 激活天命反派系统 先天混沌神体 终于来了 当听到系统的声音后 苏晨霄那逐渐暗淡的眼神 骤然明亮 暗骂道 再晚一点就真死了 别墨剑 有没有什么救命的东西 统统拿来 恭喜主人 获得超级反派大礼包一份 是否打开 苏晨霄毫不犹豫地说道 开 叮 反派大礼包 开启成功 解锁面板查看功能 天命主角雷达探测 推演回放功能 恭喜宿主 获得奖励 怀宇 先天混沌神体 红 混沌无形 可化万法 凡所接触过的道玉与体质 皆可模仿 也可兼并 其他体质融会贯通 乃诛天至高无上神体 怀宇 失传已久的无上古精 蕴藏十种通古神法 九十九大小神通 地精之上 最为适合先天混沌神体的半生功法 环宇 死魂受胚胎 红 诛天灭绝已久的上古恶灵 能够吸食神魂 反补壮大宿主本体 反派值 星号1000 补天丹 破禁丹若干 天命反派称号 黑金 对天命主角身边之人 魅力正50% 威慑力正10% 伤害正10% 天命主角 仇恨值正300% 不是 东西倒是挺多的 问题 是我现在这个情况 有能用的吗 苏晨潇脸色一黑 这些宝物 就目前来说 都解决不了 自己现在困境 检测到主人生命冰死 系统自动融合先天 混沌神体 先天混沌神体 正在融合 丁 检测到主人身怀 先天神魔体 自动兼容中 先天混沌神体 苏晨潇眉头紧锁 还不等他多想 下一刻 一股磅礴至极 恐怖的力量 从苏晨潇体内 迸发而出 轰隆隆 一道赤圣至极的 金色神芒 冲天而起 天空中 金色神韵 晕染苍穹 犹如江海般神秘的 混沌之气 一圈一圈的向外扩散 而在混沌神光的笼罩之中 苏晨潇原先支离破碎 根骨禁肺的残躯 正是在以一股 极其恐怖的速度修复 喷喷 从中透出出 苍静有力的心跳声 气血如江海 澎湃汹涌 这股气息惊人 强大至极力量令 在场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脸色煞变 这是什么 发生什么了 那小畜生 不是被废的根骨修为 竟然还有力量 叶红天脸上是亥然之色 瞳孔都被那赤色的 金色神柱所填满 周遭周遇 正在猛烈地抖动 这莫非是 天地异象 他曾经只在古籍之中看到过 唯有那种绝世妖孽 方才能够 引动天地异象 这怎么可能 就连方元才都不由自主地 瞪大了眼睛 显得有些难以置信 这家伙的修为不是被废了吗 与此同时 仓十戒之外 浩瀚无垠的虚空之中 数十位神渊镜大能看着眼前 蕴藏着滔天杀意的青年 瑟瑟发抖 青年鼻梁挺拔 容貌英俊 眼眸似有雷霆怒意 杀气腾腾 其面如刀削 眉如剑 身姿神武不凡 身着一身 漆黑如墨 沾满煞气的战甲 手持一柄赤色长枪 浑身上下弥漫出一股 极为恐怖的气息 尖天阁 就凭你们 也敢阻拦无 在青年身旁 还有一位 面容绝美的女子 女子身材 高挑修长 一袭红裙 将其窈窕傲人的身材 勾勒得清晰可见 如玉般的双腿 修长笔至峨眉凤目 眉心火焰印记 一头如神燕般赤红的长发 凌空飘扬 犹如高高在上的女帝般 不可直视 只不过此刻 女子美眸寒气逼人 冰冷得有些可怕 让开 这 掌管下方世界无数的尖天阁 众多长老们 眼皮狂跳 面对着眼前 这两尊杀神 说不害怕那是假的 一位是赫赫有名 身怀玄凤神体 在整个诸天追求者 无数的地族苏家 二小姐苏瑶皇 而另一位 那就更恐怖了 横压一带天骄 曾经以一人之力 灭杀百万域外异族的阵宇 神君苏景衡 尖天阁 负责看守三千万下剑 但在二人面前 连个屁都不敢多说一句 其中一位长老硬着头皮上前 卑微无比地说道 那个 不知二位大人前往下剑 所为何事 下剑根本无法承受至尊之力 烦请告知一声 我们也好跟阁主交代 苏景衡脸色冰冷至极 冷声道 不想死的话 滚 手中赤色长枪 嗡嗡作响 至尊镜威压 犹如山崩海啸一般倾泻而出 一瞬间 差点将在场数十位 尖天阁长老给下庙 一个个下意识地祭出法宝 生怕这位杀神爆起杀人 苏景衡眉头一皱望着一处方向 那对深邃的眸子 似乎穿透了层层介语 轻声喃喃道 神魔力 吴帝的气息 没时间和你们废话 若是吴帝在你这下界之中 出了什么事情 你们尖天阁一个也跑不了 察觉到了那逐渐微弱的气息 苏景衡语中中杀鸡毕入 只留下冷冷一句话 便化作一道赤色的流星 刹那间消失于原地 苏妖黄眉头微醋 转头看向尖天阁长老们 开口道 吴幼帝在苍石界历练 如今性命垂危 若尔等敢再次阻拦 就休怪我帝族苏家不讲规矩了 冷哼一声 苏妖黄也随之一同离去 只留一众毛骨悚然的 尖天阁长老们 留在原地面面相去 浑身几倍发凉 不知过了许久 方才有一位长老 悠悠开口道 不拦着他们吗 拦 帝族苏家的人 来的还是那尊杀神 给你十条命都不够砍的 你去拦 不是 咱们尖天阁又是何时候得罪这尊杀神了 坏了 此刻有长老忽然明误 大感不好道 你们没听到 刚刚神凤女 尊说他弟弟 在我们所管辖的下界历练吗 怕是苏家幼子 在下界中出问题了 去 立刻派人通知苍石界的道统 让全界人 都给我去找那苏家幼子 该死的 若是帝族苏家之人 真死在我们管辖的下界 那我尖天阁可真就完蛋了 温温 就在众人心急如焚之际 尖天阁内传来了一道消息 不好了 帝族陈家前圣大帝和其族组长 已经抵达我尖天阁了 还有帝族苏家的人 我草 什么情况 帝族苏家来人也就算了 为何帝族陈家那位老帝君也来了 我尖天阁今日是犯天条了吗 第四章 无上帝族来人 我看谁敢动无地 与此同时 苍石界内 那金色神芒逐渐退去 天空中先天混沌神体所引起的天地 异象晕染苍穹 久久不散 先天混沌神体 融合进度16% 苏陈霄只觉一股温热的暖流 正在不停冲刷着自己的躯体 好受了不少 而那被废的根骨与修为也在逐渐恢复 朱丹静了 苏陈霄看向在场一度陷入震撼的人们 系统 查看面板 丁 面板查看中 姓名 林洪天 身份 苍石界清城叶家族长 静剑 魂海静三重 姓名 方元才 身份 苍石界天奇道 统长老弟子 静剑 魂海静五重 魂海静 苏陈霄眼眸闪烁 长舒了一口气 此地最高 不过魂海静修为 自己之前 被林清染那剑人借助 天奇道宗所灵丹县限制 只待先天混沌 神体融合 恢复魂海静久 重修为 到那时 在场所有人都拦不住自己 这该死的地狱及难度 30年 河东30年河西 既然自己觉醒了反派系统 等此次脱险 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付出代价 苏陈霄瞳孔 闪过一丝狠辣的光芒 心中暗暗想到 而另一头 天地异象 这绝对是天地异象 想不到 修为根骨都被废除 这家伙 竟然还能够做到这般地步 望着天空中 那近乎刺眼的金色神芒 方元才呼吸逐渐急促 脸上 满是痴迷 与狂热之色 这清城土著 根本就不知道 所谓的神体 有多么强大 仙天神魔体 绝对是仙天神魔体引起的异象 这般强大的体质 唯有我方元才才配拥有 我的 她是我的 方元才在心中咆哮 身旁的林清染 同样满脸错愕 她忽然想起曾经苏陈霄 和自己说过 她之所以年纪轻轻 便能够拥有魂海静修为 那便是因为体质冠绝无双 哪怕是放眼诸天 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但这样的体质 在毫无背景弱小时期 最容易遭人觊觎 哪怕是无法 将自己的体质剥夺 想以她精血血肉 炼丹也是数不胜数 之所以 一直留在清城 这个仓石界偏远之地 一方面是 因为体质的问题 更多的 则是因为自己 林清染 看向震撼无比的众人 又看向满脸 疯狂渴望的方元才 心中不由 萌生出了一种 从未有过的念头 或许 自己可以等待 苏陈霄的成长 但这股念头 刚一出现 很快便被她所否定 不 配得上 我林清染的 只有那些背景不凡 顶尖的妖念 再强大的体质 又如何 没有强大的背景 如今还不是要 给别人当作嫁衣 何况她从来不是那种 想要依靠别人的女子 唯有加入天气道统 让自身强大 方才能够主宰一切 就在所有人 都被这壮观的景象 所吸引之时 场内一道愉悦至极 中气十足的大笑声响起 哈哈 天地异象 我的好徒儿 想不到真如福林上 你所说 在这小小的清城之中 竟有妖孽神体出现 只见一位先锋道鼓 鹤发童颜的长老的 从空而落 当见来人 在场清城各族组长 皆是神情一惊 赶忙起身 齐齐相迎 清城叶家组长叶红天 恭迎天 祈祷宗宁长老 大驾光临 五等见过宁长老 从到来之时 宁峰的眼神 一直锁定的 都是被绑在柱上的苏晨肖之上 仅仅是扫尸一番场内众人 一句话也没有说 眼底竟是高傲与不屑 清城这弹丸之地 若非自己徒而说 此处又不是机缘存在 以他的身份 根本不会大老远赶来此处 宁峰竟直掠过一众族长 来到方元才身前 在场中人 好歹也是清城大族 见宁峰完全无视了自己等人 几位族长 脸色都不太好看 这一幕 被林青染尽收眼底 更加庆幸 自己的选择没错 自己只不过 牺牲一个毫无背景的苏晨肖 便能给自己换来一片光明的未来 值得 师尊 方元才将手中折扇收好 坐一上前 嗯 宁峰微微汗手 淡淡道 徒儿 先天什么肢体 举世罕见 这次做得不错 回去之后 为师慧好好奖励你一番 说到这 宁峰顿了顿 环顾一眼四周 他在此地 紧紧见到自己弟子 方元才一人 有些疑惑道 嗯 你是兄呢 方元才赶忙做出一副悲痛的表情 痛心棘手道 师尊 弟子无能啊 本想在这清城为我踪寻觅天赋出色弟子 却不让那神魔体心思 歹毒无比 只不过是与师兄 有一些口角之争 便出手 将师兄击毙 若非有这位林姑娘相助 恐怕这魔头 早就逃之夭夭 不寻其踪 一边说着 方元才一边 将身旁的林青 染推了出来 这样啊 当得知自己的弟子死讯 宁峰表情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一个弟子而已 他手下弟子众多 并不差这一个 宁峰淡淡地扫视了一眼一旁的林青染 开口道 你就是徒儿口中所说的林家之女林青染吧 方师兄的师父 那可是破碎镜的大能 林青染只觉浑身都被看穿 赶忙行礼道 见过宁长老 宁峰微微汗手 正因师尊 没有深究师兄之死 松了口气方元才见此一幕 赶忙在旁体醒道 师尊 侵染不过石榴 便有祝丹靖修为 修为尚可 您看 宁峰瞥了他一眼 方元才的这点小心思 可瞒不过他 此女生德倒是一副好面孔 但资质平平 不堪大用 虽不知是如何在这个年纪 到达祝丹靖的 但也算是 有点机缘 不过念在方元才找到 布式机缘有功 宁峰也没有过多思索 淡淡道 不错 祝我天祁道统 捉住贼子有功 从今以后 你便做我宁峰的弟子 什么 简简单的一句话 便让在场所有人心头一震 林家荡真是好大的福建 若是入了天祁道统 那可荡真是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了 曾经清城以叶家为尊 但哪怕是上千个叶家加起来 在天祁道统面前 也不过楼椅 日后这清城 恐怕是要变天了 不少人一时间都投去了 羡慕至极的目光 林清然美眸 骤然一亮 大喜过望 红耳赤 激动地朝着自己宝贝女儿道 清然 能入天祁道统 拜入宁肠老门下 当真是我林家三生有幸 快 还不快拜见师尊 林清然强忍着心中的激动之情 宠辱不惊地上前 微微躬身 谦卑道 弟子林清然 拜见师尊 他此刻能够感受到周围人那羡慕 妒忌的目光 心中不由得更为高傲 自己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天祁道统 从今日之后 与清城这群繁俗将再无瓜葛 好了 宁峰倒是没有显露出多大情绪 而是转身 看了眼被绑在柱子上的苏晨霄 眼眸闪烁地开口道 徒儿 拥有先天神体之人 可不是什么泛泛之辈 慈子如此年轻 便能杀了你师兄 莫不是其他三大道统之人 这般妖孽背后 大多都有恐怖的靠山 若是其他三大道 同某位太上长老的弟子 那连自己也得罪不起 像是看出了师尊的顾虑 方元才笑着上前解释道 还请师尊放心 慈子的来历我已经打探清楚 不过是青城无父无母一国 背后绝无一人 这样啊 宁峰眼眸微微眯起 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贪婪 他虽不会剥夺神体 但神体精血 可是一个好东西 只是徒儿 我为何还从你身上 还感受到了一股道运的气息呢 方元才闻言脸色骤变 这老不死 果然瞒不住他 他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一般 直接将得到的神谷主动献出 哈 师尊动若观火 徒儿刚好还得到一件宝物 看此物不凡 也准备一并献给师尊您 这般神物 徒儿想着普天之下 也唯有师尊您配拥有 这块玉谷浑然天成 精美绝伦 上面拥有着天然古老神秘的符文 道运流淌周身 一看便不是什么凡物 感受着那充满道运的气息 宁峰眼中贪意更甚 不动声色地将那神谷接过 点了点头 难得地露出了一抹笑容道 不错 不错 好徒儿 你倒是有心了 为师如今停留在破碎境九重已久 得此神物 想来不用多日便能突破悟道 至于那个拥有神体的家伙 可将此子神体精血 抽出炼制丹药 道内时 自然也有你的一份 方元才顿时欣喜若狂 连忙道 不敢 能够让师尊能够突破悟道 那便是徒儿最大的愿望 哈哈 宁峰大笑一声 显然是心情极好 他们的谈话 毫无遮掩 自然被苏晨霄 听得一清二楚 这老东西 还想抓自己回去 抽血炼丹 从宁峰的面板来看 对方乃是破碎境强者 破碎境足足高 出了魂海两个大境 这也就意味着 哪怕是自己 恢复修为 也根本逃不出此人的魔掌 狗系统 想我死你就直说 苏晨霄冷声道 谁家反派一上来就这样的 破碎境大能都来了 让我怎么跑 叮 主人乃天命大反派 自当有反派该有的优雅 当前还请等待 混沌神体融合 不必多虑 先天混沌神体融合进度 45% 苏晨霄刚想说话 不时 对面宁峰直接一步 来到苏晨霄身前 他抬起枯兽苍老的右手 直接放于苏晨霄面门之上 紧接着 一股奇异的力量 涌动而出 宁峰大笑一声 徒儿 你可要看好了 维师这一门绝学 回去之后 便会传授于你 从今以后 就由你负责 每日抽取显露精血 此法名为 饮血术 宁峰大喝一声 满头白须肆意飘扬 手掌之中 涌动出一股 澎湃恐怖的犀利 如惊吞大海 潮汐回流 直接令苏晨霄 一身精血沸腾躁躁动 以逆流之势 不受控制的仕途 被生生抽出 啊 苏晨霄咬着牙 眼眶赤红 死死地盯着宁峰 该死的 老东西 感受着精血 被生生抽出 那种痛苦 不亚于被拔骨抽水之痛 而周围的青城众人 一个个瞪大了眼睛 满是不解的 看着眼前的一幕 宁长老在做什么 他好像想要 抽出那畜生的鲜血 抽得好 只有他死了 方才能平息 天气道宗的怒火 远处 林青然美眸闪烁 只觉一阵懊恼 苏晨霄的血 真有这么厉害吗 想不到连天气道宗长老 都如此渴望 苏晨霄的一身神血 自己才是此事最大的功臣 待日后 师尊将血练丹之后 自己也定要 找方圆才分去 一二才是 而林青然所不知道的是 以他那平平无奇的天赋 之所以能够突破到祝丹境 正是因为苏晨霄 每日以神魔精血 夹杂在丹药之中喂养 改变其体 方才有惊天修为 感受着那股澎湃 强大的气血之力 宁峰眼神愈发的明亮 好 好东西 突然 轰隆隆 本该艳阳高照的晴天 竟电闪雷鸣 乌云密布 地动山摇 天仿佛轻塌了一般 从苍穹之中 一道暴怒至极 宛若雷霆般 乍响的怒喝声响彻 我看谁敢动物帝 苍石界的蝼蚁 你们 是想被灭界吗 第五章 小弟神谷的气息 你们全都该死 仅仅是一声炸喝 苍石界内 无数生灵 便忍不住贵妇在地 浑身站立 远在万里之外的 苍石界四大道统之中 各宗老祖级别人物 皆是感受到了一股 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量 这双眼中竟是难以置信 好恐怖的力量 这是 上界大能来到仓石界了 这怎么可能 上界与下界 不仅有尖天阁把守 更是存在着 无法逾越的天道沟壑 是有人强迫此界 横渡而来 仿佛有莫大的恐怖 即将降临 人未知 那浩瀚瀚礴的威压 便笼罩整座青城 全场众人 无意不是浑身气血翻涌 战力发抖 忍不住匍匐跪倒 正在施展饮血之术的凝峰 被突然打断 想他破碎尽的修为 在这股气息面前 竟觉得自己犹如蝼蚁 一般渺小 他浑身颤抖不止 眼睛瞪大 面色骇然地看向天空 隆隆 只见在那无尽的苍穹 高空之上 仿佛有恐怖的生灵 正在战斗 一道道惊人的光芒 不断绽放 小小下界天道 也配阻拦我苏锦衡 滚 轰隆隆 一道血红无比 耀眼至极的光芒绽放 刹那间 震耳欲聋 冠绝天地的震动声响彻 这万丈苍穹 宛若被人以蛮力 生生地撕开了一个 巨大无比的深渊裂缝 这道裂缝 足足长达数万公里 透过那裂缝之中 竟能够清晰直观地看见阻碍 下界无数修饰飞升的虚空乱流 此刻 无数的生灵面色 惊恐至极地望着天空 清城众人 更是笼罩在一片 疯狂的气流之下 那隔绝了虚空乱流的天空 竟然被活生生地撕裂 这令人绝望 宛若天允豪酷般的景象 令凝峰眼皮突然狂跳了起来 心中一股极为不祥的预感涌现 天 裂了 这怎么可能啊 等等 人 是人 在那裂缝里 有两个人 在场不知是谁恐惧地高呼一声 所有人都忍不住抬头 看了过去 轰隆隆 只见两道磅礴浩瀚 恐怖至极的神盲 从那天河之中降落 手持赤色长枪 如神似魔 神无伟岸的苏锦衡傲 傲然凌厉于上空 在其身旁 奉鸣长蹄 犹如绝世神女般的苏妖黄 同样出现于此 两人浑身被神盲笼罩 强大的气息令 在场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 所有人抬起头望 像空中那两道耀眼无比的身影 他们是从天上来的吗 林青然美眸闪烁 不断颤动 当见到苏妖黄的那一刻 哪怕是一向对自己容貌 颇为自负的他 心中也不由地 生起一股浓浓的妒忌 如神燕般 耀眼火红的长发 绝美无瑕的面容 浑身上下每一寸 都宛若老天 最为精心的杰作 仅仅是站在那里 便像是高傲的凤凰 不可亵渎的神女一般 令人自残心慧这世间 真有这般完美的女子吗 他们 究竟是为何而来 这这这 看不透 比老祖 还要恐怖 宛若深不见底的大海 自己破碎镜的实力 竟然一点 也看不出来人修为 宁峰头皮发麻 猜测出两人恐怕是上阶大人物 这样能够开天的存在 为何会出现在此地 宁峰强忍着心中的恐惧 拱手以最卑微的姿态 开口道 在下宁峰 见过二位前辈 可那两位大能 仿佛没有听到一般 只是不断环顾四周 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忽然 天空中那女子 似乎发现了什么 瞳孔一缩 有些难以置信道 小店 小店 谁 就在众人都有些疑惑之际 苏瑶皇不知何时 出现于苏晨潇身前 当见到浑身是血 被铁链 捆绑在柱子上的苏晨潇之时 他那绝美的容颜上 满是悲痛与愤怒之色 咔 锁链顿时碎裂 苏瑶皇直接上前 将苏晨潇揽入怀中 捂着嘴 眉眸中浮现出一层水雾 喃喃道 怎么会 小店 快 这是青帝丹 快扶下 告诉姐姐 究竟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 哄 苏晨潇的 姐姐 这一幕 宛若晴天霹雳一般让在场三大家族 所有人惊呆在原地 脑袋一片空白 不可能 他不是官吗 哪里冒出来的姐姐 小 小店 叶家族长叶红天脸色瞬间煞白 难以置信地喃喃道 这怎么可能 林青然死死看着对面的苏瑶皇 当察觉到苏晨潇与那位女子梅雨之间 竟然有些相像之后 整个人如遭雷迹 浑身颤抖地后退了几步 不 这不可能 他脑海中 突然想起了曾经苏晨潇跟自己所开的玩笑 苏晨潇 你年纪轻轻 这般修为 真的只是一个散修 哈哈 孤家寡人一个 无父无母 青然 我骗你做什么 小时候的事情 我真不记得了 不过你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父母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把我丢下了 以后会回来找我 不知为何 我总因感觉 我好像不是这里的人 那时候林青然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不过是在知晓了苏晨潇的背景后 对他那最后一点 感情也消散殆尽 区区一个散修 又怎可能帮助自己离开 这宛若牢笼的下界 想不到如今 一语成衬 相比起难以接受的倾城众人 此刻 就连苏晨潇自己 也是一脸猛逼 不是哥们 什么情况 一直哀打叫什么反派 身为天命反派 有个至高无上的背景 很合理吧 主人真实身份 乃诸天帝族苏家幼子 父母健在 爷爷外公乃是当事大帝 兄长为镇域神君 姐姐乃神奉女尊 正在经历下节历练 苏晨潇 曹 爱死你了童子哥 你早说啊 我都准备跟他报了 作为反派 必须时刻保持反派的优雅 能动手就不嗲嗲 能喊人就不磨叽 系统再次强调 半空中 苏锦衡同样看出了 右弟现在的情况 自己所赠予的神骨贝瓦 气血衰败 根骨修味皆是被废除 浑身伤痕累累 犹如风中残烛 哄 恐怖的力量再次卷动 这一刻青城所有人 心脏都犹如 被一掌大手紧紧抓住一般 忍不住吐出一口精血 他瞬间出现于凝峰身前 眼神森冷的可怕 你身上 为何会有小弟神骨的气息 凝峰瞳孔放大 何曾见过如此恐怖 能够撕裂下界苍穹的大能 一瞬间毛骨悚然 浓浓的死意 充斥了他的脑海 堂堂天骑道统长老 竟直接跪倒在地 大声求饶道 前辈 饶 碰 根本不给说话的机会 苏锦将横大手按在凝峰头顶 满是怒火的瞳孔中 一抹妖异的光芒闪烁 直接搜魂 搜魂之术 霸道至极 根本不顾对方的死活 强行撕开石海 获取记忆 啊 凄厉至极的惨叫声响彻 在场所有人 被这道惨叫声惊醒 只能够眼睁睁地 看着天骑道统灵长老 痛苦地不断哀嚎着 不要 饶过我 这惨叫声不知 持续了多久 苏锦横眼眸 缓缓睁开 宁峰像 是失去了魂魄 如同一滩烂泥 瘫软在地 刚刚得到不久的神骨 也从衣服内飞出 果然 见此一幕 苏锦横瞳孔中 滔天的怒火戟 欲要喷发出来 碰 手下宛若死狗 一般凝风 头颅竟然犹如西瓜 一般被活生生捏爆 炸成一团血雾 你们 全都该死 第六章 喜欢比背景 今日他亲足来了 连扎也没有剩下 就连神魂 都在这恐怖的力量之下 化为灰烬 师尊 见此一幕 不远楚方 原才只觉一阵窒息感传来 两眼一黑 双腿发软 差点直接晕死过去 在对方面前 自己师尊 竟然像是只蚂蚁一般 就这么被轻易捏死 完了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林青染这个贱女人 从未与自己提起过 林青染 他们到底是谁 方原才低吼 你想要害死我吗 贱女人 他不敢想 要是那神骨 还在自己手中 自己会是个什么下场 林青染满脸恐惧 不知所措 这可是天气道 捅破碎尽的长老 自己刚拜的师尊 就这么死了 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从未跟我说过 已经通过搜魂 知晓一切的苏锦衡 此刻眼皮止不住地跳动 呼吸有些波动 胸腔都被无尽的仇恨所填满 想右弟少时在族内 所有人都将萧帝当作手中宝 含在嘴里怕化了 放在手里怕摔了 哪怕是 想要吃惊吃大鹏 自己都特地去腰黄玉 将那鹏黄之子 给抓来烤了吃 何曾受过这种委屈 赤蟹神枪 似察觉到主人的心绪 不断发出嗡名 苏锦衡谋光 扫过在场倾城众人 沉声道 吴佑帝只不过下界失恋 只因而 等基于吴帝体质神血 认为他没有背景 便要挖骨抽血 你们这群下界蝼蚁 当真是好大的胆子 三大家族族长 一个个脸色惨白至极 毫无血色 不是 不是我们 前辈 前辈饶命 三大家族之人 一个个纷纷下跪 叩首求饶 不是喜欢笔背景吗 那今日 他的亲族来了 在苏锦衡冰冷暴力的目光之下 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碰 碰 碰 叶家 林家 王家之人 一个接着一个 炸裂成一团血污 血浆 最快洒落一地 整个五场内 犹如下起了一场 倾盆血雨 像是一柄无形的死神镰刀 正在无情地收割性命 浓郁的血腥味 腥臭味弥漫 大量的血水 建设在了林青染的脸颊之上 他焦躯止不住地颤抖 生怕下一个会是自己 哪怕是到现在 也不明白 为何苏锦衡敬会 有如此强大的兄长 而在这绝对强大的力量面前 方圆才浑身颤抖 早就被吓得屁滚尿流 哪里还有什么 天气道宗天骄的模样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在这 忽然 似有所感 像是被一种 恐怖的力量锁定 体内的真气 疯狂躁动逆流 方圆才口鼻止不住地 溢出鲜血 他的瞳孔逐渐放大 惊恐至极地想要逃命 狂吼道 不 我不能死啊 我 不 碰 下一刻 连带着神魂都没有逃出 方圆才与自己师尊一样 就这么惨死在了 清城之内 尸骨无存 清城之人 一个接着一个暴体而亡 在这极度压抑的环境之下 终于有人心里崩溃 承受不住 拼了命地想要逃离此地 逃 逃啊 别杀我 我不想死 碰 碰 可最终的结果 也依旧一样 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像是人间炼狱 而就在这时 远处几道流光 快速而来 还请前辈息怒 苍石界介于破碎 若是前辈再出手 只怕是苍石界亿万生灵 都要惨死 在那虚空乱流之下 只见不远处 天骑道宗几位大能 火急火燎地赶来 他们知晓来人 必然是上界大能 索性直接搬出背后 上界道统天玄宗 想要以此劝阻 见来人 原本绝望的众人 无不欣喜若狂 太上长老 是天骑道统大能来了 我们有救了 可对方的下一句 直接打碎了 他们最后的希望 我天骑道统乃是 上界天玄宗分支 还请前辈 看在天玄宗的面子上 只图倾城就好 饶过苍石界 其他亿万生灵一命 若是前辈 还不够解气 这难将百城 皆可拿去只求前辈 收敛神威 别再毁坏此剑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堂堂天骑道统的太上长老 此刻竟然是在 求饶 这还是苍石界四大道统之一 天骑道统说的话吗 所有人通体发凉 心中更为的绝望 天玄宗 苏锦衡眼神冰冷的圣人 杀气腾腾地说道 今日别说是什么 狗屁天玄宗了 就算等背后站着大地 也就不了等狗命 倒是你们天骑道统 无不去找你们 你们自己 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 死 雨落 苏锦衡手持赤血神枪 横扫一击 化作一道血色 神光朝着来人斩去 无比恐怖的力量 犹如排山倒海 一般骤然而出 顷刻间 大地粉碎 空间崩塌 如此神威 犹如太阳陨落 一般令人不可直视 无法阻挡 怒火滔天的他 根本就不想顾忌 此界蝼蚁的死活 只想将所有人 都给埋葬在这里 为弟弟报仇 不 不 前辈 我等绝无意 与前辈为敌 前辈 轰隆隆 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 在那满是杀意的血光之下 天骑道统几位悟道 近胎上长老 瞬间被秒杀的尸骨无存 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甚至 远处的空界也被撕裂 留下了一道 醒目圣人的裂缝 而这股无可匹敌的力量 光是余波 便将青城内外 无数生灵 活活震死 哪怕是下方的修行者们 也是一个个 也是蹊跷流血 体内脏气破碎 灵青染下意识地想要 抬手抵挡 惊奇的一幕发生 他手腕之上 所佩戴的玉石手链 竟忽然迸发出了 一道璀璨的光芒 嗡 一股纯白色的光芒 消灭了一切 甚至连至尊敬的神威 都抵挡了下来 我 我还活着 林青染不可置信地 看向了手中玉石手链 这是 上方的苏锦衡眉头一皱 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幕 娘亲给小弟的不死欲 怎会出在一个 下解女子手上 他身形一动 下一秒便出现在了 林青染身前 林青染心头一震 看着眼前这高大神武 犹如魔神般的男人 恐惧地向后退了几步 苏锦衡却不由分说地上前 一把抓起他的右手 眸光射人地紧盯着他开口道 你是何人 为何 我小弟的护命法宝 会出现在你的身上 滔天的杀意与血气 在对方身上 林青染似乎看到了尸山血海 令他几度窒息 PS 新书期间 追赌很重要 麻烦小蝶们点点 催更追赌 压压败谢 不要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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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复杂至极的林青染 剑壁 父亲死了 但我林青染 绝对不能死在这里 强大的求生意志 让他强忍着心里的恐惧开口 这枚玉石手链 是苏晨骁他送给我的 苏锦衡眉头紧锁 盯着林青染的面孔 看了好一会 娘亲所给的不死玉 与小弟有所绑定 除非小弟亲手赠送 否则 哪怕是至尊敬的大能 也无法将其解除 这个女子 莫不是真和小弟有什么关系 还不及她多想 远处突然传来 苏瑶皇的惊呼声 你看小弟这是怎么了 苏锦衡脸色一变 赶忙查看过去 小弟 你说小弟怎么了 林青染则是松了口气 犹如刚溺水脱困之人一般 跪在地上大口大口 贪婪地呼吸着 这满是血腥恶臭味的空气 另一头 只见苏瑶皇怀中的 苏晨削面色痛苦 额头正不断有冷汗流下 苏瑶皇神情焦急 朝着苏锦衡焦急道 我刚刚已经给小弟服下了轻地丹 轻地丹能够治愈一切伤势 可为何小弟现在 混沌神先天神魔体融合进度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五 百分之九十七 百分之一百 融合完成 哼 正在融合两大神体的苏晨骁 体内猛然迸发出惊人的气息 古老神秘的混沌之气 夹杂着神魔之力 渐渐弥漫而出 苏锦衡脸色凝重 神魔之气 可为何 小弟身上还有另一股 从未见过的特殊气息 哪怕是他也从未见过体质 融合这种事情 只能沉生到 父亲和母亲他们很快变道 你在这里 先照顾好小弟 那女子 似乎与小弟有什么关系 小弟现在状态很差 等他苏醒过来再说 苏瑶黄点点头 看了眼不远处的 惊魂未定的林青然 他自然也是 发现了小弟的 不死欲在对方身上 听出了话里的异样 苏瑶黄回头 直视着苏锦衡说道 大哥 你要去做什么 苏锦衡眸光悠悠 闪过一抹浓浓的沙 心中的阴郁 依旧挥之不散 冷声道 杀人 雨落 苏锦衡化作一道 血色流光 立刻消失在了此地 苏瑶黄见状 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明白 此刻唯有鲜血 方才能够减少大哥 心中的怒火 苏瑶黄看向怀中 一脸痛苦的苏晨霄 眉眸中满是心糖与酸楚 他眉心之间 火凤印记闪烁 一缕缕赤红色的本命 神夜月初 将苏晨霄给包裹在内 不受任何侵扰 小弟 别怕 很快父亲和娘就到了 我们这就接你回家 待苏锦衡走后 那股恐怖的压力 骤然而逝 所残存的众人方 才拥有喘口气的机会 林青染 犹如神魂 被抽离了一般 无力地瘫软在了原地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明明前一刻自己 还沉浸在成为 天气道宗弟子的喜悦当中 下一刻 宛若神奇一般 自称苏晨霄清族的 男女从天而降 就连在自己眼中至高无上 天气道宗物 道尽级别的太上长老 都被一击灭杀 一切的一切 都仿佛像是在做梦一般 她看着不远处 那美得令人窒息 尊贵高傲的爵士女子 苏瑶皇周围的鲜血残快 无意不是 在告诉自己 这里的一切 都是真实的 恍若格式 林青染发丝凌乱 一脸失魂落魄 无力地瘫软在地上 看着自己右手上 所佩戴的玉石手链 林青染轻声喃喃道 我到底 到底错过了什么 就在她怅然若失之际 苏瑶皇不知何时 来到林青染身前 神女般高高在上地俯视着林青染 那眼神仿佛要将她全部看穿 你说 你手中的不死欲 是我家小弟亲手送你的 林青染缓缓抬起头 心里一惊 近距离的接触 更让她感受到了 苏瑶皇的完美无瑕 相比之下 对方那高贵清冷的气质 仿若天生 而自己只不过是 强装出来的赝品而已 林青染一时间心中不由 更为自卑 根本不敢直视对方的目光 只能够自残行贿地低下头 小声道 我 我没有骗你 是真的 苏瑶皇玉指清台 林青染手中的储物 借不受控制地漂浮了出去 问 仅仅一念之间 便轻松地破除了储物件内的禁止 随着一件 接着一件的法宝 从中漂浮而出 看着那一件件 属于小弟的宝物 苏瑶皇柳梅 越发地紧促 这些 其中不乏 有自己与大哥 给予小弟的保命至宝 但凡小弟身上 有其中一件 也不至于落得 惊天这个地步 苏瑶皇的眼神 忽然被一件玉瓶戏 他在那玉瓶上 感受到了小弟 掀天神魔体的气息 不 瓶口被打开 瓶内一枚枚 纯白色的丹药 飘浮而出 苏瑶皇美眸一宁 韵怒无比的看向 低着头的林青染 这是以小弟神魔 精械炼制的丹药 当发现此物之后 就连一向好脾气的苏瑶皇 都有些恼怒 小弟竟然为你做到了这种地步 这股可怕的气势 让林青染浑身颤抖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苏瑶皇再也忍受不了 抬起玉瓶 直接朝着林青染的脸颊 便是重重的一巴掌抽去 啪 没有动用任何力量 仅仅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巴掌 清脆至极 见避 林青染梦了 在那雪白的脸颊上 很快便浮现出一道巴掌印 隆隆的屈辱 如潮水般涌出 可在眼前 这高贵绝尘女子面前 她心里甚至生不起一丝反抗 苏瑶皇一把 捏住她的下巴 那璀璨的凤幕 直勾勾地注视着林青染 满是杀意 你可知 这些宝物 可是连准地都会眼红的存在 若没有小弟的允许 不可能会出现在你那 我不知道你和小弟 究竟是怎么关系 但在小弟如此待你 在他受劫之时 你却紧紧在一旁看着 他为小弟感到不值 这样一个相貌平平 资质极差的下界女子 为何能够让身为 帝族苏家族长之子 自己与兄长的亲弟弟 如此着魔 感受到苏瑶皇那 毫不掩饰的杀意 林青染通体冰冷 心中恐惧更甚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 我 苏瑶皇扯着林青染的头发 直接将其撂倒在地 眼神冰冷至极地开口道 现在知道装小白兔了 剑壁 我告诉你 若是小弟有事 你们苍世界所有生灵 都得给我家小弟陪葬 帝族 苏家 这个从未听说过的明慧 第一次出现在了 林青染的世界之中 林青染从未想过 苏臣萧敬惠 来自自己梦寐以求的朱天 甚至拥有 如此恐怖的背景 他不敢多说一句 害怕知晓事情缘由的 对方会杀了自己 同时心中也抱有一丝 仅存的侥幸 甚至是 窃血 第八章 懊恼的青城众人 地族父母旗帜 以苏臣萧对自己的爱恋 若是他醒来之后 自己承认错误 对方会原谅自己的对吧 苏瑶皇并不知道 林青染此刻所想 最后 冷冷地扫了他眼 起身看向青城内残存 一脸恐惧的众人 无容置疑地开口道 在小弟醒来之前 而等所有人都不得离开此地半步 他右手轻轻一挥 哄 一道温度可怕 能够焚烧空界的 神艳平突而出 直接将这五场周围 包围得严严实实 光是在这火焰之内 便要遭受 那足以恐怖的温度炙口 做完这些之后 苏瑶皇带着昏迷过去的苏臣 萧静直地走向一栋屋内 静静地在此地 等候着父母的到来 在这滚烫的火海中 青城众人 一个个惊魂未定 今日所发生的一切 实在是太过的突然 仿佛在做梦一般 任谁也没有想到 毫无背景的苏臣 萧身后所站着的 竟然是来自上界的大能 轻 轻然 邻家一位 还侥幸着的长老 颤颤巍巍地爬了过来 他心脏仿佛都要跳出来一般 久久未能平息 带着浓浓的恐惧询问道 那苏臣萧 可曾有说过他来自上界 不少人心中有同样的疑问 看对方的意思 现在还不杀自己的等人 像是打算等苏臣萧醒来 让他来决断 其他倾城两族也就算了 最为恐慌的倾城 叶家之人 一个个已经面如死灰 绝望地瘫软在地上 他们为了讨好天气道统 是对苏臣萧用心最多的 林轻然看了眼神旁的长老 摇了摇头 轻然 那长老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如气如素地哀求道 我知道你平日与那苏臣萧关系甚好 若是等他醒来 你可一定要帮我林家说说话 要知道 我们林家可是从未做过 对不起他苏臣萧的事情 我们也是身不由己 被天气道统逼的呀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如果早知道苏臣萧来历如此惊人 谁又会为了讨好天气道统加入进来 青城三大家族之人 无不后悔至极 就连林轻然自己都是神色 复杂至极 轻咬着朱唇道 我 尽量试试吧 对于父亲的死 他心里竟然没多大的波动 反倒是苏臣萧的身份 让他心跳加速 思绪万千 大不了 自己就去与苏臣萧认个错 就说是背方原才师兄所逼迫的 见林轻然答应 林家众多长老文言脸色大喜过望 不断地点头道 好 好 如此最好 如此最好啊 事到如今 他们还抱着一丝幻想 如今苏臣萧亲族来人 身份地位早就今非昔比 要是他林家能够攀附上七一二 恐怕 连四大道统都能不放在眼里 一日后 小儿 小儿 苏臣萧似乎听到了有人在不断呼唤自己 在无尽黑暗的沉睡期间 似乎有许多关于小时候的记忆被解开浮现 苏臣萧缓缓地睁开双眼 只觉视线有些模糊 这里是 小儿 小儿你醒了 惊喜无比的声音传来 在床头前 一位脸上满是泪痕的美夫人欣喜若狂 赶忙将苏臣萧搀扶起来 而正在房内来回踱步 烦躁无比的苏乌道也是浑身一震 满脸愧疚地走了过来 小儿 苏臣萧看着眼前的二人 两人的模样与脑海中刚刚苏醒的记忆逐渐重叠 下意识地喊出 爹 娘 十二岁之前的被封印的记忆都已经解除 自己乃是上届地族苏家族长之子 而他们便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陈婉月美眸难眼激动 捂着嘴轻声抽气道 我的好香 你总算是醒了 可吓死为娘了 苏乌道虽然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波动 但眼神明显柔和不少 他缓缓地坐了下来 伸出宽大的手掌 轻轻抚摸着苏臣萧的头发 沉声道 好孩子 可还记得为父 萧儿 让你在这下界之中受苦了 苏臣萧看向眼前的 此刻头还有些许昏尘 点了点头 陈婉月一听这句话 脸色便冷了下来 冷冷地看了苏乌道一眼 开口道 苏乌道 你还好意思说 若非你苏家那可恶的族龟 我家萧儿会受这么大的劫难吗 自从到来这苍石界 见到苏臣萧的惨状之后 陈婉月就一直没有给苏乌道好脸色看 苏乌道心里也是自责无比 颇为内疚的点头 没有否认 你说得对 这死板刻薄的规矩 是该修改一下了 夫人 萧儿现在应该是没事了 我可是特地拿了造化 不死丹前来 莫说 萧儿如今因祸得福 觉醒先天混沌神体 有着造化丹在 就算是一个半只脚入土的大能 都能给他从鬼门关拉回来 陈婉月没有说话 而是转头 看向苏臣萧 声音温柔至极 满是慈爱地询问道 萧儿 你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好点了吗 苏臣萧感受了一下 自己如今的身体 眼眸一亮 自己那满是鲜血浸染的衣服 不知被何人更换 如今 只觉身体气血澎湃 浑海饱满充盈 一身伤势 早就又已经恢复如初 不仅如此 就连之前 被废的根骨与修为 都完全恢复如初 甚至 还直接跨越了一大境界 破碎镜九重 浑身仿佛有始不完的气力 前所未有的良好 看向眼前满脸 担忧关切的父母 苏臣萧心中 不由涌起一股暖流 我现在 好多了 只是 头有点疼 苏臣萧富文喃喃道 苏无道文言 一直板着的脸 终于露出笑 声音温和地说道 萧儿 你刚刚恢复十二岁之前的记忆 还需要一点时间消化 夫人 萧儿如今刚刚苏醒 身体已无大碍 咱们先出去一下 让她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陈婉月也知道 宝贝孩儿与自己多年未见 有些不舍捧着苏臣萧的脸颊 满是心疼 与慈爱地亲吻了 一下她的额头道 萧儿 这么多年 你在下界之中受苦了 现在记忆解封 为娘知道 你可能有些难以接受 我和你父亲先出去 有什么事情 随时喊我们 知道吗 那温暖的感觉 从脸颊传来 娘亲的温暖 让苏臣萧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轻声道 嗯 我知道 父母俩离开了屋内 屋外很快便传来 二姐苏黄瑶的声音 娘 小弟醒了 我要进去看看 姚黄 听娘的话 我们先离开 你小弟记忆刚刚恢复 让他一个人先缓一缓 好吧 听着屋外传来的动静 苏臣萧低着头 喃喃道 这就是亲情吗 感觉还不错 前世父母很早就丢下了自己 自己就连他们长什么样 都没有见过 算命的也说 自己天生就是 天煞孤心命 本以为这一世界 也同样如此 想不到 竟然还有这么多关心 自己的家人存在 苏臣萧笑了笑 将思绪收回 系统 还活着吗 主人 在 推演回放 我要看看 在我觉醒先天 混沌神体的期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苏臣萧淡淡道 遵命主人 推演回放功能 需要消耗100反派值 是否消耗 消耗 丁 消耗成功 当前反派值 9900 回放开始 半炷香时间后 这枚玉石手链 是苏臣萧他送给我的 苏臣萧看着推演界面 一脸无辜 宛若白莲花一般的林青然 面无表情地冷笑一声 哼 好你个林青然 想不到还让你 给活下来了 通过系统的推演回放 苏臣萧知晓了 之前所发生的一切 方圆才倒是便宜他了 可还有一个罪魁祸首 让自己陷入绝境的臭婊子 林青然自己 可没有忘记 这林青然倒也是聪明 知道 以自己和他那说不清的关系 蒙混过去 苏臣萧缓缓起身 眼中寒芒一闪而逝 走吧 既然自己是牙子逼包的反派 那么也该好好找那些家伙 算一算总账了 既然是反派 那就该有反派的觉悟 第九章 等待审判的苍石剑 复仇开始 屋外 苏锦恒正抱着赤血神枪 闭眸犹如一尊雕塑般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而苏瑶皇却满脸担忧之色 正在纠结 要不要进屋去看看小弟 吃呀 随着一道开门声响起 苏臣萧从房间内走了出来 小弟 苏瑶皇那绝美的容颜 闪过一丝喜色 走过去 立马抓起了小弟的手仔细感受 嗯 气血畅达 筋脉稳固 大哥 小弟真的没事了 苏锦恒面色冷峻地点了点头 看不清喜目 装 你就装 苏瑶皇撇了撇嘴 别看大哥这一副面贪脸不苟言笑 但小弟一出事比谁都着急 苏瑶皇看向苏臣萧 笑着问道 小弟 认得我是谁不 闻着鼻尖那一股清香 苏臣萧无奈地笑了笑 点头道 好了 姐 我都已经想起来了 爹娘呢 苏瑶皇美眸一亮 激动地直接上前 一把将苏臣萧抱入怀中 上界尖天阁来人 娘亲和爹问罪去了 惊人的柔软与饱满传来 苏臣萧紧贴着那傲人的风鸾 顿角一阵难以呼吸 嗯 嗯 小弟 欢迎回来 受委屈了 苏瑶皇抽了抽穹鼻 明明在外是孤傲冷艳 不可一世的神奉女尊 但在对于这个小弟 他可是打心眼里疼爱得紧 苏臣萧挣扎了好一会 方才离开了香艳的怀抱 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 开口道 姐 男女瘦瘦不轻 苏瑶皇闻言一正 忍不住扑斥一笑 眉眼弯弯 就连心中的担忧情绪 也不由消灭了不少 这一笑犹如万年冰山融化 美得不可言语 小弟 怎么 现在长大了 都不肯让姐姐抱抱了 你小的时候 可是天天吵着 要和我一起睡觉的呢 苏臣萧一时语色 在知晓了小弟 已无大爱之后 苏瑶皇也恢复之前 那般清冷的气质 认真地盯着苏臣萧的脸庞 开口道 好了 小弟 之前欺压你的人 现在都在无常之内 他们的生死 都交由你来处理 小弟 你的私事 姐姐不多问 但你可是我苏瑶皇的亲弟弟 帝族苏家族长之子 下节历练 犹如南科一梦 切莫被一个女人 给蒙骗了心智 知道吗 虽然没有直接提起 但姐姐苏瑶皇的意思 已经很明显了 苏臣萧微微一顿 回道 我明白 姐 这些事情 交给我自己处理就好 苏瑶皇点了点头 瞥了一旁的苏瑶横一眼 说道 诺 你大哥也在那呢 这家伙 明明才从狱外回来 杀气这么重 为了给你报仇出气 把人家仓世界四大道统都灭了 那四大道统的宗主长老们 此刻同样在无常请罪呢 苏臣萧看了大哥一眼 走上前道 大哥 苏瑶横一旧是 那副冷峻的模样 严谨一该道 嗯 问 一道白色的神盲 忽然闪烁 这是 苏臣萧一愣 在苏瑶横身前 那块神谷静静地飘浮于此 苏瑶横的声音 缓缓响起 你现在 已是先天混沌神体了 这块至尊谷 对你来说虽无用 但既然 是我送你的东西 那如今 也该是物归原主 父母到来后 他们也知晓了 小弟之前那般情况 正是因为又觉醒了一个 强大的体制 先天混沌神体 矮诛天 神体排名前三的存在 但相比起小弟觉醒 这般逆天神体 他们更为在意的是小弟的安危 苏臣萧将至尊谷接过 沉默了一会道 大哥 谢谢 苏瑶横点点头 没有再说话 一直到苏臣萧前往五场离开之后 苏瑶横嘴角方才微微上扬 露出一道不意察觉的笑容 五场内 赤色恐怖的神燕将此地封闭 在这高温的烧灼之下 神燕周围的空界都被焚烧殆尽 不安于恐惧的情绪弥漫 像是一柄 悬挂在头顶等待的审判的 达摩克利斯之间 所有人心神不宁 人心惶惶 气氛压抑得有些可怕 一句话都没有人说 清城的三大家族长老们 有如被抽取了神魂 行尸走肉一般麻木 短短的一天时间里 他们亲眼看见了 这辈子都从未见到过的大人物 一个个修为惊人 深不可测的四大道太上长老 乃至于老祖都被关押进来 这些 无一例外的都是跺一跺脚 便能够让苍石界震动三分 可就连这样的存在 都面如死灰地跪在地上 清城众人也从最初的震撼 匪夷所思到现在的绝望 混蛋 你们天祈道统 究竟是做了什么天怨人怒的事情 竟然招惹到了上界大能 想我云海宗对此事一无所知 竟被你天祈道统所牵连 平白遭受到这无妄之灾 天祈老祖 你们当真该死啊 此地苍石界 其他三大道统的老祖们 一个个脸色愤然 恨不得当场将这群 天祈道统之人杀之后快 天祈老祖整个人跪在地上 瞳孔不断地颤动 他只记得一位手持血色长枪 犹如魔神般的青年出现于道统 仅仅一击便将屹立于 苍石界千年的道统覆灭 在那位青年面前 哪怕是活了上千年的的他 也只觉自己宛如蝼蚁一般 心里根本生不起一点抵抗之心 我也根本不知道 我天祈道统究竟是做了什么 得罪了上界大能 但诸位莫慌 我天祈道统得上界天玄宗庇护 我已经联系了天玄宗大能 不日便会抵达 此言一出 在场其他道统老祖面色 方才缓和了一些 有人轻声一叹 悠悠道 只求那位大人 能够看在天玄宗的面子上 饶我等一命 而就在这时 将此地所围绕的那无尽神宴 竟被打开了一道口子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看了过去 小弟 他们就在这里了 此时对面那神宴之中 迎面走来一位身着青衫 面容俊美 眉宇之间满是贵气的少年 少年仿若一层迷雾所笼罩 先天混沌气淡淡地散发着白芒 眼中有着不属于这个年龄的深邃之色 林清然 脸色苍白 眼中满是复杂懊悔之意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如今恢复修为的苏晨潇 第十章 暴海波谷 处行亲子 清城众人恍惚间又看到了 曾经那玩世不恭 天赋精彩绝艳的清城妖面 只是这一次 与之前不同的事 在少年身旁所站着的 乃是来自诸天万界 实力弥足恐怖的上界绝世女子 望着那贵旗逼人风华绝代的少年 林清染一时间不由有些失神 苏晨潇 谁又能够想到 短短一日时间 原本是一届散修的苏晨潇身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刻 天骑老祖神色愤然 大声喊道 妖女 我劝你们最好放了我等 我天骑道宗乃是上界天玄宗分支 天玄宗可是有风 王静大能存在 不日便会有人下界 风王静 苏摇黄文言笑了 诸天之中 道统无数 风王静所在的道统 连久留的算不上 苏摇黄不屑地说道 风王静 连给我帝族苏家 当条狗的资格都不配 兄长留你们这群老东西一命 是想让我家小弟 惩戒你们 否则 你一个个小小灯 天敬蝼蚁 也配与我帝族苏家之人说话 哼 雨落 至尊敬恐怖的气息 紧紧展露一丝 便让对面天骑老祖浑身筋骨寸碎 连呼吸的力气都没有 啊 天骑老祖痛苦地惨叫一声 重重地砸在地上 肉身支离破碎 喘着沉重的粗气 根本无法呼吸 天骑老祖 见此一幕 在场仓石界 其他三大道统 以及倾城之人 无意不是面色惊骇 难以置信 对他们而言 风王静已经是 能够主宰下界一切 实力滔天的大能 可在对方眼中 竟然连条看门狗都不如 他们眼界 注定了这辈子 也无法想象到 帝族苏家的能量 苏瑶黄那强势孤傲的模样 令林青染胸口起伏 心潮澎湃 苏晨潇的背景 当真有如此恐怖 有了天骑老祖的惨状 所有人不敢再多说一句 苏瑶黄清冷的眸子 不带一丝感情地扫过 在场一众人 转头看向身旁的小弟 轻声道 小弟 这群人就交给你来处理 是生是死 只在你一念之间 我就先出去了 苍石界所发生的 皆是小弟的私事 若非是小弟受难 苍石界的蝼蚁 这辈子都无法接触到 帝族苏家的存在 他不想留在这里影响小弟 感受到自己姐姐的户端 苏晨潇有些感动 看向苏瑶黄 点点头道 嗯 苏瑶黄走了 苏晨潇这才转过身 脸色格外的平静 他甚至看都没有去看位于 人群中的林青染一眼 而是将目光锁定在人群中 一位披头散发 根本不敢抬头 与自己对视的 一位中年男人身上 苏晨潇淡淡地开口道 那么 也该来算算账了吧 叶家主 声音不大 但却宛若一块巨石 一般重重地压在叶洪天身上 令他喘不过气来 叶洪天心里咯噔一声 浑身站立 不断地发抖 苏公子 误会 这都是误会 误会 苏晨潇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不紧不慢地来到叶洪天身前 除了林青染与方元 踩着两对狗男女之外 自己最为憎恶之人 非是叶洪天莫属 此人为了讨好天气道统方元才 在折磨自己上 可是下了好一番功夫 苏晨潇露蹲下身 眼中满是笑意地说道 可真是好大的一个误会啊 波纸 透骨 爆海 则则 那种滋味 可真不想再体验第二次 苏晨潇露说得越多 叶洪天心中的恐惧便越发浓郁 瞳孔颤动得剧烈无比 到最后 他身躯匍匐在地 满是痛苦懊悔的忏悔道 都是我的错 苏公子 我有眼不识泰山 您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叶洪天愿意以死谢罪 只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过我叶家 仅存的遗族 家主 叶家族人 文言无一不是脸色痛苦 难以置信 苏晨潇 却眉头微微一皱 有些不悦地说道 我还没开始呢 这就承受不住了想死了 可没那么容易 让你死 一边说着 他一边看向叶洪天身边 那几个瑟瑟发抖的叶家长老 在人群之中 还有一位面孔 与叶洪天相似 早就被吓得屁滚尿流的青年 跪在地上神情急促 姓名 叶灵 身份 苍石界倾城 叶家族长之子 静见 祝丹静七重 此人是叶洪天 唯一的儿子 叶灵 怪不得 苏晨潇眼眸 微微眯起 一道有趣的念头 油然而生 仿佛像是面对一位 许久未见的老友一般 苏晨潇毫不在意地 拍了拍地上叶洪天的肩膀 但笑着说道 给你个机会 把对我用的酷刑 都在你儿子 叶灵身上用一遍 我就放过你 不 是你们叶家全族 怎么样 这满是蛊惑的话 无疑是一道晴天霹雳 叶洪天浑身猛的一颤 不可思议地抬起头 看着满脸笑容 容貌贵气俊美的少年 又看了看一旁 被吓得魂不守舍 满脸惊恐的儿子 父 父亲 不要 不要 叶灵恐惧至极 不断地朝后方退去 可想好了 全死 还是用行 苏晨潇那宛若梦眼般的声音 又一次响起 给你三秒钟时间考虑 一 宛若审判的丧钟声 在这浓浓的恐惧之下 叶洪天猛地抬起头 双目赤红 嘴角都溢出了一丝鲜血的低吼道 坐 我坐 哦 苏晨潇眉头一挑 似乎有些诧异 叶洪天会答应得如此之快 自己还没有数到三呢 不够也无妨 苏晨潇 微微一笑 扶手朝弄道 人不狠 站不稳 不愧是倾城叶家之主 连亲生儿子都可以下得去手 好魄力 那么 就先从简简单的暴海波纸开始吧 在所有人惊恐无比的目光之下 叶洪天颤颤巍巍地起身 步伐沉重缓慢地来到叶灵身旁 灵儿 是为父 对不住你啊 为了叶家 只有你 叶灵呼吸 愈发急促 双目瞪大 不断地哀求道 不要 父亲 求你 叶洪天心在滴血 眼中不满血丝 终于 像是下定决心一般 他虎目迸发出一道射人的光芒 抬起手猛地一掌拍下 碰 这一击正中叶灵气海 汹涌无比的真气 如同狂潮一般灌入叶灵气海 不断地充盈膨胀 暴海 乃是废除修为的一种 以那无数的真气灌入 活生生地将对方的气海给撑爆 叶灵瞳孔猛地放大 只觉腹部突然鼓胀剧痛 一时间疼痛难忍 狂嚎了起来 父亲 父亲 不要啊 第十一章 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那就都还丢好了 父亲犯下的错 一切却要儿子承担 叶红天眼中流出血泪 不断地轻声 喃喃道 灵儿 不要怪为父 话虽如此 可手中动作却一刻也没有停止下来 叶灵体内的真气愈发地膨胀 到最后 伴随着一道巨响 碰 像是气球爆炸一般的声音 磅礴的真气脱离了气海 在体内冲撞冲 叶灵双眼瞪得浑圆 两眼一黑 口中喷出一大口 惊血在叶红天脸颊之上直接晕死过去 废物 苏晨潇眼神淡默地看着这一幕 连这第一关都坚持不过去 真是个没用的东西 要知道 自己可是被折磨了几天几夜 而就在这时 脑海中忽然响起系统的声音 丁 道反天当 反派不荣辱 在这玄幻世界 人不狠 战不稳 现在发布新手任务 虐杀欺压之徒 任务奖励 无臣道心 经 道心乃修炼之本 若道心动摇 则境界不稳 轻则心魔滋身 重则修为跌落 无臣道心 天生清明 不受心魔困扰 外界因素 无人能够影响其道 系统商城开放 叶红天亲手废子 道心动摇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之五百 哦 听到系统的声音 苏晨消野谋 微微眯起 随后列子一笑道 想不到没有天命主角 也有反派之奖励 不过也无需你多说 今日在这里之人 一个也逃不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里的人 已经害死过自己一次 若是在跟他们 讲什么道理仁慈 那真是对不起 如此担忧自己的父母兄长 以及这反派系统 苏晨消瞥了叶红天一眼 学着他的口吻淡淡的开口道 能够在我叶红天手下 受刑害清醒之人 可不多 即使再来一遍 又怎能让他 这么舒服地昏睡过去 把他给我弄醒 这番话 可是曾经叶红天说的 如今 自己原封不动地还给他 叶红天虎趋一阵 死死地咬着牙齿 不甘地点头道 我明白了 接下来 是拨纸穿骨 死了 才刚刚昏死的叶玲 感受到植骨上上的指甲帘 带着皮肉 被一口气撕开 猛然睁开双眼 满头大喊的嚎叫 啊 这狠辣的手段 让周围清城之人 无不择舍 怪不得他们之前所见 苏晨消浑身是血 模样凄惨无比 原来这叶家家主 竟然用了这么多机型吗 看着那一袭轻衣 从容自得 宛若贵公子一般的苏晨消 人群中的林清染 只觉一阵熟悉 却又陌生的感觉 涌上心头 恰好此时 苏晨消转过头 同样朝着他的方向 露出了玩味的笑容 目光对视 接下来 到你了 林清染 如同受惊了的兔子一般 赶忙低下了头 苏晨消缓缓起身 无视了周围那一脸惊恐的人群 静止来到林清染面前 一边说道 当真是世事无常 你说是吧 清染 林清染心脏狂跳 双手紧紧攥着自己的衣裙 只能够小声地说道 苏晨消 抱歉 我不是想要陷害你的 是那方圆才逼我的 我从未想过这样 他还抱有一丝幻想 渴求苏晨消能够原谅自己 只要我认错了 他一定会原谅我的对吧 毕竟不管怎么说 现在的苏晨消一点事也没有 苏晨消的声音传来 当然 我的好清染 我又怎么会怪你呢 当听闻此言 林清染美眸一正 一道激动的光芒闪过 他有些不可置信地抬起头 看着身前一脸笑意盈盈的苏晨消 果然 他心中无比的窃喜 他就知道苏晨消 还是和之前一样爱恋自己 此刻 就连周围的林家长老们 在听到这番话之后 一个个都脸色 狂喜不已 林清染双眼浮现出一层水雾 泪水夺目而出 楚楚可怜地看着苏晨消柔声道 真的吗 苏晨消 之前是我对不住你 不会了 我保证不会了 晨消 我们 还能回到从前吗 当真是个不折不扣的白莲花 事到如今 竟然还能够如此坦然地说出 这一般令人作呕之语 苏晨消 眯着眼 慢慢靠近 一边点头说道 当然 语气有所停顿 然后 俯身在他耳旁 轻声地说道 当然是不可能的 傻逼 做了那种事情 我又怎么会原谅你呢 臭婊子 啊 林清染原本激动的内心 犹如被泼了一盆冷水 表情僵硬 突然 身前的苏晨消 抬手朝着他的右脸 重重扇了一巴掌 碰 林清染整个人 就这么飞了出去 这 这猝不及防的一击 让在场所有人都傻了眼 整个清城都知道 苏晨消 喜欢林清染 他们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苏晨消 竟然会抱起动手 碰碰碰 林清染 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狼狈不堪地艰难爬起 他捂着自己的脸颊 到现在 还有些难以相信 满脸震撼 与不解的喃喃道 苏晨消 你 你竟然敢打我 曾经的他 别说是对自己动手了 就连大声 朝自己说话 都从未有过 我不喜欢打女人 但奈何 只有这样 才能让我舒服点 下一刻 苏晨消出现于身前 朝着他的小腹 又是一拳 碰 胶 胶躯一阵 腹部的剧痛 猛然袭来 林清染不受控制的向后 退了几步 口中吐出一口鲜血 五脏六腑都在震动 连父亲之死 都可以不在乎的女人 苏晨消知道 唯有收回他如今所得到的一切 才能让他最为痛苦 林清染一身气息 在此刻若上无数倍 他苦心修来的祝丹 竟修为一重重崩塌 我的 修为 不 我的修为 苏晨消 你竟然废了 我的修为 想自己天赋平平无奇 为了修炼到祝元静 不知花费了多少个日月心血 而今 竟然被废了 苏晨消点点头 神情平静 笑道 还没完呢 既然这一切 都是你努力得来 那就把我给你的东西 都还给我好了 林清染眼中满是恐惧 嘴角流淌着鲜血 声音沙哑道 你 你还要做什么 第十二章 你错了 不 你只是知道 自己要死了 一股无形的力量 弥漫而出 林清染手中的储物戒指 以及他手腕上 自己赠予的不死欲 都一同被牵扯了出来 定 林清染修为被废 反派值奖励一千 见此一幕 林清染脸色一僵 带着一丝讨好 轻声哀求地说道 陈霄 还记得吗 这些都是你曾经送我的 这些我可以都不要 我只求你能够原谅我 看着眼前 卑微无比的林清漣 哪还有曾经一点 林家之女那般 清冷高傲的模样 苏辰霄 微微一笑 上前将手放在了 林清染的脖子上 抚摸着那光洁如玉的肌肤 然后缓缓掐住 别怕 很快 我就原谅你了 看见那边了吗 我也在原谅他们 苏辰霄指了指 不远处的叶天红 惨叫声响彻不断 啊 正在受刑的叶灵 一次又一次发出痛苦的嚎叫 杀了我 父亲 杀了我啊 他修为被废 食指血肉模糊 就连浑身骨头都被人打碎 叶灵不断地痛醒 又昏死过去 遭受着轻生父亲 惨无人道的折磨林清染 仅仅是瞥了一眼 整个人便如坠冰窖 使劲地摇头 他从未见过苏辰霄 这般冷漠的模样 周围满脸惊恐的众人 远处那痛苦的哀嚎 以及现在强烈的窒息 敢让他忽然清醒 他是真的想杀了自己 嗨嗨 苏辰 我错了 泪水夺框而出 林清染花容失色 被吓得苦苦哀求道 我真的错了 求你 求你看在曾经 我们的感情上 放过我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还不能死 他再也不奢求什么原谅 现在的他 只想活下去 苏辰霄笑着摇了摇头 眼神冰冷至极 但用着最为温柔的口吻 仿佛对亲密恋人般的语气说道 林清染 你啊 不是后悔了 你只是知道 自己要死了 晚安 紧抓着他脖子的右手 不断收缩用力 在周围众人难以置信 惊骇无比的目光之下 咔嚓 苏辰霄声声捏断了他的脖子 眼前少年那冰冷的笑容 仿若定格 林清染瞪大着眼睛 就这么死不瞑目 定 击杀林清染 恭喜主人获得反派之一千 林家一众长老 与清城所有人 只决天塌了 他们最后的希望 妄想通过 林清染昔日之情 让苏辰霄放他们一马的念头 也在此刻破灭 连林清染都死了 那么苏辰霄 还会放过自己等人吗 碰 像扔垃圾一样 随手将林清染的尸体 扔在地上 他瞳孔睁大 眼神里充斥着懊悔与不解 哪怕到最后 他也不觉得 苏辰霄真能够狠下 行杀了自己 呼 苏辰霄冷漠地看着地上 那具尸体 嘴角微微扬起 念头前所未有的通达 只觉心中最后 那一点阴郁 也随之消散 这时 身旁一道绝美的身影 缓缓浮现 苏辰霄不知何时 出现在此地 他面无表情地 看着地上林清染的尸体 再看了看一旁的小弟 朱唇清起 轻声开口道 小店 你做得不错 若是你喜欢之人 哪怕是天资平凡 我地族苏家也有能力 能够替其洗经法水 改换体质 只可惜此女明明 今天机缘就在身边 却有眼无珠 剩下这些人 你打算如何处置 苏辰霄脸色平静 缓缓道 有些累了 都杀了吧 此言一出 场内所有人顿时 脸色煞白 毫无血色 什么 手上与脸上 都沾满自己儿子鲜血 模样 犹如厉鬼般的叶红天 如遭雷击 不可置信地转头看来 在一旁地上的 叶灵早已生机全无 他在承受碎骨之行时 便已承受不住 惨死在了 父亲叶红天的手中 叶家一位长老冲了出来 他脸色苍白 那双枯瘦苍老的双手 紧紧地抓着苏晨潇的衣角 痛哭涕流地跪地祈求道 苏公子 苏公子 您答应过我们 不会对我们叶家动手的呀 苏摇黄秀没紧促 抬手一道静气 将那叶家长老轰飞了出去 生死不知 你们也配与我家小弟讲条件 苏晨潇看向眼叶家一众人 满是戏血嘲弄地说道 我何曾答应过这件事 当听闻此言 叶红天神色疯狂 满脸怨毒 不要命了地朝着苏晨潇冲去 混蛋 我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他亲手虐杀了自己的儿子 为的便是保留下叶家的血脉 可如今 对方竟然戳而反而 定 叶红天道心破碎 神魂动荡 陷入疯狂 奖励反派值五百 面对杀气腾腾 责任欲势的叶红天 苏云潇 仅仅是释放出破碎镜的威压 便让他整个人 不受控制的栽倒在地 浑身是血 哄 族长 叶红天只觉浑身重落泰山 骨头都要碎了一般 根本无法动他 苏晨潇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而是朝着一旁的姐姐 苏瑶黄开口道 姐 这里就麻烦你了 苏瑶黄美眸闪烁着动人的光芒 轻轻一笑 他知道 弟弟现在已经想通了 弟弟长大了 苏瑶黄有些宠密地揉了 揉苏晨潇的头 说道 放心吧 这里交给我 小弟 你才刚苏醒不久 赶快回去休息一下 等娘亲和爹回来 要是看到 你在这 可又要怪我和大哥了 苏晨潇点点头 转身离开了此地 带小弟走后 苏瑶黄收起了那温柔的表情 脸色一瞬间冰冷了下来 那一头鲜艳似火的发轻轻的飘舞 犹如一尊无情的女帝 扫尸过在场绝望的所有人 你们可以反抗 但结果也都是一样 轰隆隆 无尽的火焰 犹如海浪一般喷涌而出 那恐怖的火焰烧尽一切 一瞬间便将数百人 吞没于火海之中 四大道统 与青城三族之人 在此刻无意不是脸色骇然 恐惧地四处逃窜 不 我不想死 苏晨潇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惨叫声 诅咒声不绝于耳 在死亡面前 有人悔不当初 坦然接受 有人谩骂不已 奋起反抗 但结果 都是一样 这一日 苍石界无数生灵 亲眼目睹了这无比震撼 永生难忘的一幕 昏暗狂乱的夜幕中 灰烬满天 奉鸣长蹄 火焰化做了一头遮天蔽日 耀眼无双的凤凰 冲天而起 没有人知道 他们做错了什么 只知道 苍石借天旋利963年 8月9日 边境青城 天豪地窟 神艳将士 四大道统 与青城三族 在烈火中无疑倖免 永世沉沦 定 恭喜主人完成任务 系统商城开启 奖励无尘道兴 奖励反派之三千 触发隐藏奖励 获得宝物离火神珠 第十三章 诡异生灵死魂兽 诛天蒋石 真美啊 夜幕之下 苏晨潇坐于窗前 望着那撕破黑夜的熊熊火焰 化作火凤凰 星火飘散于空中 一时间不由有些失神 耳旁系统所传来的奖励之声 苏晨潇微微一正 嘴角扬起 笑道 想不到竟然还能够触发 隐藏奖励 离火神珠 离火神珠 惊 蕴藏着天地一伙 排名十九难言离火之力 以为能强大著称 可焚烧万物 问 一道白色的光芒闪烁 一枚通润如玉 赤红色的火珠的赫然漂浮于身前 离火神珠一经出现 房间内便弥漫起一股恐怖的温度 苏晨潇有兴趣地看向关于此物介绍 将离火神珠把玩于手中 感受到手心内传来一股温热的能量 不由轻轻点头到 倒是个不错的东西 五行神物 乃是诛天内屈指可数的存在 得其一便能够让人逆天改命 更别说是在一伙中排名十九的南岩离火 姐姐苏瑶黄乃先天玄奉神体 维续大量的天地一伙 方才能够强化修为更上一层 只是这隐藏奖励 似是想到了什么 苏晨潇开口说道 系统 触发的隐藏奖励 离火神珠是否与我解苏瑶黄有关 系统的回应很快响起 主人所言不错 天命反派称号特殊效果 在获得奖励之时 有可能触发隐藏奖励 隐藏奖励与关键人物有关 苏晨潇微微汗手 恍然道 怪不得 这么说来 以后我解决那些天命主角的时候 也有可能得到他们的相关之物了 看向系统的奖励空间 除了混沌精与各种丹药之外 现在苏晨潇更为在意的 便是大礼包中死魂兽胚胎 死魂兽 不知从何而起 从何而来的诡异生灵 是在诸天灭绝已久 暗纪元的产物 那是无数人不想提及 极度恐怖诡异的纪元 在那个时代当中 天道被一股从未敢感知的 恐怖的力量所遮蔽 诸天万界的生灵修炼的功法 被强行改变 心魔横生 几乎每五个修士之中 便会出现一个疯子 许多人们从未见过的生灵 也频繁出现 死魂兽 更是其中令人恐惧的佼佼者 传闻中 他能够强行吸食 生灵神魂 并且将所吸食的神魂永久奴役 最为恐怖的是 死魂兽能够在人 毫无察觉之时 附着于他人死海之内 哪怕是那些 修为恐怖的大能 也难以察觉 久而久之 就连如何被死魂兽 吞噬的都不得而知 直到暗纪元的结束 包括死魂兽在内 无数诡异的生灵 忽然从诸天消失 它们就好像从未存在过 一般离开 想不到 如今系统大礼包的奖励之中 竟然还会有死魂兽 胚胎的存在 苏晨消夜眸闪烁 将死魂兽胚胎调出 那是一个约某巴掌大小 被一层灰色薄膜 所包裹着的卵袍 在那之中 有着一只形如胚胎 无脸无面的生灵 像是在沉睡一般 静静地等待苏醒 这就是传说中的死魂兽吗 看着手中之物 苏晨消轻声喃喃 倒也没什么与众不同的 他并没有在这胚胎之上 察觉到任何的气息 宛若路边的石子 没有任何的气息波动 根据系统的介绍 死魂兽拥有 能够吞噬神魂 反补宿主本身的作用 怎么孵化 苏晨消闻 主人虚分出一缕神魂附着 以精血未养 方才能够令死魂兽苏醒认主 神魂骂 苏晨消闻言微微一正 随后毫不犹豫地 将一缕神魂切割 从始海内抽出 对于修士来说 神魂重要无比 哪怕是受到 一丁点的损伤的痛苦 也不是常人所能够忍受的 但苏晨消却神色淡漠 像是毫无痛楚一样 直接将那缕神魂 注入死魂兽胚胎之中 紧接着 食指滑开一道小口 一滴滴鲜血滴入胚胎之上 啪大 鲜血 透过那一层薄膜 没入内部 那毫无气息的死魂兽胚胎 在接受了精血的喂养之后 竟缓缓地蠕动了起来 直到胚胎 与精血的养分 尽数被死魂兽 吸收殆尽 一个没有肉体 与身躯的毛绒团子 出现于苏晨消手中 他是雾气状 没有鼻子与眼睛 仅仅有着一张 满是獠牙的利嘴 小家伙速度很快 似乎十分亲近苏晨消 漂浮在空中 围绕着他的脸颊跳动 时不时还发出枝鸭的声音 看着身旁那跳动的白雾 苏晨消感觉自己 似乎与这小家伙 建立了某种联系一般 自己可以通过 对那屡神魂的联系 从而掌控死魂兽的生死 很难想象 这白白的毛绒团子 竟会是 幻纪元人人谈之色 变得死魂兽 就是你吗 苏晨消尝试性地用手 触摸那毛球 死魂兽竟直接化作 一缕缕的白气 轻腻地缭绕着 苏晨消的指尖转圈 苏晨消见状 咧嘴一笑 倒也有趣 想不到死魂兽刚诞生 竟然会是这般模样 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的主人 说到这 苏晨消有些可惜地摇了摇头 只可惜 清城这里的众人 连带着神魂 都湮灭在二姐神宴之下 不然倒是能够让你吃个饱 死魂兽刚一诞生 需要神魂为其公养 就在苏晨消考虑 要不要出去给小家伙 找点食物之时 指尖缭绕的那缕雾气 竟然重新化作 毛球的模样 他张开满是锋利獠牙的嘴 开始凌空啃食了起来 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嗯 苏晨消看了过去 瞳孔微微一缩 这是 只见眼前的空间 被撕咬出了一道细长的口子 那小家伙竟然开始 啃食起了苍食界的空间 甚至连空界之外的 虚空乱流都没有放过 小家伙的躯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 不一会便足足大了一圈 最后 好像是吃饱了 直接飞到苏晨消的手中 沉睡过去 苏晨消眼眸 闪过射人的光芒 心底惊讶无比 想不到 死魂兽竟然还能够啃食 这仓食界的空间 这可是记载上 从未有过的事情 作为系统 特地标注 能够与无上古今 混沌精同一品界的生灵 自然不是什么凡物 苏晨消隐隐觉得 自己这一次 恐怕是开到大奖了 古籍上记载 终究是知言骗语 或许自己回去之后 可以问问父亲母亲 有关更多死魂兽的事情 将死魂兽 重新收入系统空间当中 苏晨消此刻 心情格外的美好 那接下来 也是时候消费一波了 系统 打开商城 下一刻 琳琅满目的界面 赫然出现于苏晨消身前 上到地精神通 下到神兵利器 甚至连传说生灵 都能够购买 九龙神官 五史地精 太一剑 苍青天龙弹 玄黄石 系统商城 每日刷新 最高分类为红色环宇 其次便是金色地级 紫色圣级 根据级别不同 所需要支付的反派值 也是天差地别 苏晨消看了眼 自己现在的反派值 一万六千 这一点反派值 与系统商城之中神物相比 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粗略扫下来 基本上看上的都买不起 倒是在系统商城的最右侧 一个满是光球的蒋池界面 吸引了苏晨消的注意 诸天随机讲持 一千反派值 一次 所得物品随机 十连抽薄底紫色 红 零 1% 金 1 52% 紫 6 4% 蓝 13 2% 绿 43 6% 第十四章 太阿剑绝 金 单抽永远的神 这无比熟悉的界面 让苏晨消眼神一亮 抽卡 这我熟啊 而且和混沌精死魂兽一样的 最高品质 红色概率 竟然高达零 1% 简直是不要太良心 苏晨消 稍加厮索了一会 反正16000的反派值 也买不了什么 看着眼前朱天池子 决定先来个十连抽试试 十连抽 定 消耗反派值1万 开始十连抽 薄底紫色物品 眼前的蒋池之中 赫然漂浮出了 十枚白色的光团 那些光团一个个破开 从中运发出了 属于他们品质的光芒 苏晨消平主呼吸 紧盯着眼前一幕 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定 一眉眉的光球爆开 恭喜获得白色 六位的黄丸星号1 恭喜获得白色 萌汉耀星号1 恭喜获得蓝色 蛤蟆弓 都什么玩意 苏晨消脸色一黑 一口气连开了九个球 八白一蓝 不过 还是在心里安慰自己 没事没事 还有最后一个薄底的紫色 将最后 那一个光球给打开 定 恭喜获得紫色 仙子穿过的裙子 我干 当看到最后一件奖励之时 苏晨消眼睛都瞪直了 嗡 仙群赫然出现于自己手中 薄如青纱 重若缠意 这是一件至尊级仙群 但不知道 狗系统从哪里弄来的 上面竟然还有一股温热的感觉 苏晨消一脸黑线 将这仙群 重新收回储存空间之后 看向自己最后那六千反派值 苏晨消 没带犹豫的 直接选择单抽开始 说哈 是一种智慧 定 恭喜获得灰色 麻布带 恭喜获得蓝色 五情细 退钱 直到最后 还剩下一千反派值之时 苏晨消已经抹了 就当着电池子 抱着不抽完不收手的心态 最后打开了一个光球 消耗反派值一千 咔 这枚白蒙蒙的光球 逐渐碎脸 这一次 扭转乾坤 痞急太来 一道金色的神盲 从中迸逝而出 定 恭喜获得金色 太阿剑绝 帝 太阿剑绝 金 共有十三是 能凝炼剑果 剑可斩天裂地 功法无双 不是 出货了 苏晨消瞳孔一说 看着这璀璨无比 阴晕着金色神盲的光球心中 激动得无以复加 要知道 这太阿剑绝 在系统商城里面 可是价值反派值十万的功法神通 夜深 正在屋外闭目养身的苏锦衡 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感受着房间内 传来的混沌之气 以及一丝若有若无的剑意 他那深邃无比的眸子中 闪过一丝诧异之色 小弟这是在做什么 自刚刚起 屋内便总是传来不小的动静 也不知道小弟是在屋内做什么 现在看来 怕是正在修炼 不错 苏锦衡嘴角微微扬起 恰好此时 解决了清城众人的苏瑶黄 也随之归来 当见到屋外的一脸笑意的苏锦衡之后 苏瑶黄感到有些奇怪的问道 大哥 你这是在做什么 小弟呢 休息了 听到妹妹的声音 苏锦衡的笑容立马收敛 嗨嗨两声 重新换上了身为兄长那不苟言笑 威严的模样 小弟正在修炼 不要打扰到他 这怎么行啊 小弟才刚刚恢复不久 怎么呢 苏瑶黄有些急了 刚想开口便感受到了那一股股玄傲无比 变化莫测的混沌之气 他微微一正 随后满脸惊喜地说道 混沌气 这才多久 小弟便已经开始掌控仙天混沌神体了吗 苏锦衡微微汗手 沉声道 仙天混沌体在诸天已有百万年未曾出现 奇体恐怖 非常人能够想象 曾经父亲以通玄丹为小弟觉醒 却只有仙天神魔体出现 连同玄丹都无法令小弟的混沌神体觉醒 若非此番受劫 小弟恐还不知许久能够觉醒 倒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苏瑶黄有些不满道 这么说来 小弟受难 咱们还得谢谢那群家伙了 苏锦衡闻言冷笑一声 杀气腾腾地说道 哼 谢 无帝族苏家不灭此界 便已是最大的仁慈 一日一早 前往尖天格问罪的陈婉月与苏乌道归来 在得知自己那宝贝儿子 还在修炼当中之时 陈婉月不由更为的心酸想着下界平级之地 萧儿还能够修炼到这破碎境 其中苦头怕不知吃了多少 一旁苏瑶黄也是赞同母亲的话点头道 是啊娘亲 其他帝族世家族中弟子这般年纪 早已是悟到尽修为 小弟的天赋比我和大哥都更为出色 若是留族内恐怕早都封王尽了 两人话里有话 苏无道不免有些头疼 夫人对自己埋怨也就算了 自己这女儿也是一并附和尚了 哪能这么算啊 先不说封王之境 只需天赋道心与资源足够便能够到达 再者说我苏家退龙池是假的吗 姚儿 你和景儿都是这么过来的 怎么一到你弟弟 这就和你娘一样偏颇了 景儿 你来给为父平平礼 封王靖 在诸天之中依然算是一方强者 寻常散修 终其一生也难以抵达 但对于底蕴恐怖 深不可测的帝族苏家来说 并不算什么大事 苏无道想要自己好大 替自己说道几句 可就一向听话的苏景衡 也是缓缓开口道 父亲 我觉得二妹和母亲说的不错 以小弟的天赋 完全不需要下节历练 也自当横压一事 苏无道闻眼睛瞬间就瞪大了 不是 完呢 明明消而历练之前 大家伙都说好了 感情就我一个罪人呗 直勾勾地看着站在一条战线的三人 半嗓都说不出话来 最后只能够无奈地答道 好好好 是我的错 说到这 苏无道顿了顿 感受着此地的气息波动 眼眸浮现出一丝欣慰之色 只是 想不到萧儿竟能够觉醒 先天混沌神体 得先祖庇佑 我苏家此事 恐怕又将重新崛起 踏足于诸天之点 如日月更迭 星辰交替 诸天各族的兴衰没落 皆取决于当世妖孽 地族之所以长久不衰 便是因为那恐怖的凝聚力 与辉煌璀璨的历史 昔日暗纪元 苏家先祖苏玉胜 带领诸天摆地撕裂那 混乱诡异的时代 改天换日 重新回归秩序 地族苏家与诸天各族 也因此没落了好长一段时间 而自上一个纪元起 大地平出 地族又重新回归巅峰 成为诸天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就在苏无道思索之时 此地的混沌之气 也如冬潮水般逐渐消退 苏摇皇看了眼 紧闭着的房门 轻声说道 看来 小弟这是修炼结束 快要出来了 苏无道点点头 爽朗地大笑道 哈哈 夏儿这才刚觉醒不久 先天混沌神体乃是诸天最为强大的神体之一 这般神体 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够掌控的 等回了苏家 话还未说完 突然 屋内猛然激荡出一股极其惊人的力量 碰 第十五章 三变九玄天节 飞玉神雷 大门被击转开 这股狂猛的力量 犹如呼啸的巨浪 狂暴汹涌 澎湃至极 其中蕴藏着惊人的神魔与混沌之气发生什么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令苏瑶黄与苏锦衡二人皆是心里一惊 小儿 陈婉月看着那震动不已的房屋 以及屋内正在闭目修炼的苏晨潇 美眸一宁 像是感觉到了什么 满脸的难以置信 神体大成 这怎么会 小儿不是才刚刚觉醒的 先天混沌体吗 就连一旁的苏乌道 也是笑容僵硬在了脸上 虎去一阵 神体觉醒到大成 哪怕是在妖孽之人 也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 自己本来是打算 将小儿带回族中 让他慢慢摸索 却不曾想在短短一天的时间内消 便已经将神体大成了 小弟这就神体大成了 苏瑶黄同样惊讶无比 那岂不是说 苏瑶黄心里咯噔一声 抬头望向天空 本该晴空万里的天空 此刻乌云密布 雷云滚滚 手持神兵的太古神墨的虚影 会当绝顶 怒视苍穹 在其身前 一朵混沌清廉赫然漂浮 呼啸的狂风刮起 似是酝酿起了一股恐怖至极 毁天灭地的雷霆之怒即将坠落 不好 小弟的神体意象 这是体制节 但凡的天地眷顾 拥有神体并大成者 皆是要遭到体制节的洗礼 体制节恐怖至极 若是准备不慎 便会生死盗消 曾经自己 可是亲身体验过 玄凤神体体制节那种 令人窒息的恐怖感 而如今 小弟身怀 先天混沌神体与神魔体 比自己玄凤神体更为强大 这般仓促度节 只怕是成功率 渺茫至极 实不存一 苏无道也没料到 会发生这种事情 看着天空中 闪烁着的黑色雷霆 脸色有些不太好看到 该死的 三变九旋 黑玉天雷节 这是想要我家匠儿的性命吗 三变九旋 乃体制节之罪 若是在地族苏家 自己给萧儿准备充足的情况之下 自己自然是无所畏惧 可如今这里是下剑 萧儿现在身上 自己给的保命 只保才二十几个 怎么抗得下 这三变九旋之节 苏无道也谋闪烁 紧盯着上方那股雷节的力量 皱眉道 好在萧儿如今修为不高 想来这三变 九旋节应该也不会太过夸张 我们 等等 景航 你要做什么 只见另一旁 苏锦横手 持斥写神枪 酝酿出一股极其恐怖的力量 甚至连周围的空间 都开始寸寸破碎 他想直接替弟弟渡节 将其打碎 不可 苏无道见状 赶忙阻止 大声道 因节之人是萧儿 我等若是加入 只会让这雷节变得更为恐怖 苏锦横脸色冰冷 冷冷地开口道 那就让他变 我不会给他落下来的可能 大哥 苏摇晃此刻也知晓事情轻重 一把拉住了苏锦横 朝着他摇了摇头 面对亲人的阻拦 苏锦横沉默了一回 最终还是缓缓将赤血神枪收起 那股恐怖的力量也消散不见 而就在这时 屋内的忽然响起一道温润的声音 这雷节 交给我 我能对付 这声音 几人齐齐朝屋内看去 小店 仙儿 只见屋内正在修炼当中的苏晨销 不知何时苏醒 苏晨销浑身沐浴于黑白交织的 混沌神魔器当中 整个人气质格外地出尘 他昨日将抄来没用的那些东西 丢给系统回收 然后用所得到的反派职 将混沌精与太阿剑爵 修炼了一番 苏晨销面带笑容地缓缓走来 抬头看向天空中 那黑压压的雷云 眼中似有雷霆闪烁 早在将仙天混沌体 与神魔体融合的那一颗自己 便似有所感 直觉告诉自己 唯有度过了 这雷劫自己的神体方可圆满 苏晨销看向一脸担忧的母亲 开口道 娘 放心好了 这是我自己的体质节 自然给我对付 陈婉月微微一正 刚想说什么 苏乌道却在旁 突然大笑一声开口道 哈哈 好 夫人 萧儿天资超绝 能够迎来如此雷劫 正能够证明萧儿神体质强大 既然如此 萧儿 那你去吧 苏晨销点点头 静止来到大哥苏锦衡面前 大哥 见神兵一用 苏锦衡有些诧异地看了一眼小弟 恍惚间 苏晨销的面孔与记忆中 那目空一切 无法无天的小男孩重叠 他感觉小弟成长了 不再是昔日那个浑视小魔头 苏锦衡洒脱地将赤血神枪递了过去 然后拍了拍苏晨销的肩膀 认真开口道 去吧 你可是我苏锦衡的弟弟 区区雷劫 姐又怎可能拦得住你这条针笼 苏晨销能够感受到大哥那强而有力的手掌重重地点了点头 对了 还有件事 忽然 苏晨销像是想到了什么 将那离火神珠从系统空间中拿出 面带轻松 眼眸含笑地交给了苏瑶皇 姐 这是我在下界偶然所得 送给你的礼物 拿着 说完 苏晨销便一步而起 直直朝着上方那恐怖的雷云而去 看着那蕴藏着天地一伙的离火神珠 苏瑶皇愣神了好一会 半赏方才展颜一笑道 臭小子 见此一幕 苏吾道与陈婉月两人心底更是百感交集 苏吾道轻轻将陈婉月搂入怀中 望着天空中那俊逸无双 直面雷洁的少年背影 眼底深处闪过一丝浓浓的欣慰 满脸骄傲地开口道 看来在这下界几年 萧儿经历了很多 萧儿长大了 也懂事了 我们只管相信他就好 倾城天空上 风起云涌 雷暴声不绝于耳 轰隆隆 望着天空中那恐怖至极的三变 九旋雷结 苏陈骁手持赤血神枪 神魔之气与混沌之气 缭绕周身他脸色平静 眼中却浮现出一道兴奋的光芒 刚好试试 自己新修炼的太恶剑绝 虽然所使之物不是剑 但兄长的赤血神枪 也足够用了 黑玉神雷 湮灭躯体神魂 哪怕是沾染上一丝 都会令人肉体 满脸担忧 说不担心 那是不可能 只听一声清河间 混沌之气 犹如大浪淘沙一般倾泻而出 苏陈骁将手中赤血神枪高高挑起 谋若星河 直指苍穹道 来 打碎你 似是感受到了下方杜劫之人的挑衅 三变九旋之节 发出一道震天动地的暴鸣之声 哄 黑色的神雷 划破苍穹 犹如一头粗壮的巨龙贯穿而下 携带着无比的亥然的破坏力 欲要摧毁一切 轰隆隆 苏陈骁眼神凌厉 面对那足以摧毁一切的黑玉 神雷竟毫不避让 竟以手中赤血神枪直接横斩而去 太阿剑诀 落天室 第十六章 肚体之节 一步登天境 太阿剑诀 功伐无双 手中赤血神枪扫出一击惊人的光芒 竟生生将那粗壮无比 贯穿天地的黑玉神雷给一分为二 轰隆隆 恐怖的涟漪在空中荡漾而起 天空变成了黑色雷海汪洋 黑玉神雷被劈砍为无数道戏雷炸开 一时间 地动山摇 连青城周围那绵延的山脉 都被这余波打崩 参天古墓与各种建筑都化作积粪 如此恐怖的一击 饶势下方的苏瑶黄都不由眼皮一跳 难难道 小弟是何曾学会了这等恐怖神通 那细密的雷霆附着于枪尖之上 灵活的犹如黑蛇一般迅速朝着苏陈骁袭来 苏陈骁眉头一挑 手腕一震顿时将那无数戏雷给震碎 咧嘴笑道 只有这样吗 哄 空中的雷霆似在咆哮 爆发出一阵乍响又一次降落木雷 这一次 三道更为粗壮的可怕雷霆 犹如山岳一般坠落 那毁灭的气息迷 慢整个苍石界之中 无数生灵遥望那面世神雷 忍不住匍匐在地 瑟瑟发抖 三道雷霆气气轰来 犹如雷龙般缠绕交织于一起 变得更为粗壮磅礴 卷动着湮灭一切的气息 势不可挡 三遍九玄之节 共有三道变化 每一次都会强大数十倍 哪怕是下方苏乌道 都不由眼皮直跳 不禁为自己那宝贝儿子心中 捏了一把冷汗 而就在此时 仓石界空间被撕开了一道裂缝 准备前来亲自陪罪的 尖天阁与天玄宗一行人 前脚一踏足 便感受到了恐怖的天道之节 他们正正地看着那满天神雷 坠落的天云之地 顿时被吓了一跳 什么情况 眼中顿时迸发出浓浓的怒火 尖天阁的人 这群家伙 早不来晚不来 非要到这个时候过来 是想给自己宝贝儿子的体质节 再上强度吗 滚下来 他怒不可遏 直接大手一抓 汹涌恐怖的力量 化作一只金色的大手 直接将尖天阁与天玄宗之人 给活活握于手中重重地摔下 轰隆隆 你们是闲窝 这三遍九玄之节 还不够厉害吗 三遍九玄节 被摔了一地的尖天阁与天玄宗之人 一个个脸色 瞬间煞白 他们如何不知 这可是传说中 抹杀无数天骄的 最强体质节 误会 都是误会 闭嘴 一会再跟你们算掌 苏无道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 随后神情紧张无比地看向空中 正在渡劫的苏晨霄 雷劫进行到了高潮 黑色的神盲赤胜 宛若咆哮的巨龙 朝着苏晨霄吞没而来 苏晨霄手中 赤血神枪发出嗡名 枪意惊人 眼中灵力的光芒 一闪而逝 沉生道 区区体质节 也不过如此 混沌经运转 汹涌澎湃的混沌之力 与神魔之力 如同汪洋大海 一般清闲 各是寻常神体 面对着黑玉神雷 只怕是避孔不及 但身怀双神体的苏晨霄 此刻沐浴在这 狂暴毁灭的黑玉神雷之中 被蒙白的先天混沌之气包裹 一身神体 璀璨至极 贯穿了黑玉神雷 在那汪洋的雷海之中 绽放出无与伦比的光芒 这剑芒汹涌至极 奔腾咆哮 竟然一路横穿上 直直斩入雷云之中 连这苍石界的苍穹 都被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轰隆隆 天崩地裂 地动山摇 歼天阁阁与天玄宗众人 一个个瞪大着双眼 已经看呆住了 他们只觉视野 被那神芒所淹没 下一刻 那令人骇然的三变 九玄神节消散不见 天地寂静 如同星辰般的 满天雷光洒落 在那被撕开的雷云之下 唯有空中那宛若贵公子 一般风华绝代 不染成华的苏晨销手 持斥血神枪 一袭轻衣 傲然灵力于空中 神体无瑕无缺 道运流转 经历过黑玉神雷的洗礼 如今先天混沌神体 已然圆满 先天混沌体 将那滔天的雷霆转化 再加上之前 姐姐与父亲 所给予的各种抵端 这事 苏晨销只觉一股异样感 油然而生 一身破碎尽九重的修为 竟在此刻突破 悟道静一重 一身磅礴的真气 在此刻犹如登天 一般层层直上 不断冲击 悟道静二重 悟道静三重 一直到悟道静 九重都没有停下 悟道之上 虚念头通明 道心不染 但这在如今度节而归 身怀无尘道心的苏晨销 在这面前毫无瓶颈可言 而这 还不是极限 苏晨销眼中神盲闪烁 满是僻逆与傲然之色 轻和一声 破 刹那间 悟道静九重的修为 在此刻破镜 登天静 一重 一步登天 从破碎到登天 足足两大境界的横跨 放眼古今 哪怕是天资 再强大的妖孽 也无法做到 如此绝世一幕 令下方的母亲陈婉月 忍不住捂着嘴 热泪盈眶 销 身旁的苏瑶黄 也是搀扶着母亲 美眸中满是震撼之色 小弟不仅度过了雷劫 如今还是登天静了 一道痛快无比 豪迈至极的大笑声响彻 哈哈 好 好 好 不愧是无苏无道的儿子 小小体质神洁 不堪一击 苏无道刚刚激动的双拳紧握 老实说 他突破准地镜 都从未有过 如此紧张 碎三遍九玄神洁 破碎镜 一步登天 小二是我地族苏家万年 难处的绝世妖孽 同样也是我苏无道的儿子 这一刻 苏无道满脸 都是对于自己宝贝儿子 难以掩饰的骄傲与自豪之色 就连一旁陷入 久久震撼之中的 尖天革与天玄宗众人 也都猛然反应过来 趁着苏无道大好心情之时 赶忙从地上爬起 前来祝贺 恭喜地族苏家 恭喜地族苏家 又出一绝世妖孽 贵公子一步登天 放眼古今都前所未有 我等能够亲眼所见 当真是三生有幸 苏无道瞥了他们一眼 冷声道 关你们屁事 你们这群老东西 差点影响到了我儿的体质节 滚一边去 一会再跟你们算账 第十七章 交出九成宗门资源 相关人物 这两宗之人 皆是脸色一僵 堂堂尖天革与天玄宗圣 圣人静的老祖们 此刻 一个个犹如饭鸟式的小屁孩 一般端端正正地站在一旁 无一人再敢出声 空中刚刚破镜的苏晨霄 微微一笑 登天之静 便已然是下界之罪 一步来到父亲 与兄长的身旁 苏晨霄面色温润 将赤血神枪递了过去 大哥 还给你 老实说 兄长这赤血神枪着实不错 等以后 自己也要弄上一柄衬手的兵器 看着眼前这面观如玉 超凡脱俗的俊美少年 苏晨横笑了笑 开口道 小时候就喜欢把玩 如今你也算是长大了 做兄长的也没什么能给你的 这赤血神枪便送你了 苏晨霄文言脸色一变 敢忙道 大哥 这可使不得 这枪可是你的本命地兵 你也看到了 我刚刚所使用的弓法 比起枪来说 我倒是更喜欢剑 拿着 说吧 苏晨霄不由分说地 将这赤血神枪塞了过去 苏晨横接过赤血神枪 愣了愣 随后失笑一声 摇了摇头 与此同时 姐姐苏摇黄与父母 也一同上前 小爹 恭喜你突破登天境 众人满脸喜悦与欣慰 疼爱无比地看着家中 最小的柚子 苏晨霄 看向满是慈爱 眼睛有些泛红的陈婉月 开口道 母亲 陈婉月上前 轻轻地将苏晨霄抱住 抚摸着她的发丝 温柔地说道 小儿 恭喜你 这几年 你在下界受苦了 与家人温存了许久 苏无道方才笑着说道 好了 小儿 如今你在下界的试炼 也已经结束 也是时候 跟我们回地族苏家了 说到这 苏无道像想到了什么 看向罚战许久的 肩天阁 与天玄宗之人 脸色一瞬间 冷了下来 开口道 但是你们 跑来这里做什么 肩天阁 与天玄宗几位老祖此刻 连想哭的心情都有了 总算是想起我们了 这一大家子人 在此地温存 完全无视了自己等人 这可谓是让他们几个坐立难安 尴尬至极 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苏晨霄也一同看了过去 定 检测到有天命主角气息 天命主角相关人物出现 哦 天命主角 总算是来了 苏晨霄也谋一亮 略微有些玩味地 看向那几个老头 系统调出面板 姓名 介奥方 身份 坚天阁老祖 静见 圣人静一重 姓名 白羽 身份 天玄宗老祖 静见 至尊静一重 苏晨霄也谋 微微眯起 与天命主角有所交集的 竟然都是天玄宗之人 看来 对方应该就在天玄宗没错了 此刻 坚天阁与天玄宗之人 都在接受着苏无道的拷打 一旁的苏晨霄上前开口道 父亲 他们是 见苏晨霄出现 众人犹如看见了救星一般 立马上前道 苏公子 我等之前 不知您在我 兼天阁所管辖的下界历练 此次事情发生 我兼天阁难逃其则 特前来请罪 天玄宗一老祖 也是敢忙说道 苏公子 下界到统天祁道宗 虽是我天玄宗分支不假 但自三千年前 便与我天玄宗再无瓜葛 就算给我天玄宗一万的胆子 也不敢指使天祁道宗 对您出手啊 我等愿意付出补偿 还请帝族苏家恕罪 哼 身旁一道冷声声响起 苏巫道满是冷漠 与不屑地说道 你们以为 我帝族苏家 会看得善而等待一点资源 这 两宗之人 皆是面面相去 一时间都是 不知该说什么事好 苏巫道脸色淡漠 强势至极地开口道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经此一事 尖天阁与天玄宗 没有存在诸天的必要 天玄宗乃是想要 毒害仙的天气到宗背后靠山 而尖天阁在摇晃和锦衡 想要下界之时 也屡次三番地派人阻拦 虽然自己宝贝儿子没事 但并不代表 他的气已经消了 什么 众人文言心里咯噔一声 犹如晴天霹雳 天玄宗老祖 更是面色惨白 毫无血色 尖天阁 那可是诸天之中位列 终上的势力 反观他天玄宗 连九流都算不上 全宗上下 唯有自己这一个至尊敬老祖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连尖天阁这样的庞然大物 帝族苏家 也是说灭就灭 那自己天玄宗 岂不是完了 苏族长饶命 此事我等愿意人承担 我尖天阁毅力上界不易 从未想过得罪帝族苏家 对于苏无道的决策 就连一向温婉柔和的陈婉月 也没有多说什么 想他身为帝族 陈家帝女 也绝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辈 遥想曾经苏晨潇年幼之时 行事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 为所欲为 其中一半都是他灌出来的 见苏晨潇没有说话 还以为是自己儿子 有些于心不忍 陈婉月在庞青生说道 潇儿 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 不用多想 苏晨潇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娘 我不是在想这个 只是距离试炼结束 想来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若是就这么回去 想来父亲也是难做 陈婉月文言微微一愣 随后轻笑道 傻孩子 先不说你是神体圆满 登天井修为 你父亲是当今地族苏家族长 爷爷与外公又为大帝 谁若敢在你背后嚼舌 魏娘就把他们舌头都给割下来 苏晨潇愣了愣 正正地看着眼前这位温婉美丽 看上去不识人煎烟火 宛若仙子般的娘亲 伴上说不出话来 看不出来老妈也是个狠人 苏晨潇无奈地说道 娘 其实是孩儿 想去这周遭道遇 游玩一圈再回去 听出了自己宝贝儿子 不是在开玩笑 陈婉月盯着苏晨潇的眼眸 看了好一会 最后有些无奈宠溺地说道 哎 你这孩子 还跟小时候一样 玩心太重 好吧好吧 既然你是你决定的事情 魏娘也不好抢求你 他与苏无道商讨一番 本想让这个当爹的劝劝 谁知苏无道 听完后大笑道 哈哈 潇儿这孩子倒是有心了 毕竟距离历练结束 还有一段时间 既然潇儿想等到试炼结束 那也好 晚些我让青老过来 有他在潇儿 也出不了什么事 陈婉月思索了一会 点点头 青老乃是地族苏家 这一代死士统领 修为乃是准殿 曾经潇儿在妖皇界闹事之时 也正是青老在旁看护 从未有过闪失 苏无道想了想 还是觉得有些不妥 于是乎 看向跪在地上的尖天阁 与天玄宗几个老祖 不怒自危的陈生道 无给你们个赎罪的机会 交出宗门九城 资源底蕴 与一缕神魂给乌尔 乌尔 在下界的这段时日 二等就是乌尔奴仆 务必照顾周全 若是让我家宵 受到一点委屈 你们可是知道后果 第十八章 百万极品灵石 地兵 白地剑 此言一出 天玄宗与监天阁众人 无异不是眼神骤亮 虽然要上交九城的 宗门资源底蕴 但相比之下 能够保住宗门 才是天大的姓氏 两宗之人如蒙大赦 犹如小吉卓米 一般拼命地点头 毫不犹豫 将一缕神魂交出 苏无道 那冰冷的面容 这才算有所缓解 满意地点了点头 转身看向苏晨萧到萧 既然这是你自己的决定 那为父也不好干涉你 戴乌等回族之后 便会让青老前来 若有什么事情 也可以找青老帮忙 临别前 母亲格外不舍地说了许多 姐姐与兄长 也是郑重地说道 小弟 三个月后 我们会在地族苏家 等你回来 娘亲给你准备了 百装婚室 到那时 你也可好好挑一挑 好 不是 百装婚室 什么鬼 安了 放心吧 都是诸天大族之女 道士会举办个比武招亲 各个道统大族 都会带女前来参加 热闹得很 他们可是巴不得 把自己女儿送到咱们苏家来呢 娘亲说了 唯有样貌 与天父财情 最为杰出的那个 方才能够 当我地族苏家的儿媳妇 目送着青族的离开 苏晨萧脸色 古怪至极 给我比武 招亲个未婚妻 算了 也没有多想 苏晨萧转头 看向眼前一众 尖天阁与天玄宗老祖 目光停留在了一位面容苍老 身材勾搂的老者身上 微微一笑道 天玄宗之人留下 其他的 都可以走了 什么 几位尖天阁老祖 满脸不解之色 敢忙道 苏公子 不妥 您父亲苏组长 刚才亲自交代过 要我等看护 在您旁边 天玄宗老祖白宇 此刻一脸茫然 他不知为何苏公子 偏偏让自己等人留下 苏晨萧眼眸微眯 闪过一丝不悦的光芒 开口道 父亲让你们留下来 是听我的 别忘了之前 答应我苏家的事 尖天阁回宗 自取九成资源回来 天玄宗的 本公子亲自去取 这 尖天阁几位老祖犹豫片刻 而后子 能够相互对视一眼 点头道 明白了 苏公子 我们这就去 说吧 几位尖天阁老祖化 做一束束流光 迅速离开了此间 天玄宗几位 则是满脸的不解之色 白鱼有些 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苏公子 我天玄宗 其实也可以 苏晨萧 有些玩味地说道 那可不行 你们天玄宗不一样 本公子打算 亲自去你天玄宗一趟 白鱼老祖几人心里一阵 皆是不明白 苏公子话里深意 但也只能够 无奈地点了点头 明白了 苏公子 无尽虚空之中 一艘偌大的灵舟行驶 苏晨萧此刻 却宛若一位 出来游玩的世家公子 慵懒地躺在椅子上 看着周围 那一望无际 荒无寂寥的虚空 苏晨萧眼眸闪烁道 系统 调出面板 丁 主人 苏晨萧 称号 天命大反派 身份 帝族苏家族长之子 静剑 登天静一重 体质 先天混沌神体 先天神魔体 功法 混沌经 太阿剑绝 储存空间 死魂兽 不死欲 空同静 补天单星号武林 破镜单星号武林 反派之灵 狩猎天命主角 灵 有些甘别的储物空间 需要天命主角 作为养分丰富 除了父母 所给予的保命法宝以外 虽然看上去 有些寒酸 但苏晨萧 却并不在意 而是贤情自若地 将那破镜单拿出 这极其珍贵的圣品丹药 苏晨萧像 是吃糖丸一般 随手丢入口中咀嚼 哪怕是以自己的修为意识办 会无法消耗 这磅礴恐怖的能量 先天混沌神体 也会自行将其住存储藏 忽然 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苏晨萧眼眸 微微眯起 笑盈盈地开口道 来了 身旁几位天玄宗老祖文言 皆是一愣 苏公子 您是在喊我们吗 苏晨萧没有说话 而就在此时 正前方的空间 隐隐发生波动 一位披着黑袍 身材勾搂地看清 不容貌的老者 不知何时出现 老者一身气息内敛 犹如汪洋大海 一般深不可测 他的突然出现 令天玄宗几位 致尊敬老祖 脸色骤然大变 白羽老祖瞳孔 猛地一缩 立刻呼吁 苏晨萧身前大河道 保护苏公子 你是何人 他心里震撼得无以复加 要知道 在这周围道遇之内 最高也不过致尊敬 而他 竟然丝毫没有感觉到 眼前这位老者 究竟是何时出现的 老者缓缓走来 哄 在他周围 迸发出一股可怕的力量 犹如惊涛骇浪一般 将尖天阁几人震开 准地 这家伙 竟然是准地 这怎么可能 在白羽老祖等人 一脸惊恐的眼神之下 黑袍老者 竟然单膝跪在了 苏晨萧面前 黑袍老者声音沙哑 恭敬道 老奴清禾 见过公子 苏晨萧咧嘴一笑 白手道 好久不见 清老 起来吧 看向周围 一脸惊吓的天玄宗等人 苏晨萧淡淡道 清老 是我苏家的人 不由更为的惊骇 任谁都知道 眼前这位 定然是那位地族族长 所派来的护道者 一位准地境的护道者 地族苏家 底蕴荡真 是深不可测 清老缓缓起身 伸出那枯瘦苍老的右手 手心中 还有一枚储物戒指 公子 这是夫人吩咐 让老奴交给你的 哦 苏晨萧挑了挑眉 弹指一缕真气 将储物戒指接过 神念叹入 不看还好 一看 哪怕是连他都吓了一跳 偌大的储物戒指内部 摆放着堆积成山的 极品灵石 足足好几座 粗略估价下来 至少百万是有的 不仅如此 在这极品灵石山下 还有着一件件气息恐怖 形态各异的法宝 像是在其中 注意到了什么 苏晨萧瞳孔一宁 这是 地兵 只见在储物空间中央 一柄气息恐怖 璀璨光洁的地剑 赫然凌厉于其中 此剑锋利至极 曲线干净利落 剑刃之处 似有赤血 圆圆流淌 剑柄更是镶嵌着天地神物 庚金神珠这柄地剑 仅仅是屹立在此 从其剑身之上 所弥漫而出的威压 便令周围无数法宝 颤抖不止 十分畏惧 要知道 如今的诸天 早就不同往日 虽大地多 但自经历暗纪元过后 无数神兵力气 失去神华 实不存一 一剑地兵的价值 放在现在 简直是不言而喻 瓮 将这地剑 连带着剑翘掉出 苏陈霄轻轻地 抚摸着这件地兵 剑身冰冷至极 能够清晰无比地感受到 其中的灵力杀伐之气 此时 一道附着于地兵之上的神念 涌入脑海 陈婉月的声音 忽然响起 霄 除剑内有零十百万 法器数十 我关你所修神通 似蕴藏着强大的剑意 此物 是我让你外公 从地族陈家宝库之中取出 乃是由天剑神宗大帝 亲手锻造 名为白帝剑 第十九章 帝族贵公子 前往天玄宗 白帝剑 苏陈霄看着眼前这件地兵 久久失神 心中一股股暖流涌过 清禾此时 犹如一尊雕塑一般 站在一旁没有再说话 天玄宗之人 却感受到了 忽然出现的灵力更金之气 白羽老祖 仅仅是偷瞄一眼 便心惊肉跳 毛骨悚然 这是 帝剑 他感觉在此剑面前 自己至尊敬的肉身 似乎都不堪一击 念及此处 白羽老祖 赶忙闭上了双眼 识去的没有再多看 苏陈霄轻柔地 抚摸着剑身 有些爱不释手 头也不抬地缓缓说道 白羽老祖 见弟子提及自己 白羽老祖赶忙应声 苏公子 老小子 苏陈霄但笑着说道 我问你 天玄宗之内 可有一些特别之人 特别之人 白羽老祖 有些不解地询问道 公子 请恕老朽愚昧 不知公子口中 特别之人 究竟是 云界 天玄宗势力不大 所以坐落于诸天 较为偏僻的云界 话虽如此 但天玄宗山门 却格外地恢弘大气 人杰地灵 一座座宏伟的宫殿 处立于绵延不断 高耸的风鸾云端之上 参天古墓翠绿青葱 真情异寿随处可见 周围充斥着 十分充盈的海量灵气 此刻天玄宗宗门大殿外 宗主原封孝 带领着一众长老们 战战兢兢地再次等候 众人神色紧张至极 其中一位长老 忍不住开口说道 宗主 您说那位苏公子 应该也不是什么 不讲理之人吧 九成资源给就给了 可我等 就怕那位公子 依旧不愿放过 我太玄宗了 袁峰笑脸上 同样满是担忧 这几日所发生之事 令他一时间 像是老了几十岁一样 任谁也想不到 天玄宗 竟然会因一个 下界极其无名的道统 而受到无妄之灾 他摇了摇头 开口说道 这种事情 谁也说不准 老祖已经将那位 帝族公子接来 大长老 可有通知门下弟子 道其我等天玄宗定要 以最高礼仪 一同迎接这位公子 大长老在旁道 回宗主 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 门内弟子们 如今都在道场内等候 袁峰笑微微汗手 忽然间 像是想到了什么 眼中闪过一丝 冷意沉声道 查清楚了吗 我天玄宗 究竟是哪位长老 不知死活 与下界天祈道宗勾结 我已经说过几次了 我天玄宗修 要再与那些 下界道统千连上 不清不白的关系 原先本宗主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惹到这桃天大祸 若是不将 天祈道宗背后之人揪出 恐怕很难 向那位苏公子交代 诸天道统无数 那些较为弱小的道统 因为资源问题 道统内的长老们 多数都与下界有所联系 以上界道统 庇护的名义 每年从下界那些道统之中 得到诸多资源好处 久而久之 这都成为了一种常态 在天玄宗内 也是如此 若非是这件事 惹出的滔天大祸 可以说他堂堂天玄宗宗主 连下界天祈道统 这个名字都从未听说过 大长老点头道 回宗主 已经调查清楚了 说了下界天祈道统好处的 正是我天玄宗时期 常无常老 人群中 无灵目心里咯噔一声 赶忙跪地求饶道 宗主饶命 宗主饶命啊 这都是我门下弟子 叶宗的主意 他曾是天祈道统弟子 飞升上界拜入 老朽门下 都怪老朽一时 鬼迷心窍 这才听信了他的鬼话 叶宗 原封孝文言眉头紧锁 他自然是知晓辞子 身怀荒骨神体 一身傲骨 曾经差点将 天玄宗搅得个天翻地覆 不过 辞子天赋恐怖 乃是千年难遇的绝世妖孽 天玄宗未来的希望 所以对于叶宗 自己也是给予了很大的宽容 原封孝冷笑连连 好你个无灵目 为了贪图一点迎头小利 却差点给我天玄宗 惹上了灭顶之灾 若是苏公子怪罪下来 到时候 你自己自裁谢罪 万不可连累我天玄宗 知道吗 无灵目浑身一震 颤抖的向后退了几步 最后点点头 沙哑道 是 就在原封孝心中 暗暗思索 究竟要如何让那位苏公子 息怒之时 远处一艘巨大的灵舟 行使而来 当看清楚 灵舟上方之人 赫然是天玄宗 百与老祖之时 原封孝心里一惊 赶忙率领一众天 玄宗长老上前迎接到 天玄宗宗主原封孝 率领门下十八位长老 百位执事 恭迎苏臣萧公子 大驾光临 原封孝带头跪下 以头着地 模样无比地恭敬前程 身后百人 也是齐齐跪下 从高处看去 颇有一副 负经请罪的样子 隆隆 巨大的灵舟落下 一道温润如玉 令人如沐春风般的 轻笑声响起 这里便是天玄宗吗 不错 只是诸位跪在这里 这是何意 听到这年轻的声音 一直低着头的原封孝 心里一惊 赶忙大声解释道 我等见过苏公子 下界天祈道统 不慎惹怒公子 罪该万死 而我天玄宗 与下界天祈道统时 则毫无瓜葛 只因门中 一位长老不知死活 私自收了他们的好处 这才造成这场天大的误会 还请苏公子 放我天玄宗一条声路 苏晨潇脸色平静 眸光扫过在场这一众人 发现他们的面板上 或多或少 都写着天命 主角相关人物 这么看来 自己是来对了 那天命主角 正是在这天玄宗之内 苏晨潇淡笑一声 开口道 行了 都起来吧 若本公子 真想追究 你天玄宗 也活不到现在 身旁轻老右手一抬 一股无形的力量 顿时将在场数百人 给强行托付而起 这气息 像是感受到了什么 袁峰笑瞳孔 猛的一缩 浑身站立的起身 他缓缓地将头抬起 看向那位传说 中帝族苏家的公子 身姿挺拔高贵 一袭白衣不染尘埃 面观如玉 眉宇英气十足 气质温文尔雅 犹如静谜的松竹 在其身上 还有着那羽生 聚来上位者的气息 哪怕是见过 无数天骄的他 再见到眼前 这位面容俊逸 宛若折仙般的少年后 也不由连连惊叹 好一个风度翩翩的贵公子 后方的一众长老们 同样感到惊艳无比 像是天生的领袖 他们很少在一个人身上 感受到这两种毫不相干 却又丝毫不违和的感觉 这便是帝族苏家的公子吗 当真是超凡绝尘 与众不同 第二十章 天命主角夜宵 荒谷神体 到底是一宗之主 袁峰笑 在惊讶片刻之后 很快便反应过来 赶忙举双手 将一枚储物戒指送上 恭敬无比道 天玄宗宗主袁峰笑 见过苏公子 这里面便是我天玄宗九成 宗门资源 还请公子笑纳 苏臣笑 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这家伙 倒也是懂事 不动声色地 将储物戒指给接过 粗略一扫 约莫千万种品灵石 以及陈列好了的 各种灵丹妙药与法宝 宝法 换算下来 也不过数十万的 几品灵石而已 不过想来也是 天玄宗最高至尊敬 在诸天 毕竟是不入流的道统 能够有这么多资源 已经是属世不易 苏臣笑 也没有在意 微微汗手 见这位苏公子 将储物戒指收下 原封笑 这才松了口气 赶忙道 还请公子跟我们来 我也让门下一众弟子 在道场内等候公子 大驾光临 也好 这样一来自己 很快便能够找到 那天命主角 苏臣笑 但笑着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便走吧 此刻天玄宗偌大的道场内 人潮汹涌 天玄宗全宗上下 三千多名弟子 皆是汇聚于此 只见不远宗门大殿处 在宗主 与一众宗门长老之下 苏臣笑 犹如众星捧月 一般走来 无数双目光 齐齐望了过去 是宗主长老他们 那个是 白与老祖 连白与老祖都来了 等等 那个少年 莫非就是传说 中帝族之人 真的是个贵公子 好帅啊 天玄宗不少女修士 再见到苏臣笑 那俊美无双的面孔之后 心里荡漾起 一阵阵的涟漪 犹如浩日 与萤火之差 就连其他男弟子也是 感到一阵 浓浓的自卑感袭来 这时 一道不满的声音响起 只见一位穿着宗服 眉清目秀的青年 双手抱胸 冷哼道 哼 不就是生的一副好皮囊 出生好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此言一出 周围顿时投来 树道不善的墓 一眼看去 都是一些女弟子 哼 夜宵 我看你是疯了吧 一位阴沟鼻 样貌阴洁的青年 嘲弄道 那位可是无上地族之人 人家家族手指头 都不用动一句话 就能把我天玄宗给灭了 你还敢在背后说 那位地族公子坏话 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杨洁恍然一笑道 哦 对了 我想起来了 你不过来 自下接一伞修而已 在那位公子面前 恐怕是自残行贿 自卑得很吧 自打夜宵 加入天玄宗自己 便与他不对付 这家伙 不仅抢了自己的 视作镜操的小师妹不说 更可恶的是 还夺了自己 那门第一人的名头 像是被说到了痛楚 夜宵眼神 闪过一丝痛恨 寒声道 杨洁 你若是再说一句 便生死台上相见 杨洁脸色 也是骤然冰冷了下来 没有再说话 夜宵见状冷笑一声 就算是上界 天骄又如何 在我夜宵面前 还不是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只是 夜宵望 向对面一众长老之中 寻找半天 也没有见到 自己师父的身影 不由有些面露疑惑 心中暗暗想到 我师父呢 而另一边 在天玄宗宗主 袁峰孝的带领之下 苏晨潇很快来到了 道场上方的 一处阁楼之内 公子 请 袁峰孝恭恭敬敬地 将守座之位让出 自己站在一旁端水倒茶 连老祖与宗主都没有坐下 在场的一众长老们 就更不敢落座 一个个只能够站在一旁 一句话也不敢说 直到苏晨潇笑着白手 一边查看着 下方弟子的面板 一边语气温和地说道 袁宗主不必如此客气 坐吧 还有诸位也是一样 袁峰孝顿感受宠若惊 连连拱手 他心情犹如坐过山车一般 在苏晨潇来时 他便打探到了 关于苏晨潇幼年时期的辉煌战绩 本以为天玄宗怕是完了 可当亲眼所见之后 眼前的这位贵公子 似乎并没有传闻中 那般蛮横无礼 反倒是格外温润雅致 休养谈吐 更是极佳 这不禁让他 长舒了一口气 感到庆幸无比的同时 对这位帝族公子心中的尊敬 与好感大增 恭敬到苏公子 我宗弟子已尽数在此地 大长老 还不让他们拜见苏公子 身旁一长老点头表示明白 他面朝着下方一众天 玄宗弟子大声开口道 今日 帝族苏家公子 亲自光临吴天玄宗 令我天玄宗蓬毙生辉 三生有幸 我天玄宗弟子 还不跪拜 见过苏公子 此刻 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在后方首座苏晨霄的身上 或是敬畏 或是仰慕 这般大人物 可是连老祖都要毕恭毕敬 站在一旁的存在 如此显赫的背景 与俊美不凡的英姿 若说是不敬畏 那是不可能的 在听到大长老发话之后 天玄宗弟子一个个的跪倒在地 神色敬畏仰慕的 看着上方首座之人 齐齐高呼道 五等天玄宗弟子 见过苏公子 五等天玄宗弟子 见过苏公子 声震如雷 犹如排山倒海 一般齐齐 响彻这片道场 可就是在这庄严肃穆的之时 在这上千名弟子之中 赫然有一人格格不入 犹如鹤立姬群 一般几倍挺直 傲然凌厉 于一众跪下的弟子之中 这一幕 自然是被在场一众 长老收入眼底 大长老眼皮一跳 对于这个颇有个性的弟子 并不陌生 此人正是时期长老 门下清传弟子 天玄宗内门天交第一人 夜宵 可眼下这是什么时候 自己背后坐着的 乃是诸天巨拨 底蕴深不可测的 地族苏家公子 其富贵为地族族长 兄姐乃不是妖孽 背后所站着的 更是地族苏家 与地族陈家 几位大帝 这他妈 是你彰显个性的时候 大长老心里 一阵操弹 怒喝道 夜宵 你做什么 给我跪下 这声音 自然是惊动了后方苏晨霄 与正在端茶 倒水的宗主原风笑 苏晨霄抬眼 看了过去 当注意到那一世 独立眼神 坚毅的青年之时 眼眸微微一亮 姓名 夜宵 称号 逆天五帝 天命主角 身份 天玄宗长老清传 内门大师兄 年龄 二十七 性格 超雄 孤傲 冷酷 不屈 静剑 登天静一重 体质 荒骨神体 小成 功法 天玄爵 满血练体术 归义功 法宝 太山印 锁天王 天命值 十万 第二十一章 傲骨不贵 那就打碎他的骨头 荒骨神体 一百连抽 这巨额的天命值 让苏晨霄不禁蠢蠢欲动 荒骨神体 乃是诸天排名前十的 强大的体质 大成便可比肩太古大凶 破碎虚空 圆满更是血气如海 能够硬抗太古真龙真黄 号称人间大炮 神体无双 想不到 第一个天命主角 便带着一百连抽 和恐怖的体质 自己可真是捡到宝了 眼中笑意浓郁不减 苏晨霄把玩转动着手中茶杯 饶有兴趣地看向下方夜霄 性格孤傲不屈 这么看来倒是 各个性十足的天命主角啊 夜霄这般莽撞的举动 令白羽老祖与宗主袁峰笑 两人如坠冰窖 心脏狂跳 袁峰笑 只觉头皮发麻 立刻上前抱喝道 混账东西 夜霄 究竟是谁给你的胆子 让你赶在帝族公子面前不敬 就连夜霄身旁 一位妙龄少女也是拉了拉她的衣袖 闪开口劝阻道 夜哥哥 快点跪下 那位大人 你得罪不起的 夜霄无动于衷 他眸光神采异议 目光毫无不畏惧地 看向宗主袁峰笑 一字一句铿锵有力 满是风采地说道 宗主 还请恕罪 蓝儿膝下有黄金 我夜霄堂堂七尺男 除了父母师父 绝不轻易下跪 我被修饰 寄予天真 与人真 靠的从来都只是自己 而不是背景 正在喝茶的苏臣萧文言 差点没绷住 不愧是个逆天武帝 好个大男子主意 夜霄本以为 这般慷慨激昂之语 会得到不少师兄弟的回应 殊不知 跪倒在地地上的所有人 此刻表情都变得精彩至极 难以置信 不少同门之人脸色煞变 立刻劝阻道 夜师兄 别闹了 快跪下 你是想要害死我们吗 地族苏家这庞然大物 他们也只能够从古籍之中 了解到冰山一角 可从下界飞升而来的夜师兄 平日里在宗门高傲也就算了 根本就不能明白 地族苏家的可怕 原封孝文言气得浑身都冷 他根本不敢回头看苏臣萧一眼 此刻想死的心都有了 想自己和一众长老卑躬屈膝 连老祖都跪下了 为的是什么 为的便是保住天玄宗 这来之不义的基业 可这家伙倒好 仗着自己是宗门天骄 不仅反讽了自己等人 甚至是到如今还傲气无比 夜霄 你给我住嘴 作为夜霄的师尊无灵目也是忍无可忍 自己好不容易得到苏公子宽恕 这逆途竟然又整上这么一出 逆途 你可知苏公子是何等人物 为师命令 你现在给我跪下 哄 封王静那恐怖的威压呼啸而出 锁定着人群中鹤立鸡群的夜霄 师尊 夜霄只觉犹如山月般的压力猛地坠下 整个人身躯一阵 不受控制单膝双手跪在地上 他浑身弥漫起一道淡淡的金色光芒 荒谷神体强悍的肉身强行抵御着 这威压不让双膝下跪 夜霄强咬着牙 大汗淋漓地呵斥道 若是师尊要我跪下 那我夜霄自然是莫敢不从 但不过养着一个好的出身便要以示压人 着实令人不耻 混账东西 还不住口 这家伙头是真的铁 脑袋被驴踢了是吧 在场天玄宗长老恨不得撕烂他的嘴 可就在这时 后方苏晨霄却淡笑着开口道 你叫夜霄是吧 荒谷神体一身傲骨不屈于人 本公子欣赏你 袁风啸等人心里一惊 赶忙回头看去 苏公子 苏晨霄没有理会他们 甚至都没有抬头看一眼 不紧不慢地摇晃着茶杯 语气格外平淡从容地开口道 既然不想跪 那就别跪了 清老让他趴着 什么 此言一出 在场天玄宗长老皆是瞳孔一缩 身旁犹如雕塑般的清老恭敬开口 是 公子 准地镜的威压 紧紧释放出一丝便犹如山崩海啸 摧枯拉朽的淹没一切 这令人惊骇的神威 哪怕是在场修为最高的 白鱼老祖都心惊胆战 下方弟子们更是匍匐在地 连抬头注视的勇气都没有 夜霄呼吸一致 极强的死意与窒息感涌现 哪怕他拥有荒谷神体 肉身无双 在这准地镜的力量面前 也依旧弱小的跟蚂蚁没有什么区别 哄 刹那间 地面坍塌 夜霄双腿被粗暴蛮横的力量 顷刻之间粉碎成鸡粉 啊 一道凄厉至极的惨叫声响彻 夜霄整个人犹如一滩烂泥 一般倒在地上 下体满是血污 面容痛苦至极 满头大汗 定 天命主角夜霄三支禁费 天命只损失一万 恭喜主人获得反派之一万 一上来就是十连抽 爽 苏晨霄没有想到 这第一个天命主角竟这么好对付 都不用自己去找 主动出现在自己视野之中 倒是省了自己的一番功夫 苏晨霄脸上依旧挂着那温润的笑容 看向下方宛若死狗般 踏在地上的夜霄 喝了口茶水 淡淡地说道 一小小弟子便能够如此藐视我苏家 看来 还是我帝族苏家威名不够啊 你说是吧 原宗主 原封笑与长老吴灵木脸色骤然一变 刷的一下跪在地上 浑身颤抖道 苏公子 我天玄宗绝无这种想法呀 吴灵木面如死灰 同样是叩首求饶道 苏公子 夜霄乃是不久前 刚从下界飞升的土著 无知无畏 以他的眼界 根本不知地族苏家 究竟是何等庞然大物 还请苏公子念 在他年幼无知 饶过夜霄一条性命 苏晨霄故作 恍然地点点头道 下界 原来是这样啊 既然如此 那本公子便让他清楚地认识一下好了 吴长老 你过来 吴灵木浑身一震 心中赫然涌出一股不好的预感 他看了看身旁 跪在地上的宗主 又看了看老祖白雨 颤颤巍巍地走了过去 苏晨霄面 带和煦的笑容 盯着他轻声道 夜霄的师尊 天祈道宗 背后那位风亡静大能 哄 此言一出 吴灵木犹如雷击一般 僵硬在原地 不可思议地看向一旁 跪在地上的宗主原风笑 这位公子 全都知道了 相比起他 原风笑此刻更是浑身抖冷 如坠冰窖 他本念在夜霄背后之人的面子上 打算放吴灵木一马 殊不知 在系统面板之前 任何人都毫无秘密可言 问 一道白色的光芒 闪烁白地剑 赫然出现于手中 苏晨霄低着头 看不清楚息怒 只是轻轻地 抚摸着白地剑的剑身 低着头轻声喃喃道 想来本公子 还是对儿等太仁慈了 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吴灵木不断地在身前叩手 哀求道 公子饶命 公子饶命啊 不过眼前浑身颤抖不止 瞳孔狂颤的吴灵木 苏晨霄将白地剑握起 剑尖抵在了他脖梗之处 露出一道温和的笑容道 既然你弟子刚从下界而来 不懂这诛天之事 那本公子便大发慈悲 好好地给他交上一课 不知原宗主 以为如何 PS 新书求追 独求催更 压压败谢 若有读点哪里不足的压压力马改 第二十二章 虚伪的天命主角 谢公子刺死 原封笑跪在地上冷汗直流 低着头大声道 他现在只觉眼前这位温润如玉的公子 忽然间变得可怕至极 令人看不透城府 所有事情似乎都根本瞒不过他 苏晨削嘴角扬起 微微一笑 转头看向下方 瘫软在地 眼神射人的叶霄道 叶霄 你说本公子已施压人 那么今天本公子便让你好好看看 到底何为已施压人 说话间 白地剑刺入吴灵木伯中分好 在这封励志级的帝兵面前 哪怕是他封王晋的肉身 也显得轻薄如指 一丝鲜血流淌了下来 吴灵木低着头 死死地瞪着脖梗间的地剑 他不敢退避一下 他知道 若是稍敢抗拒 不仅仅是自己 就连天玄宗不将面临灭顶之灾 所以 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这地剑刺入 却不敢动弹分好 下方上千名弟子 此刻更是无一人敢抬头 师尊 叶霄双目赤红 面色猙獰的看着远处的苏晨消大吼道 有什么事冲我来 放开我师尊 他想要冲上去 但浑身骨头都碎了 只能够像跳死狗一般趴在地上 想他夜宵 曾经乃下界天气道 统万年难处妖念 自初到起 便身怀黄骨身体 无往不利 碾压同灵之人 哪怕是飞升来到这上界 加入天玄宗之中 也是那耀眼至极 是所有人无法忽视的好人 对于那些超级道统与势力 他不屑至极 从来都认为 凭借自己的天赋与傲骨 能够一路横推 成就大地 万众瞩目 可苏晨潇的出现 却无情地击碎了 自己这场美梦 他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对方 将那柄地尖一点点 刺入师父的脖子 而天玄宗的长老 宗主 乃至老祖都跪在一旁瑟瑟发抖 不敢有丝毫地反抗 这就是诸天帝族骂 强如至尊敬老祖 都像条狗一样 毕恭毕敬 夜宵怒吼道 我夜宵一人 做事一人当 你若敢动我师尊 来日我夜宵 必然以血相报 此言一出 正在苏晨潇身旁 闭目养神的清牢 猛地睁开了双眼 老爷 以为身上有圣人神念 便敢威胁我帝族公子 哄 犹如面对一尊 屹立于尸山血海之中的魔神 仅仅是一个眼神 便让夜宵五脏六腑 齐齐尽碎 他口中吐出一大口 夹杂着碎块的精血 脸色显得痛苦至极 如此之重的伤势之下 哪怕是荒谷神体 也无法令其恢复 定 天命主角夜宵身受重伤 天命值损失五千 恭喜主人 获得天命值五千 圣人神念 苏晨潇挑了挑眉头 看来这个天命主角背景 却是不一般啊 不过也无所谓了 苏晨潇看着眼前 一动也不敢动的吴灵目 轻笑道 你拿好坨犯下过错 是自己来 还是本公子帮你 吴灵目浑身抖冷 自然听明白了 苏晨潇话里的意思 呼吸愈发的急促 清老冷冷道 还不谢过我家公子 吴灵目强行地 挤出一丝笑容 声音沙哑道 公子贵为万金之躯 哪能被封王尽先血脏了手 老朽修炼千载 如今能够死在地剑之下 也算是不枉此生 只求公子放过太玄宗 老朽便再次谢苏公子赐死 远处夜宵见此一幕 双目泣血 大喝道 不 不 师尊不要 吴灵目那苍老的眼神 忽然变得格外坚决 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一般 直直地朝着地剑撞去 扑吃 白地剑轻松至极地贯穿了他的喉咙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凝结了体内的气血 不敢让鲜血喷洒出风 豪剑射在这位贵公子的万金之躯上 苏臣萧迷着眼露出一道满意的微笑 就在即将粉碎他神魂之际 将死魂兽从中拿出 死魂兽 直接冲入吴灵目的石海内 化作一头恐怖猙獰的无脸怪物 大口大口地将其神魂啃食殆尽 连渣都没有剩下 碰 吴灵目的尸体 就这么软啪啪地倒在地上 丁 天命主角夜霄师尊身孕 天命值损失五百 恭喜主人获得反派值五百 当听到耳旁系统所想起的反派值之时 苏臣萧眉头微微一挑 有些诧异地喃喃道 五百 这收获的反派值 简直是少得可怜 系统 这是怎么回事 苏臣萧问 丁 回主人 对天命主角越为重要之人 所占据的天命值越多 夜霄 隐藏性格 自卑 极度在意声望 与他人目光 懂了 也就是说 夜霄对于自己师尊 其实并没有那么看重 之所以这般愤怒 与其说是因为自己杀了他师尊 倒不如说 是让他在同门面前接连受辱 损失了颜面 苏臣萧眉卓眼 嘴角擒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指尖轻轻敲打着桌面 颇为有些玩味地 看向远处 满脸憎恶仇恨 朝着自己口出狂言的夜霄 明白了吗 本公子想要杀他 他也只能跪在这磕头谢恩 夜霄怒不可遏道 混蛋 堂堂地族便是如此作为的吗 我夜霄若是能度过此次劫难 必要为师尊报仇 苏臣萧俯首轻笑道 明明心中毫无波澜 却因为自己是无灵目清传弟子 天玄宗大师兄 在这时候 还偏偏要装作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 外强中干 将名誉看得比性命还重 这便是所谓的傲骨吗 有趣 可当真是太有趣了 嗡 一抹白光浮现 苏臣萧手中赫然出现了一枚 蕴藏着浓郁生机的青色丹药 屈指一弹 静止朝着夜宵飞去 此物 正是娘亲 给予自己处物节中的青帝丹 这是何物 从未见过这种神丹的天玄宗长老们 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青帝丹那浓郁磅礴的生机 哪怕仅仅是感受到这一缕蓬勃的气息 便让在场不少长老 犹如枯木回春 一般满脸惊讶与震撼之色 好浓郁的生机 这绝对是疗伤圣丹 不 我感觉 若是能够服用此物 少说也能够增加数百年寿元 苏公子 这是要做什么 就在众人满脸疑惑不解之际 这没珍贵无比的青帝丹 就这么生生 没入夜宵的口中 嗨嗨 夜宵身躯一阵 随后瞪大着双眼 仇视无比地看向苏晨霄 低吼道 你 你给我吃了什么 第23章 既然不敢 那就给本公子跪下 还不等他反应 下一刻 浓郁至极的生机 从夜宵体内 狂涌而出 在这青帝丹的功效与作用之下 夜宵那被粉碎的腿骨与血肉开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密密麻麻小肉牙 从他双腿之处长 出胶肢 甚至连他周围的地面 也迅速生长出翠绿的植物 苏公子 这是要做什么 如此珍贵的疗伤丹药 为何要给那家伙服用 一众天玄宗之人 满脸不解之色 夜宵瞳瞳动 感受着自己重伤的身躯 在迅速恢复 一股鼓暖流勇 他不由的心里一惊 死死地看向对面的苏晨霄 声音沙哑地质问道 你这是想要羞辱我夜宵吗 苏晨霄坐在手座之上 居高临下地俯瞰着下方的夜宵 文言摇了摇头 不紧不慢地说道 夜宵 你刚刚不是说 要为你失踪报仇吗 现在本公子就坐在这里 给你个机会报仇 只是 说到这 苏晨霄笑营 营将手摊开 眼神中满是戏血与嘲弄 你有这个胆子动手吗 夜宵浑身一震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对方仅仅凭借着一枚担药 便将身负重伤的自己 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而当听到对方之言 更是没有想到 这位地族苏家公子 竟然敢如此自负 完全不将自己给放在眼里 你说什么 夜宵咬着牙 谋浴喷火地说道 你莫不是真以为我夜宵不敢吗 天玄宗 有长老坐不住了 怒喝道 夜宵 你可要想清楚了 眼前这位乃是地族族长之子 连你失踪无灵目都自裁了 你今日若是赶伤苏公子一根毫毛 那么不仅是你 就连对我们整个天玄宗 都是灭顶之灾 就连身旁的跪在地上 根本不敢抬头的小师妹 也是开口道 夜宵 不要 此刻 众弟子中方 劫怒赤道 夜宵 仅仅为了 你自己那可笑的自尊 便要得罪那位大人 无偿老代你不薄 你师父 都被你害死了 你个煞星 难道还想 害死我们这里所有人吗 我不想死 那位大人 你根本得罪不起 夜宵 求求你清醒一点 夜宵瞳孔不断闪烁 死死咬着牙关 口中一缕鲜血流下 自从觉醒慌骨身体以来 他便一身傲骨无双 从下界之中一路横推 高歌猛进 哪怕是在苏晨霄身旁的那位实力 恐怖至极的护道者面前 他都不曾屈服 可今日再见 到长老们那愤怒仇视 同门师兄弟中 失望埋怨的目光后 却让他那肩不可摧的道心 第一次有了些许动摇 你们 你们 扑 一口精血喷出 夜宵脸色苍白至极 向后退了几步 定 天命主角遭到宗门同门仇视 气焰受到打击 天命值损失一千 恭喜主人获得反派值一千 苏晨霄细血一笑 果然 相比起杀了他师尊 这好面的主角更为在意的 还是别人看待他的眼光 既然如此 那就好办了 苏晨霄起身 拥懒伸了个懒腰 随后一跃而起 一步来到夜宵身前 周围弟子见状 皆是纷纷避让而来 直到近距离的接触 夜宵方才能够感受到对方身上 那种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 俊朗如玉 优越的五官 一举一动 都带着一股独属于上位者的气息 天塌不惊 从容不迫 这样耀眼的存在 令在场所有人黯然失色 哪怕是一向自负的他 心中也涌出一股 从未出现的情绪 极度 夜宵死死盯着眼前 满脸温润笑意 气质飘逸若先的地族公子 眼神不善地低声道 你 真敢来 为何不敢 苏臣骁怂怂肩 仿若像是与一位 许久不见的老朋友 对话一般 但笑道 本公子言出必行 现在本公子 就站在你面前 夜宵 你可以动手了 苏臣骁一脸的平淡从容 这家伙 就好像料定了 自己不敢动手 夜宵双拳紧握 浑身颤抖 喘着沉重的粗气道 你不要逼我 后方的一众天玄宗 长老们们早就被吓得魂飞泼散 宗主袁峰笑呼吸一致 脸上毫无血色的大声道 夜宵 冷静 冷静啊 这要是一旦动手 那他天玄宗所有人 那可真就是万劫不复了 似是看出夜宵的犹豫 苏臣骁淡淡道 本公子的耐心可是有限的 再不动手 就别怪本公子 不给你这个机会了 忽然 像是想到了什么 苏臣骁咧嘴一笑 走到夜宵身前 毫不避讳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在其耳旁轻声道 还是说 一身傲骨的你怕了 夜宵强忍着心中的怒意 在听到这句话后 胸腔起伏极大 立刻抬起右手 酝酿起一股恐怖的力量 这般距离 若是自己动手 怕是连对方护道者 也根本来不及反应 哦 苏臣骁眼眸微眯 笑道 总算是憋不住了吗 此刻的夜宵内心 却在进行着天人之战 他高举着拳头 场面的气氛仿若 凝固了一般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没一人敢说道 夜宵 冷静啊 我不想死 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 理智站上了情绪 夜宵紧握着的双拳逐渐松开 右手也像是失去了力气 缓缓放了下来 他闭上眼 努力平复着现在的心情 一句话也没有再说 见此一幕 魂都差点被下飞的宗主袁风笑 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整个人无力地 瘫软在座位上 啊 其他长老也是如释重负 就在刚刚 整个天玄宗 都仿佛在鬼门关走了一趟 苏臣萧眼中闪过一丝 轻蔑与不屑之色 笑容收敛 这一刻 他犹如一位至高无上的上位者 高高在上 没有一丝感情地说道 既然不敢 那就给本公子跪下 夜宵猛地睁开了双眼 四目相对 看到苏臣萧眼中那浓浓的 不屑蔑视之后 滔天的怒火又一次席卷而来 你 夜宵牙齿都快被咬碎 浑身气血逆流而上 他身躯在疯狂地颤抖 但是到如今 也只能够脸色屈辱无比地缓缓下跪 扑通 刚一跪下 夜宵的脸色骤然变得苍白无比 口中吐出一大口鲜血 一身气息韵乱 竟接在此刻 竟有隐隐要跌落的架势 道心动摇 定 天命主角夜宵道心动摇 天命值损失五千 恭喜主人获得反派值五千 这样 行了吧 夜宵几乎是从牙齿里挤出的这几个字 苏臣萧高高在上 冷笑一声 若是出手 兴许本公子还能高看你一眼 既不畏强权 何必下跪 到底是真不怕 还是假不怕 孬种 第24章 隐藏背景 天命女主名夙冤 对方那弥足恐怖的背景 终究是让她屈服了 夜宵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但苏臣萧这番犀利之言 无异于是一把利刃 无情撕碎了 隐藏在夜宵心底深处的自卑 让他到心出现了一道裂痕 咔 定 天命主角夜宵陷入自我怀疑 道心出现裂痕 天命只损失五千 恭喜主人获得反派之五千 这时 远处的清老似乎察觉了什么 神念传音道 公子 此界有外人来了 两人 一位登天静 一位圣人静 死子身上的圣人神念 便是对方所留 哦 来的速度倒是挺快的 苏臣萧眉头一挑 看向跪在地上的夜宵 有些玩味地开口道 夜宵 有件事恐怕你还不知道吧 自认为 全是凭借努力成就今天的你 其实所依靠的 也不过是你口中不屑一顾的背景而已 夜宵文言一愣 抬起头满是不解地看向苏臣萧 你什么意思 突然 云界之中一股恐怖的圣人 威压涌动而来 圣经的气息 有圣人降临我云界之中 宗主 这是怎么一回事 当察觉到这股气息之时 天玄宗宗主 原封孝 瞳孔一宁 像是想到了什么 悠悠道 是那位前辈来了 夜宵背后之人 什么 夜宵背后 站着一位圣人 在厂长老门文言 皆是一脸不可置信 原封孝点点头 眸光有些凝重的 昔日 夜宵刚刚加入我天玄宗不久之时 便有一位圣经大能前来 那位前辈 知晓夜宵性格冲动 赠我丹药破镜 并让我多多关照 我之所以这般 袒护照顾此子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夜宵背后所站着的圣人 怕是来自朱天 某个强大的道统 只不过 这下可麻烦了 眼下在天玄宗内的 却是朱天巨拨 无上帝族苏家公子 远处天空一道金色神芒 迅速袭来 我看谁敢动我家哥哥 一位气息惊人 修为高达圣境的老玉 带着一位妙龄少女 赫然出现此地 少女五官精致俏丽 俯若宁之 明眸好齿 身材轻盈纤细 犹如含苞待放的花朵 一袭浅蓝的衣裙 随风而动 少女年龄不大 但那动人美丽的容貌 却出现端倪 假以时日 必然又是位 能够惊艳世间的女子 刚一到此地 明宿渊美眸闪烁 迅速寻找起了夜宵的身影 千婆婆 夜哥哥就在这里吗 苏晨潇抬头看去 眼眸微眯 姓名 明宿渊 尹氏古族组长之女 半妖 年龄 十七 静剑 登天晋六重 体质 九尾妖体 上古大胸 通幽九尾血脉 姓名 千五 身份 尹氏古族名家护道者 静剑 盛进七重 苏晨潇看着上方二人的面板 饶有兴趣地说道 有意思 夜宵天命女主吗 当看见上方那妙龄少女后 夜宵显得有些难以置信 男男道 冤 冤 与此同时 明宿渊也在人群中找到了夜宵 当见到脸色苍白 跪在地上的夜宵之时 脸色一瞬间冰冷了下来 从空中直逼而来 放开夜哥哥 别过来 于而 夜宵脸色煞变 位于楼阁内的清老身形一栋 瞬息间出现于苏晨潇身旁 区区隐士古族 也敢冒犯公子 滚 刹那间 恐怖绝伦地准地之威冲击而出 明宿渊犹如遭受到了一道重击 明宿渊整个人不受控制地被轰飞了出去 小姐 千婆婆出现于她身后 立刻释放出圣境之力进行抵挡 但在这准地境的力量面前 同样十分不好受 在背后托付着明宿渊节节败退 千婆婆大惊失色 准地 你是 帝族苏家 尹卫统领 树清河 千婆婆瞳孔狂颤 在这小小天 玄宗见到清老这般大人物之后 一时间心神接震 苏家尹卫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 清老语气冰冷 不含一丝感情地说道 无族公子办事 也需要向你解释 滚来拜见公子 他大手一抓 骤然间释放出一道 惊天神通 朝着千婆婆抓去 在准地境面前 哪怕是圣境 都渺小地犹如蝼蚁 帝族公子 难道说 千婆婆立刻看向场内 那风华绝代的少年 脸色苍白 赶忙解释道 老身影是古族明家之人 身旁这位乃明家族长之女 无意冒犯 还请苏公子见谅 好了 这时 苏臣骁抬手打断 笑盈盈地看向二人说道 原来是古族明家之人 一场误会 清老 停手吧 在苏臣骁开口后 那股恐怖至极的准地气息 骤然消散 千婆婆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这小小介遇 竟会遇到地族之人 而对方身旁 更是有着地族苏家准地境 大能护道 这般年纪 又能够拥有这样的待遇之人 对方的身份明显就呼之欲出 苏家族长 与陈家帝女之子 苏臣骁 老身千武 见过陈骁公子 苏臣骁微微一愣 随后失笑道 你认识我 千婆婆恭敬无比地拱手道 公子大名 无等隐士古族 自然有所耳闻 苏臣骁白白手 淡淡地看了一旁 跪在地上的夜宵一眼 开口道 行了 而等此次前来 可是因为这个家伙 此子身上 地上圣人神念 想来也是你所留下的吧 千婆婆心里 涌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看了眼跪在地上一众天 玄宗弟子 以及夜宵 人老成精的他 一瞬间明白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惹是惊 他赶忙撇清关系道 回公子 巫族小姐 曾经在下界之时 受过此人恩惠 但此子性格莽撞 无论是走到哪 都要惹是 我家小姐 已经不止一次 替其处理后世隐患 想不到 他竟然得罪了苏公子宁 我这边带小姐离开 苏臣骁白白手 笑盈盈地说道 不急 来都来了 不妨留下来 看上一场好戏 夜宵 看到了吗 你已有危险 便会有人出现相助 若非是他们 暗中帮助你 你认为 以你的性子 能够活到第几级 即便这些 只不过是天命主角的标配 夜宵紧握着双拳跪在地上 内心屈辱至极 以他的骄傲 根本就不想让民宿鸾 看见自己现在的丑态 他低着头 冷声道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我夜宵能够有今天 从来都是 因为自己的努力 根本不需要他的帮助 定 天命主角夜宵 对天命女主 明宿渊新生隔阂 天命只损失一千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之一千 触发天命反派称号效果 额外获得奖励 至尊法器 满荒顶 第25章 剥夺荒谷神体本源 一跃九境 触发奖励了 至尊法宝 满荒顶 力破千军 肩不可摧 可凭一顶震天 催动对使用者肉身之力 要求极高 苏晨潇眼神一亮 另一旁 明宿渊郊区一阵 显得有些不敢相信 这是夜宵亲口说出的话 他脸色苍白地说道 夜哥哥 你这是怎么了 不认识 为何这么说 夜宵的这番话 无异于是激怒了一旁的千婆婆 夜宵 你个狼心狗肺的畜生 你莫不是以为 今天所得到的一切 都是来自于你的荒谷神体吗 你身怀神体不错 但在这诛天之中 拥有体质 天骄数不胜数 你可知他们大多下场如何 千婆婆 那苍老的双眼愤怒无比 唯有他才知道小姐 为这家伙付出了多少 被抽其精血 炼为丹药 更有强大家族 拥有剥夺嫁接体制之法 若非是小姐 在暗中助你 早在下界 天骑道统之时 你便被其宗之人 给抽取一身圣血 沦落天骑道宗的血奴了 哪怕是如今身在上界 小姐也是时刻担忧你的处境 特地让老神嘱咐 这天玄宗 宗主照顾于你 不然以你这惹祸性格 再死上一百次都不够 而今你却说 一切都是自己的努力所得 一句话便想要否定小姐 一直以来对你的付出 当真是狼心狗肺的白眼狼 什么 叶肖文言瞳孔放大 他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抬起头一脸不可思议地 看向明宿渊 我当为何一进天玄宗 便有长老说我为清传弟子 难道说 这都是你做的 明宿渊在旁眼眶有些通红 一脸失望之色 咬着唇没有说话 这般残酷的真相 让一向高傲的叶肖 无法接受 难道说 自己曾经所经历过的一切 都是在被人的操控之中吗 叶肖自嘲一笑 像是发了疯 一般自顾自的 不断否定道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一切都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 我叶肖从未央求过你帮助我 你为什么要干涉我的人生 这么做 回答我 定 天命主角叶肖 与天命女 主名夙渊关系决裂 天命值损失两万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值两万 二十连抽 苏晨肖眼神一亮 想不到 这尹氏古族名家 竟然在叶肖的天命值当中 占据了这么大一部分 而且这家伙 似乎很不满意 天命女主 暗中帮她得了便宜 还卖乖 苏晨肖笑了 蹲下身 脸色嘲弄地看着她 叶肖 现在知道了 若非是尹氏古族名家 你叶肖 什么都不是 这世间 从来不缺天才 但没有背景的天才 也仅仅是天才而已 你又凭什么认为 一个区区的荒谷神体 就抵得上我等世家 古族千万年来 无数先被妖孽的努力 你所谓的傲谷 在本公子眼中 廉价的 还不如路边的一块石头 混蛋 你给我闭嘴 叶肖双目血红无比 满脸仇视 死死地看着眼前之人 可她却惊恐地发觉 自己竟丝毫不能反驳她 自己引以为傲的天赋 在对方眼中 竟然如此地不堪 千婆婆也冷眼看着这一幕 寒声道 叶肖 曾经仰仗着小姐庇护的你惹事 也就算了 但苏公子 乃是地族苏家之人 是我隐氏古族都不敢触逆的至高存在 今日你有此一劫 只能说是你命中注定 谁来也就不了你 她现在只庆幸自己反应够快 及时带着小姐与慈子撇清关系 否则 若是一时莽撞 得罪了这位地族公子 怕是连隐氏古族名家 也得遭受到灭顶之灾 朱天隐氏古族成百上千 但地族苏家 只有一个 叶肖瞳孔俱颤 她跪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不可能 苏臣骁笑意盈盈 将手轻轻地放在了叶肖的肩膀之上 笑着说道 叶肖 你曾说 难道是地族之人 就能够为所欲为吗 那本公子 今日便告诉 我地族苏家 还当真可以为所欲为 你那引以为傲的 荒谷神体 现在 他是我的了 雨落 一束妖异无比的紫色光芒 绽放于手中 问 混沌经十大通古神通之一 万元归一 作为最为适配先天混沌神体 不知由何人所创的无上经法 其中有着一项神通 能够将任何特殊体质本源给剥夺 容纳为己用 一股恐怖至极的力量乍现 犹如金吞 一般强行将 叶肖的荒谷神体本源 给抽离而出 叶肖一身 蕴藏着荒谷之力的 精血被生生地逆转 犹如漩涡 一般在胸膛中央 凝聚成一枚 绽放着苍黄色神盲的光团 哎呀 强行剥夺体质本源 这般弑心之痛 仿若千刀万寡 叶肖的眼珠子 都像是要瞪出来一般 额头青睛抱起 想要试图反抗 哄 就在这时 一旁的青老主动出手 一身恐怖的修为 强行压制的叶肖动弹不得 千婆婆脸色震撼至极 不仅仅是他 天玄宗所有人 都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 这是 剥夺体质之法 如此神通 也唯有上古迹原方 才有所听闻 想不到地族苏家之中 竟然拥有此技神通 叶哥哥 明宿鸾俏丽花容失色 见状想要上前阻止 可却被千婆婆 一只手无情拦下小姐 我等已经庇护她许久 如今叶肖得罪地族公子 自食恶果 若是你再敢出手 就休怪老身 不讲情面了 明宿渊转头 看向身旁的千婆婆 只见一向宠溺 顺从自己的千婆婆眼神 冰冷得有些可怕陌生 千婆婆苍老的眸光悠悠 紧盯着明宿鸾传音道 小姐贵为千金之躯 我等为这下界之人 做得已够多 但小姐 您不可能不清楚 地族苏家的强大 我明家招惹不起 切莫因此 而害死了无辜的族人 族人 明宿鸾郊躯一阵 像是想通了什么 紧咬着背齿 美眸痛苦挣扎 叶哥哥 对不起 我不能害死父亲母亲 还有明家其他族人 在地族苏家 这座大山面前 他最后 还是选择了袖手旁观 定 天命主角叶霄 失去荒谷神体 天命只损失三万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之三万 叶霄痛苦的哀嚎声 持续了许久 一道璀璨无比的体质 本源光团被缓缓抽出 他的一身修为 也在飞速之下 悟到近九重 八重 七重 反观身前苏晨霄 在先天混沌神体 融合这枚强大的体质本源之后 刹那间 恐怖无比荒谷之力 从体内迸发而出 哄 仿佛太古大凶一般的肉身 苏晨霄浑身薄体 晶莹如玉 苍凉古老的莽荒之力 缓缓弥漫而出 登天静一众的修为 也在此刻一跃而起 登天静二重 三重 一直到登天静九重 方才堪堪止步 一跃九镜 第26章 未来五地陨落 解锁浮原 查看功能 感受着神体的变化 苏晨霄缓缓睁开了 璀璨无比的眸子 那俊美贵气的脸庞 闪过一丝愉悦之色 轻声难难道 气血如龙 肉身可汗风亡 荒谷神铁 可真是不错呀 本公子笑纳了 在所有人震撼无比 惊恐仰慕的目光之下 苏晨霄松开了 宛若死狗一般无力贪乱 在地的夜霄 夜霄虚弱地 在地上不断滴吼 我的神铁 还给我 这是我的荒谷神铁 他此刻 连想要起身的力气都没有 失去了体质本源 如今的他几乎沦为了一个废人 甚至还没有门内弟子强大 苏晨霄并没有理会地上的夜霄 而是嘴角微微扬起 如此美妙的感觉 倒是令他一时间心情大好 想不到 这混沌经之中的通古神通 能够剥夺体质本源也就算了 竟还能够令自己 一举突破九个小径 当真是恐怖绝伦 这般逆天神通 不知究竟是 何方大能所创 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 已是如今肉身强度 苏晨霄淡淡地开口道 袁宗主 过来 袁峰笑心里咯噔一声 颤颤巍巍地从远处而来 敬畏至极地说道 恭喜苏公子收获荒谷神体 实力大增 苏晨霄瞥了一脸心惊胆战的他眼 但笑着开口 当念在本公子现在心情不错的份上 袁宗主 以你那神渊镜肉身接本公子一击 我便饶你天玄宗所有人一条性命 袁峰笑文言一愣 随后眼神骤然明亮 大喜过望 他虽才刚突破神渊镜不久 但好歹也是这儿八经的神渊镜大能 高出登天两大境界 仅仅只要承受对方一击 便能够让这位公子 放整个天玄宗一条生路 这样的好事去哪里找 袁峰笑激动无比 赶忙收敛一身修为 仅以肉身之力站在原地 恭敬地大声道 袁某愿意 苏公子心胸宽广 红服齐天 袁某代表天玄宗 所有人谢公子开恩 苏晨霄笑了笑 眯着眼道 无妨 说吧 低垂着眼眸 看向自己的右手 一股苍凉古老的莽荒之气 与神魔之气 弥漫而出 以拳为剑 太阿剑绝 那灵力的剑椅 阴云环绕 一拳轰出 这夹杂着两股恐怖气息的一拳 连云界空间都破碎 甚至还未接近 便让袁峰笑 一身气血翻涌不止 肉身仿佛有一种被撕裂的架势 他瞳孔猛地一缩 窒息赶袭来 这股力量 你跟我说是登天剑 浓浓的死意 勇动而出 袁峰笑 紧咬着牙齿 根本不敢催动一身修为 只能够以肉 伸之力硬炕 这一拳 结结实实地轰击 与袁峰笑身躯之上 咔 一瞬间 他神渊竟肉身弥漫起无数裂纹 整个人 犹如炮弹一般 直接被轰飞了出去 轰隆隆 无数建筑物粉碎 远处沉雾四起 如此惊人的一击 全然不似登天境之人 所能够爆发出的力量 哪怕是一旁的谦婆婆 也是心惊肉跳 脸色震撼地 看着这位帝族公子 这怎么可能 对方好歹 也是神渊竟修为 哪怕是荒谷神体 也不应该强到这般地步 逆天地步吧 他所不知道的是 苏臣萧本 就身怀神魔体 如今 得到排名前十的荒谷神体 更是如虎天意 对面那一片废墟之中 袁峰笑口吐鲜血 一身肉体 被打得支离破碎 体内气息运乱 一股灵力至极 四割裂一切的剑意乱窜 仿佛五脏六腑 都被打碎了一般 颤颤巍巍地坐在地上 许久都站不起来 袁峰笑 脸色苍白 毫无血色的沙哑道 袁某 谢公子赐教 苏臣萧 却是有些失望地 看向了自己的拳头 难难道 明明感觉能够 直接将肉身给打爆的 还是差了点意思吗 拥有荒谷神体之后 苏臣萧有感 若是再面对一次 那三变九弦之节 哪怕是传说中的 黑欲神雷自己 也可以肉身硬炕 无需混沌之气笼罩 可自己 虽身怀无上神体 但却没有一门 强大的断体功法 想来稍加修炼 在力量方面 还能够强化几倍 苏臣萧失笑着摇了摇头 没有在意 毕竟修炼一事 还得循序渐进 自己刚得神体 急不得翻手间 一枚青帝单出现 蹦射而出 行了 袁宗主 本公子说话从不反悔 你天玄宗一事 既往不救 拿着吧 袁峰笑如蒙天恩 感激涕灵的跪地叩手道 谢公子恩赐 此时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 忽然响起 这是我的神体 是我叶霄的力量 趴在地上的叶霄 见此一幕 心中更为痛恨 自己的荒谷神体 在对方身上 竟强了数十倍之多 叶霄目自欲裂 争名至极 他猛地看向一旁的明宿鸾 犹如厉鬼 一般咆哮道 鸾儿 鸾儿 帮我杀了他 杀了他 我曾经救过你的性命 你帮我杀了他 明宿鸾文言俏脸 更为苍白 眼中满是陌生 这真是叶哥哥吗 千婆婆 脸色骤变 怒喝一声 住口 我家小姐 早就什么都不欠你的了 他一掌上前拍 向叶霄投颅 恐怖的胜利 直接将叶霄生机粉碎 碰 仅仅这么一击 便顿时让叶霄生机全无 他怕让叶霄再说下去 到时候惹火烧身 自己名家也难保 叶哥哥 明宿鸾两眼一黑 他没有想到千婆婆 竟然主动出手 竟直接晕死了过去 定 天命主角夜宵身孕 天命之清空 恭喜狩猎 逆天五帝 天命主角夜宵 恭喜主人 获得天命主角所有物品 天玄觉 满血炼体术 太山印 锁天网 解锁剧本功能 能粗略查看天命主角剧本 当天命主角 天命之不足30%陨落 解锁剩余机缘查看 以防主人错过重大浮原 当前狩猎天命主角 一 当前反派值 十万零五千 苏晨骁有些诧异地看了千婆婆一眼 这老婆子倒是果断 直接将这天命主角给击杀了 不过也无妨 倒是系统这新增功能 人生剧本挺有有意思的 在苏晨骁视野中 狩猎天命主角数量的面板上 赫然有着夜宵的灰色头像 逆天五帝 天命主角夜宵 以陨落 圣于机缘 四 赤陨藏地 无上帝精 苍古神炼绝 北域妖界 碧水青龙兽 天才地宝 天玄古地 圣境传承 圣品丹药 第27章 大道果 藏地机缘苍古炼神诀 苏晨骁仔细查看着夜宵圣于机缘介绍 其他一些诸如圣人传承之类的自己都不感兴趣 倒是这苍古神炼绝 却是一门至高无上 最为适合自己神魔体以及荒谷神体的无上功法 想来 这便是夜宵第二大机缘了 苍古神炼绝 赤允葬地嘛 苏晨骁轻声难难 倒是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而另一旁 直到亲手将夜宵击毙 防止他再多说什么牵连到自己明家后 牵婆婆方才松了口气 转身朝着苏晨骁道 苏公子 此子出言不逊 屡次三番想要挑衅公子 明已记我们明家 老神实在是忍不住擅自出手 将此子击毙 还请公子见谅 苏晨骁收回思绪 看了眼后方晕倒的明宿渊 对方的面板之上 赫然已经失去天命女主这个称号 淡淡地说道 行了 既然夜宵已死 本公子也懒得追究你们之间的关系 牵婆婆脸色一喜 恭敬道 苏公子宽宏大量 不愧为帝族苏家添娇 老神代家主 现在此谢过公子 若是来日有机会 我明家定为苏家为首是瞻 怨孝全马之劳 哦 当真 苏晨骁闻笑盈盈地 看着千婆婆 开口道 那不用来日了 不如就现在 千婆婆一愣 啊 苏晨骁 我问你 你可知赤允葬地 赤允葬地 千婆婆眉头一皱 思索了一会后 点头说道 公子口中 赤允葬的乃是一处古之秘境 每三十年对外开放一次 唯有得到资格地结出小辈 方才能够进去争夺造化 苏公子您这是 苏晨骁淡笑着说道 本公子打算进 这赤允葬的一趟 这位大人 竟然要进入赤允葬地 赤允葬的虽说是 一处古之秘境 机缘无数 但这位可是地族苏家公子 什么天才地宝 功法机缘对方都不缺 按道理来说 这赤允葬地的东西 应该根本入不得 对方的法眼才是 千婆婆有些费解 但她也没有多想 老实解释道 回公子 这一届的赤允葬地 还有小半个月开始 若是您真打算前往 可以前往 尹氏古族玄家 毕竟这座秘境 存在于他们领地内 由他们掌管 尹氏古族玄家 苏晨潇微微汗手 开口道 明白了 那就去通知玄家一声 半月之后 本公子要进入赤允葬地 千婆婆心里一惊 连忙点头道 老身明白了 一定将公子 所言如实转达 苏晨潇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有些慵懒地 打来个哈欠说道 行了 那就这样吧 本公子有些累了 你们走吧 千婆婆眼眸一亮 苏公子 有空可来明家做客 既然如此 那老身就带着小姐 先行告退了 嗯 将昏迷过去的民宿冤带上 千婆婆化作 一道流光 离开了此间 带他们走后 扶下清帝当恢复的 天玄宗宗主原封笑前来 他冷冷看了眼地上 夜宵的尸体 沉生道 此子冒犯公子 罪该万死 苏公子 您若是打算前往赤允葬地 我等愿意效劳 接下来几日不妨 留在我天玄宗 也好让我天玄宗 好好招待您一番 将功赎罪 苏承霄沉吟了 片刻开口道 也好 袁峰笑所准备的 一座灰红宫殿之中 苏承霄看着夜宵的人生剧本 以及剩余机缘陷入思索 按照系统所说 天命主角也分三六九等 强制成就大帝 罪弱也能够成为一方 介于大能夜宵拥有绝世神体 他的人生剧本的未来 便是一方显赫 能够成为五帝的存在 而就这样拥有 荒谷神体主角剧本的夜宵 竟然会在赤允葬地中 差点生死 这倒是有点意思 玄奥天 这名字 怎么既是敢这么强烈呢 苏承霄淡淡地开口道 清老 清老在旁宫尽道 公子 老奴在 苏承霄 去给我查一查 影视古族玄家的情况 着重调查 名为玄奥天之人 清老点点头 陈生道 老奴明白 说吧 他便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待清老走后 苏承霄将死魂兽放出 令其自行吞吃起了 云界空间 自从吞吃了 风王敬强者 无灵目的神魂之后 死魂兽的身体 就变大了一圈 如今 已经有一个球 那般大小 而且就连虚幻的身体 也变得有些凝食 死魂兽 就这么趴在 苏承霄的腿上大口 啃视着周围空间 看着腿上的死魂兽 苏承霄将手 轻轻地抚摸了上去 并没有实体那种触感 仿佛手放入了一阵 冰冰凉凉雾气当中 死魂兽 幼年期 小家伙 系统说你成长之后 能够反补于我 妙用无穷 看来 还得找个地方好好 让你大吃特吃上一番 就是不知道 究竟是哪个道遇 能够这么幸运地成为 死魂兽的养料呢 苏承霄嘴角 微微扬起 忽然想起这一次 收获了十万多的反派值 打开了系统商城 准备大肆消费一番 恰好今日 系统商城 又刷新出了新的一批商品 当看见其中一物 苏承霄微微一愣 有些诧异 竟然连这种东西都有 大道国 能够进入天人之境 随即感悟一条道则 需要反派值 一万 大道国能够领悟完整道则 哪怕是在诸天之中 也极为稀少 也唯有在机缘巧合的 特殊情况之下 方才能够诞生奇异 而自己 已然是登天境九重修为 再往上 便是不死境 不死境 乃是诸天修士的一个分水岭 其中所要花费的时间 各不相同 极看悟性 须将所掌控的大道 明练为本源道国 所掌控大道越多 施展神通之术 便越为强大 寻常之人 只能通过各种机缘感悟 从而寻觅 捕捉那一丝大道之力 而天生神体之人 哪怕是最为弱小的特殊体质 都无需通过感悟掌控 自带一条大道 也就是说 只要资源足够 拥有特殊体质之人 最低的上限 也是不死境 苏承霄眼眸闪烁 自己身具混沌体 自然是大道越多越好 看着系统商城界面 所刷新出的大道果纸 需要一万反派之一个 苏承霄一口气 买了其中全部 大道果那一商品 直接变灰 定 购买大道果 新号五成功 消费反派值五万 剩余反派值 55000 第28章 突破不死境 八条大道翁 将大道果 从系统储存空间之中调出 身前赫然出现了一枚枚形态个异 道运缭绕 神意无比的果实 有的长满鳞片 鲜艳赤红 连周围的空间似乎都被灼烧 有的则是弥漫着诡异无比的气息 果实之上长满了一张张 毫无面孔的人脸 苏承霄看着眼前这几枚大道果 感受着其中独属于大道的气息 三枚下位大道 一枚中位 还有一枚上位大道果存在 苏承霄不由眼神一亮 直接拿起一枚大道果 修炼了起来 系统 十倍速加速炼化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袁峰啸一直未曾见到苏承霄 离开过大殿之中 其中有一次 他想要拜访 可却被清老拦下 当感受到五六谷 从未出现的大道气息之后 袁峰啸不由浑身一震 脸色显得格外精彩 哪来这么多大道之力 苏公子 这是准备突破不死境了 十日后 八条颜色各异的光芒 从古殿内冲天而起 汹涌澎湃的道泽之力 弥漫天地 整个天玄宗无不震动 各方长老齐齐 出现于大殿之前 隆隆 随着殿门被缓缓打开 所有人都忍不住 望向那气质出尘 飘逸若仙的白衣少年 少年面容俊美英贵 一身神华内敛 薄体晶莹无缺 八条道则环绕于身 其中三条最为粗壮 充斥弥漫着古老苍凉的气息 令人惊叹 当感受到其那修为之后 众人无意不是瞳孔一缩 不死境 袁峰啸心神狂震 率先反应过来 赶忙上前攻合道 恭喜苏公子今日 一举突破不死境 八条绝世大道 哪怕是放在地族之中 也鲜少有人拥有 这才多久 遥想数十天前 这位公子刚来不过 登天境一重修为 哪怕是得到荒谷神体实力大增 这修炼速度 也当真是恐怖至极 在场的其余长老们 也皆是纷纷反应过来 赶忙大声庆贺道 恭喜苏公子突破不死境 今日之后 公子定当横压诸天一众天骄 在太古战场中 风亡利明 苏陈骁脸色平静 淡淡道 不过突破不死境而已 不必如此大惊小怪 都散了吧 这群天玄宗之人 为了吹捧自己 反应属实是过于剧烈了 原封孝与一众长老们面面相去 想他们在场中人 哪怕是拥有大道最多的宗主原封孝 也不过掌握三条大道 这还是在不死境待上了数百年时间 一个接着一个慢慢领悟的 而今这位公子 刚踏入不死境 便领悟八条大道 这般场面 简直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对方竟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样子 这 这般恐怖的要求 到底还是帝族公子啊 众人略有些尴尬的陆续离开了此地 清老此刻也是 上前说道 老奴恭喜公子 八条大道足以封王 族长大人 为您准备了一枚大道果 再加上帝族苏家退龙池洗礼 若是您现在就回族中 便能一举掌握十条大道之力 放眼各族之中 也绝对称得上佼佼者 佼佼者 苏陈骁傲然一笑 本公子的追求 想兄长苏景衡 曾在不死境停留十年方德 第十二大道突破 而自己身怀先天混沌神体 大道自然是越多越好 苏陈骁平淡地说道 回族一事不及 清老 之前让你调查的事情 调查清楚了吗 清老点点头 声音沙哑道 回公子 关于尹氏古族玄家的事情 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说来听听 尹氏古族玄家族的 在坎明道屿内 其族共有3489人 拥有玄家血脉的在外遗子 也共有97人 苏陈骁证了证 一脸黑线 说重点 我让你着重关注玄奥天 这么详细 你隔着查户口呢 不过 这也侧面说明 苏家隐微的可怕 堂堂隐士古族 短短十日内 竟从上到下 能够调查得如此清楚 清老顿了顿 立刻画风一转 说道 公子 玄奥天此子 乃是玄家当士族长嫡子 天资不俗 拥有排名24的天穷健体 15年前 其父玄幼 与堂兄争夺族长之位 担忧此子安危 将其送到 其他道遇几年后接回 只是不知怎的 玄奥天回族不久 便与他父亲关系破裂 主动断绝关系后 离开玄家 断绝关系 苏陈骁听闻后 沉饮片刻 这名字 加上隐士古族的背景 与生平经历 怕也是个天命主角方 才能够让同为天命主角的 夜宵屡次吃扁 他现在人在哪 清老 回公子 玄奥天现在 就在坎明道义内 似乎因为赤允葬的 即将开启一事 在决斗场之中 战斗想要 获取进入资格 苏陈骁眸光闪烁 算算时间 还有一星期不到的时间 便是赤允葬地开启的时日 自己此番 要去得到苍古神炼金 若是能够在此之前 顺便再收割一个天命主角 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念及此处 苏陈骁咧嘴一笑 笑盈盈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便去坎明道义一趟 去见一见 这玄奥天究竟是何人物 诸天虚空 得知自己 准备离开前往坎明道义 天玄宗宗主袁峰孝 主动准备了一艘 至尊纪灵州 前来护送 苏陈骁倒是没有拒绝 只是令他所没有想到的事 这家伙 竟将整个道义内赫赫有名 容貌与修为气质 皆不凡 尚是完毕之身的女修士 给找了过来 妄图以这样的方式 攀附上帝族苏家的兜知 混账东险 本公子一心只想搞事业 其是沉迷声色全马之人 苏陈骁躺在一位身材惹祸 少女的风乱之中 有些不悦地想到 公子 试过 在一旁 几位容貌不俗的妙龄女子 正在为其包着灵果葡萄美眸之中满 是迷恋地看着眼前 这位背景恐怖 容貌俊美的贵公子 张嘴 只可惜这位公子 虽然慵懒奢靡 但却一直未曾对 他们之中任何一人 有过愉悦的行为 这不由让几位 在天玄宗追求者无数 容颜角色的少女心底 有些遗憾 而另一边 今天是个好日子 袁峰孝面色红润 心情极好 虽然之前 苏公子一拳差点 将他肉身打爆 但事后所赐下的亲弟丹 不仅将他肉身恢复如初 甚至连停留在许久的神缘 静意重修为 都有所突破 如今 能够有机会巴结到眼前 这位帝族公子 他自然是激动不已 心情愉悦 随着灵州穿过一层层阵法屏障 苏公子 我们到侃明道语了 PS 追更实在太差 新书期间 求小蝶们暂时不养书 点点催更追读好评 压压磕头败谢了 砰砰砰 第29章 影视古族玄家 天命主角 玄奥天之地 侃明道语 影视古族玄家内 一位气质沉稳不凡 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 坐于主位 男人乃是上一代从族长之位 厮杀中脱颖而出的玄家族长 玄幼 玄幼闭着眼 看不清喜怒 奥天去哪了 下方殿内 面容清秀的少年 玄宁拱手说道 回父亲 兄长他去天起脚斗场了 决斗场 玄幼轻声喃喃 他那深邃无比的眼眸中 闪过一丝不悦 沉河道 这混账东西 想我古族玄家之人 我玄幼的儿子 身份尊贵 又岂能进那低下的决斗场中 与满一厮杀 见父亲震怒 下方玄宁心里咯噔一声 缓缓说道 父亲 天起决斗场 有一个进入赤允葬地的资格 想来兄长是因为这个 这才 玄幼文言更为愤怒 哼 赤允葬的乃我玄家看管 那逆子若是肯来认错 为父又怎会不让他进去 玄宁文言一时沉默 在他眼底深处 浮现出浓浓的嫉妒 同样为父亲的儿子 凭什么父亲 总是更为偏爱 哥哥学耀天一些 玄宁犹豫的片刻 随后抬起头 看向父亲 眼中满是稀奇地说道 父亲 我不明白 兄长根本就不懂您的苦心 他明明已经断绝 与我们古族玄家的关系 不是我玄家之人 您为何还要如此在意 兄长的动向 难道说 我古族玄家 没有他玄奥天一人 就不能继续下去了吗 父亲 我也是不死境 我的修为比兄长还高 我也能够代表玄家 进入赤允葬地 此言一出 顿时一道清脆的巴掌声响起 啪 逆子 奥天他再怎么说 也是你的兄长 难道说你也要忤逆我 这个做父亲的吗 你给我跪下 玄佑不知何时 出现于玄宁身前 神色愤怒 犹如发怒的了 雄狮可当 看到跪在地上 双眼赤红 一言不发的玄宁之时 四象是想到了什么 玄佑的脸色 又逐渐柔和了下来 他蹲下身 轻轻抚摸着玄宁 那被打得红肿的脸庞 语气温和地说道 宁儿 其实 为父也没有别的意思 你也是我玄佑的儿子 只是你娘死得早 你哥哥奥天 自幼便被为父送到外界 缺少了我们的关心 这才导致他性格偏激 我这个做父亲 理应给他一些宽容 玄宁浑身颤抖 跪在地上 强忍着眼中的泪水 看着眼前熟悉 却有陌生的父亲 第一次选择反驳道 可是父亲 那我呢 我在族中 当了三年的人质 氏族叔 用来威胁您的筹码 族叔 曾经亲口告诉过我 您曾经几次想要 放弃我这个儿子 哥哥他在外 至少平安无事 他回来之后 您更是给予了 无数资源补偿 可他却做了什么 恃宠而骄 怪您害死了母亲 对您有着千万的埋怨 父亲 您的眼里 从始至终都 只有兄长他一人 无论他做了什么 离经叛道的事情 都能够原谅 玄宁那满脸泪痕 大声斥责道 可您有没有想过 我也是您的孩子 我也是娘亲身上 掉下来的一块肉 您只是将娘亲死后的愧疚 全部都弥补在了 兄长身上而已 这番诛心之言 无异于是一柄锋利至极的利剑 深深刺痛了玄宥的内心 你给我住口 玄宥的那温柔的脸色 一瞬间变得暴怒无比 他下意识地抬起手掌 想要打去 玄宁不必也不让 像是准备好了 迎接暴风雨来临的审判 玄宥的手 停在了空中 久久未落 他深吸一口气 闭上了眼睛 声音低沉压抑地开口道 出去 父亲 我以父亲的身份让你出去 听见了没有 玄宁身躯一阵 随后像是恍然间明白了什么 自嘲凄惨地一笑 随后缓缓起身 颤颤巍巍地走了出去 带他走后 玄宥一人回到了座位之上 仰头望着天花板 久久失神 他为了这族长之位 已经失去了太多太多 大儿子这样 如今就连最为温顺懂事的小儿子 也是如此 难道说 真的是我 这个做父亲的不够称职吗 就在他陷入自我怀疑之时 一位玄家长老匆匆走来 族长 族长 二长老啊 玄宥揉了揉自己的勤明穴 尽量平复了 以下自己的心情看下来人道 怎么了 二长老赶忙说道 族长 之前古族明家口中所说 那位帝族苏家小公子来了 此刻大长老在外接待那位贵客 族长您是不是 什么 当真是帝族苏家的人 玄宥文言心里一阵 赶忙起身道 快 叫上一众长老 与我一同前去迎接那位帝族公子 此刻古族玄家殿外 袁峰孝有些忐忑不安地 跟在苏晨潇身旁 想他好歹也是一族族长 可当来到 这隐士古族之中后方 才知晓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这隐士古族玄家 不仅宫殿大气宣昂 磅礴伟岸 甚至连门卫 都是与自己相同的神愿境 玄家大长老郑 毕恭毕敬地在旁 朝着苏晨潇说道 苏公子 还请稍等片刻 我族族长 很快就过来 还请跟我来 我带您去水云轩庭休息 苏晨潇点点头 淡淡地说道 嗯 忽然间 像是发现了什么 苏晨潇注意到了 从不远处 有一位眼眶通红的少年 匆匆地走过 嗯 姓名 玄宁 称号 无情邪弟 天命主角胞弟 身份 隐士古族玄家族长之子 年龄 二十 性格 温顺 善度 静见 不死尽九重 体质 两仪神体 功法 玄天禄 阴阳古术 剧本 隐士古族玄家幼子 幼年被当作威胁其父的人质 成年后 十分妒忌父亲 对兄长玄奥天的偏爱 天命主角的弟弟 苏晨潇 微微一正 这么说来 那玄奥天 果然是天命主角无疑 只是奇地的剧本 倒是有点意思 苏晨潇嘴角 微微扬起 指着走过的玄宁说道 玄长老 那位是 大长老看了过去 随后恭敬地开口说道 苏公子 那孩子 是我族族长的幼子玄宁 天赋不俗 是我玄家当代添娇 苏晨潇点点头 笑着说道 我看他脸色 有些不太好看 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大长老一愣 他自然也注意到了 玄宁那有些泛红的眼眶 作为古族玄家之人 他很快便猜到了 是怎么一回事 但家丑不外扬 只能苦笑一声说道 这 老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时 远处忽然想起了一道 爽朗无比的笑声 哈哈 今日一早 我便听外有扶鸟鸣叫 心里还念着 是有什么好事发生 想不到是帝族苏公子 屈尊光临我玄家 当真是令我古族玄家 蓬毙升辉 荣幸至极啊 第三十章 喜怒无常的玄宁 资格御令 只见远处 族长玄宁 带领着一众族中长老 前来迎接 玄宁显得十分豪迈 上前拱手 不卑不亢地说道 在下玄家族长玄宁 见过苏公子 早在几年前 便听说过贵公子传闻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苏公子当真是仪表堂堂 人中龙凤之姿 身旁的长老们 也是一个个面带恭敬 得体的上前示好 姓名 玄宥 称号 无情古地 天命主角生父 年龄 2561 性格 喜怒无常 偏颇 身份 尹氏古族玄家族长 静见 盛静七重 苏臣萧温旭一笑 开口说道 我也不过是出来此地 知晓尹氏古族玄家在此 顺便前来看看 玄家大殿 大气磅礴 到底不负 尹氏古族之名 这位苏公子背景不凡 明明是地族之人 却如此有礼 一时间不由让他好感大声 玄宥爽朗一笑 说道 公子谬赞 还请苏公子跟我来 我玄宥 为公子接风洗尘 玄家水云轩亭 一座亭阁 坐落于池水中央 周围栽种满了 充满芳香的天才地宝 此地灵气充沛 碧波流水 山川水秀 景色宜人 玄宥针上一壶 我玄家所处介于偏僻 不过一方小玉 没什么特产 苏公子尝尝这道圆茶 能够巩固修为 稍赶大道之力 说到这 玄宥看向了苏臣骁一旁的 青老与袁峰笑 也是送上一盏 这位想来便是苏家 因为前辈吧 还有这位 天玄宗宗主 久仰久仰 青老无动于衷 站在苏臣骁旁 仿若雕塑一般一句话 也没说 袁峰笑却是受宠若惊 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位身份显赫的古族族长 竟会认识自己一个 不入流的小宗宗主 殊不知 以他古族玄家的能力 早在他到来之时 底细便已经被摸得一清二楚 虽然知晓 对方是看在这位苏公子面子上的 但袁峰笑 还是连忙拱手道谢道 不敢当 谢玄族长刺茶 玄又笑了笑 转头看向苏臣骁寻问道 古族明家那位谦婆婆 前段时日已经通知我等 苏公子此次所来 是为了那赤允葬的一事吧 苏臣削品着茶水 脸色平静 但笑着说道 赤允葬地 三十年一开 由古族玄家掌控 如此宝地 既然来了 自然是要去看一看的 只是这名额 却要劳烦玄族长了 玄又闻言赶忙摆手 公子这是哪里的话 若是公子要进入赤允葬地 莫说是区区一个名额 就算是十个百个 我玄家也理当双手献上 说到这 玄又从储物界中 拿出了一枚御令 递了过来 这是 苏臣削问 玄又 苏公子 还请收好 此物乃是赤允葬令 这赤允葬地 乃是万年前 我玄家先辈偶然所发现 传闻是暗纪元大地 与暗生物争斗的战场 有大地机缘存在 我古族玄家 自知不好掌控 所以才开放签名赤允葬 每三十年 其他道童古族 可凭借此令进入 而这梅令牌 便是进入藏地的赤允 唯有持有此物 方才能够在藏地 关闭之石捏碎离开 这赤允葬的存在 数万年之久 作为影视古族玄家 一大经济来源 每年光是 通过这资格令的发放 所带来的收入 便是海量 若非是怕发放太多 导致葬地内资源枯竭 就算是这位地族公子 想要一百没资格 令都不是问题 苏臣骁将这玉令接过 在这玉令的正中央 赫然转刻着 玄这个大字 隐约能够感受到 其内那玄傲无比的振文流动 除此之外 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既然如此 那就多谢玄族掌握 玄又咧嘴一笑 心情极好的大声说道 苏公子 这是哪里的话 一枚资格御令 虽然在外界 是那些修士 争破头脑 想要得到的东西 但对于他们 发放资格令的玄家来说 要多少有多少 若是能够因此交好 这位背景恐怖 来自地族的贵公子 简直可谓是 再划算不过的买卖 像是想到了什么 玄又接着说道 只是苏公子 这赤允葬的大陆 每三十年的地域位置 都有所不同 唯有封王境之下 方才能够入内 您身旁这位护道者 恐怕是不能进入 苏公子您要去的话 不妨与我玄家弟子 一同进入 我玄家对这藏地 好歹了解不少 这样一来 也可助公子 您夺得机缘 他现在唯一所担心的是 便是这位帝族公子 会在藏地之中 有所损伤 要真发生这种事情 那到时候 对于他古族玄家来说 可真就是是祸不是福了 苏臣萧眼眸闪烁 想到了之前 在殿外所见 那天命主角的胞弟玄宁 嘴角扬起 苏臣萧淡笑着说道 不知玄族常可有人选 玄又眼神一亮 离起藏地之中 那点机缘来说 若是一同进入 能够有幸结交到 这位身份尊贵的 帝族公子的话 未来都可是大有展望 他的第一反应 便是是 将攀附帝族公子 这个天大的机会 交给大儿子玄奥天的 可他脑海中 忽然想到了 小儿子那不满埋怨的脸庞 唉 玄又心里微微一叹 傲天性格太过冲动 又不愿认自己这个父亲 而且自己一直以来 的确是对宁儿 关照疏忽了 他思来想去 族内也唯有自己 幼子宁儿的实力 最为符合 到底还是不能够厚此薄别 于是乎 玄又笑着开口道 苏公子 我那不成器的幼子玄宁 可以单此重任 我那幼子玄宁 刚刚年满二十 身怀两仪神体 不仅性格懂事听话 修为也是不死尽九重 若是他有幸 能够协助公子宁 想来此次葬的仪式公子 必然事半功倍 不知 公子以为如何 玄又试探地询问道 苏臣消饮着茶 沉饮片刻 微微汗手道 那便这样吧 玄又脸色一喜 心中一时间 不由有些激动庆幸 好在其他长老们 都不在此地 否则能够陪同苏公子这件事 只怕也不能这么顺利下来 玄又趁热打铁道 既然如此 那苏公子 我这就喊我那不成器的小儿子过来 说吧 玄又立刻通过神使传音 将族内玄宁给喊了过来 第三十一章 极度天命主角的弟弟 父亲永远只在一兄长一人 不多时 玄宁到来 他脸色似乎好看了不少 一上前便恭敬地朝着父亲玄又 与苏臣消拱手道 父亲 苏公子 玄又有意想要补偿自己这个小儿子 点了点头 面色平静 沉声开口道 宁儿 这位便是帝族苏家的贵客 苏臣消公子 苏公子打算进入赤允葬的一趟 这段时日 你就好好跟随在苏公子身旁 一切听从苏公子吩咐 知道吗 早在来时 玄又便通过神念 传音将苏臣消的身份 以及藏地仪式 尽数告知给了玄宁 玄宁点点头 转身看向 座于父亲对面的苏臣消 一袭白衣 俊美无瑕 脸上一直保持着 温润如玉的笑容 举手投足之间 更是从容不迫 游刃有余 竟是世家公子 那般贵气 饶是见识过 不少同辈添交的玄宁 也不由心中有些感叹 这便是帝族公子吗 他缓缓上前 双手抱拳 低着头弓尽道 玄宁见过公子 还请苏公子放心 赤允葬的 一直以来 由我玄家掌控 对于其内部情况 玄宁了如指掌 若是公子 需要什么 尽管吩咐玄宁便是 苏臣消仔细打量着眼前 这个天命主角包弟 面容清俊 贱目心眉 但笑着白手说道 一表人才 不愧为古族之子 不必如此拘礼 坐 玄宁一时有些犹豫地 看向自己父亲 只见父亲 玄宁面色平静 喝着茶淡淡开口道 既然是苏公子让你坐 你便坐下吧 直到父亲开口 玄宁这才有些 局促不安地坐下 从小到大 这还是他第一次 与父亲平起平坐 平日里父亲 一直不苟言笑 威言无比 想不到 就连父亲这般人 在这位苏公子面前 都如此和蔼尊敬 玄宁有些感激地 看了苏臣消一眼 苏臣消微微一笑 朝他投去了一个 友善温和的目光 以这天命主角的 亲弟弟信息来看 或许在接下来 帮助自己收割主角方面 大有作为 见苏公子同意此事之后 玄宁笑容满面 说道 距离赤允葬的开启 还有三天的时间 这段时日 就请委屈公子 您屈尊在我古族玄家住下 我砍明道遇虽然不大 但也有不少 景色一人之地 我也好让您儿带公子 您在周围转转 说到这 玄宁看了身旁 有些紧张的玄宁一眼 给他投去了一个眼神 随后起身说道 苏公子 在此之前 我还需准备一下 交代您儿一些事情 您还请稍等 苏臣消点点头 淡淡地说道 去吧 玄宁拱手 转头示意 玄宁一同过来 水云停轩之外 玄宁看向身前 低着头一言不发的玄宁 缓缓开口道 宁儿 抬起头来 父亲 玄宁有些不敢抬头 去看父亲的目光 因为就在刚刚 自己第一次忤逆了 眼前这位威严无比的父亲 玄宁紧盯着着 目光躲闪的儿子片刻 脸色逐渐变得有些柔和 伸出大手摸了摸玄宁那 还有些泛红的脸皮 说道 宁儿 刚刚为父 打痛你了吧 你之前说得不错 这些年来 为父的心思 都在你那不成器的哥哥身上 倒是忽略了你的感受 玄宁闻言一愣 脸上满是不可置信 正正地看着眼前的父亲 他有些哽咽地说道 父亲乃是一族组长 日理万机 孩儿没事 玄宁慈爱一笑 自己这个小儿子 一向都是最为听话懂事的 他话风一转 直入主题 笑着开口道 宁儿 那位苏公子 乃是帝族苏家那位组长 最为疼爱的儿子 他的爷爷外公 皆是当时数一数二的 大递竟存在 我玄家 若是能够与这位贵公子交好 说不定日后 能够一跃成为 隐世古族之中 最为强大的家族 此次机会难得 为父将这个任务交予给你 你能明白 为父的意思吗 玄宁脸色期待地问道 玄宁点点头 他自然知晓 帝族苏家 是何等的庞然大物 只是令他有些诧异的是 能够接触 结识到帝族公子 这般好的事情 以父亲的性格 又怎会轮得到自己 莫不是因为自己 之前在大殿逆言 让父亲终于明白 只有自己才是 他最为听话孝顺的儿子 可玄宁的下一句 却无情地击碎了 他心中最后一点念想 这件事 为父本来想要 交给你哥哥玄宁天的 可你那兄长 性格刚烈 太过冲动 绝非合适人选 也唯有你才能够 让为父放心啊 此言一出 玄宁那满是感动内心 一瞬间冰冷了下来 他看着眼前 脸色温和 不断嘱咐 自己的亲生父亲 只觉格外的陌生 果然 哪怕是兄长 玄宁天断绝了 与家族的关系 有什么好的事情 父亲第一时间 所想到的还是他 自己 永远都只是备用人选 像是认清了现实 玄宁内心深处的那一丝 感动请客间 荡然无存 我明白了 父亲 而作为生父的玄宁 却浑然没有发现 自己儿子的异常 反倒是欣慰地 拍了拍他的肩膀到 若是能够结交到那位苏公子 不仅仅对你 对我玄家 也是天大的好事 有什么困难 尽管和为父说 去吧 不要让为父失望 水云停轩 玄宁失魂落魄地 来到了这里 正在喝着茶 闲情自若的苏晨潇 玄宁注意到了这一幕 眼眸微眯 当查看了一下 玄宁最近的剧本经历之后 苏晨潇方才了解到了这一切 这天命主角的亲弟弟 心事不小啊 苏晨潇 淡笑着开口道 玄宁 玄宁微微一愣 反应过来后 赶忙上前道 公子 有何吩咐 苏晨潇笑了笑 喝着茶说道 本公子说过了 不用如此客气 坐 来陪本公子喝茶 玄宁有些慕然的照做 苏晨潇一边喝着茶 一边淡淡地说道怎么 看你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莫非是你父亲 让你跟随本公子 有所不满 玄宁闻言顿时清醒 赶忙起身 单膝跪地道 不敢 能够跟随苏公子 是玄宁的荣幸 只不过是玄宁因为一些家事 所以心中稍有些苦闷罢了 苏晨潇有兴趣 笑盈盈地说道 哦 家事 苏晨潇打了个响指 手中那镶嵌着宝石的储物戒指 顿时闪过一道白光 几乎酒香四溢 灵气十足的烈酒 就这么被摆在桌前 以酒换茶 说来听听 这 玄宁一时间有些犹豫 不过一想到父亲所交代的事情 他有些苦涩地笑了笑 即使公子要求 玄宁莫敢不从 还是将心中的诸多不满 给如实说了出来 苏晨潇一边听着 眼中的笑意却愈发地浓烈 第32章 天启决斗场 女主紫英灵蛇流紫山 约莫半个时辰后 在喝了不少烈酒之后的玄宁脸色 有些红润 在一番诉说之后 心中苦闷也是消散大半 他未曾想到 这世间竟然有人 还能够理解自己 虽然有些酒意上头 但玄宁显然还是比较清醒 恳求道 苏公子 这件事 还请不要让我父亲知道 苏晨潇点点头 但笑着说道 自然 只是我听你口中所说 你那位兄长 似乎个性十足啊 一提及自己兄长 玄宁眼中 便闪过浓浓的妒忌之色 兄长一直以为 将我留在族中 是父亲与母亲对我的偏爱 对他的不公 殊不知 在父亲成为族长之前 我玄宁成为他人把柄三年 所遭受过的苦难 不比他玄傲天少上一点 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他倒好 回族之后 处处争对于我 仗着父亲的溺爱 屡次三番忤逆父亲 未受责罚也就算了 竟还选择 与我古族玄家断绝关系 可他又怎会知道 他在外裔人闯出的大祸 皆是由我这个做弟弟的前去 给他擦屁股 苏晨潇能够感受到玄宁心中 浓浓的怨气不愤 赞同似的点点头 说道 既然如此 那你可曾想过 让你那兄长明白 若没有你们古族玄家 他什么都不是 玄宁叹了口气 没用的 以父亲对他的偏爱 哪怕是兄长断绝了关系 也依旧派人 时刻关注 我又怎能争得过 他玄傲天 苏晨潇咧嘴一笑 笑盈盈地说道 那如果说 本公子愿意帮你呢 什么 玄宁心底一阵 有些不可思议地抬头 看向容貌俊美 眼眸深邃的苏晨潇 几番酒后真言 他早就已经将眼前这位苏公子 当成真心知己 当听闻眼前这位身份显赫 背景恐怖的苏公子 要帮助自己之时 玄宁一番酒意 都顿时清醒了不少 难以置信道 苏公子 您这是何意 一日 坎明道遇 夜凌晨 因三十年一次的苍允葬的 即将开启一事 诸天各个道统 与大族皆是带着族中弟子 前来现在的道遇 各个地方之内都是人山人海 来往修士 络绎不绝 而作为坎明道遇 最为有名繁华的城池 天启决斗场 也同样坐落其中 天启角斗场入口处 玄宁乃是隐士古族之人 在这坎明道遇之内 自然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本来决斗场管事人 再见到玄宁之后 打算将其安排在贵宾包厢 可在得知 玄宁身旁之人 乃是来自传说中的帝族之后 一瞬间被吓得屁滚尿流 赶忙通知决斗场之主前来 亲自接见将二人 邀请到决斗场最高规格的 至尊包厢之中 至尊包厢乃是接待各族族长 圣人静大能之地 位于整座决斗场视野 最好最高的正上方 屋内装饰奢侈豪放 珍惜无比的灵果 其真摆放于桌 墙壁上更是悬挂着决斗场内的 美人图工人挑选 内部空间极大 从上往下看去 能够将整个天启决斗场 收敛得一览无余 苏陈霄正躺在椅子上 享受着周围 几位容貌美丽的妙龄少女 按摩伺候 玄宁端正地站在一旁 这时候 一道诱惑至极 令人浑身酥软的娇媚声响起 想我天启角斗场 这可是第一次接待地族之人啊 在苏陈霄对面 一位容貌绝美 身材恶娜惹火的美妇人 娇笑着说道 早就听闻地族苏家小公子 生得极为俊美不凡 苏公子今日能够大驾光临 当真是令奴家受宠若惊 心中小鹿乱撞呀 美妇五官精致妩媚 娇艳的鹅蛋脸 鲜艳似火的珠唇 一头淡紫色的发丝如铺 身形高挑修长 饱满高耸 天鹅般优雅的颈薄 肩上肩上 披着雪白的绒毛 那轻薄的丝绸衣裙 更是将一身曼妙的曲线 勾勒得淋漓尽致 令人陶醉 再配上那勾人心魄 犹如一汪剪刀秋水般的美眸 简直就是霍国殃民的妖面 姓名 刘子山 陈浩 无情邪弟 天命女主之一 身份 天祈角斗场之主 年龄 1523 性格 冷血 静静 至尊敬三重 人生剧本 北域妖皇界子英零蛇一族 因被偷袭错失族长之位 虽带着族中 至宝陶至侃明道语 建立天祈角斗场 决斗场中 与玄奥天相识 押宝于其身 决定依靠玄奥天 让自己返回妖皇界 夺回子英零蛇族长之位 这主角人 还没见着呢 想不到却先到了天命女主 柳子山微微躬身 小女子柳子山 见过苏公子 在柳子山的身上 弥漫着一个极其好闻 令人迷醉的方向 那股诱惑至极的方向 掩盖了其身上的妖气 苏臣肖淡淡地说道 妖皇界子英零蛇一族 不好好 在你妖皇界待着 跑到我们人族道羽 来做什么 柳子山闻言 微微一正 美眸眯起 自己身上 可是拥有着 能够隐藏气息的质宝 想不到对方 竟然能够一眼 认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到底还是地族之人 柳子山不在意地娇笑一声 声音轻柔妩媚地说道 苏公子不愧为地族之人呢 竟然一眼 便看破了奴家的身份 若非是有所苦衷 谁又愿意背井离乡 到这人生地 不熟的地方呢 见苏晨霄没有说话 闭着眼 慵懒惬意地 躺在椅子上 享受着身旁少女的服饰 柳子山缓缓起身 步伐轻缓 摇曳着自己的蛮腰走来 让我来 他朝着一旁 正在替苏晨霄按摩的少女说道 少女不敢违抗 柳子山将纤细素白的玉手 放在苏晨霄的肩膀之上 轻轻地替其捏着肩按摩 口吐悠懒道 苏公子 乃是地族添骄 还是让奴家来服侍您的好 一旁悬您眉头紧皱 哪怕是身为影视鼓足之人的 他听到这般妩媚苏鼓的声音之后 也不由地泛起一阵鸡皮疙瘩 苏晨霄却没有拒绝 享受着美人服务 闭着眼开口道 我听说 你们决斗场举办了一个活动 只要能够获得百胜之人 便可得到一枚 赤允葬地的资格令 柳子山温柔地按摩着 一边轻笑道 哦 公子莫不是对那资格令感兴趣 若是公子想要 何须那么麻烦 奴家自然是双手奉上 苏晨霄睁开了 抬头看着柳子山那妖媚妩媚的面容 笑着说道 那倒不用 只是有一人 现在可在你决斗场之内 谁 玄奥天 第三十三章 玄家弃子 脚斗场百战死斗 柳子山文言微微一愣 显然是对这个名字记忆深刻 不紧不慢地说道 苏公子口中之人 奴家自然是认的 他可是 近来我天气脚斗场之中的大名人呢 说到这 柳子山看了一旁面 无表情的玄宁一眼 哥哥直笑道 这说来也奇怪 此人明明是 古族玄家之人 却要跑来奴家 这小地方 争夺资格令 如今 他已经连续九十五胜 只需要再胜五场 便能够完成百胜了呢 此言一出 一旁玄宁满脸冷意 神情不悦地冷哼一声 哼 想我堂堂隐士 古族玄家之人 怎可进入 这般三教九流之地 工人观赏玩乐 他是真想 让我玄家名誉扫地 柳子山无奈地耸耸肩 说道 我们决斗场 从不强迫任何一人 参赛之人 奴家这个小地方 可招惹不起古族玄家 百胜死斗 可是那位 玄奥天公子 自己选择的 可与我们决斗场无关 自己经营 决斗场百余仔 唯的 便是从中找到天赋 杰出的少年天骄 压宝于其身 令对方帮助自己 重返子英灵蛇一族 原先的他 好不容易才找到 一个玄奥天 对方无论是天赋 与背景皆不俗 自己本想压宝 在对方身上 却在今日 见到这位帝族公子之后 一时间改变了主意 丁 天命女主 刘子山决定 放弃压宝玄奥天 玄奥天气运值 损失一千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值一千 这就转移目标了 真实的冷漠 却又现实的女人 苏晨潇也没有太过在意 而是看了眼下方的决斗场 决斗场 一共有十二个区域 每天几乎都有上百场的战斗 可供人下注玩乐 下方人山人海 坐无虚席 观战席上的修士们 一个个激动得面红耳赤 有人神情 狂热地看向下方战场 握拳高呼 有人懊恼 气愤地垂胸顿足 后悔下注 打他 打他呀 老子可是在你身上 下了一万零十的赌注 给我狠狠地干碎他 望着下方那气氛火热 热闹非凡的景象 饶视苏晨潇也忍不住感叹一句 倒是好生热闹啊 那玄奥天的死斗 何时开始 苏晨潇问 刘子山轻轻一笑 说道 原来苏公子此次前来 为的是这个呀 玄奥天的最后无偿死斗 本计划是在下午开始 不过 若是苏公子您想看的话 那么现在也不是不行呢 苏晨潇颇为玩味地 看了眼一旁的玄宁 点头说道 那便让他现在开始吧 刚好 本公子也想见见 这个玄家气子 玄奥天 好呢 苏公子 决斗场地下三层 昏暗潮湿的地牢内 恐怖的凶兽咆哮声 疯狂的嘶喊声不绝于耳 好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这里所关押的 都是被人继受参战 亦或是决斗场 在外购买而来的死球 与凶兽 在一处敞开狭窄的房间中 一位脸色冷裤 穿着黑衫的青年 正闭目盘坐于坚硬的石板床 直上修炼 道运流转 一条漆黑无比的大道 缭绕于身旁 似乎周围的一切 都影响不了他 青年一头黑发垂落 英俊硬朗 面如刀削 眉宇之间 倒是与玄家族长玄 又有几分相似 哒哒哒 此时 一道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随着房门被人打开 一位贼眉鼠眼 大富翩翩的男人 走了进来 毕恭毕敬地说道 那个 傲天公子 您还在修炼吗 男人是决斗场执事 眼前这位 虽然名义上是决斗场的战士 但人谁都知晓 对方的真实身份 看到他们天起脚斗场 获取资格令 盘坐于石窗的玄傲天 缓缓睁开了双眼 眼中金芒壁露 似有吞天之势 哄 周围石墙一瞬间弥漫起裂缝 强大的气流 从其身上迸发而出 泛起一圈圈涟漪 不死静 二重 胖子直视 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给吓了一跳 浑身肉浪狂颤 有些恐惧地说道 啊 傲天公子 玄傲天收敛一身修为 冷漠地看着眼前的胖子直视 何事 胖子直视赶忙解释道 那个傲天公子 您还有最后五场战斗 阁主安排 说您 今日下午的战斗提前 一会必要开始 傲天公子您看 提前 玄傲天脸色平静 看不清楚喜怒 提前也好 这几日死斗下来 自己修为倒是精进了不少 不仅如此 如今更是一跃突破 不死静二重 时机已到 自己也是时候 取得资格令离开了 念及此处 玄傲天淡漠至极地开口道 知道了 去安排吧 今日 我玄傲天便要完成这死斗摆上 胖子直视文言 松了口气 点了点头 立刻离开了此地 安排决斗 而这狭隘压抑 漆黑无比的房间内 玄傲天看着眼前的黑暗 脑海中又闪过这些年来的点点滴滴 孽障 你若是再说一句 我玄傲 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 生而不养 你又何曾进到了 自己作为父亲的职责义务 好 既然你觉得 没有我这个儿子 如此不待见我 那么从今日起 玄家奔断一绝 玄家族长 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 我也从未有过你 这个父亲 自己从小到大 便被父亲流放在其他道域 甚至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本以为他们是有什么苦衷 却不曾想当父亲接自己回族之后 自己却莫名其妙的多了个亲弟弟 身怀两仪神体 年纪轻轻 不过二十岁便拥有不死尽九重的修为 思绪收回 玄傲天眼神格外冷酷坚定 够了 我玄傲天 从小到大 从来都不需要靠任何人 哪怕是不依靠家族 自己也能够得到 进入赤允葬地的资格令 第34章 诸仙镇图 四大帝建路仙 天启角斗场 第一区域 作为历来最为特殊 无数角斗场 热门人物 曾经死斗过的地方 唯有人气质最高的斗士 参加方才会开放 而经过胖子 只是在其他区域的宣传 所有人最为关注的 影视古族玄家弃子 也将在今日 进行他最后无偿死斗 完成那百胜不败战绩 此刻第一角斗场冰棚满座 不仅仅有那些 素来喜爱斗场常客 狂热的赌徒 更是有从各方道语而来 不朽道统 与大族世家的天骄 在此地想要看上一番热闹 场面人山人海 热闹非凡 听说了吗 一会是影视古族玄家弃子的 连续无偿死斗 古族玄家 莫非是那个当代玄家 族长之子玄奥天 这一代玄家族长 可是个狠人啊 上位之时 可是将自己的亲兄弟 给倾诉了个遍 他的儿子怎么会在这里 还不及众人疑惑 第一斗场之中 胖子直视 呵呵一笑 大声说道 今日 我第一角斗场之所以开启 便是因为有着重磅人物 要进行死斗 想来诸位都已经知道了 那么现在 便有请天骑脚斗场九十五连胜 影视古族玄家 玄奥天出场 轰隆隆 雨落 决斗场东侧的巨大师门 隆隆开启 那一望无际的黑暗中 一位容貌 英俊冷酷 身材挺拔笔直的黑衣青年 从中缓缓走出 他整个人气质 凌厉冰冷 犹如一柄 未曾出窍的贱人 一旦爆发 便会势不可挡 斩断一切 哗 玄奥天刚一现身 便顿时满堂哗然 侃明道玉本地人 倒是还好一些 而因为赤允葬的仪式 从其他道玉前来的道统天骄 无意不是脸色大惊 真的是影视古族玄家的 奥天公子 这怎么可能 玄家的人 也来死斗做什么 就连位于第一斗场 位置最好的席位中 不少容貌不俗 气质超凡的古族天骄们 也是议论纷纷 哼 人群中一位面容阴傲 身材瘦削的青年 双手抱负 冷眼看着斗场上的玄奥天 满脸不屑地嘲讽到 想他玄奥天好歹 也是古族之人 想不到如今 为了一枚小小的藏地资格令 竟然沦落到要来这种 低下肮脏的决斗场内 与凶兽蛮夷争斗 当真是有负我们古族名胜 给我们影视世家之人丢了脸面 说话之人乃是古族七家当代 天骄七傲 他曾经在一处秘境之中 与玄奥天有所过节 两人一直不对付 身旁另一位古族 天骄笑呵呵地说道 七兄说得不错 我等背后皆是名门望族 可从未听说过 有哪个子弟会来这种地方 选择死斗 这天骑斗场 借我古族名声希克 迟早要与他们算账 只是 今日倒是好生热闹 就连上方的至尊 观战客房都开启了 莫不是有什么大人物到来 此言一出 在场一众天骄们 都抬头朝着决斗场正 上方看去 只见在天空之中 一座金碧辉煌 奢侈华丽的电房 漂浮于高空 居高临下地俯瞰着 下方角斗场的风景 至尊房内 定 恭喜获得白色 龙虎丸星号一 恭喜获得白色 黑丝星号一 恭喜获得蓝色 抱园丹星号一 恭喜获得紫色 神机九霄顿部 当前反派值 四万六千 又特么是紫色宝底 正躺在椅子上 享受着决斗场主 刘子山按摩的苏晨霄 百无聊赖 得来了个十连抽 这人啊 一闲下来 就管不住手 本来还想攒个一百连抽呢 至尊 神机九霄顿部 子 修炼之后 速度得到极大提升 步伐悬变莫测 久不踏见 修炼极致 可比肩递进攻法 好在诸天顿法一类神通本 就稀少无比 这紫色宝底 倒是开出了个不错的东西 这时 身后正在温柔按摩着的刘子山 轻声说道 公子 听您的吩咐 玄奥天来了 苏晨削眯着眼 俯盖着下方斗场内的黑衣青年 姓名 玄奥天 称号 无情邪弟 天命主角 身份 隐士古族玄家族长之子 年龄 二十六 性格 冷酷 淡漠 不择手段 静剑 不死精二重 体质 天穷剑体 功法 无情剑精 黑骨精 视天剑绝 无名剑绝 残篇 法宝 诸仙阵图 红 陆仙剑 残破 无妄心速图 天命值 三十万 当看到玄奥天身上的法宝之时 苏晨骁微微一正 慵懒的眼眸一瞬间睁大 显得格外的明亮 这家伙的身上 竟然有着传说中的诸仙阵图 还有一柄帝兵 陆仙剑 这玩意 可是传说中赫赫有名的通天四剑 朱 陆 献 绝 传说 每柄帝剑之中 都蕴藏着一道无尽杀阵 变化无穷 可展星辰日月 而陆仙剑已出之必死著称 其内杀阵 可焚人心血 食人神魂 恐怖至极 好家伙 环宇及诸仙阵图 残缺的帝剑路线 看着主角的架势 似乎是要将四大帝剑 都给收集完全啊 苏晨骁眼眸闪烁 盯着下方的玄奥天 仿佛见到了一座金山一般 看来自己运气不错 这玄奥天 绝对是优质主角那一类 怪不得连夜宵剧本中 都不是其对手 极品 而另一旁 在见到自己兄长之后 玄宁眼神一瞬间 便阴沉了下来 第一脚斗场内 胖子直视剑气氛已被点燃 神色激动地大声喊道 既然奥天公子已经到场 那么也是时候 该放出本期的死斗妖兽 诸位 此妖兽乃是来自 北域吉岩之地 存在于熔岩火山脉之中的 强大妖兽 艳遇鬼交 轰隆隆 在说完这句之后 另一头石门轰然打开 一道仿若来自亘古般 恐怖的生灵 咆哮声响彻 吼 场内的胖子 直视被吓了一跳 怒骂一声 我曹 还没喊开始就放 他赶忙一跃而起 直接脱离了 斗场来到 有阵法保护的席位之中 那被打开的石门之中 滚滚的灼热之气 喷涌而出 吼 惊天动地的兽猴响彻 伴随着恐怖的热浪 漫天火海喷涌而出 一双充斥着原始杀意 与暴力的星红瞳孔 于火海之中绽放 那竟是一头三十米之高 体态庞大 浑身赤红 如龙四蟒 浑身密布着坚硬鳞片的血色蛟龙 奇目如炬 身躯苍净有力 腹下四爪 尖锐如刀 能够轻松撕碎 任何一个生灵的肉体 他的每一寸皮肤都滚烫至极 犹如熔岩一般烧灼 浑身上下弥漫着一股 极其射人的气息 不死尽 九重 第三十五章 艳遇鬼交 不死尽九重 当见到这头恐怖的凶兽 台上不少修饰脸色 瞬间一变 灵魂站立 疯了吧 这可是不死尽界九重的凶兽 这是什么生灵 好恐怖 我感觉他能够秒杀我 艳遇鬼交 这个名字从未听说过 想不到决斗场 竟然连这般强大的凶兽都搞来了 而此刻 万众瞩目之下 决斗场内旋傲天 闭着眼没有丝毫动作 至尊席内 苏臣肖见此一幕 饶有兴趣地说道 幽冥火狱 焚天魔龙血脉 有意思 第一场便是如此 看来你决斗场这次是下血本 见这位帝族公子 一语道破此寿来历 刘子山不由有些差异道 苏公子见多识广 竟然连这种稀有凶兽都见得 那位傲天公子实力不俗 几日前还不过是不死尽一众 如今已经突破 若是普通的凶兽 那可没什么看透 要知道 好大一番功夫呢 苏臣肖笑了笑 淡淡地说道 可惜终究不是焚天魔龙 血脉不纯 差了点意思 公子莫非是见过 焚天魔龙的味道倒是不错 其今也是坚韧无比 是锻造法宝的上好材料 身后清老也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有些怀念那个味道 想当年公子与其兄长苏景衡 在北域横行霸道之时 将焚天魔龙一脉幼龙击杀烹石 自己跟随 在身边也有信长了长鲜 味道不错 自己没有听错吧 刘子山笑容一浆 闻言张了张嘴 看着眼前这位地族公子 他脑子一时间有些发嗡 半上说不出话来 苦笑着说道 焚天魔龙可是北域顶尖妖族 奴家可没有胆子敢抓纯血魔龙一族 这艳遇鬼娇 不过是拥有焚天魔龙血脉中 万千凶兽之一 实力强大 想来即便是那位傲天公子 也要经历一番苦战 作为天祈角斗场场主 他所要考虑的 自然是决斗场的营收 而影视古族之人 玄奥天到来的这段时间 带来了颇天的流量 决斗场几乎每日都赚得是 腾满钵满 这最后五场战斗 自然是不能够 让他这么轻易地获胜 不然 自己还怎么赚那些赌鬼门的钱 刘子山轻轻地 捏着苏晨潇的肩膀 笑隐隐地说道 就是不知苏公子认为 奥天公子能不能赢下这场战斗了 苏晨潇看向下方 脸色平静的玄奥天 平淡地说道 一出香的时间吧 哦 刘子山部有来了一丝兴趣 艳玉鬼焦到底是不死尽九重 公子就这么肯定 苏晨潇淡笑一声 拥有诸仙阵图 与入仙剑这两件神物 若是这玄奥天 还解决不了这艳玉鬼焦 那也不配称得上是天命主角了 苏晨潇看了眼一旁 脸色平静的玄宁 说道 玄宁 不担心你兄长安危吗 玄宁冷漠地说道 回公子 这是玄奥天 他自己的选择 就算是死了 也是咎由自取 下方决斗场内 随着艳玉鬼焦的出现 场内气氛也一时间被推至了高潮 上 敢死这头凶兽 玄奥天 我可是把老婆孩子都卖了 全部身家都下了 你可千万不能输啊 你这场要是赢了 你以后就是我轻殿 耳旁嘈杂声不断 玄奥天脸色冷漠 望着对面那头责任浴室 气息恐怖的艳玉鬼焦 手中赫然出现了一柄 弥漫着古老气息 袖极般薄的黑剑 一身气息有如出鞘的宝剑 他不带一丝感情的沉喝一声 来吧 让我看看 不死尽九重的凶兽 究竟有何不同寻常之处 战斗一触即发 玄奥天化作一道黑色的流光 刹那间消失于原地 吼 而对面那头 艳玉鬼焦 仰天咆哮一声 口中喷涌出滔天的血色烈焰 赤炎焚天 那圣人的火焰 焚烧扭去了空间 携带着恐怖的压迫感 汹涌而来 哪怕是决斗场内有法阵保护 这般惊人的温度 也似乎透过了阵法 烧着于观众席之中 稍微靠近一些的席位之位 只觉浑身燥热 满头大汗 好恐怖的火焰 玄奥天顶得住吗 只见那熊熊火海之中 一束漆黑的剑芒 从中绽放 无数道锋利的剑气爆开 玄奥天手 持鹿仙剑斩出一击浩瀚汪洋 生生将这滔天火海 给撕出一道巨大的口子 誓天剑绝 人名 隆隆 手中陆仙剑 虽是残破地兵 力量实不存一 但在玄奥天手中 也绝非寻常宝剑所能够比拟 他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 直接撕开了火玉 出现于艳玉鬼胶身前 见着蝼蚁竟没有被烧成灰烬 艳玉鬼胶 宛若被激怒了一般口中 喷吐出更为凶猛的赤眼 哼 玄奥天眼神冰冷 行动如电 直接穿梭避让 这一击 手中陆仙剑芒闪射 噗哧 赫然间在艳玉鬼胶 那庞大无比的身躯上 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大量的鲜血喷涌而出 艳玉鬼胶吃痛的怒吼一声 一时间变得更为狂万暴力 他浑身鳞片竖起 粗壮雄伟的身躯 横扫抽出 大地崩裂 一时间掀起了惊人的波浪 以他凶受那强大恐怖的肉体 若是被击中 哪怕是不死尽的玄奥天 也将被活生生地抽爆 轰隆隆 这磅礴粗暴的力量 爆起一阵轰鸣 低脚斗场内天摇地动 阵阵余波 四连观众台上的众人 都有所触感 无数人脸色惊骇至极 那些下了众注的赌徒 更是面如死灰 这 那玄家弃子 不会死了吧 完了 这可是不死尽九重的凶兽 我可是将老婆孩子都堵进去了 就在所有人 都以为玄奥天 在这一击之下 不死也将重伤之时 艳玉鬼胶的正上方 一道冷笑声忽然响起 畜生终究是畜生 只见玄奥天塌立于空中 一袭黑衣烈烈 道运缭绕 身前陆仙剑 阴晕着射人的黑芒 他手中掐出一记剑诀 眼神格外冷酷的低河道 视天剑诀 天明 嗡嗡嗡 陆仙剑剧烈颤动下一刻 竟从上到下 化作一束灵力无比 仿佛能够斩破一切的剑芒坠落 若是击中 便会一击将艳玉鬼胶的身躯给贯穿 与此同时 至尊房内苏臣霄见此一幕 轻老 身旁轻老会议 只见蹦射出一束根本无法察觉的气息 气息瞬间没入入仙剑之中 那本该将艳玉鬼胶一击击穿的剑芒位置 竟发生了一丝连玄奥天都没有察觉到的偏移 轰隆隆 第36章 无名剑诀斩鬼胶 憎悟的玄宁 伴随着一道巨响 漫天的火海内 艳玉鬼胶痛苦至极的哀嚎声从中传出 吼 所有人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屏住了呼吸 场内静若无声 全场都沸腾了 无数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雀跃声 赢了 竟然赢了 玄奥天竟然击败了不死境九重的妖兽 发财了 半空中的玄奥天脸色淡漠 无悲无喜 不死境九重 不过如此 他手掌中浮现出一道剑纹 准备将陆仙剑收回 可是却忽然发现陆仙剑似乎被什么东西给牢牢锁住一般 半上没有动静 玄奥天眉头一皱 有些疑惑地看向下方那熊熊火海难难道 怎么回事 突然 一道狂暴至极 射人心魄的兽吼声从火海中响彻 吼 那汹涌的火海竟然被破开 艳遇鬼焦争鸣无比的头颅从中窜出 他受同愤恨暴怒 张开满是獠牙血盆大口 在其那粗壮的舌头上 陆仙剑赫然插在其中 这怎么可能 自己明明已经 玄奥天瞳孔猛的一缩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艳遇鬼焦口中 酝酿着一股极其可怕的红色光芒 足以焚烧一切的烈焰肆意而出 哄 无穷无尽的火焰逼迫而来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已经令他来不及多想 玄奥天不得已 只能够以掌拍出一记 恐怖剑盲抵挡 赶忙必然 天穷剑体 一朝一世 皆蕴藏着强大剑意 轰隆隆 在那漫天的赤焰火海之中 一个火人从中被轰飞而出 滚了几圈 重重地摔倒在远处的场地 定 天命主角 玄奥天身负重伤 天命值损失两千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值两千 所有人不可置信看着这一幕 惊呼道 怎么回事 那头焰狱鬼娇竟然没死 可害害 场内玄奥天宝体 迸发出一道神盲 将身躯上的火焰震散 立刻掏出一枚 圣品丹药恢复 到底是不死尽九重的凶兽 其火焰的滋味 可不好受 虽身怀天穷剑体 但身为剑修 功伐无双 肉身却并不强悍 所以在战斗之中 他尽量都避开那头焰狱鬼娇的火焰 但令他所没有想到的是 刚刚那一击竟然没有将此兽斩杀 之前弹幕傲然的 模样不复存在 玄奥天眼中满是怀疑与不解该死的 无剑怎可能会偏移 好 焰狱鬼娇 却根本不给他缓和的机会 直接卷动着滔天烈火 横冲直撞 愤怒至极的咆哮袭来 火焰在跳跃 如海啸般起伏 那可怕至极的温度 以及惊人的杀意令 玄奥天顿时清醒 他神色恼怒 眼中满是冰冷的怒喝道 畜生 以为我没剑了 我玄奥天便会怕你吗 无情坚决运转 玄奥天整个人气息 一瞬间骤然俱变 磅礴的剑意 毫无掩饰地喷涌而出 大地在颤动 在他身后 以气化剑 一瞬间 数千柄 由真气凝聚的剑气 赫然漂浮于半空 无情大道浮现于身侧 此刻的玄奥天 宛若剑仙一般 冷漠地注视着对面的鬼胶 本来对付你这种畜生 根本不需要用上这招的 你也算是不忘此生了 死吧 雨落 数千柄 由真气所凝聚的剑气 铺天盖地地迸射而出 这剑气似能够撕碎 世间万物 无物不破 无往不利 汹涌的剑芒 没入那汹汹火海之中 艳遇鬼胶眼中 闪过一丝惊恐 他收敛 浑身鳞片 想要抵挡 请客间 他那庞大至极的身躯 吼 艳遇鬼胶发出一道 震耳欲聋的哀嚎声 带着浓浓的怨恨 与不甘轰的一声 倒在地上 气息全无 玄奥天胸腔起伏 显然用了这一击消耗 了他不少的体力 他缓缓走来 周围火焰不轻分毫 玄奥天来到艳遇鬼胶尸体旁 将插于其口中的那丙鹿仙剑 给声声拔出 扑哧 随后 冷眼看向台上一脸震撼 还没有缓过神来的胖子直视 冷声道 准备下一场 胖子直视 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大声喊道 傲天公子斩杀魔焰鬼胶 获得第96场胜利 至尊室内 当见到玄奥天师 斩杀鬼胶这一招之时 玄宁脸色猛的一变 难看无比地说道 无名见绝 可恶 想不到父亲 竟然将这种东西 都赐给他了 定 天命主角 玄奥天受到包地增物 天命值损失一千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之一千 苏晨霄看了过去 无名见绝 刘子山也是好奇无比地看了过来 傲天公子刚刚那一招神通 着实不凡 想不到没有剑镜也能够击杀那头 艳遇鬼胶 这莫非也是玄家神通 玄宁眼中满是极度的怒火 韩生说道 无名见绝 乃是我母亲祖传下来的功法神通 虽然仅仅只有残篇 但却微能无穷 修炼此诀 哪怕是无需宝剑在手 也可以气化剑 唯一能不属于法器之力 这无名见绝 自从母亲死后 便一直在父亲那里 他心中满事不解 明明自己也是父亲和母亲的儿子 为何父亲如此偏爱兄长 将这门神通传授于他 而不传于自己玄宁咬着牙 紧握着双拳 浑身颤抖 苏晨霄眼眸闪烁 颇为有些遗憾地说道 哎 竟有此事 想不到玄组长竟然如此偏心 看来你兄长 即便是断绝了与玄家的关系 你父亲也是放心不下呀 像是想到了什么 苏晨霄故作恍然道 本公子观他那柄宝剑也颇为不凡 似有地狱 虽然有些破损 但想来曾经也是一柄绝世地剑 那柄剑 莫非也是你母亲的遗物 玄宁闭上眼 自嘲一笑 整个玄家世代修习的功法 无不是玄天路 剑修棘手 唯有母亲曾经是一位剑修 这柄剑 不是母亲遗物 又是什么 玄宁睁开眼 眼中满是凄凉痛苦之色 哼 以他玄奥天不死尽的修为 若非我古族玄家 又怎能够拥有如此之多的质宝 第37章 还请公子让我死斗 最后的一战 只可笑我那位兄长并不自知 从来都指知埋怨父亲 虽如今断绝了与我族关系 但所使用法器与功法 哪个不是与父亲有关 刘子山听闻 这古族玄家的密闻也是有些惊讶到 竟然有这种事 可为何 奴家听到的传闻是 玄家族长过于溺爱幼子 冷落了这位奥天公子 这才让他断绝了与亲族的关系 离家出走的 若真是如宁公子你所说 那可当真是会哭的孩子 有奶吃啊 刘子山笑着摇了摇头 胆叹了一句后也没有再多问 可他这句无心之言 却击碎了玄宁心里最后一道防线 定 天命主角 玄奥天受到包地仇恨之拉满 天命值损失两千 恭喜主人获得反派值两千 苏晨肖微微一愣 有些许赞赏的 看了刘子山一眼 玄宁牙齿几乎咬碎 眼睛通红 明明一直以来 自己都是父亲最为听话的那个孩子 可为何 自从他来了以后 一切都变了 父亲将所有的爱 都毫无保留地给予了他 无论玄奥天做什么都能够原谅 可是自己呢 当了三年质子 每天被死亡的恐惧所笼罩 仅仅是因为忤逆了父亲一句话 便要遭受到父亲的巴掌责骂 凭什么 此刻的他 对于这个兄长心中 最后一点亲情也荡然无存 玄宁死死盯着下方角 玄奥天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眼中闪过一丝 前所未有的兵枉 兄长 你这一生都在父亲的保护之下 毫无曲折 实在是太过幸运顺利 既然你这么想要 这没资格令 那我偏偏不给你 玄宁恭敬的上前 朝着苏晨骁一拜 公子 苏晨骁挑了挑眉 有些疑惑地说道 怎么了 玄宁低着头 沉声开口道 公子 还请让我进入决斗场之中 我想与玄奥天死斗 请公子准许 哦 苏晨骁文眼眼眸微微眯起 他看见了玄宁眼中 满是嫉妒与怒火的光芒 苏晨骁笑迎宁地说道 为何要这么做 玄宁 虽然玄奥天 已经不是我鼓足玄家之人 但他身上的光环还在 我这个做弟弟的 要让他明白 只要他身上 一直还流着我玄家的血 就永远无法面对真正的苦难 苏晨骁笑了 笑得格外的灿烂 听见了吗 柳格主 本公子 可不好坏了你天气角斗场的规矩 刘子山在旁虽然有些诧异 但见这位地族公子开口 风情万种地说道 讨厌 规矩又算得了什么 既是苏公子的要求 别说是稍改一下规则 就算苏公子要这一整个决斗场 和奴家 奴家也是莫敢不从呀 这狐猎 苏晨骁淡淡道 听到了 既然想去 那便去吧 玄宁文言眼神一亮 单膝跪地 抱拳道 玄宁谢过公子手肯 苏晨骁摆摆手 无妨 这本来就是你们家里的事情 不过 说到这 苏晨骁从系统储物界中 调出了一枚如血红色的圆论丹药 以真气送了过去 这是 玄宁看着眼前的血色丹药 有些不解 苏晨骁淡笑着说道 你父亲如此偏爱你的兄长 他身上恐怕还有不少手段 未曾施展 此物明白抱园丹 能够短时间内 曾经修为实例 使用后毫无副作用 只不过会虚弱一天 你三日后 要陪本公子一同前往赤允葬地 那么在此之前 本公子便不希望看到 你出任何事情 这没丹药 还是刚刚自己十连抽食得到 想不到现在 能够派上用场 玄宁闻言 微微一愣 觉得苏公子这番话 并非毫无道理 毕竟就连无名剑爵这种 无上神通父亲 都给予玄奥天 自己 却什么都没有 将那抱园丹结果 玄宁第一次感受到了别人的关心 感激无比的看向 苏晨骁说道 玄宁 谢过公子 接下来 刘子山以神殿传音 让一位决斗场的执事 带着玄宁离开 带他走后 方才满脸魅意地 看向苏晨骁说道 公子 安排好了 嗯 那公子打算 怎么奖励奴家呢 奖励你个巴掌 吃不吃 漆黑无比的通道内 玄奥天正坐 在一旁调整真气 恢复状态 准备等待下一轮的战斗 玄奥天睁开眼 看了眼 自己被灼伤的右手 寒芒闪烁 该死的 想不到那艳遇鬼焦的火焰 竟如此难缠 哪怕是到现在 他也没有明白 自己那一记录先见 为何会偏移 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玄奥天冷冷地开口道 下一场比斗开始了 在一旁 胖子只是不知何时出现 一直在旁静静地 等待着他的恢复 不不不 见玄奥天醒来 胖子只是谄媚一笑 说道不着急 只是奥天公子 我们决斗场有件事 想要与您商量 玄奥天 什么 胖子只是搓着手 笑眯眯地说道 按照之前的约定来说 您还有四场战斗 才可以完成百胜 获得那进入 赤允葬地的资格令 是才与您交手的 艳遇鬼焦的实力 想来您也有所了解 如果按照 接下来的这个进度 恐怕奥天公子 您很难在这三天之内 完成死斗 玄奥天眉头一皱 那艳遇鬼焦实力 的确恐怖 若是后面四场 都是这般凶兽 自己还真不好对付 所以 你想说什么 胖子只是 奥天公子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决斗场决定 将您的剩下 四场死斗免除 接下来 您只需要完成 一场死斗 获得胜利 便可以得到 那枚资格令 玄奥天眼眸微眯 看着眼前 这笑容满面的胖子 冷笑道 一场 恐怕这最后一场 没有那么简单吧 胖子只是笑眯眯地说道 您也可以拒绝 不过透露一下 之后四场死斗 所要面对的 可就不是不死尽的凶兽了 风亡静 赤死胖子 竟然敢威胁我 玄奥天脸色 顿时沉了下来 不过 赤隐葬的即将开启 自己还需提前准备一番 没有那么多时间 跟他们耗着 无非 就是最后一场战斗 就算你们放出 风亡静巅峰的凶兽 又如何 我玄奥天答应了 你现在就去准备 今日 无便要拿到那枚资格令 见玄奥天答应 胖子只是眼神一亮 拱手道 得了 第38章 天命主角VS 亲生弟弟 生死之争 一号角斗场内 最后一场战斗 即将开始 恢复得 静静地在场内 等候着最后一位对手 周围观众席上 亲眼目睹了之前 玄奥天越境击杀 不死境九重凶兽的一幕 场内的气氛 全都被点燃至了高潮 哪怕是已经过去了 半个时辰 也依旧热情未减 人们议论纷纷 想不到那玄奥天 竟然真能够 击败艳语鬼娇 我记得这家伙一年前 不过才刚到登天境吧 竟不怎会这般神速 人家好歹也是 玄家族长之子 八成是他父亲 倾斜了不少资源在他身上 我听闻玄家族长 还有一幼子 天赋过人 自小编在族内 受到无数资源的栽培 你们说 连回族不久的玄奥天实力 都这般强大 那期帝玄宁的实力 岂不是更加恐怖 雨落 说话之人 顿时感到一道 杀意十足的目光 只见场内 玄奥天不知何时睁开了 正冷冷地盯着那人看去 那人赶忙闭上了嘴 哼 玄奥天冷哼一声 想他平日 最为讨厌的 便是旁人拿弟弟 与自己比较 温室的花朵 怎么够与无相比 这时 影视古族之中 传来一声大笑 哈哈 玄奥天 你当真是好大的架子啊 七奥座在贵宾席上 满是嘲讽地说道 大家伙出了零食 不就是为了看你这古族气子的吗 怎对 你一个参加决斗的死斗士 还容不得我们这些 付了钱的观众老爷们 议论两句了 同为古族之人 别人惧怕玄奥天 可自己不怕 不过是玄家气子而已 七奥接着讽刺道 要我说 你玄奥天 无论是气度还是实力 永远都比不过你弟弟玄宁 玄宁兄身怀你玄家上古两仪神体 不过二时便有不死尽九重修为 若非你们有血脉之轻 你连给玄宁兄提携的资格不配 玄宁为人温文尔雅 天赋出众 素来保持着影视古族该有的风度 所以在一众古族天骄之中 十分具有威望 此言一出 周围的影视古族天骄们 也是笑了起来 显得格外赞同 玄奥天脸色瞬间变得冰冷无比 满是杀意地看向台上的七奥 手中路仙剑嗡嗡颤鸣 你若是想死的 大可下来 七奥见状更为不屑 我无所谓 可玄奥天 你要是敢动手坏了决斗场的规矩 那资格令恐怕就得不到了 堂堂古族之人 竟为了赤允脏的资格在此 争得个头破血流 我等当真是修与你为伍 令人不耻 玄奥天胸腔一起一伏 强忍着想要出手的怒意 让自己平静下来 不去听这拳废狗叫 另一边决斗场内的胖子 只是通过传音与刘子山沟通 当得到对方的准许 于是呼点点头 笑着大声道 众所周知 奥天公子仅仅只差 这最后四场死斗 便可得到进入赤允脏地的资格令 但若是一直与凶兽死斗 想来诸位也看腻了 所以 我天骑脚斗场决定 将这四场改为最后一场 而此次奥天公子所要对战的 并非凶兽 而是一位不死尽九重的修士 什么 此言一出 不仅仅是看台上的观众 就连斗场之内的玄奥天 也是眉头一皱 看向那胖子直视 修士 要知道 就连不死尽九重的谚语 鬼焦自己都将其击杀了 凶兽肉身时利素 来比同镜人族强大 这决斗场不会认为 凭一个区区不死尽九重的修士 就能够阻碍我 夺取资格令了吧 玄奥天心里不屑一笑 废话少说 直接让那人现身 开始吧 见玄奥天这般急切 胖子直视神秘一笑 点头说道 既然奥天公子如此迫不及待 那便让那位大人出场吧 轰隆隆 话音刚落 对面巨大的石门赫然打开 哒哒哒 从那漆黑的通道之中 传来一道不紧不慢的脚步声 决斗场内的所有人都看了过去 还真是修士 是谁 莫不是某个老魔头 影视古族的天骄们也是 饶有兴趣地望了过去 七傲笑着说道 这天骑角斗场倒是有点意思 竟然找了个不死尽九重的修士前来 就是不知道是何人物了 可千万别被玄奥天那个废物给击败了 众人有说有笑 可当见到从石门后缓缓走出之人 很快 他们便笑不出声音了 整个决斗场也都一瞬间安静 看着对面来人 玄奥天瞳孔猛的一缩 他脸上充满着难以置信与惊骇之色 一瞬间勃然大怒 朝着对面之人低吼道 是你 你来做什么 玄宁 哄 请客间全场沸腾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此次要与古族弃子 玄奥天决斗的那个修士 竟然会是古族玄家族长之子 玄奥天的亲弟弟玄宁 这怎么可能 疯了 简直是疯了 我是不是在做梦 玄奥天到底是古族弃子 可这位可是下一任组长候选人 现如今玄家最为杰出的天骄玄宁啊 这般尊贵的身份 他来决斗场做什么 难道是说也要拿资格令 决斗场内的不朽道统 隐士古族之人皆是瞠目结舌 七耀眼睛几乎要瞪出来一般 死死地看着对面之人 玄宁兄 玄宁兄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场内胖子只是显然很满一种人的反应 他大笑一声 介绍道 想来诸位都认识这位修士 没错 奥天公子的最后一场死斗 所要对决的这位修士 正是当今隐士古族族长之子 奥天公子的亲弟弟 玄宁 此次死斗 乃是生死战 胜利条件只有一个 直到将对方杀死为止 疯了 全他妈的都疯了 两位身份尊贵的古族添骄 同为亲兄弟的二人 竟然要在这决斗场进行生死战 混账 有隐士古族之人察觉到事态的不妙 大喝道 你可知你眼前二人究竟是何身份 是谁给你的勇气敢让他们死战 你天起脚斗场是想要找死吗 说话之人乃是一位古族长老 胖子只是朝那人看去 呵呵一笑 不好意思 这件事是这位 玄宁公子亲口要求的 而且 也经过了那位大人的同意 那位大人 哪怕是你们 在场所有古族之人加起来 也比不过人家一根手指 胖子只是从来没有这么硬气过 不顾那被气得浑身抖冷的古族老者 他笑眯眯的大声道 诸位可现在下主 今日死斗 千年难遇 莫要遗憾终生 那么现在 比斗开始 与此同时的至尊室内 苏辰骁看着下方一幕 眼中满是趣味 亲兄弟之间的战斗 当真是有趣至极 刘子山也是在庞青笑道 哥哥 两位古族玄家之人的决斗 托公子您的福 想来今日过后 我天祈角斗场的名声 又将扩大一倍呢 就连奴家 现在都很期待 这两个兄弟之间 究竟是谁会赢 奴家就陪公子 在这包房里面 拭目以待 第39章 黑暗刘主角 杀地屠足 以写正道 玄傲天眼皮狂跳 眼中满是怒火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亲弟弟玄宁 竟然会出现在此处 两人之间水火不容 一个是叛逆弃子 一个是最为优秀 听话的世家之子 玄傲天眼神 犀利至极 犹如锋刃 一般射人心魄 他声音沙哑 一字一句地质问道 玄宁 到底是谁让你过来的 是那老不死的东西 对面玄宁脸色平静 缓缓说道 兄长 久违了 是我自己主动要求前来的 兄长 既然你已经选择断绝 与我玄家的关系 那便不该在外顶着 我影视古族玄家的名头 横行在外 包括 使用父亲给你的神通功法 玄傲天眼中 闪过一丝杀意 文言忽然放声大笑了起来 哈哈 好好 我玄傲天早 就与你玄家 没有半分钱的关系 所使用的功法 也根本不是你那什么狗屁玄天鹿 说吧 鹿仙剑赫然出现于手中 玄傲天紧握着手中鹿仙剑 无情大道浮现于身侧 满头黑发 凌空乱舞 一股股恐怖凌厉的剑意荡漾而起 玄宁 既然你也一样 想要阻止我获得这资格令 那我便要看看 你今日有没有这个本事 来 死战 手中鹿仙 凌空一盏 汹涌澎湃的黑色剑芒 撕碎一切 轰隆 脚下的大地 寸寸崩裂 浩瀚恐怖的剑芒 狂猛而来 凌厉至极 杀伐无双 他早就看这个夺走 自己一切的弟弟不爽了 而对面的玄宁 也是同样 玄宁脸色平静无比的喃喃道 玄傲天 我也早就期待如此 唯有我才是父亲最为出色的儿子 瓮 背后突然浮现出阴阳两极 玄天鹿运转 玄宁宝体 碧玉无瑕 手掌赫然拍出一击浪涌 卷起数十丈地 蕴藏着无数符文的白色大掌 朝着那剑芒轰去 轰隆隆 这是两大少年天骄 古族玄家兄弟之间的战斗 刹那间 激烈碰撞所迸发 而出的恐怖神盲 将整座决斗场都给淹没 这宛若山崩海啸般的神威 令在场观众席上的众人宛若身临其境 好恐怖的实力 这便是古族玄家全力栽培而出的天骄吗 那令人骇然的光芒之中 一道怒鹤声响彻 只见玄傲天手迟路仙剑 滔天剑意与杀鸡层层粉碎这股神力 他犹如一束漆黑的闪电 无论是速度还是攻击 都达到了极致朝着玄宁杀去 玄宁 而玄宁此刻也是脸色冰冷 右脚凌空一踏 脚下太极两仪浮现 他张开五指 指尖金色的符纹缭绕 一股玄妙莫测的力量弥漫而出 玄宁天自你出现之后 我便消失在了父亲眼中 如果你永远不回到玄家就好了 以玄天鹿为基 阴阳古树为主玄宁眼中神盲蹦射 沉喝一声压出黑白交错的平天一掌 朝着玄宁天涯下 阴阳古树震山岳 犹如星辰陨坠 石方苍岭倾塌 这浩瀚磅礴的一掌还未落下 便让逼劲而来的玄傲天感 受到了一股庞大恐怖的压力 隆隆 这巨大的神威一时间让玄傲天压力倍增 他放缓了速度 抬头看向头顶那轰然坠落的黑白巨掌 眼神冰冷的可怕 手中陆仙剑爆出一道清脆的剑鸣 一缕缕丽芳致极 可斩万物却又无情无义的剑意 一圈圈地缭绕于剑身之上 玄傲天脸色愤怒 朝着上方黑白巨掌横斩而出 玄宁 我今日不要告诉你 即便你得到了那老不死 所有的心血栽培 你也绝非我玄傲天的对手 誓天见诀 天明 见此一幕 玄宁冷漠地开口道 忘恩负义之徒 究竟是谁得到了父亲的心血栽培 玄傲天 你虽是我兄长 但我们之间的修为 是你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 震 雨落 那黑白巨掌气息顿时暴涨数十倍 扩大了足足一圈 哄 伴随着一阵恐怖的爆炸声 玄傲天所展出的剑芒竟炸成粉碎 而那黑白巨掌却毫发无伤 欲逼欲尽 眼看便要坠落下来 玄傲天紧握着露天剑 一身杀意惊天 他死死地看着那黑白巨掌 冷声道 那你便睁大狗眼好好看看 我玄傲天偏要碎了你的神通 无名剑爵运转 之前斩交之木复刻而出 玄傲天那凝练的剑翼化为实体 比先前数量多上几倍的 无情剑气汇聚凝结 死 玄傲天一剑斩出 无数剑气 犹如皱密的暴雨 一般朝着空中 拿黑白巨掌射去 剑斩八荒 轰轰轰 恐怖皱密的攻击 伴随着大神通击出 在这一道道 灵力至极的神通之下 那黑白巨掌竟出现了 丝丝裂纹 下一刻 便被那惊天璀璨的剑芒 给生生吞没 轰隆隆 犹如雷暴般的巨响 整座决斗场都在震动 玄傲天如神似魔般 从神海中杀出 面对弟弟玄宁轰来的 一道道大神通 犹如一柄 能够斩灭一切的绝世宝剑 一般剑破万法 一往无前 无数人望着 这两大古族 天骄之间的恐怖战斗 凭住了呼吸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这真是不死尽的战斗吗 想不到此生 竟然能够见到两位古族 天骄浴血厮杀 今日这门票 当真是值了 这天起脚斗场 真他妈太会玩了 饶是尹氏古族这边的天骄们 也无疑不是脸色震撼万分 玄傲天 竟然能够和他弟弟玄宁打得不相上下 这怎么可能 七傲忍不住地吞咽了一口唾沫 看着场内宛若杀神一般的玄傲天 他从来没有想过 这家伙 竟然拥有这么恐怖的实力至尊室内 捏得有些手酸的刘子山 看着下方一幕 美眸经验连连 差一万分地说道 这般年纪便有如此修为 不愧为尹氏古族之人 刘子山坐在了苏晨肖一旁 看向一脸笑意盈盈的苏晨肖寻问道 公子 好像一点也不惊讶的样子 苏晨肖眯着眼笑道 别急 这两人都还有所保留 接下来才是好戏开场的时候 不出意外的 弟弟终究只是弟弟 在越境如同吃饭喝水般的天命主角面前 区区八个小镜 根本就不是事 如果自己没有记错的话 那天命主角玄奥天的功法之中 好像还有一门黑骨精吧 暗纪元禁术 不属于朱天的功法 朱天历史曾遭受过阴暗面 玉外魔神的袭击侵略 老实说 对于那些奇形怪状邪魔歪道的功法 早就已经屡见不鲜 容忍度很高了 但暗纪元那些诡异生灵的功法却不同 不可说不可明 别说是修炼了 就连稍加触碰也会使人心性大变 仅仅是存在于此 其弥漫而出的气息便会辐射整个道路 到最后所有人沦落为人人得而诸之的诡异生灵 曾有传闻称 暗纪元的开始 便是因为一本从未见过的黑皮古书 在某日忽然出现 将疑欲生灵全都化作诡异开始 哎 玄奥天啊 玄奥天 这若是传出去 怕是大地级人物都得出现 黑暗流主角 好一个无情邪弟 想来这其中的邪 便指的是这黑骨精吧 相比之下 我这个反派也是 正的发白 红的发紫 苏晨潇眼眸闪烁 看了眼玄奥天的人生剧本 随后失笑着摇了摇头 无情邪弟 人生剧本 杀地屠足 以血正道 第四十章 黑骨精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轰隆隆 决斗场内 伴随着一道赤圣 黑白光芒的炸起 玄奥天整个人 都被轰飞了出去 他浑身伤痕累累地 从地上爬起 口吐鲜血 甚至连手中路仙剑 都被轰飞 玄奥脸色冷漠 脚踏阴阳两仪 黑发披肩 他身上聚集了决斗场内 所有人的目光 犹如一位少年至尊 一般步伐缓慢地走来 玄奥天 看见了吗 这便是你与我之间的察觉 我玄奥自小到大便 刻苦修炼 从未有一天有所懈怠 你一直埋怨父亲 可你又何曾想过 若非你身上 流淌着我玄奥的血脉 你甚至 连见我一面的资格都没有 玄奥天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掏出一枚丹药服下 眼眶中布满血丝 有些赤红 当听闻此言 他仰头大笑一声 眼中尽数是仇恨 与不屑之色 好一个玄奥天骄 我的好弟弟 要知道 你可是玄奥的骄傲 而我 玄奥天 不过是家族的一个弃子而已 哼 雨落 玄奥天一身气息骤然暴涨在他身前 一道耀眼至极的神盲绽放而出 伴随着清脆至极的剑影之声 远处插在地上的陆仙剑 竟开始剧烈地颤动了起来 碰 一阵巨响传来 陆仙剑化作一道 黑色的长红 冲天而起 在玄奥天手中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枚菱形圆盘 圆盘上镶嵌四孔 令人惊骇的剑影声声不息 不停流转 诸仙阵图 玄奥 你莫非以为 这便是我全部的本事了吗 可笑 诸仙阵图 其 玄奥天双眸神盲蹦射 他怒喝一声 手中那菱形诸仙阵图 迅速飘浮而起 陆仙剑四受到了 某种召唤牵引 静止朝着 诸仙阵图而来 刹那间 一道由剑意所换化的阵法 将玄宁所笼罩在内 龙蛇起路 杀鸡涌动 见此一幕 台上的众人 无疑不是面色惊骇 那锋利至极 浓郁的剑意 似乎扑面而来 令人脸颊生疼 这是什么 剑阵 那剑法器之中 竟然蕴藏着一道剑阵 场内 也不乏有眼尖之人 似是想到了什么 影视古族中 有劳者脸色一变 有些难以置信 看向决斗场中 玄奥天的身影 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 诸仙阵图 那岂不是说 这家伙所使用的 那剑神兵 乃是通天仙剑 其中之一 坏了 传说通天 四剑各怀剑阵 杀鸡无穷 如果真是这样 那恐怕是 不死尽九重的玄宁 也根本不是对手 玄奥天 你疯了吗 他可是你的亲生弟弟 玄宁无数 赐予你留守 你难道真想杀了他不成 有影视古族之人怒喝道 玄奥天满头黑发 狂乱飘舞 对于周围的一切 都漠然无比 脸上的杀意 做不得假 他紧盯着被诸仙阵图 所笼罩的玄宁 我玄奥天 可从来不认得 这什么狗屁弟弟 以血为剑 陆仙剑为银 陆仙剑阵 玄奥天狂吼一声 诺大的剑阵 隆隆转动 已经打算拼死相搏 此时剑阵之中 每一寸空间 都迸射出灵力的陆仙剑气 令人防不胜防 扑痴 哪怕是玄宁 也一时不慎脸颊 被这凌历在的剑气滑 破出一道 血淋淋的伤口 玄宁眉头一皱 以重重阴阳 两仪之力护体 他的眼神 也逐渐的凝重 冰冷了下来 事到如今 你还是如直直迷不悟 既然如此 你就不要怪我 不念血脉之情 玄奥天 休要在玷污 我鼓足玄家之名 受死 语落 玄宁将苏陈销所给予的 抱怨丹拿出服下 哄 仅仅是一瞬间 仿若无穷无尽的真气 涌现而出 玄宁浑身上下 便散发出一股 汹涌澎湃之气 脚下阴阳两仪 急速转动 黑与白犹如 融合交织在了一起 他左右双眸 化作一黑一白 符纹流转 毫无保留地 将两仪神体 激活到了极致 隆隆 剑阵颤动 无数道杀意惊人的 路仙剑气 呼啸而出 犹如暴雨梨花 一般密集海量的 疯狂倾斜轰 轰 轰 轰鸣声不断 玄奥天 双手掐出一记剑影 不顾一切地 将路仙剑阵 催动到顶点 亲兄弟之间 如今都已经丧失了理智 只想在这搅斗场之中 绝出生死 够了 结束吧 剑阵内 忽然响起一阵暴鸣 犹如火山爆发 岩浆喷涌 一束束黑白神光 赤胜崩发 在所有人 骇然的目光之下 竟直接从剑阵内击穿而出 玄奥天瞳孔猛的一缩 整个人显得难以置信 这绝不可能 路仙剑阵启动 可是连锋 王靖强者都能击杀 而玄宁不过不死尽九重 怎可能冲破剑阵 轰隆隆 惊天动地的巨响乍起 半空之中 诸仙阵图与路仙剑仿若 丧失了光滑 从空中坠落 玄奥天脸色突然一变 口中喷出一口精血 整个人的气息 一瞬间显得唯米不振 脸色苍白至极 断了线的风筝 一般被击飞了出去 碰 那漫天的浓雾之中 玄宁浑身都是剑伤 衣袍都被撕烂 宛若一个血人 他那苍白无比的脸色 被鲜血所遮盖 气息混乱无比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若非是公子所给予的抱怨丹 令他修为一瞬间 达到风王境 恐怕刚刚便要死在这剑阵之下 如今事已至此 两人都已经没有了 在回旋的余地 用尽浑身最后一丝力量 玄宁右掌拍出 脚下阴阳两仪 像是活了过来 一般化作阴阳交织的双龙 朝着玄傲天杀去 阴阳古惊 无声天刚 那阴阳双龙咆哮而来 卷动着滔天的神威 这一刻 庞大的死意涌上心头 玄傲天有感 自己若是抵挡不住 必然死在这阴阳双龙手下 不 我不能死 是你逼我的 玄傲天脸色争鸣无比 犹如风魔了 一般祭出了自己最后的底牌 是你逼我的 他狂吼一声 刹那间 一股极其诡异 能够腐蚀天地的黑色古惊 赫然出现于身前 这本残破的古惊宝金风霜 被一缕缕黑色的气息所笼罩 蕴藏着不属于这片天地 极度不祥为之的气息 第41章 清老出手 诡异神物 黑古惊一经出现 这邪恶至极的力量 便穿透了决斗场之内的屏障 令全场所有人都浮现出心机的感觉 隆隆 滔天神通 阴阳双龙席卷来 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还未抵达 阴阳双龙在那不祥之气的蚕食下 开始消弥腐化 到最后 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连一点余波都没有惊气 远处的玄宁脸色惨白 体力不支的他单膝跪在地上 脸色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这是 当看见那开始侵蚀周围空间 甚至逐渐向外扩散的黑古惊之后 一向性情平和的玄宁 瞬间像是想到了什么 眼眸猛然出现滔天的杀意 你这畜生 难道是想要 害死这个盗狱的所有生灵吗 混蛋 哄 此言一出 顿时在整个决斗场内 掀起了轩然大波 暗纪元诡异 整个诸天之人无疑不知 十 什么 在场无数人浑身一震 脸上从震惊变成了惊恐 骇然 诡异力量 那家伙身上有暗纪元死惊 逃 快逃 我不想变成那些诡异的生灵啊 他想要害死 我们所有人 逃啊 传说暗纪元的开始 便是由一本黑皮古书 但凡与诡异有关的东西 一旦出现 便会将整个盗狱的生灵 尽数同化 整个决斗场内 此刻乱作一团 无数观战之人 神情恐慌至极 哪怕是那些 影视古族天骄们 也是一脸畏惧 走 这里不能呆了 想不到玄奥天身上 竟然有这种东西 我们快撤 决斗场内的玄奥天 就像是瘟疫源头 一般令人唯恐不及 定 天命主角 玄奥天暴露诡异古今 身败名裂 天命值损失三万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之三万 定 天命主角 玄奥天与包地玄宁关系 彻底决裂 天命值损失五千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之五千 系统的奖励声 不断响起 当感受到这股不祥气息 刘子山被吓得花容失色 他没有想到 玄奥天身上 竟然会有这种东西 诡异 这家伙 怎么可能 天起角斗场 完了 哪怕是清老脸色 也是微微一变 立刻想要出手 他身为准帝 自然知晓诡异 又一次出现 意味着什么 这时 一道淡笑声响起 只见苏晨霄 有些慵懒得伸了个懒腰 笑迎宁地说道 唉 欣赏了这么久 也是时候出手了 这般可怕的东西 可不应该出现在诸天之中啊 决斗场呢 玄宁神色愤怒至极 他死死看着对面的玄奥天 怒吼道 玄奥天 你疯了 你这是想要 让我整个古族玄家 都给你陪葬吗 被黑骨精的不祥之气所包裹 玄奥天 似乎也受到了些许影响 他整个人的气息 在以恐怖的速度恢复 脸色疯狂地打笑道 哈哈 那又如何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既然我玄奥天 将这黑骨精暴露 那也就根本不打算 让你们都活着回去 玄宁瞳孔一缩 天目 玄奥天壮 若风魔地大吼一声 哄 在持有者的催动之下 黑骨精赫然迸发出了一股 难以置信的力量 黑色的不祥之气 将整座决斗场所笼罩 那些打算逃走 或使用传送符路之人 皆是被打断 停顿在了原地 为什么 传送符不可用 这是什么 玄奥天一身气息恐怖 猙獰无比的 大笑一声突然 轰隆隆 一道无可匹敌 神力澎湃 有如浩瀚汪洋一般的 无上神通 坠落了下来 金色的神盲 照耀天际 诡异天幕粉碎 问 黑骨精释放出一个 极其害人的力量 将玄奥天笼罩 但即便有诡异力量的庇护 玄奥天也在此刻 犹如泰山压顶 一般身躯一阵 浑身骨头都寸寸破碎 噗 这是什么神通 帝威 这是帝威 莫非是有大帝降临 这时 一道玩味的声音 从空中响起 好了 是时候结束了 接下来 是帝族苏家办事时间 帝 帝族 当听到这个声音 决斗场上万人脸上都显得难以置信 瞪大了双眼 朝着空中看去 只见高空之中 一位容貌俊美 一袭白衣不染尘埃 宛若折仙一般的贵公子 从空而降 其神体如华 无暇无缺 全然不似这方世界的人物 而在其身旁 一位身材勾搂的黑袍老者 一身修为犹如深渊 深不可测 金色的神盲 弥漫而出 澎湃如海 将那位公子保护于其中 不受那诡异不祥之气 侵扰半分 准帝 那人是准帝 这究竟是何人 见来人 玄宁单膝下跪 立刻大声道 玄宁见过公子 苏晨潇孝盈盈地 看了眼下方寻傲天 眼眸有些戏血地白手道 暗纪元的东西 当真是令人惊讶 黑骨精 蕴藏着诡异之灵 不破不灭 可侵蚀世间万物 将其化作不祥生灵 一边说着 苏晨潇一边看向地上那路仙剑 以及诸仙镇图 大手一抓 将这两件神物收入囊中 忍不住嘖嘖赞叹道 诸仙镇 好宝贝 定 天命主角 玄宁天失去天命 至宝诸仙镇图 天命值损失五万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之五万 定 天命主角 玄宁天失去天命 至宝陆仙剑 残 天命值损失三万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之三万 混蛋 那是我的诸仙镇图和陆仙剑 见自己法宝被夺 玄宁天呼吸一掷 死死等着眼前来人 可当察觉到苏陈霄身旁 那位秀为惊人的老者之后 他那凶狠的眼眸 闪烁片刻 随后不假思索 直接催动黑古今暴社 去一记恐怖至极的黑色神通 哼 清老怒喝一声 拂袖 直接将这道神通震碎 虽是暗纪元的东西 但你莫不是以为 仅仅凭借此物 便能够对付准帝 第四十二章 诡异古今暴露 天命主角身败名恋 准帝 帝族苏家 途中七奥松了口气 大喜过望 玄奥天 你可知你面前 究竟是何人物 你持有暗纪元古今 罪该万死 现在还不乖乖束手就情 切莫害了你富足悬家 给老子闭嘴 玄奥天咆哮一声 他深吸一口气 恶狠狠地看了苏陈霄 以及远处的七奥一眼 声音冰寒 犹如来自九幽一般威胁道 你们 都给我等着 说吧 玄奥天便准备催动神通 逃脱此地 可就在这时 苏陈霄身旁的青老动了 青老冷笑一声 你认为 今日你还有机会逃得掉吗 滔天威压坠落 神盲乍现 准地境之力 犹如坠日一般化作 金色大印 镇压而下 轰隆隆 仅仅是一息之间 便将这整座决斗场 都给生生崩碎 玄奥天所在之地 更是出现了一个 惊人的天坑 啊 痛苦至极的惨叫声响彻 玄奥天 犹如一滩烂泥 一般浑身是血 凄惨无比地躺在坑内 在准地境大能面前 他甚至连使用 那黑骨精的机会都没有 若非是公子在场 这还清老留守 之后的结果 青老眉头一皱 呼察觉 那本骨精之可怕 刚刚竟连自己 准地神通都被侵蚀 暗济原骨精在此 若沾染上一丝 便有可能使人 神志疯狂 化作鬼物 所以他不敢离开公子 身旁分毫 没死 望向下方 被浓郁至极的 不祥之气所包裹 几乎快要消失的玄奥天 清老再次施展出 一道惊天神通 轰隆隆 而就在这时 那本鬼一黑骨精 竟迸发出 一道璀璨无比的黑色光芒 犹如万物凋零 天枯地毫 从那黑骨精之中 竟然赫然出现了一个 人形模样的影子 影子朝着上空的清老 咧嘴一笑 露出森然雪白的牙齿 随后直接卷动着 生死不知的玄奥天 赫然消失于场内 只留下那俯视一切的 不祥之气 直至玄奥天的身影 消失于决斗场内 他所存在的那片天地 都已经被污染 建清老还想出手 苏晨霄摆摆手 淡淡地开口道 行了 苏晨霄满不在意的 戏血一笑 那黑骨精 竟然还有灵质吗 有趣 到底是暗纪元的东西 连大地都不好处理 我苏家不躺这趟浑水 剩下的 就交给他们 隐世古族玄家 自己去处理吧 摧毁这些诡异之物 不仅费力不讨好 稍有不慎 更是要承担起 让一遇生灵 化作诡异生物的风险 承担千夫所指 清老文言微微汗手 收敛了一身恐怖的修为 站在一旁 没有说话 苏晨霄迷着眼 把玩着手中的 颤名不止的陆仙剑 与诸仙阵图 在其身前 系统展开了一张 硕大的地图 地图之上 有一颗红点 正在快速移动 系统标记 苏晨霄但笑着说道 只是玄奥天 你又有多少天命值 可以挥霍的呢 一片狼藉的决斗场内 在经历了 玄奥天一世之后 在场所有人 都有一种 劫后余生的感觉 当见那位 帝族公子身旁的老者 将被侵蚀的空间粉碎 不少不朽道通 隐世古族之人 这才方赶上前 感激无比的拱手道 我等 拜见苏公子 苏晨霄白白手 但笑着说道 随手之事 无妨 本公子 本来只是想看一出好戏 却不料发生这种事情 诡异生灵 与我朱天 有血海深仇 自当是人人得而诛之 说到这 苏晨消叹了口气 有些遗憾道 只是可惜 那古今黑古今 诡异不凡 连准地都没办法杀他 此言一出 在场之人 无异不是钦佩至极 不愧为帝族公子 要知道 曾经的暗纪元 便是由帝族苏家的大帝 率领着朱天修士们 撕破了那片黑暗 隐世古族七傲 神色敬畏的拱手开口道 公子大意 若非公子出手 是变成不祥 谁又能够想到 那玄奥天 竟然有这种东西 发生了这种事情 其背后古族玄家 也难逃弃责 周围其他人 也是纷纷点头 脸色愤然道 使用此物妄图 杀光我们这里所有人 玄奥天齐心可诛 待回族之后 此事 我必然要禀报足了 坎明道语埋藏着 这样一个炸弹 随时都有 霍乱诸天的风险 此时玄宁 也是脸色苍白的 从远处而来 他眼中满是羞愧之色 若非是那没报原丹 自己恐怕 早已死在 玄奥天见证之下 公子 玄宁有副公子所望 苏晨霄淡笑一声 拍了拍他的肩膀 人没事就好 将这个吃下去 储物借纸泵 发出一道白芒 随手之间 便是一枚生机勃勃的 清蒂丹送出 此物莫非是清蒂丹 当感受到 那浓郁至极的惊人生机 在场不少 天骄眼神骤亮 皆是一脸艳羡的 看向一旁玄宁 他们现在才知晓 为何玄宁会出现于此 原来今日上方 至尊阁中的贵人 便是帝族公子 而玄宁 却是陪行 这位公子大人 一同前来 玄宁大为所振 看着眼前 脸色温和的苏公子 只觉心底一酸 这般从未有过的感觉 令他眼眶 有些通红暴 玄宁多谢公子 与此同时 坎明到于一处 荒无人烟的山脉之中 不祥之气 阴云缭绕 周围的山脉 与参天古树 瞬间被侵蚀为灰烬 以极为恐怖的速度 扩张出去 玄宁天那狼狈不堪的身影 出现在了此地 嗨嗨 他趴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吐出鲜血 玄宁天双眸赤红 满是仇恨 与怒火的低吼道 为什么 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他 在其身旁的 漂浮于空中的黑骨精中 传来一道 阴森的沙哑的笑声 杰杰杰 你可知今日出现的 乃是地族苏家之人 若非是无出手救你 你早就死在那准地手中了 玄宁天身躯一阵 地族 苏家 他如何不知晓这个名字 诸天十大地族 每一个都是至高无上 不可侵犯的存在可以说 隐氏古族在任何一个地族面前 都弱小得犹如一只蚂蚁 更别说那人 还来自于地族苏家了 第43章 古族玄家完了 最后的遗言 可以想到自己 不仅暴露了最大的底牌 日后将被无数人追杀 又是两件至宝被夺 玄宁天便气愤地疯狂垂地 大吼道 可恶 可恶啊 黑骨精中那道声音 又一次响起 你啊 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里恢复 待赤允葬的开启之后 得到那件东西之后 便离开这方道遇 找一处无人之地修炼 放心吧 有无助你 百年之内 必成大地 结结 赤允葬地 可自己根本没有 能够进入的资格令 忽然间 像是想到了什么 玄宁天眼中 闪过一丝冰冷杀意 寒声道 事已至此 就算再多上一份罪面 那又如何 一日后 影视古族玄家 大殿外 一众玄家长 老门面如死灰 跪在殿外低着头 瑟瑟发抖一句话 也不敢说 整个玄家 都被一股 极度压抑的气息所笼罩 碰 唯有大殿内 那一阵阵咆哮 与瓷器 被砸碎的声音传来 那畜生 当真是疯了 暗纪元的东西 也敢留于身上 他这是想要 害死我们古族玄家吗 漆黑压抑的主殿内 玄佑怒不可遏 哪怕有外人在此 此刻他的脸色 也近乎于扭曲的疯狂 砸着东西 已经有数百年 没有这么是失态过了 苏晨潇静静地 看着这一幕 在旁不紧不慢地喝着茶 勾结暗纪元 诡异生灵的罪名 除了曾经带领诸天 摆脱黑暗的各方地族 能够解释脱身之外 别说是小小一个玄家了 恐怕就连那些 拥有大地的超级道统 万古圣族都承担不起 也无怪乎身为一族支掌的 玄佑会如此失态 不知过了多久 玄佑方才如同贪软一般 贪坐在家主之位上 双目失神 又哭又笑道 想我玄佑一名千载 却不料生出了 这么一个离经叛道好儿子 手足相残 身怀人人得而诛之的 暗截元古今 这些 难道都是 对我玄佑杀兄屠亲的报应吗 都是报应吗 此刻跪在殿外的玄宁 当听到父亲的咆哮后 再也忍不住冲了进去 父亲 可他一进来 便呆愣住了 周围一片狼藉 玄佑从未见过父亲 如此失魂落魄 颓废的模样 这一刻 身为影视古族组长的玄佑一时间 心气全无 有的 只有那浓浓愧疚与懊悔 玄佑不由鼻尖一酸 上前道 父亲 玄佑看了他一眼 有些无力地开口道 是宁儿啊 宁儿 为父愧 对列祖列宗 愧对你母亲的嘱咐 玄佑 要完了呀 是毁在我玄佑的手里 玄宁浑身一震 恍惚间 只觉是天塌了 他无法想象 一向英明伟岸 威严无比的父亲 竟然会说出 这般绝望的话语 玄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他一步步地朝着前方爬去 拉着父亲的双手 大声道 父亲 求您别再这么说了 我玄佑乃是毅力 诸天万年的影视古族 是不会玩的 玄佑扬起头壁着眼 他躺在这家主的位置之上 整个人像是苍老了数百岁 一般悠悠地说道 古族骂 可我玄佑 却承担不起妄图 重启暗纪元这个罪名 昨夜古族七家传来消息 你哥哥玄奥天 他夜袭几位古族添骄 将七奥与其他六名古族之人击杀 并夺走其身上的资格令 不日 七家便会率领一众人 与其他各个古族道统之人 前来问罪 什么 当听闻此言 玄宁呼吸一致 几乎是咬牙切齿地低吼道 玄奥天 又是他 又是他 父亲 他要毁了我们玄家啊 玄又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神色憔悴 他紧盯着身前玄宁 伸出大手 放在了他的脸庞 温和无比地说道 宁儿 是为父便有愧于你们 你们的娘亲走后 为父接替着族长之位后 更是疏忽了 对你们关爱 一直以来 你都责怪为父 过于偏爱 你哥哥奥天 可为父 之所以如此纵容 你那哥哥奥天 便是让我好好照顾天 你虽当了质子三年 但我和你母亲 却在你小的时候 将所有的爱好无保留的 给予给你 而天儿那孩子 那时还在其他道于受苦 玄宁泪如雨下 哽咽无比地大声道 父亲 求您别再说他了 玄又笑着摇了摇头 他从未展现出过 如此慈爱温和的一面 宁儿 你无论是性格 还是长相都像你娘 而天儿却随我 我知道 我在你们心中 一直都是个不好的父亲 但为父今天 要告诉你的是 宁儿 在为父心中 你一直都是 最为听话懂事的好孩子 也是为父的骄傲 就像是在交代一言一般 玄又一口气 说了很多 玄宁浑身颤抖不止 他从未有一天 不曾想得到父亲的肯定 但绝对不是现在 而就在这时 店外传来 玄家大长老的声音 族长 族长 尹氏古族七家 赵家 明家 还有几个道统势力 都来人了 当听到这声音后 玄又点点头 目光闪烁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他轻轻抚摸着玄宁的脸颊 慈爱地 替他擦去眼角的泪痕 轻声道 宁儿 你长大了 我走之后 若是他们愿意 放我玄家一线生机 我玄家依旧存在 那么以后 你便是我玄家的组长 玄宁紧紧地 抱着父亲的手臂 跪在地上低着头 苦苦哀求道 父亲 求您 求您别再说了 您不会有事的 见到自己的儿子这般模样 饶食内心强大的玄又 那深邃的眼睛中 又不忍浮现出 一道泪光他现在才发现 从天回来以后 自己有多么疏忽 对于小儿子的关照 可为什么 发现得这么晚呢 玄又笑着摇了摇头 最后轻腻地 揉了柔玄宁头发 然后起身看向 安静坐在一旁的苏晨潇 走了过去 苏公子 这里面 是我玄又全部的家当 以及我古族玄家 历代积累的一半资源 苏晨潇抬头 看向眼前的玄又道 玄组长 这是何意 第四十四章 谁有资格证明 那不知本公子 够不够资格 玄又双手抱拳下跪 像是进行临终的托服 最后的嘱托 一般低着头开口道 子不叫 父之过 天儿能够做出 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 自然是与我这父亲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我那好孩子 宁儿是无辜的 只请苏公子 看在这些薄力的份上 庇护宁儿一命 从今往后 全子愿为苏公子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苏晨潇沉默了一回 老实说 自己不是什么好人 但或许 是在玄又的身上 看到那为人父母 最后的慈爱 不由想起了 自己亲族家人 苏晨潇 借过那枚储物戒指 平静地点头开口道 明白了 去吧 玄又身躯一阵 脸上露出无尽的感激之情 他知道 能够在无数古族 与不朽道统之间 保下自己这幼子一条性命的 也唯有来自 帝族苏家的这位公子了 父亲 不要 玄宁只觉浑身无力 在后方苦苦哀求 玄又缓缓起身 最后看了眼玄宁 随后一击钢器将其激晕 朝着苏晨潇 最后一拜道 苏公子 再见了 苏晨潇点点头没有说话 望着玄又 那高大离去的背影 眼眸闪烁 把玩着手中的储物戒指 自顾自地喃喃道 玄奥天 你有一个愿意替你 承担背负下一切罪名的好父亲 可为什么你就是感觉不到呢 按照玄奥天的剧本来看 从史之中 玄家都无愧于他 仅仅只是他单方面地认为 这一切 都是玄家所亏欠他的 今日所发生的一切 都被自己以留影时记录下来 苏晨潇倒是很想看看 在这天命主角 濒临死亡 陷入绝境之时 看到这一幕画面 究竟会不会后悔 苏晨潇缓缓起身 朝着殿外走去 屋外天空乌云密布 黑压压的一片 似有电闪雷鸣 酝酿着一场暴风雨 即将来临 此刻玄家殿外 玄家族长玄又 与一众长老们 望着高空中 那来势汹汹的各族之人 玄又 你儿子玄又天杀我幼子七傲 我二惨遭这无妄之灾 我七空就这么一个儿子 你玄家今日 若是不给我一个交代 我古族七家 与你不共戴天 当见到玄又出现 上方一位怒火滔天 面容苍老的老者 怒吼道此人 乃是七家族长七空 他老来得子 对于七傲从小到大 都是疼爱的不得了 如今七傲身孕 他比在场任何一个 都要无比心痛 我孙儿也死在 你儿玄又天之手 你们玄家勾结 暗纪元诡异生灵 莫不是想要 翻了这天不成 今日 我等古族 便要替天行道 将你们这群 背叛诸天之徒 从隐世古族之中抹去 修耀在电窝 隐世古族的名声 轰隆隆 天空中怒雷闪过 在这数以千计古族 与道统之人的 恐怖威压之下 玄家上方的天空 似乎都要崩塌一般 一众玄家长 老门瑟瑟发抖 脸色绝望至极 家主 玄佑深吸一口气 面对着来者不善的众人 大声道 这些事 我玄家认了 子不教父之过 乌尔奥天所作之事 身为父亲的我 难逃其责 我玄佑愿意以死谢罪 将我玄家所有资源 当作赔礼 只求诸位 留我玄家一条生路 但若要说我玄家勾结 暗纪元诡异生灵 那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上方之人不依不饶道 死 玄佑 我等这么多人前来 你认为 就凭你一死了之 就能结束了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今日不灭你全族 难消我等心头之恨 你儿子玄奥天 在天启决斗场 使用的暗纪元古今 可是有成千上万双眼睛 亲眼所见 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好交代的 若说 你玄家与暗纪元 诡异生灵无关 谁能证明 谁信啊 玄佑眼中光芒闪烁 他知道 除了玄奥天击杀的 那几个古族之人以外 在场更多的 只不过是想 要借助这个借口 将玄家给抹出分赃而已 而就在这时 玄佑后方的殿内 忽然响起一道 淡淡的声音 本公子给他证明 如何 只见后方 苏晨霄不紧不慢地 从殿内走出 清劳紧随其后 玄佑眼神一亮 感激无比地拱手道 苏公子 多谢 上方七家族 掌七空眉头一皱 冷冷地说道 你证明 乳秀未干的毛头小子 你又是何人 可此言一出 一旁其他古族之人像 是想到了什么脸色 骤然一变 一旁几位七家长老 更是倒吸一口凉气 表情像是见了鬼一样 赶忙来到 七空身侧 傅而小声 说了些什么 组长 别说了 那位 好像是地族苏家族长的公子 你说什么 七空文言一瞬间 瞪大了眼睛 一瞬间想死的心 都有了 恨不得撕烂 自己这张臭嘴 你他妈的怎么不早说 是想要害死本组长吗 他恶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 随后赶忙 带着一众七家长 老门屁颠屁颠地 来到下方 浑身颤抖 恭敬无比地说道 在下古族七家族长 七空 见过苏公子 其他古族之人 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下来 根本不敢站在 这位头顶之上 犹如下饺子般 唯恐不及赴海道统 见过公子 古族赵家 见过公子 明家见过公子 公子之名 小女回族后 还时常与我提起 一个个活了成百上千岁 古族族长级别 身份尊贵的大能们 此刻在苏承骁面前 卑躬屈膝 恭敬得像是个吓人一般 苏承骁看了眼眼前来人 目光停留在七家族 长七空身上 淡淡道 本公子替他证明 暗纪元古今之事 全都是玄奥天意人所为 有问题 七空一瞬间没了来时 那般气焰 诚惶诚恐 求生欲极强地低着头说道 即使苏公子您作证 那必然不可能 有一点问题 此事全都是 玄奥天意人所为 苏承骁扫了眼其他人 而等呢 第四十五章 献圣人道果 我以天道启事 此刻的场面 一时间有些微妙 本来还是前来 兴师问罪的各方势力大佬 所有人都在苏承骁面前 如同小鸡灼米 一般拼命点头 这位地族公子大人 不会是 想要保下玄家吧 所有人心中 暗暗想到 七空心里 更是难受至极 自己死了唯一的儿子 想来报仇 本就天经地义 可这位地族公子 一出现 别说是报仇了 怕是自身都难保 古族玄家何时 攀上了无上帝族这般高知 就在众人疑惑之时 玄佑脸色平静地开口说道 诸位族长 我明白 各位心中 对犬子的不满 只是冤有头 债有主 一切我玄佑愿意一人承担 只求诸位 能够念在 同为隐士补族的份上 饶过我玄家 其他无辜之人 说吧 身为古族族长的玄佑 直接双膝跪地 朝着七空等 一众古族族长一拜 这 在场所有人都惊了 一个个瞳孔更大 在场所有人开口道 我那无知孩 上还年少 一时误入歧途 我死后 愿以浑身精血神魂为影 劫圣人道果 玄佑宝库 就在后殿 其中有我玄佑 历代以来的积累 玄佑别无他求 只求诸位 将这些带走之后 能够平息一丝心中怒火 日后抓住我那傲天孩之后 饶他一命 在一种大能的 难以置信的目光之下 玄佑手中 酝酿出一股 极其恐怖的圣人之力 口中高呼有愧于 历代先祖猛的派下 碰 族长 一众玄佳之人 死死瞪大了双眼 一代影视古族 圣镜族长身孕 定 天命主角 玄奥天生负身孕 失去古族玄佳庇护 天命值大伤 损失十万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值十万 问 在他死后 一身恐怖磅礴的修为 与圣力凝聚成一枚金色的光团 出现于胸口之处 选择凝结圣人道果 便要牺牲自身的一切 玄佑的肉身 金血 神魂 都化作灰烬 慢慢消失于天地之间 直至片刻 一地流沙 被微风吹散 这个世间 仿佛从未有这个人存在一般 在地上 一枚蕴藏着无尽神华 圣力澎湃 金银剔透的圣人道果出现 在场所有人见此一幕 一时都有些沉默了 谁人不知 眼前这位乃是古族玄佳手段 最为狠赖一任组长 不仅手段通天 更是带领着 玄佳短短几年时间里 跃上了一个阶梯 乃是一介枭雄 而就这样的人物 如今却为了自己的儿子事情 给他们赔礼下跪 以死 谢罪落下了帷幕 不少人心中怒火消散大半 面面相去 难免有兔死胡碑的感觉 甚至连儿子死了的七空 也是连连皱眉 叹息着开口道 可怜天下父母心 玄族长 家门不幸 你这又是何苦呢 同为父亲的他 能够理解玄佑的心境 但丧子之痛 却不能够因此而平息 唯有以玄奥天的鲜血 方能祭奠自己孩儿的在天之灵 七空看了眼在场玄佳 一众痛苦绝望的长老们 悠悠道 你族族长 为了保全玄佳 今牺牲自己 我等若是再要深究 倒是显得不尽如人意了 此事作罢 你族逆子 玄奥天我等会亲自出手 若是他还与你们玄佳 有不清不楚的关系 就休怪我七家不讲情面了 今日之后 也代表着影视古族玄佳 不复存在了 大长老此时 站了出来 满脸悲痛的拱手道 我玄佳明白 至于这枚圣人道果 在场一众人相识一眼 眼中都闪过了些许贪婪 圣人道果 内涵圣道 可以说 有了他 想要跨入圣人境 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玄佑身为杀出来的族长 本就实力不俗 其圣道 至少也是上位 多出一个圣境强者 对于他们古族而言 可谓是巨大的提升 众人商议了片刻 最后以七家族长 七空为首 他们还是一致决定 将这枚道果 献给这位帝族公子 苏晨肖挑了挑眉 给我做什么 七空双手 小心翼翼地捧着那枚圣人道果 恭敬无比地 来到苏晨肖身前 说道 苏公子 我等之前有眼无珠 多有冒犯 这枚圣人道果 我等一致决定 将其献给苏公子宁 还望宁大人不计小人过 比起心中的贪婪 他们更为畏惧地 眼前的这位帝族公子 诸天浩瀚无穷 隐氏古族与不朽道统 更是不计其数 但至高无上的帝族 却只有十个 哪怕旗族之人 所蒙养的妖兽 他们都不敢得罪 更别说 眼前这位乃是 帝族苏家的族长之子 不仅如此 那玄家的宝库 也还请公子宁笑呢 苏晨肖眯着眼 咧嘴一笑 也没有跟他们客气 直接将这没圣人道果接果 淡淡道 那宝库就算了 自行分配吧 你们来报仇 要做什么 本公子不干涉 只是那玄奥天身怀古今 一日不除 对于诸天来说 便是一日的隐患 若是实在找不到人 我帝族出手 也不是不可 众人闻言心底一阵 要是这件事 传到十大帝族之中 那么到时候 所受到牵连的 可就是他们 隐氏古族所有人了 七空赶盲道 苏公子还请放心 我七家 有溯源追血之法 只要这玄奥天 还在这砍明道狱之内 就根本逃不出我等的追捕 老朽就不相信 连他父亲身允这件事 传出去后 他还能够无动于衷 苏承骁微微汗手 白手道 本公子有些累了 这里就交给你们 自己处理 苏承骁回到的主殿内 只留一众人 在此地面面相去 一个时辰后 各方古族 道统来人 尽数离开 族内所有长老们 都身批丧服 准备为族长处理后事 玄家的天空上 似乎有着一片 挥之不去的阴霾 此刻主殿之内 苏醒不久的玄宁 失魂落魄地坐在地上 久久失神 苏承骁就静静地 坐在一旁喝着茶 整个店内冷冷清清 只有三人在场 不知过了多久 玄宁颤颤巍巍地 从地上站了起来 来到苏承骁身前 他那满头黑发变得苍白 血红的眼睛下 挂满着泪痕 玄宁脸色此刻 平静得有些吓人 请公子帮我 他知道 如今只有一个人 能够帮助自己 苏承骁看了他一眼 眼神平淡 帮你什么 玄宁眼中浮现出 无比的疯狂之色 他发誓 自己一定要亲手杀了 那个害死父亲 不知悔改的畜生 他毁了自己的一切 我愿以毕生修为与神魂 向天道启示 只要公子 能够帮我杀了玄宁天 从今往后玄宁这条贱命 便是苏公子你的 愿永生永世尊公子为主 PS 十万字了 还请老爷们 点点催更追读 好评一下 压压磕头败谢 砰砰砰 第四十六章 追谢溯源 借血一用 玄宁双目赤红 眼中满是仇恨的怒火 当说出这句话之后 在其身前缭绕起了一根根纤细 无比白色线条 那些线条不断交织变化 化作一枚枚蕴藏着天道之韵的符纹 玄宁咬破食指 以血壳压 刹那间 那些符纹 炸开成白色的星光消散 不可违背 天道契约 苏晨潇脸色如常 紧盯着他的眼睛许久 最后平静地说道 起来吧 他跑不了 戴赤允葬的开启之时 便让他与那暗纪元黑骨精 一同埋葬在那里好了 玄宁闻言大喜过望 重重地磕头叩手 大声道 玄宁谢过公子 玄家所发生的事 在隐氏古族之中 掀起了不小的波动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这样一位手段 狠纳果决的族长 竟然会因为自己的儿子 选择自尽 但抓捕玄傲天一事 并没有因此落下帷幕 隐氏古族各族 联手封锁了这处盗狱 同时间发布了重大悬赏 但凡能够抓捕 亦或是提供玄傲天消息之人 都将得到巨额的奖励 在这高昂的奖励之下 哪怕是冒着被 暗纪元鬼物侵蚀的风险 也依旧有无数修士趋之若鹜 疯狂地寻找着玄傲天的踪迹 此刻雾林山脉之中 这寂静无比的古老森林内 爆发出了一道巨大的震响 轰隆隆 都给我死 玄傲天浑身是血 脸色疯狂猙獰的 将出现于此的数十位修士给击毙 他右手抓着一位 不断挣扎的古族修士 强行进行搜魂 在强行摄取了对方的记忆之后 玄傲天浑身开始不断颤抖 眸光甚人 不顾对方痛苦淒厉的惨叫声 右手猛地用力 生生将其头颅给捏爆 碰 大量的鲜血建设于他脸颊与眼眸 父亲死亡的消息 让玄傲天悲痛至极 忍不住仰头狂吼一声 啊 黑骨精漂浮在他身侧 释放出一股诡异无比的力量 将周围的尸体都给销毁 影子出现于玄傲天身旁 看着跪在地上颤抖不止的玄傲天 结结地怪笑道 怎么 你不是很痛恨你父亲的吗 为何知道他死了的消息之后 反而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哄 玄傲天一拳拳疯狂轰击着地面 哪怕双手都已经血肉模糊 却依旧没有停下 直到大地被砸出一道深坑 玄傲天方才悠悠抬起头 那星红无比的双眼 两行血泪流下 黑骨精所产生的影子 在旁嘖嘖赞叹道 多美妙的眼神啊 我在你眼中看到了仇恨 怒火 玄傲天冷冷地转过头 一拳朝着影子轰出 咆哮道 你给我 闭嘴 可他的攻击 却仅仅只让影子消散了片刻后 又重新愈合 那个老不死 明明是为了玄家而死 却要美其名曰的 说是为了我 这些 全都是他欠我玄傲天的 难道他以为这样 我就能够原谅他了吗 永远也不可能 从今往后 自己再也没有 什么狗屁的血脉羁细 没有任何人 能够管束到自己 无论是谁 我玄傲天想杀就杀 那些曾经得罪过我玄傲天的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念及此处 玄傲天好似 疯了一般的 仰天大笑了起来 甚至连眼眸 都被一缕缕黑气轻染 浑然没有察觉到 一旁的影子裂开满 是獠牙的嘴 不停地怪笑 一日后 玄家千机封顶 一道巨大无比的赤色漩涡 毅历山顶 周围设立屏障 若没有资格令之人 根本无法入内 数万人聚集于此 等候着今日赤允葬的开启仪式 苏晨骁坐在手座之上 身旁几位古族族长 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 你们说 今日便能抓住那玄傲天 苏晨骁饶有兴趣地 看向一旁的七家族长七空 七空脸色尊敬地拱手道 回公子 玄傲天杀我幼子 夺走其身上的资格令 为得便是进入这赤允葬地 如今 我等已经封锁了整个坎明道云 若是此子想要逃走 唯一的办法 便是通过赤允葬地内的太古传送阵 玄宁眼神冰冷扫过下方 一众人群沉声道 或许他现在就隐藏在人群之中 苏晨骁但笑着说道 可需要本公子帮忙 七空与其他几位族长对视一眼 皆是自信满满地说道 公子 我等好歹 也是四位圣经在场 若是连一个小小不死尽的弃子 都抓不住 岂不是令人一笑大方 另一位族长也是保证 四位圣经亲自出手 要是还捉不住玄傲天 不如找块豆腐撞死在场 这该死的忌世感 苏晨骁文言脸色有些古怪 没再说话 嗡 系统面板展开 系统地图上那明亮闪烁的 红点就在此地 苏晨骁笑盈盈地 朝着下方人群之中看去 只见人群之中 一位身披灰色斗篷 面容粗狂的汉子赶忙低下了头 该死的 这家伙不会是发现我了吧 十海之中一道怪笑声响起 怕什么 你可是有黑骨精在身 就算是暴露了 那又如何 你之前抢夺资格 令目的太过明显 我在此处感受到了杀阵的气息 怕是这群人早已布下天罗帝王 打算在今日将你揪出来啊 当听闻此言 玄傲天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 不屑至极的小道 就凭这群家伙 以为这样就抓得住我玄傲天 他早已有所打算 苏晨潇收回了目光 坐在椅子上 左手慵懒地撑着头 低垂着眼眸 有些玩味地笑了笑 来得还是挺早的 闹吧 最好将这场面闹得再更大一点 反正 你身上也背了这么多罪责 也不在乎多上一条 右手轻轻一翻 白色毛球模样的死魂兽 赫然出现于手中 自从吞吃了一位 风亡精的神魂之后 死魂兽消化了很长一段时间 如今 也算是从幼年期进化为青年期 气息强大的不守 想来也是时候能够发挥出一点作用了 约莫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玄家大长老看向封顶那秘境漩涡 直到秘境玄颜色变得鲜红 彻底显现 他这才来到苏晨潇 与一众古族族长身前 恭敬无比地开口道 时机已到 可以进入赤云葬地了 气空点点头 他与周围古族族长相互对视一眼 视一可以开始行动 早在来时 他们便信心满满地布置好一切 气空冷笑一声 开口道 那么 便开始吧 玄宁借血一用 第47章 天罗帝王 死魂兽 开饭了 玄宁闻言 干脆利落地在指尖划出一道血痕 气空咧嘴一笑 眼中金芒闪烁 玄耀天 虽不知你是用什么办法 躲避我等神念窥视 但现在 也到此为止了 追血溯源 问 玄宁手中鲜血被牵引而出 那鲜血化作一道湖光 闪过气空 双眼气空神木如电 迅速地扫射过下方人群之中 很快便锁定在那个大汉身上 找到你了 七空眼神一亮 立刻大喝一声 就是他 动手 不多废话 一旁三位圣境族长 皆是抱起出手 磅礴的圣威冲天而起 其中一人大喝道 玄耀天 今日看你往哪里逃 风天锁地 另一人直接起阵 哪怕面对是一位不死境后辈 几位古族族长 也丝毫没有留守 暗纪元古今诡异至极 哪怕是在不死境手中 也不容易小觑之物 狮子薄兔意尽全力 过分的轻视 只会后患无穷 隆隆 大阵轰然轻塌 震动天地的巨响传来 这猝不及防的一幕 令在场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阵法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七家族长 还有赵家 明家 他们这是要做什么 一层层的大阵迅速而起 整个千积风 仅仅是在眨眼之间 变化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墙壁 无数粗壮无比的灵器 锁链交织缠绕 仿佛将整个天地都封闭了一般 太古绝命阵 太古锁龙阵 太古魁水阵 里外三层 密不透风 不知道 是不是玄奥天天命值 现在太低了的原因 失去了降制buff 见此一幕 饶是苏晨霄都不由愣了愣 MB 苏晨霄看向冲入人群之中的毫无保留 大展神威的四位谷族组长 有些感叹道 真狠啊 怪不得之前 他们信誓旦旦地跟自己保证 这三套阵法下来 别说是不死境 怕是圣境巅峰都将叠血当场 不仅仅是苏晨霄 下方隐藏了身份的玄奥天 在见到三大阵法升起后 更是脸色骤变 虽然早就做好摊牌准备 但他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看得起自己 玄奥天表情跟吃了屎一般的难看 怒吼道 世明 你他妈的不是说只有一个杀阵吗 另外两道又是什么东西 脑海中黑古晶之灵也没有回话 似乎沉默了好一会 方才悠悠说道 用古晶 只要有古晶在 谁也不敢碰你 面对杀来了四位圣境大能 玄奥天根本不敢有所大意 他脸上满是杀意 大喝道 混蛋 真当我玄奥天是你捏的吗 黑古晶 问 龙玉的不祥之气冲天而起 生生地撞击在了上方的古阵之上 那诡异不祥的气息 开始迅速俯视着第一道绝命阵 可即便是这样 绝命之外 还有着锁龙阵与魁水阵存在 想要一口气将全部击碎冲出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轰轰 黑古晶之灵影子出现 影子随手便是数百道 恐怖至极的黑色神芒 朝着七空等人迸舍而来 龙龙 七空与另外三位圣境大能皆 是寄出能够隔绝一切的法宝 七空身前出现一面圣洁如玉的盾牌 那一束束黑色光芒轰击在盾面身上 爆发出惊天巨响轰 诡异的力量开始不断地侵蚀 蔓延于盾牌之上 隐约要透过盾牌触及于手 这不属于诸天的诡异力量 若是沾染到一丝 便会令人丧失理智 发生畸变 沦为鬼物 哪怕是圣境强者 都不敢沾染分毫 七空见状 吓得赶忙将盾牌丢下 赶忙又是祭出 一顶早就准备好的新盾牌 大笑道 哈哈 玄家小儿 你莫不是以为能够使用着 暗截元的鬼物之力 我等便会畏首畏脚 不敢碰你分毫了 当真是可笑至极 我等今日可不是来请你 而是要将你这古族的叛逆之徒 给震杀于此 诸位 动手 太山印 说吧 四位圣境大能 纷纷催动了大神通之术 向着玄奥天阵杀而来 暗截元古今 虽然诡异恐怖 但只要注意 不与接触 便不会有事 所以 他们几人 皆是使用远程手段 打算将其直接击杀 玄奥天脸色难看 他没有想到 这群不要脸的老东西 竟然准备得如此充分 法器跟不要钱的 一般用了就丢 不过 你们以为 这样就能够奈何到了我 玄奥天了吗 赤明 影子直接附身于 玄奥天身后 玄奥天顿时犹如 打了鸡血一般 从其体内 漠然迸发出一道 恐怖的光芒 迅速朝外扩散而出 这股不祥之力 恐怖至极 迅速将那几道 圣境神通吞没 七空剑状冷笑连连 防御法宝 护于身前万般不染 开口道 负于顽抗 无道要看看 那暗截元古今 究竟能够帮你 到何种地步 圣山印 轰隆隆 又是一击 通天神通轰去 而就在这时 场内突然想起一道道 痛苦至极的身影 与惨叫声 啊 别过来 组长救我 只见整个道风内 诡异的气息 犹如潮海一般 迅速扩散而出 虽然他们几位圣境 大能不沾分毫 但其他前来 进入赤允葬地的后辈们 却根本无法抵挡 住着不祥之力 成千上百人 在此刻痛苦地 蜷缩在地上 他们的脸庞 与身躯开始扭曲 浑身皮肤肉体 一块块地腐烂脱落 口中吐出 大块黑色的鲜血碎肉 有人浑身 迅速长满长毛型 如妖兽一般 更有甚者 血肉如动 从体内伸张出 一条条新的手臂 发出痛苦的低吼声 吼 像是人间炼狱 似乎在亲眼见证 暗济原内 一个个诡异生灵的诞生 这是 七空浑身一阵 瞳孔不断地放大 玄奥天 却疯狂无比地 走在场中央 影子漂浮于他的身后 张开双手 肆无忌惮地大笑 满是滔天的邪义 现在他 简直犹如 一个瘟疫之源 所过之处 一切生机都枯萎几变 哈哈 你们挡得住 但其他人呢 都给我上 缠住他们 玄奥天身前的黑骨精 一夜夜地迅速翻开 所有被这股 诡异之气侵蚀机 变成怪物的修士们 都发疯了一般朝着上空 四位圣经组长冲去 远处 金色璀璨的准地之力 化作屏障隔绝一切 玄宁健壮脸色 愤怒至极 想要冲上前去 玄奥天 这家伙 现在已经比魔道 更为魔道了 做什么 苏晨霄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眼眸含笑道 在这里 安静看着就好了 望着远处那些沾染上 诡异之气 不断激变的众多修士 苏晨霄拍了拍正 懒洋洋 躺在手中的死魂兽 但笑道 还睡呢 开饭了 第四十八章 奴龄赤鸣 殊死一搏的玄奥天 死魂兽似有所感 在苏晨霄手掌心上 滚动了一圈 随后犹如一柄白色的箭矢 一般迸射而去 本就是诡异生灵他 根本就无惧 这些不祥之气的影响 如虎入羊群 死魂兽像是饕餮 一般迅速地没入 一个个修士体内 将他们那被污染的神魂吞噬 苏晨霄 看向远处的玄奥天身后的影子 赤鸣 黑骨精奴龄 曾经是侃明道义邪修 偶然间 在天魔洞中 发现黑骨精 被邪气侵蚀 剥夺肉身 神魂附着于黑骨精之上 原来是这样 那影子 与其说是黑骨精的气灵 倒不如说 是秉承着黑骨精意志的奴隶 更为贴切一些 苏晨霄伸了的懒腰 缓缓起身 静止来到清老 所构建的金色屏障边缘 外面的黑色不祥之气 正在不断地冲撞 想要吞没进来 清老见状脸色一变 公子 您这是 周围那些 心计无比的影视骨族 也是被吓了一跳 一个个冲上 前来劝阻道 苏公子 不可出去啊 外面都是暗纪元诡异之气 君子不利于威墙之下 您贵为万金之躯 千万不可以出去啊 这一刻 比起外面的族人 他们反倒是 更担心这位帝族公子 生怕对方一时兴起 去体验一下 苏晨霄脸色平静 将手 直接伸出这金色的屏障之中 轻轻一捉 啪 一缕四是有灵智 正在不断挑动 挣扎的不祥之气 赫然出现于大拇指 与食指之间 犹如灵蛇一般 见此一幕 后方的古族长老们 一个个瞪大了眼睛 表情像是见了鬼一般 我曹 什么情况 苏晨霄看着手中 这缕不祥之气 轻笑道 这些不祥之气 似乎还有灵智 倒是有趣 手指微微用力 这一缕不祥之气 直接被掐灭 自己当然不可能 以身犯险 来之前便已经问过系统 所得到的回复便是 先天混沌神体 可化万物 容万法 哪怕是这不祥之气 冲入体内 最后的结果 也是被混沌踢给容纳归一 一视同仁 在一众人 惊骇无比的目光之下 苏晨霄不紧不慢地 朝着玄奥天的方向走去 周围禁术 都是被不祥之气 侵蚀的修饰 可苏晨霄 却浑身弥漫着 一层浓白的混沌光 那些不祥之气 根本无法侵蚀分毫 化作鬼屋的修饰 一个个地扑杀 撕咬而来 浑身散发着 浓郁至极的灾难气息 嗡 白帝剑击起 一剑斩下 灵力至极的剑芒 呼啸而出 帝剑之威 势如破竹 刹那间 便将那些鸡 变成鬼物的修饰化 为鸡粉 哼 嗯 倒是比生前 强大了一些 苏晨霄饶有兴趣地欣赏着 不远处 再见到苏晨霄出现之后 七空等人大惊失色 脸色煞白地停止了手中攻击 朝着苏晨霄而来 苏公子 您怎么来了 快离开 此地已经被那不祥之气 给污染了 可在察觉到了 苏晨霄周围 那古老神秘的混沌之气之后 几人脸色心里 都是一惊 这 苏公子 您不惧这不祥之气 苏晨霄 微微一笑 手持着白地剑 看向远处的那连圣经大能 都感到棘手的玄奥天 开口道 玄奥天 你最后的仰仗 便是这暗祭元古今中神魂吗 是你 玄奥天脸色一瞬间变得愤怒无比 惊人的杀意 倾泻而出 几乎是咬着牙说出 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就是这个家伙 之前在决斗场之中 夺走了自己的陆仙剑 与诛仙震徒 苏晨霄失笑一声 摇摇头 有些可叹地说道 想你父亲临死之前 可不希望 你变成这样 哦 对了 本公子这里 还有你父亲临终前的遗言 里面有你父亲 想对你说的话 你不想看他吗 一边说着 苏晨霄一边将那枚流饮石拿了出来 随意丢了过去 父亲 玄奥天瞳孔猛的一缩 情绪又一次有了波动 可很快又像是想到了什么 他脸色变得猙獰无比 直接抬手将那流饮石生生击碎 哄 你认为 我玄奥天还会在意这些东西吗 什么狗屁亲情 我玄奥天才不需要那种东西 苏晨霄见状也没有在意 笑了笑 又从系统储存空间拿出一枚流饮石 碎了没关系 本公子还有一个 玄奥天呼吸一致 事到如今 他最为憎恶的便是别人提起自己父亲 你他妈 玄奥天气的浑身抖冷 眼中满是怨毒与杀意 他愤怒至极的大吼一声 给我闭嘴 我要你死 赤明 给我力量 黑色影子怪笑一声 知道了 有我在 你死不了 他等的就是这一刻 既然你主动献上 那么你的肉身 我赤明就收下了 哄 影子几乎要和他融为一体 黑骨精再次迸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 玄奥天的身躯开始发生害人的变化 他身体开始一寸寸膨胀 手臂与身躯上长满了 正在跳动的肉压 整个人仿佛变成了诡异生灵 这一次 甚至连那三重阵法 都承受不住这股强大力量 开始寸寸破碎崩塌 七空等人脸色大变 想不到此子竟然还有余力 这暗纪元黑骨精上的生灵 当真如此恐怖吗 他们早就察觉到了 玄奥天之所以能够有恃无恐 所依赖的全然是那黑色影子的力量 保护苏公子 公子小心 苏臣肖冷笑一声 毫不在意 玄奥天的力量都来自于那黑骨精的神魂 但只要是神魂 便是死魂兽的食物 眼见玄奥天一身气息不断暴涨 一道白色的身影突然闪过 已经接连吞噬了数百神魂的死魂兽 将目标锁定在了玄奥天背后的影子上 那逐渐融入 玄奥天身体的黑色的影子 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看向自己肩膀上的白色毛球 一瞬间变得恐惧至极 这是 死 死魂兽 不 不 这东西怎么可能还存在着 玄奥天 救我 白色毛球可不管这么多 直接张开满是獠牙的血盆大口 口中顿时传来一道恐怖无比的犀利 下一刻 犀流 不 第49章 天穷健体 死期将至 伴随着一道凄惨不甘的咆哮 死魂兽就这么直接将那影子给吞食 原先还气息暴涨 感受到体内源源不断力量涌现的玄奥天身躯一阵 黑骨精掉落在地 玄奥天整个人一瞬间像是被掏空了一般 浑身无力的瘫软下来 碰 我这是怎么了 力量 我的力量呢 玄奥天反应过来不对 不断寻找影子 脸色疯狂的大吼道 赤鸣 赤鸣 可任凭他如何呼喊 都再也感受不到影子的一点气息 远处的众人 见状瞪大了眼睛 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只看见一个毛茸茸的东西 出现于那影子身上 然后吸流一声 一口气将那影子给 吃了 什么情况 那家伙身上的诡异之气消失了 哥 死魂兽打了个宝格 随后懒洋洋地化作一道流光 重新回到了苏晨骁的手中 死魂兽 成熟期 苏晨骁轻轻拍了他两下 看着又一次陷入沉睡的死魂兽 但笑着将其收入了系统空间之中 做得不错 虽不知那黑骨精 奴灵生前是何修为 但玄奥天能够借助他的力量 以此来对抗在长几位圣经大能 想来也弱不到哪里去 大捕之物 远处察觉到不对劲的玄奥天 这一刻彻底慌了 混蛋 你对我做了什么 苏晨骁有些玩味地说道 不过是将你那底牌 拿去为了宠物而已 七空等人面面相去 想不到这位苏公子一出手 竟然这么轻易地 就将对方的最后底牌解决 也是时候收尾了 此地的天地被黑骨精所污染 苏晨骁打了个响指 啪 蒙白神秘的混沌光炸现 混沌神体能够融合肩并 一切气息 在几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之下 早已圆满的先天混沌神体 犹如金吞一般将周围 那磅礴海量的诡异之气收敛 吸纳苏晨骁臂着眼 感受着一股古仿 若有灵质般的不祥之力 在气海之中躁动 在混沌气的压制吞并之下 那股不祥之力逐渐平静 同化融合 这股庞大浩瀚的不祥之力 开始凝聚 灵台之上 八颗散发着神芒 大道缭绕的光体中央 赫然出现了一枚漆黑无比 宛若来自深渊般的道果 这是在诸天之中 从未有过的大道之力 虽然薄弱 但却蕴藏着 极度不祥与诡异的气息 除了灵台中央 那宛若主宰 一般璀璨无比 由混沌之气 所笼罩的道果 屹立最高之外 这霉漆黑的道果 已经出现 便将其余七条大道 道果压制于下 地恐不及 第九大道 这 周围几位古族族长 见此一幕 皆是瞠目皆舌 苏公子 竟然连这不祥之力吸收 连这诡异之气 都能够吸收 这莫非是传说中的 先天混沌体 赵家族长紧锁着 眉头喃喃道 先天混沌体 在诸天 已经有数万个纪元 未曾见过 就连他们也没有想到 先天混沌体 竟然能够无视 这不祥之力的侵蚀 苏晨潇 缓缓睁开了眼 眼中一缕神盲闪过 看向远处 失去了一切力量 躺在地上 狼狈不堪的玄奥天 眯着眼轻声喃喃道 多谢款待 右手摊开 一缕恐怖邪恶的 不祥之气 隐隐跳动 随后将其掐灭于手中 感受到 石海内的新出现的 第九条神秘大道 苏晨潇眼眸闪烁 微微有些意外 想不到 除了混沌 神魔 荒谷之外 自己最先领悟的敬会 是这诸天 从未有过的诡异大道 苏晨潇淡淡地开口道 好了 此方诡异之力 已经不复存在 去处理一下残局 虽然已经没有了 那诡异之力笼罩 但那些遭受侵蚀 已经激变了的修士们 却也无法回到 曾经的状态 七空几位族长点点头 知晓玄奥天 此刻再无余力后 纷纷出手 将形态诡异的怪物们斩杀 苏晨潇不紧不慢地 来到玄奥天身前 居高临下地俯瞰着他 一道真气 直接将地上的黑骨精卷起 苏晨潇看着手中 那本黑骨精笑着说道 诺 现在你最后的底牌 也没有了 定 天命主角 玄奥天损失黑骨精 气韵值损失四万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值四万 还给我 那是我东西 突然死了 这一幕让苏晨潇皱了皱眉头 玄奥天 你现在的样子 可真不像是个古族天骄 被这诡异力量侵蚀 失去了影子与黑骨精的庇护 玄奥天身上 那密密麻麻的肉牙 在此刻接连炸开 他脸颊上的皮肤 也在此刻脱落 那血肉之下 睁开了一只 只诡异转动的眼睛 我要杀了你 苏晨潇蹲下身 笑着摇了摇头 有些遗憾地说到结束了 玄奥天 下辈子再努力吧 手中酝酿起一道 恐怖无比的光芒 开始将玄奥天身上 最后的价值给收割 混沌经 万元归一 啊 玄奥天痛苦至极地 长吼一声 在地上蜷缩着身躯 不断抽搐 天穷剑体本源 就这么被生生剥夺 融入先天混沌 神体之中 与此同时 苏晨潇浑浑身弥漫出一股 锋芒毕露的剑意 修为境界 也在此刻开始发生了变化 不死尽一众 二重 三重 一直到不死尽七重方 才堪堪停下 定 天命主角 玄奥天损失天穷剑体 气运值损失四万 恭喜主人 获得反派值四万 苏晨潇嘴角 缓缓扬起 起身感受着 这体质本源 所带来的巨大提升 又是一场 酣畅淋漓的突破 这时候 远处的玄宁 也是来到此地 脸上满是仇恨地说道 公子 能让我亲自动手吗 我想亲手杀了他 苏晨潇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随后 直接将那枚留影石丢了过去 平静道 从今以后 你这条命 就是本公子的了 你们玄家的家事 自己处理 玄宁低着头 看着手中的留影石 久久失神 他深吸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 现在的心情 然后看向地上 犹如蠢一般 痛苦挣扎的玄奥天 脸色冰冷至极 缓缓地开口道 玄奥天 你看看 你现在的样子 事到如今 你还是这般执迷不悟吗 玄奥天艰难地睁开眼 那心红的瞳孔 满是仇恨与怨毒 玄 宁 第五十章 三十万反派之 后悔莫及的天命主角 你给我闭嘴 你又有什么资格 评判我玄奥天 玄宁深吸了一口气 大喝道 玄奥天 走到今天这一步 全都是你救游自取的结果 你可知 父亲在死前 最后与我说的是什么 玄奥天 愤怒至极地怒吼道 你又懂我玄奥天什么 我玄奥天自幼 在那苦寒之地东躲西藏 我本以为这一切 都是他们不得已选择 可当我回族之后 才发现 那本该我想的爱 却全都被你玄宁夺走了 玄宁 你赢了 你大可享受你胜利者的满族杀了我 但我玄奥天 永远都看不起你 玄宁浑身颤抖 当听闻此言 忍不住放声大笑了起来 哈哈 好一个偏爱 玄奥天 原来你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 那如今你便睁大你的狗眼 好好看着 他直接将刘影石捏碎 玄宁最后所留下的临终画面 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了 玄奥天眼前 刘影石中 那一句句来自父亲的肺腑之言 令玄宁脸色悲痛至极 他一边说道 你从未想过 为何父亲会将你送走 紧紧固执地认为 是我夺走了你的所有 我玄宁出生便为质子 父亲几次 曾想将我放弃 记忆中的母亲终日哀愁 成日只念叨着你 玄奥天的名字 我以为他们 是不喜欢我这幼子 所以我拼了命地修炼 一切都要做到最好 为的便是想让他们注意到我 但是你呢 我所做的一切努力 都因为你的回族 化作泡沫幻影 哪怕你责备父亲 断绝与我玄家关系 但你每次在外惹石声飞之 实书不知都是父亲暗地里 帮你解决 玄宁双目赤红 将这二十年来心中的压抑 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 你可知哪怕是父亲临死之时 说的最后一句话 也哀求各族组长饶你一命 玄奥天 父亲为你所做的一切 你全都视而不见 是你毁了我古族玄家 也是你害死了父亲 望着那流影石中影像 耳旁玄宁的埋怨 知晓了一切过后的玄奥天 一时间沉默了 这些事他从未所知 脑海中回想起刚回族时 父亲那激动怜爱的面孔 玄奥天躺在地上浑身颤抖 脸上不知是血还是泪 哪怕身体 纵有万以视心之痛 也不及现在分喉 父亲 玄奥天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仿佛用尽了浑身所有的力气 双目赤红的沙哑道 杀了我 玄宁 玄宁盯着他看了好一会 眼神逐渐变得冰冷 好 想来以你的性格 到现在也不会认错后悔 在其手中 逐渐凝聚出了一道恐怖的阴阳之力 再见了 玄奥天 玄奥天闭上了眼 露出恍若解脱般的神情 哄 定 天命主角玄奥天身孕 恭喜狩猎 无情邪地 天命主角玄奥天 解锁天命主角玄奥天胜于机缘 恭喜主人获得天命主角 所有物品 无情见经 视天见诀 无名见诀 残天 无妄心速图 当前狩猎天命主角 二 当前反派值 三十一万六千 当姐亲手解决完玄奥天之后 看着地上的尸体 玄奥脸色格外的平静 不知过了多久 她才来到苏晨潇身旁拜剑道 公子 结束了 嗯 这人啊 总是在将死之时追悔莫及 又有何用呢 苏晨潇轻笑一声 三十多万的反派值 待此处结束 自己可以猛 猛的爽抽一波 怎么说 也得来上几个玄宇集至宝 尘埃落定 千鸡风 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尸体 原先的上万人 仅仅只有不足一千人侥幸 存活了下来 所有人无意不是惊魂未定 心有余悸 结束了吗 玄奥天 死了 解决了那些 被诡异轻视化作怪物的修饰后 七空与另外三位组长 也是从远处走了过来 他们脸色 有些畏惧地看了眼苏晨潇手中的那本黑骨经 不敢太过靠近 毕竟他们可没有混沌神体 七空以真气层层护体 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 上前拱手到此次多谢苏公子出手相助 只是公子 这黑骨经 您打算如何处理 要知道 暗纪元的这些鬼物 可是连大地都处理不了 无论是放在哪里 都是人人惶恐不及的存在 苏晨潇淡笑一声 将其直接收入系统的储存空间当中 开口道 这黑骨经 待本公子回族之后拿给族中帝君处理 尔等就不用担心了 七空文言眼神一亮 长舒了口气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众人将千积风清扫一番 那些尸体也都被几位族长 以无上胜利给彻底摧毁 连渣都没有留下 待到众人修整过后 一众残存的古族天骄们 也逐渐调整了过来 除了有极少数人 因为身边人死亡而放弃了进入 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放弃 这来之不易 能够进入赤允葬地的机会 而此时的苏晨潇正查打量着 玄奥天圣下扶元 无情携帝 天命主角玄奥天 以允落 胜于机缘 七 赤允葬地 大帝传承 红 地道 赤允葬地 万寿血迟 待将赤允葬地内的苍神 炼古经与这玄奥天机缘的道 一切是了 自己也差不多该回族了 苏晨潇眼眸闪烁 暗暗想道 清老 在此地等本公子回来 赤允葬地 唯有封王境之下 方可入内 说吧 苏晨潇便一跃 踏入那赤允葬地之中 消失不见 此时 反应过来的一众古族长老们 皆是一愣 苏公子 那位公子进去了 组长 咱们现在怎么办 七空沉吟一会后说道 赤允葬地依旧开启 让我七家弟子进去 进入秘境之后 第一时间寻找苏公子身影 让他们在秘境内 务必保护好那位苏公子安全 其余三位古族组长 也是点头示意 纷纷表示赞同 第五十一章 太古霸主凶兽 汉天古园 苍天神鹏 嗡 赤允葬地 一道朦白色的光芒闪烁 苏晨潇与玄宁二人 出现在了赤允葬地之内 映入眼帘的 是一处荒无人烟的大地 远处是重栏叠杖的山脉 天空一片朦白 没有阳光 干枯的朽木 周围尽是不知名的枯骨 此地灵气稀薄 温度炎热 寸草不生 苏晨潇打量着周围 眼前这秘境 似乎与自己想象中的 有所不一样 放眼望去 毫无生机 连一头活物都没有见证 身旁玄宁 打量了一眼周围 开口说道 公子 赤允葬的版图 随时都在移动 这里 似乎是赤允葬地边缘的碎石院 此地倒是比较安全 没有什么生灵存在 葬地内 那些强大的生灵 都在葬地中心的原始山脉之中 他身为玄家之人 虽然是第一次进入 但对于这秘境 显然是 要比其他人更为了解 苏晨霄直接打开了地图 看着系统地图之上 机缘标记之处 叶霄的仓古恋神诀 与玄奥天的机缘 大致都在一个区域 但令苏晨霄有些疑惑的是 叶霄的机缘仓古恋神诀 竟然在快速地移动 莫非已经有人杰足先登了 念及此处 苏晨霄直接朝着南方腾空而去 而此时的玄宁 刚从储物界中 拿出了一张地图 在一旁自顾自地说道 公子 一切还请小心行事 有我玄宁在 必然不会 嗯 公子 等等我 与之前不同的是 赤允葬地的所有灵气 似乎都聚集在南方中心区域 越是往南走 变化越为巨大 此地树植茂密 一座座古老的苍天古墓 直通天际 翠绿青葱的 原始山脉枝繁叶茂 灵气逼人 犹如沐浴在灵海之中 就连妖兽 不比外界大上许多 甚至能够看见不少 在外从未见到过的灵兽生灵 犹如身处蟒荒 能见那原始山脉之中 体型巨大的荒兽 横冲直撞 古老的生灵 咆哮连连 吼 突然 一道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忽然响起 可怕无比的气息 扩散而出 震荡起层层涟漪 一道流光停落半空 跟随着系统上的标记 指引而来的苏晨肖见远处 一幕皱了皱眉 那苍古炼神诀 显示的位置 就是在这了 苏晨肖看了过去 在那里 不远处 一头体型 足足有数十丈之高的巨大骨猿 正与一头通体雪白神骏 遮天蔽日的大棚 正在搏杀 轰 轰 两头太鼓妖兽 浴血厮杀 凶残至极 每一击都震动八荒 恐怖的咆哮与气息 另整座原始 森天摇地动 无数的生灵向外 四处逃窜 荒万无比 与此同时 玄宁也是匆匆赶来 公子 噓 先看场好谢 那时 当看见远处一幕时 玄宁心里一惊 难以置信地开口道 太鼓大凶 汉天古猿 和苍天神鹏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苏晨萧挑了挑眉头 你认识 玄宁点点头 脸色有些凝重地说道 公子 这两个家伙 乃是赤允葬地的霸主及妖兽 修为皆是不死尽九重的存在 实力恐怖 可比蜂王 不好招惹 妖兽本就体魄强大 而这些太鼓霸主及的妖兽肉身 更是如此 其身怀天赋古术 天性凶狠残暴 汉不畏死 若是真要论起实力 怕是连一般风亡静都不是对手 在玄家的记载之中 每次赤允葬的开启 都有大量的天骄 惨死于这些霸主 荒兽手下 吼 那两头太鼓霸主级别的 凶兽的肉搏 明显是 那汉天古猿 占据上风 只见那头浑身黄毛的汉天古猿 怒吼一声 高高跃起跳 在半空之中 苍天神鹏尖锐的长鸣一声 满是鲜血 遮天蔽日的雪白雨一煽动 风锐至极的巨爪朝着 汉天古猿一钩抓出 哄 汉天古猿 抬起左手臂抵挡 苍天神鹏风 立志极的双爪 直接镶嵌 净他血肉之中 鲜血四溢 苍天神鹏 提着这头巨大的古猿 打算将其拖向高空后 可就在这时 汉天古猿长笑一声 提表浮现出一层淡淡的金色光芒符纹 这是 神通功法 像是注意到了什么 苏晨骁眼神一亮 金色神盲笼罩 汉天古猿庞大的躯体 突然涌动起一股 极其恐怖的力量 气血翻涌咆哮 他抬起右拳 以最为蛮横粗暴的拳头 狠狠砸在伤痕累累的 苍天神鹏身躯之上 其力重落泰山 一拳下去 山脉崩塌 恐怖的气流 冲刷而出 碰 尖利凄惨的长鸣声响起 无数沾染着鲜血的淋雨 洒落高空 苍天神鹏哀嚎一声 静止地朝着下方山脉坠落 轰隆隆 无数参天古墓被碾压 巨大的尘雾弥漫而起 一处巨大的天坑之中 汉天古猿将气息微弱的 苍天神鹏踩在脚下 又是挤拳下去 不顾纳的苍天神鹏 悲痛的哀鸣 汉天古猿双手 直接将苍天神鹏提起展开 随后 瞳孔中凶光大盛 怒吼咆哮一声 吼 死了 令人骇然的一幕出现 汉天古猿竟以肉身之力 残暴至极 活生生地将这头太古大凶 苍天神鹏给撕裂成两半 大量的鲜血喷涌而出 汉天古猿将这撕成两半的尸体丢下 锤胸顿足 发出胜利者的咆哮 如此残暴甚人的一幕 饶是玄宁 也不由眼皮狂跳 有些骇然的难难道 不对劲 在我玄家关于赤允葬帝的记载之中 这汉天古猿与苍天神鹏虽然一直是死对头 但实力却不相上下 谁也奈何不了谁 苏晨潇却是咧嘴一笑 或许是 他有什么机缘呢 刚刚那头汉天古猿身上所散发出的光芒 明显是修炼过类似炼体神通 苍古炼神诀 玄宁 玄宁微微一愣 公子 怎么了 他转过头去 只见那白地剑不知何时而出 苏晨潇眼神格外兴奋 玄宁瞳孔一缩 公子 您不会是想 浑身气血有些躁动沸腾 苏晨潇大笑一声道 你在这里等着 这头汉天古猿身上 正好有本公子想要的东西 拥有了荒谷神体与天穷健体之后 一个是肉身无双 一个是功伐无双 苏晨潇早就想试试威力了 而这修炼了苍古炼神诀的太古凶兽 正是自己最好的对手 就在那头汉天古猿 庆祝胜利的喜悦之时 远处一座极高的山峰之上 响起一道微弱的鸣叫之声 汉天古猿转头看去 只见在那苍天神棚的巢穴之内 还有一只连眼睛都未曾睁开的 幼年的苍天神棚 正不停地发出鸣叫 汉天古猿目露凶光 直接生生拔出一根参天古树 想要投掷而去之时 突然 一道恐怖至极的剑芒从天而降 滚过来 给本公子练练手 轰隆隆 第五十二章 剑斩古猿 逆语神棚血脉 灵力杀伐的剑芒斩 汉天古猿察觉到了这股恐怖的威胁 瞳孔浮现出一道残暴至极的杀一滩怒吼一声 庞大仓皇的躯体 顿时爆发出一股璀璨无比的金色神芒 轰隆隆 剑芒斩下 原始森林都被斩出一道深深的口子 建议浓郁至极 在那汉天古猿的身躯之上 赫然出现了一道猙獰如莽 血淋淋的伤口 但金色的鲜血流下 汉天古猿吃痛的怒吼一声 朝着上方望去 目光凶狠无比地 看向上空的苏晨霄 苏晨霄一袭白衣气质绝尘 手持白地剑笑盈盈地说道 连地剑锋利都能抗住 这得苍古神炼绝 本公子当真是越来越喜欢了呀 雨落 手中白地流淌过一缕璀璨无比的光芒 那剑身锋利之气 似要将这片秘境空间都给撕裂 又是一剑斩出 今天的剑芒 又要将这片山脉都给劈开粉碎 伴随着惊天杀气扑面而来 汉天古猿那硕大的寿童一宁 浓浓的危机 敢令他苍黄色的毛发根根倒树 气血狂涌如怒涛江海 他以巨大的双拳齐齐轰出 口中进口吐人言 发出晦涩的咆哮 卑鄙的人类 轰隆隆 在这恐怖的剑芒之下 汉天古猿双拳竟被齐齐撕开了一道裂口 血溅久消 扑痴 他痛苦地哀嚎一声 浑身满是被剑气撕开的口子 血流不止 汉天古猿眼中闪过一道 深深的忌惮与仇恨 怒吼道 人类 苏承骁挑了挑眉头 饶有兴趣地说道 哦 竟然还会说话 倒是有点意思 自己倒是有些低估了地剑的威能 天穷神体 太阿剑爵 无异不是顶尖的功法之力 这头太古大凶汉天古猿 虽然修炼无上帝 金仓天神炼爵 肉身恐怖 但能够再抗住两剑 已经属实不易 汉天古猿察觉 到眼前人类的强大 自己引以为傲的肉身 竟在此人面前不堪一击 他直接抓起一地碎石 后头也不回地转身逃跑 龙龙 远处玄宁见耐头汉天古猿 想要逃走 阴阳之力流动 双手掐绝大喝一声 公子 他想要逃 玄天鹿 震山岳 呜 脚下阴阳之力转动 化作一道巨大的黑白山岳虚影 镇压而下 玄天鹿 无声天刚 一惊动手 便是最强杀招即出 山岳虚影与阴阳双龙 齐齐轰出 符文漫天 黑白神盲 耀眼至极 吼 陷入狂暴的汉天古猿面容争鸣 咆哮一声 浑身满是滔天的煞气 金灿灿的一拳轰出 哄 直接将这阵山岳与阴阳双龙粉碎 这怎么可能 玄宁瞳孔猛地一说 他没有想到 自己的大神通静如此轻易地被对方粉碎 这一刻 他方才知晓了 自己与公子之间的差距有多么巨大 这时 一道轻笑声忽然响起 玄宁 本公子不是说过了吗 这头古猿 交给我 苏晨销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诸仙阵图菱形的阵盘之上 缩小版的陆仙剑意立其中 诸仙阵图啊 去 清禾一声 手中诸仙阵图刹那间化作一道流光 漂浮于汉天古猿头顶 隆隆 剑意化作的恐怖沙阵 犹如瀑布般倾斜而下 陆仙剑阵直接将汉天古猿图尽于其中 汉天古猿在剑阵之内横冲直撞 每一次碰撞都爆发出惊人的巨响 咚咚 大地在镇响 无数山脉崩塌 落实倾斜 可无论任凭他如何冲撞 都根本击破不了这路仙剑阵 玄宁看了过去 喃喃道 公子 苏晨霄赫然出现于剑阵之内 俊美的脸上满是玩味之色 眸光闪烁 一袭白衣不染尘埃 看来 这不死尽九重的凶兽还是差点意思 汉天古猿望着对面缓缓走来的苏晨霄 自知毫无退路的他瞳孔逐渐变得深红 他双手垂胸 他的身躯犹如蛮荒战车一般冲沙而来打算搏命 苏晨霄咧嘴一笑 白地见证出磅礴剑意 竖斩而出 太阿剑绝 斩八荒 隆隆 令人惊骇的剑光闪射 苍茫的剑意绽放于这路仙剑阵之中 好 浩瀚伶俐的剑意 直接贯穿了汉天古猿的身躯 在其后方的大地 更是被斩出一道长达数百米的裂缝 那头汉天古猿争明恐怖的身躯 在距离苏晨霄还有百步之遥的距离之时 忽然僵硬在了原地 他的身躯之上出现一道整齐无比的血线 汉天古猿眼中满是不可思议之色 下一刻 大量的鲜血喷涌而出 他那庞大的身躯竟直接一分为二 就这么整整齐齐的被切成了两半 轰隆隆 远处的玄宁进入剑阵之内 望着那汉天古猿一分为二的实体 脸色震撼至极 这是他第一次见这位帝族公子出手 三剑 仅仅是三剑便将这赤允葬地内 赫赫有名的太古大凶汉天古猿斩杀了 玄宁张了张嘴 半嗓都没有说出话来 问 苏晨霄将诸仙阵图收起 笑盈盈地说道 愣着做什么 到底还是太古大凶的尸体 好东西可不少 玄宁这才反应过来 有些失神地点了点头 赶忙上去处理那头汉天古猿的尸体 看着他的背影 苏晨霄笑意逐渐收敛 转身看向远处山脉之上的 那头苍天神棚幼崽 大手一抓 直接将那幼 还未睁眼的幼崽 给抓了过来 那苍天神棚幼崽 仅仅只有巴掌般大小 似乎刚出生不久 身上的羽毛还未疯满 以太古大凶的幼崽来说 这体型未免有些太小了 早查 苏晨霄看着手掌心 这只苍天神棚 皱了皱眉头想到 用系统面板查看一番 叮 太古大凶 苍天神棚幼崽 拥有一丝 逆语神棚血脉 幼年期 血脉繁足1% 成功率0 15% 苏晨霄也谋一亮 有些诧异地看了眼手中 嗷嗷待哺的神棚幼崽 妖兽一族 虽然天生强大 但却十分讲究 血脉传承 强大的血脉 决定了他们的上限 而苍天神棚一脉 据自己所知 最高也仅仅只能够达到圣境 第53章 万年的乳业 苍天神炼绝 但天地神兽 匿与神棚却不同了 传闻其乃诸天猛情 天生掌握九霄宝树 号称速度之极 以太古苍龙为实 成年之后 更是可比肩大地 虽然仅仅只有一丝 血脉繁足的可能性 但在拥有系统的自己面前 那跟百分百有什么区别 苏晨霄咧嘴一笑 轻轻抚摸着 怀中的苍天神棚 开口道 小家伙 遇见本公子 算你走月 系统 有没有什么 能够提高其血脉 反祖几率的东西 丁 系统正在检索中 商城检索成功 检测出符合主人 要求项目三个 神兽 匿与神棚本命精血 需拥有匿与精棚血脉 能够极大概率提升 反祖成功率 所需要反派值 15万 匿命反祖单 能够激活妖兽 最强大的血脉 使其反祖血脉增加 所需要反派值 5000 万年的乳液 能够雇本培圆 加大程度上 加快妖兽成长培养 需要反派值 2000 倒也不是很贵 看着系统界面 筛选而出的物品 苏承销沉饮了一回 天地神兽本命精血 恐暴无比 以这小家伙 现在的状态来看 恐怕根本就 无法吸收炼花 念及此处 苏承销直接选择 将那匿命反祖单语的乳液买下 定 恭喜主人购买匿命 反祖单新号十枚 定 恭喜主人购买万年的乳液新号 30D 花费反派值 11万 当前剩余反派值 20万06千 一口气 直接消费了十多万的反派值 饶是他也难免有些肉疼 问 直接将那万年地乳液 从系统储存空间调出 苏承销手中 出现一枚 装满着地乳液的白玉瓶 不 瓶口打开 浓郁至极的天地灵气 从中弥漫而出 当感受到了这股气息之后 手心中的苍天神鹏幼崽 本能地昂起头了 张开嘴发出枝压的声音 苏承销盯着瓶内 那乳白色的万年地乳液看了眼 其中那浓郁的灵气逼人 光是闻上一口便沁人心脾 苏承销沉默了好一会 悠悠道 这玩意 是不是修饰也能用 我先替你尝尝 不管手中那嗷嗷待哺的 苍天神鹏幼崽 苏承销拿起白玉瓶 直接小饮了一口 这一口下去 少说也是五六滴地乳液没了 万年的乳液刚移入口 便立刻化作一股充沛的灵气 涌入体内 开始迅速冲引起了气海 感受着一股股暖流洗涤身躯 自己刚刚突破不久的境界 也有所松动 苏承销眼眸微微一亮 扎巴了两下嘴 有些诧异的南南道味道倒是不错 甜甜的 手中的苍天神鹏 幼崽叫得更为急切了 苏承销咧嘴一笑 直接将瓶口对准小家伙 缓缓地倒下去一滴 嗡 万年的乳液入腹 手中的苍天神鹏的小小身躯上 顿时泛起一阵阵雪白的光芒 仅仅是这一滴下去 小家伙便安静了不少 头颅一锤 躺在苏承销的手中 一动不动地陷入了沉睡 而在这时 远处正在处理那头汉 天古猿尸体的玄宁 忽然像是发现了什么 高呼道 公子 您看这是什么 嗯 苏承销文言将苍天神鹏 又在收入系统空间当中 走了过去 只见玄宁在那汉天古猿的尸体中 不知从哪找到了一本 弥漫着淡淡金光的古经 在他另一只手上 还拿着一块满是符文的白色骨头 见来人 玄宁起身 恭恭敬敬地将所搜集到织物缝上 公子 找到这两个东西 这是汉天古猿的福谷 上面蕴藏着古猿宝树 就是这个经书 好像不是梵物 不知是什么东西 苏承销将那古经结果 一缕神石探入 脑海之中 一道道古老玄奥的金色符文出现 上面所记载的 赫然是苍古神恋诀 总算是找到了 叶销最大的机缘之一 最为适合荒谷神体的苍古神恋诀 有了这无上炼体神通 就连剑修最为脆弱的肉身弊端 自己也能够无视 之前那汉天古猿 不过不死尽九重 修炼了这苍古神恋诀 其肉身之力 甚至能够勉强抗下地剑之威 可想而知 这门无上地经的强大 苏承销脸色一喜 赞赏道 做得不错 本公子要的便是这本古经 得到公子夸赞 玄宁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将那福谷也递了过来说道 公子 这是那头汉天古猿福谷 古猿宝树 据说修炼了可以增强肉身 硬寒山月 这头汉天古猿福谷完整 想来应该血脉不错 领悟了完整的太古大兄 古猿宝树 苏承销摆摆手 但笑着说道 这东西本公子不需要 你自己留着吧 到底是妖兽一组宝树 这古猿宝树 再强也不可能比得过苍天神恋诀 玄宁微微一愣 还想要说什么 可苏承销却接着说道 朱天炼体神通稀少 我管你现在所修炼的也是一般 这古猿宝树倒也还算凑合 既然已是我苏承销的人 提升自己的实力也好 为本公子效力 玄宁脸色有些感动 见公子这么说 只好收下这枚福谷 双手抱拳道 玄宁谢过公子 苏承销微微汗手 公子 咱们接下来去了 玄宁问 苏承销将那系统面板调出 眯着眼看向一处方向 神秘地笑道 玄宁 你玄家掌管这赤允葬了这么久 你可知 此地还有大地机缘存在 大地机缘 玄宁苦笑一声 说道公子 这我倒是有所了解 只是赤允葬地少说 也出现了数千年 这么多年下来 哪怕是此地有所机缘 也都被人带走 如今赤允葬地内上还有价值的 也只有一些稀少无比的天才地宝了 苏承销笑了笑 没有说话 淡淡地说道 走吧 得到那传承之后 也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汹涌澎湃的真气 涌动而起 二人直接化作一道流光朝着远处而去 一个时辰之后 轰隆隆 伴随着一道巨大的剑芒 眼前那巨大无比的山脉 被苏承销一剑净直给劈开 在那一分为二的山脉之间 却有一处地方毫发无损 在那山腰之处 一道漆黑无比的洞府忽然显现 周围浮现起一道淡淡的白色法阵 咔咔 这不知存在多久的法阵宝金风霜 在抵挡下这一击过后 弥漫起无数的裂纹 寸寸碎裂 突然 哄 被阵法隐秘于其中的力量迸发 一道庞大无比 赤红血腥的 鸿芒冲天而起 直通天境 这股光芒之中 蕴藏着汹涌澎湃 极其可怕的气血之力 空中的玄宁瞳孔一缩 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这是 第五十四章 突破不死尽九重 万寿血池 走吧 苏承销盯着那 隐藏在山脉之中的洞穴 踏空而去 淡淡地开口道 两人一同进入了 那洞穴之中 此地幽静 不知存在了多久 在二人进入之后 这漆黑无比的通道两旁 赫然升起了微弱的烛火 滴答 滴答 远处 似有水滴坠落的声音传来 不知前进了多久 眼前的视野豁然开朗 二人的正前方之处 一汪蕴藏着澎湃气血之力 血红的水池出现 在一旁不远 有着满是尘埃的书桌 石床 以及零零散散 掉落一地的丹药 这似乎是某个修士 曾居住过的地方 苏晨潇放眼扫过此地 看着那深色血红的水池 在水池的正中央 赫然有一块 倒数尖锐的中乳石 中乳石的尖端 不断凝聚出 一滴滴烟红的液体 滴落于池水之中 荡漾起一圈圈的涟漪 那水滴之声 正是从这传来 这就是那万寿血池吗 苏晨潇 脸色平静地暗暗想到 身旁玄宁正正地 看着这一幕 有些不可思议地 喃喃道 好浓郁的汽血之力 是陨葬的 怎么会有这种地方 这血池为何看上去 这么熟悉 玄宁来到那水池边缘 蹲下身用手 擦拭了一下地面上的灰尘 在这些灰尘的掩盖之下 发现了一道道痕迹 有些暗淡的浮纹 忽然 像是想到了什么 玄宁脸色一变 显得极为难以置信地说道